21世纪,北京大学医学院,一名60岁左右的老人正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汪丰奇,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而后怀揣着对中医的热情,四处拜访明医进行求学,最后及百家之长自成一脉,行医40年,可谓是中国中医界泰山北斗士的人物。 当初北京大学为了邀请退休后的他来学校教学,那可是花费了极大的力气,这件事也曾经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过,而后很多热爱医学的青年们以考上北京大学听这位老人的课为目标。 我们中医啊,讲究望闻问切,与西医不同。 学习中医呢,让我们可以从人体的外表特征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这也是外国人声称我们中医神奇的地方。 而中医最为神奇的一项绝技,就在于针灸。 中医啊,在做手术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打麻醉,而我们的祖先华佗却早就研制出了麻沸散。 但是,针灸却是更加的简单神奇,只要给病人扎一针麻针,病人就不会有任何的知觉。 相比而言,我们的中医还是有很多的优点的。 就在这位医学界的权威说得津津乐道的时候,木质黎突然站了起来,说道, 教授,我有事先走了。 说完,还不带汪丰奇回答,便是准备动身离开了。 原本冲着汪丰奇的名头,好奇过来听听,说不定还会找到些有价值的东西。 没想到来了之后,让他大失所望,无聊至极,这些东西,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中医博大精深,靠的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要靠实际操作的。 对于这些纸上谈兵的教学,学生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 即使考试考一百分,出去了也完全当不了一个出色的中医,他更是没有丝毫的兴趣。 而汪丰奇能到达今天的成就,在国际上获得这样的赞誉,即使表面上谦虚,心里也是极为骄傲的。 一般人想听他的课都听不到,这个女孩竟然说有事要先走。 而且看着女孩脸上那无聊的表情,显然是觉得自己的课枯燥才离开的,当下心里也是有些恼火。 这位同学啊,既然你是学习中医的,就应该热爱他。 以你现在的态度,你觉得你能够学好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吗? 这样不负责任,哼,也就证明你对你的病人不负责任。 我对你的前途很担忧啊。 听着老人的话,在场的两百名学生一起看向了木质离。 感受到众人略带鄙夷的目光,木质离的面色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眸毫不畏惧地对上汪丰奇。 教授,我尽你为老师,但是你这样未免太过于以老卖老了吧。 老实说,你所教的这些,我全都会。 中医是注重实践的,这样口头上说说,我还不如直接回去看书好。 木质离的脸上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不是他高傲,他说的是事实。 对于自己最强的中医领域,他完全有资格说这话。 我以老卖老。 汪丰奇没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孩竟然敢这么对他说话。 既然这样,那我就考考你。 如果你能够答得出我的问题,以后我的课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我给你及格,怎么样? 木质离听着汪丰奇的话,原本他准备直接一走两只的, 不过听到这话,嘴角却勾起了一抹浅浅的糊涂。 好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这一局,他赢定了。 这种无聊的课程,他的确不想来听, 有这时间还不如自己去做研究。 他很怀疑这位老人的医术有没有自己好。 好吧,那就以坐在第一位的这位男生为例, 你能说出他生了什么病,并且开出药方吗? 汪丰奇心里暗暗得意,既然是说要注重实践,那我就跟你考实践。 在他看来,木质离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掌握了一点中医的皮毛,就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了。 学生们哗然了,这个题目未免太有难度了。 他们都是刚入门不久的学生,连药材都认不全, 怎么可能给人看病还开药方呢? 看着汪丰奇的刻意刁难, 木质离却是毫不在意, 直接走到了第一位男生的面前, 一边把脉,还一直在打量着他的五官表证。 那娴熟的动作,认真的模样, 看得大家都心生疑惑, 难道他真的会? 当他看到患者眼里的红血丝和嘴角的干裂口子, 便已经了然于胸了, 松开了男生的手腕, 直接从包包里拿起纸笔写了起来。 而汪丰奇在木质里把完脉之后, 也拉起男生的手腕把脉, 同样很快写出了药方。 两人一比对, 汪丰奇便笑了, 哈哈, 你开的是大成汽汤的方子, 不过, 加了几位威灵仙的药品。 不过你这个药方未免太猛了些, 大成汽汤原本就有通洛调气的作用, 你又加了几位解药, 那不是一发不可收拾吗? 众学生原本都还比一目止离, 然而现在却看着教授和他两人商量着药方, 他们却是云里雾里的完全听不懂, 木质里却淡然地解释道, 哼, 威灵仙具有通经络调气机的作用, 以此可以来触发大成汽汤的药理, 药理发挥作用了, 排泄自然也就通了。 老师, 你开的药方和我差不多, 但是我的药方效果比较快, 以你的药方来调养也得十天半个月吧, 现在的时代节奏那么快, 谁能等十天半个月的呀? 木质离现在对汪峰奇倒也有些刮目相看了, 能得到这样的名头, 肚子里的确是有些墨水的, 只是古板了些, 不懂得变通, 否则的话定然能够做得更好。 老师, 这局你输了, 记住你的话哦。 话音刚落, 木质离背着包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出了教室。 木质离离开一会儿后, 汪峰奇突然一拍大腿, 药效虽猛, 却能够起到奇象, 人才呀! 然而木质离却是已经不见了。 这一局, 他汪峰奇输得心服口服, 此刻, 整个教室都沸腾了, 刚才的比试, 那学生竟然赢了, 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所有人都在议论着刚才那个轻力脱俗, 却医术超群的女孩。 短短短的时间内, 木质离的名字却是传遍了整个北京大学。 零音小道上, 木质离拢了拢了自己的领口, 抬起了轻松慵懒的眼睛, 只见他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柔顺地披在双肩, 一双泛着隐隐水光的澄澈眸子, 嵌在一张完美的瓜子脸上, 细碎的刘海覆盖住他光洁的额头, 垂到了浓密而鲜长的睫毛上, 露在外的, 是所有人都不可比的白皙细腻的肌肤。 一条白色连衣裙穿在他的身上, 更是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柔和气质, 他整个人看起来, 就如同幽兰一般安静, 却有着浓烈的吸引力。 出了教室的他并没有停留, 而是直接回了家。 木家, 有着上千年传承的医学世家, 木家的人世代学医, 没有一个例外, 而木芷梨从三岁开始学医, 到现在已经整整学了十五年的中医。 木芷梨是木家最经验绝伦的天才, 医术超群, 一手银针可医天下疾病, 在医学方面的天赋无人可比, 所有医学方面的知识, 只要说过一遍, 他就能够记住, 而且能够举医反三。 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替人看病, 之前一直是他爷爷陪着他, 生怕他看错病, 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最后爷爷也放手任他看病了。 木家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中国颇受赞誉的老中医, 然而木芷梨却常常考导他们, 有时候他们都难以处理的病症到了木芷梨的手里, 却能够轻易被解决, 不得不让他们汗颜呢, 当然更多的是激动以及欣慰, 在他们看来, 中医崛起的希望就在木芷梨的身上了, 所有的人更是毫不吝惜的将自己毕生所学交给木芷梨, 而木芷梨也很是认真的学习, 那刻苦的态度完全不需要人的督促, 木芷梨是真正的从骨子里挨着中医, 在这样一个医学世家里长大, 从出生开始就闻着中药味的他, 对中医有着莫名的爱恋, 说汪峰其是几百家之长, 倒不如说木芷梨是真正的几百家之长, 木芷梨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别人束手无策的病症, 挑战高难度是她的爱好, 不过她也是个低调的人, 不然的话, 现在应该是人人都知道她木芷梨是个天才神医了, 这不, 木芷梨刚回到家, 便看到大厅里聚满了人, 细看之下, 木芷梨便一眼认出了那手上拿着锦旗的中年人, 正是自己昨天救治的人, 啊, 神医啊, 你走遭回来了, 林强看到木芷梨激动得差点眼泪都流下来了, 走到木芷梨的面前直接跪了下去,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他却丝毫不在意, 神医, 谢谢你救了我, 救了我们一家, 木芷梨看着林强的举动, 忙将他扶起来, 哎, 举手之劳而已, 你实在太客气了, 昨天救人的时候, 他不过是觉得这病症比较奇特, 与他在古书上看到的一种病症很是相似, 所以也就尝试着救治救治, 若是成功的话, 那么他就又掌握了一种病症了, 不, 你的救命之恩, 我林强莫尺难忘, 事情我老婆把我送医院的时候, 医生都告诉我们说没有办法, 都让我老婆替我准备生后事了, 若不是神医你出现救了我的话, 我现在可能就已经死了, 我们家我是支柱, 如果我死了, 我老婆孩子怎么办, 你救了我们全家呀, 此刻, 牧家大厅的其他人, 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个都赞赏地看着牧纸离, 脸上的骄傲之色一余眼表, 牧纸离可是他们整个牧家的宝贝, 治了医院治不了的病症, 他们自然觉得自豪, 我们牧家世代学医, 为的就是造福大家,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的, 救了你, 我也觉得很开心, 这位大叔, 你先坐吧, 对于这种局面, 牧纸离已经很适应了, 因为隔三差五的就会发生一次, 也有人慕名前来找自己求医的, 啊, 牧神医, 我们一家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的, 这枚戒指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 送给你了缘我们的心意, 请你一定要收下, 林强从怀中拿出一枚花纹繁复, 却极为漂亮的戒指递给牧纸离, 哎呀, 你太客气了, 不用了不用了, 祖辈传下来的, 你们还是好好保存吧, 牧纸离笑着说, 既然摆出了一副玄壶济世的模样, 自然不能收什么报酬, 然而听到牧纸离的话, 林强却是激动了, 啊, 牧神医, 如果你不收下的话, 那我今天就跪在这里不回去了, 做事, 林强便是准备再次跪下去, 他林强虽然不是什么有本事的人, 却也是有恩必报, 见状, 牧纸离也有些为难, 看了周围的牧家人一眼, 尤其在见到爷爷的点头之后, 他也就接过了戒指, 嗯, 那就谢谢你了, 林强这才罢休, 将锦旗送了之后才离开, 在林强离开之后, 牧纸离这才打量起手上的戒指, 第一眼见到的时候, 他就喜欢战了这戒指, 做工很精致, 镂空的花纹看上去有古典的气质, 总之越看越耐看, 哇, 现在这种古典的文物戒指可不多见呢, 人家带金戒银戒, 我带个古戒, 那也不错, 然而就在木质里戴上戒指的那一刻, 一道惊雷闪过, 天地变色, 原本耀眼的太阳, 已经躲进了云层里, 黑, 那是极致的黑, 仿佛整个世界就剩下黑色, 连呼吸都变得压抑, 木质离大惊, 怎么会这样, 同一时间, 他的戒指正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明亮的炫目, 远处, 龙卷风呼啸着刮过, 诡异地只朝着木质离卷来, 木质离急忙想躲开, 然而手上的戒指却散发着无穷的能量, 将它带向那龙卷风的中心, 急得木质离急忙将戒指摘下来, 然而戒指却仿佛是他手的一部分一般, 怎么摘都摘不掉, 直直地带着木质离卷入了龙卷风中, 天旋地转, 痛, 木质离整个脑海里都充斥着这个字,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用这么倒霉吧, 木质离哀嚎着, 而众人只见一阵龙卷风刮过, 直破天穷, 之后消失不见, 那是一次奇特的自然景观, 被华夏人记录了下来, 而神医木质离, 就这样消失在了华夏这个世界上, 罗天城 木质 青泥石板路上, 几棵嫩绿的小草, 顽强地从地面铺就的青石间隙中钻了出来, 顺着微风摇摆, 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一个长满杂草, 看上去荒废了很久的院子里, 一栋破旧不堪的平房处于其中, 屋内的摆设极其简单, 一张桌子, 一条板凳, 一张木床, 再没有多余的东西, 木床上, 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躺在上面, 发出痛苦的低音, 少女有着一头柔顺的长发, 消瘦的脸颊因为病症而显现出不健康的白色, 少女的五官长得很是精致, 光洁的额头, 弯弯柳叶眉下是紧闭着的双眼, 那值得让所有人羡慕的长睫毛, 此刻正微微颤动着, 虽然看不清那双眼睛究竟如何, 但是从弧度也能看出这眼睛绝对是出乎意料的大, 眼角微微上挑, 左脚眼角一颗肋质, 让它增添了另种风情, 高挺的鼻梁, 精致的穹鼻, 泛着玫瑰色的樱桃小嘴, 若只是这样的话, 少女绝对是一等一的美人, 然而在她的左边脸上, 一块珠红色的暗纹, 犹如胎记般布满了她的左脸大半, 看上去有些瘆人, 也正因如此, 将她傲人的娇言完全沦为了瘆人的丑言。 呃, 疼。 木纸梨的脑海里只剩下这个直观的想法,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既然还能觉得疼, 那也就证明了她没死。 她很想睁开自己的眼睛, 却感觉到眼皮无比的沉重, 重若千军, 脑中也是一片混乱, 无数熟悉的, 陌生的记忆涌现在脑海中, 整个脑海犹如要撑爆一般, 火辣辣地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多出来的记忆是什么? 然而她却没有时间去想, 脑海中的一切已经不容她去想。 终于, 在木纸梨尝试了数次之后, 她成功地睁开了眼睛, 入木的是岌岌可危, 可能压下来的天花板, 吓得她一个机灵, 直接滚下了床。 牵动了伤口的她, 发出一声冷哼, 然而此时的她却是彻底地清醒了。 这简朴到不行, 甚至可以说是微房的房子, 木纸梨是从来没见过呀。 看着自己的手, 什么时候变短了, 皮肤也变差了, 在第一时间, 木纸梨就发现了这不是自己的身体, 旋即跑向了那有着倒倒裂痕的铜镜。 然而, 当她看见镜子中那张脸时, 木纸梨愣住了, 镜子里那个长得极其丑陋的少女会是自己? 布满了半张脸的红色暗纹, 让她看起来犹如被诅咒的女孩一般, 根本不敢正瞧自己的样子。 天哪, 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之前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不过戴上了戒指, 然后卷入了风暴, 再后来, 醒来就在这儿了, 可是, 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木纸梨纳闷的时候, 发现自己浑身上下都好痛, 仔细一看, 从手到身上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此刻呈现着青紫之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做梦? 然而就在她愣神的同时, 之前那些充斥在她脑海中的复杂记忆, 却开始一点点地清晰起来, 闭上眼睛, 接受这些记忆, 万傻, 木纸梨才睁开了眼睛, 眼中的迷惘已经完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郁闷。 在了解了这些记忆之后, 木纸梨无奈地接受了一个事实, 她穿越了, 而且是浑船, 这个少女的名字很巧, 和她一样, 也叫做木纸梨。 罗天成三大世家之一, 木家的嫡系三小姐, 这个身份是很不错, 只是到了木纸梨这儿就不是了, 木纸梨可以说是木家耻辱的代表型人物, 长得丑就算了, 一点修炼的天赋都没有。 在这个以修炼天力为潮流的世界, 不能修炼天力, 也就注定了她这辈子只是个废人。 木家的嫡系子孙中, 所有人都能修炼, 除了木纸梨。 木纸梨的父亲木天静, 曾经是木家的天才, 被木家誉为未来的希望。 当年的木天静实力高强, 仪表堂堂, 是罗天成多少少女爱慕的对象。 然而她在一次出去历练时, 整整三年未归, 回来的时候却带回了还是婴儿的木纸梨, 当时在木家引起巨大的轰动, 而后没多久, 木天静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谜。 木纸梨现在的废物模样, 若不是当年木天静曾经为家族做过贡献, 此时的她估计连这破地方都没得住。 在这种大家族里, 血缘亲情显得异常单薄, 你有实力, 你就可以享受公主般的待遇, 没实力, 就跟可怜虫一样的生活。 按照常理而言, 她再怎么不计也不会被打, 但是悲剧的就在于当年的木天静太过优秀, 背地里嫉妒她, 怨恨她的人绝对不少, 在她死的时候, 多少人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 即使只剩下木纸梨一个人, 还是时常受到她们的打压和欺负, 木纸梨身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 在知道了这一切之后, 木纸梨叹息一声, 没想到这女孩这么可怜, 不过更可怜的是自己呀, 堂堂二十一世纪的天才神医, 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跟这个可怜虫比起来, 自己可是好太多了, 这天堂到地狱的差距, 也就只有她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强的人能承受得了。 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 木纸梨安然地接受了, 她发现那枚带着她来到这儿的骨戒还在她手上, 依旧怎么摘都摘不下来,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 就只有她还在。 本能的, 木纸梨觉得自己现在的状况与骨戒脱不了干系, 而且这骨戒应该也不是寻常物, 当时散发出的光芒, 它可是记得一清二楚。 嗯, 难道这是一个宝物? 木纸梨猜测, 电视剧上都是这么演的, 看起来普通的戒指, 通过滴血之后就会显现出本来面貌。 想到这儿, 木纸梨无奈地在她的牵牵玉手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口子, 将血滴在了戒指上, 一脸激动地等着戒指的反应。 等了半晨, 戒指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木纸梨终于忍不住发飙了。 嗯, 又没有搞错呀, 不是宝贝的话, 还把我带到这个坡地方来。 可是, 当全然接受了现在的自己后, 木纸梨又笑了, 属于原本木纸梨的苦难已经结束, 既然让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天才神医来了, 不混个风生水起, 怎么对得起我自己呢? 明天就开始行动。 木纸梨休息了一晚, 睁开眼, 确定自己没有回到现代后, 也就淡然地起床了。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伤, 好在都是皮外伤, 倒是没什么内伤, 一会儿去摘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以这具身体的复原能力, 估计十天半个月都不一定能够恢复得好。 木纸梨可不能那么被动地等着, 从记忆里他知道, 他在这个家基本上就不会有人关注, 所以出去也没有什么关系。 咕咕, 木纸梨摸着自己的肚子, 好饿呀, 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呀, 原本是有人送饭的, 只是他越来越不受人重视, 渐渐地就连下人也懒得来送饭了, 对他好又没什么好处, 还来干什么呢? 唯一一个对木纸梨好的是嫡系七少爷, 木寒墨。 说到木寒墨, 木寒墨就出现了, 木寒墨比木纸梨小一岁而已, 木家子孙众多, 即使排名差了十几二十名, 年纪也差不了多少。 啊, 纸梨, 你饿了吧, 快吃吧。 木寒墨从怀里拿出几个大肉包, 递给木纸梨, 稚气的脸上有着浓浓的兴奋以及担忧。 木纸梨抬眼看着一脸期待自己吃的木寒墨, 他身着墨色胶领屈居袍, 长发高竖, 露出了饱满的额头, 某似灼灼清水, 眉似浓浓音乐, 宽松衣袍之下, 是较为健硕的身材, 相貌俊巧, 一表人才, 将来一定是个美男子。 长得真是不错呀, 在二十一世纪, 这样的帅哥实在是少见, 而且态度还这么好的, 更是少见, 就是年纪小了点。 木纸梨现在全然忘记了现在他自己的年纪也很小。 穆罕墨的修炼天赋很是不错, 在家族中的地位也颇重, 年纪虽然不大, 却因为修炼的缘故, 看上去像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跟穆罕墨比起来, 穆罕墨明明比他大, 看起来却比他小得多。 看着面前的肉包, 穆罕墨竟然笑着道, 寒墨, 谢谢你。 他真的饿了, 也就不管什么矜持不矜持地, 拿起来就大口大口地吃。 穆罕墨第一次发现原来肉包是这么好吃。 穆罕墨却是一笑, 那笑容犹如温暖的春风般, 将满屋的寒冷都吹散了。 哼, 还跟我说什么谢谢, 他们这样对你太过分了, 芷罕, 等着我变强的时候, 一定不会再让你受欺负。 穆芷罕看着一脸认真的穆罕墨, 心里内叫一个感动啊。 汉墨, 你没有去练武场成练吗? 不只是穆家, 只要是颇具规格的家族, 早上都会集中家中的少年子弟去练武场成练。 毕竟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 每个家族都重视实力的培养, 而这些年纪尚轻的少年, 就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呀。 哦, 我马上就要过去了, 怕你肚子饿就先过来了。 就在这时, 穆罕墨的眼神落到了穆芷罕的手上, 那手上的伤痕原本被衣服遮盖住了, 然而吃肉包的时候, 那宽松的袖子却滑到了手肘。 眼神一凝, 俊秀的脸上立马充满了怒气。 芷罕, 谁又欺负你了? 穆芷罕一愣, 玄技道, 哦, 没有啊, 从这身体的记忆里, 他知道穆罕墨是真正的对他好, 而以现在穆罕墨的能力显然是不能报仇的, 他可不想拖累这个小帅哥, 他自己可以搞定的, 何况现在的他可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穆芷罕了, 他还想要自己报仇呢。 还说没有? 穆罕拉起穆芷罕的手, 那你手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听到这话, 穆芷罕叹了一口气, 脸上却露出了柔和的笑意。 韩墨, 放心吧, 我没事的, 别为我担心了。 穆韩墨看着穆芷罕那温和的笑容, 虽然在旁人的眼里, 那暗门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他却从来不这么认为。 自从小时候那一次, 他那孱弱的身躯挡在自己的面前时, 他就决定一定要对他好, 一直一直对他好。 有时候, 他会替纸礼感到不公平, 明明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却因为没有修炼天赋, 长得不好看, 而被所有人排斥。 可是, 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呀。 然而每次自己说到时, 他却显得那么淡定, 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切。 那完全不符合年龄的沧桑感, 让他觉得很心疼。 你告诉我是谁, 我帮你报仇。 穆芷里摇摇头。 韩墨,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我真的没事, 你要加油, 努力修炼哦, 以后我还等着你保护我呢。 看着穆芷里坚定的模样, 穆罕握拳的双手松开来, 眼神却愈发坚定。 芷里, 你相信我, 那一天不会远的。 嗯, 我一直都相信你的, 快点去吧, 可别迟到了, 武叔该骂你了。 嗯, 那我就先走了, 你好好照顾自己啊。 知道了。 穆芷里看着穆罕默离开的背影, 笑了, 从右边看上去, 是那样绝美。 哦, 还以为自己跟个孩子一样讲话, 会很悟寒呢, 现在觉得也还不错嘛。 穆芷里感慨道, 以他自己的性子, 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但是, 就穆罕默跟这具身体最熟悉, 如果自己表现的不一样的话, 对方怕是立马就认出来了。 吃饱喝足之后, 穆芷里跑到了房子的后面, 那里有一个狗洞, 以前的穆芷里是从这里出去的, 不过在被其他人排斥之后, 穆芷里就没有出去过了, 心里究竟有多失落, 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穆芷里看着下面那个狗洞, 从这儿爬出去也太难看了吧, 我穆芷里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啊, 还是翻墙出去, 这样要帅气一点。 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错, 穆芷里直接跑去搬了一个凳子之后, 终于成功地翻了出去, 这墙并不高, 但这也是这具身体孱弱的原因, 要是以前的穆芷里的话, 绝对轻松地翻出去。 穆芷里并没有急着去接上, 以现在这副尊荣出去, 绝对是自取其辱, 他要先将自己的伤治好再说, 这样的身体他可受不了, 还有修炼的事情, 他也得要弄清楚。 以前在家只是不断地研究医术, 现在在这天玄大陆多了一样修炼, 他怎么可能不去尝试? 一步步来吧, 先把伤治好后, 再研究研究自己脸上的暗闻能不能够去除, 他这神医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 他仔细地看过自己的脸, 一旦把这恐怖的暗闻去除之后, 绝对是个美女。 穆芷里一路朝着山上走去, 这山上想来一些简单的药材还是有的, 毕竟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珍贵的药材, 这一点也是穆芷里最郁闷的, 那些药材只要去药材铺立马就能够找齐, 但是之前穆芷里的生活太过凄凉, 虽说以他的身份, 穆家每个月会给他一个金币, 但是每个月的金币都被别人给抢走了, 所以现在的他可以说是身无分文, 就连饭都是靠着穆罕默送来。 对此,他倒不是很伤心, 毕竟那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以后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在他穆芷里的身上。 一个时辰之后, 穆芷里便已经找够了药材, 好在这里虽然不是二十一世纪, 但是药材却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大差别, 而且这里的药材要丰富得多, 尤其是这些普通的药材, 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嗯, 等把身上的伤痴好, 要先想办法挣扎金币, 不然的话, 可是什么事都做不了呀, 还得要定做一套针包, 没有了他, 自己总是觉得缺了什么。 木质里边走边说道, 从小到大, 那针包从未离开过他, 他最擅长的就是用银针, 没有了银针的他, 很容易没有安全感。 山上并没有什么人, 木质里也是放心大胆地走着, 然而就在他刚走到山下的时候, 远方传来了声响, 伴随着女人的惊呼声, 啊, 弟弟, 你这是怎么了? 走近一看是一大队人, 有护卫有马车, 看样子应该是某个大家族的子弟吧, 而最前方, 一名十八岁左右的少年, 此刻正倒在地上, 而身边有一大群人围着, 担心地询问着情况, 见到有人发病, 作为医生的木质里自然是有些好奇的, 走近一看, 只见那少年呼吸困难, 嘴唇发紫, 全身抽搐, 只一眼, 木质里便是看出来, 这少年是哮喘发作了, 然而就在木质里打量的时候, 其中一个看似丫鬟的女人却怒声道, 让开让开, 站在这里碍事, 听到这话, 原本准备离开的木质里却停住了脚步, 哼, 你们再这样下去, 要不了一会儿, 这位少爷估计就得命丧皇权了, 听到这话, 那位约摸二十年纪的少女, 却是将目光移到了木质里的身上, 只见木质里穿着一件下人都不穿的麻布衣衫, 衣衫上还有两个补丁, 怎么看怎么都凄惨, 不过好在衣服还比较干净, 只是那张脸就有些吓人了, 若是平时, 估计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只是现在的状况不一样, 你, 你知道怎么救我弟弟? 哼, 我知道或不知道, 与你何干? 淡墨的口吻一点也不在乎, 林轻英的心神有些恍惚, 不知为何从这穿着不堪的少女身上, 却能够感受到一种傲然的气质, 那淡墨的口吻, 墨不关心的表情, 尤其是那眼中拥有的睿智, 让人无法将其与现在的模样联系在一起, 不自觉的, 林轻英便是将之前那高傲的姿态给放低了, 这位姑娘, 拜托你救救我弟弟, 无论你要什么报酬, 能给的我绝对不会推辞, 听到这话, 木质离却是心动了, 现在的他最缺的就是金币, 这样一来, 无疑让他的进度提升很多, 好, 我救你弟弟, 一百金币, 肯定的口吻并不是商讨的语气, 林轻英听到这话, 却也松了一口气, 没问题, 就拜托你了, 玄机拿了一个钱袋递给木质离, 木质离接过后没有看, 直接放入了怀中, 他相信以对方的身份不会骗他的, 还有, 让这个女人给我道歉, 木质离指着先前那个说他爱事的丫鬟, 小翠听到木质离的话, 当下便是气急, 准备回话的时候, 林轻英却开口了, 小翠, 快道歉, 见林轻英发话了, 小翠也只能憋着一肚子气, 说道, 对不起, 木质离却是看也懒得看小翠一眼, 直接走到少年的面前, 这样的举动更是让小翠气到不行, 你们通通都让开, 这样围在她的身边, 对她没有好处, 听到这话, 大家一起看向林轻英, 只见林轻英点头之后才纷纷散开, 只是眼神却一直关注着, 想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少女有什么办法, 木质离让少年半卧, 抬起她的头, 使其双臂微斩, 见少年身上的衣服穿得太紧, 便伸手解开她的衣扣, 哎, 你干什么, 见到木质离的举动, 小翠急忙喊道, 木质离抬眼, 皱着眉头道, 我做什么, 你管不着, 你要是不想救你家少爷的话, 我也无所谓, 生落便不再管他们了, 若是自己带了银针的话, 只要扎上几针, 这哮喘就能治好了, 只可惜现在没有啊, 一边就指, 木质一边决定, 待会儿回去的时候就去定做银针, 否则做什么事都不方便, 放松, 按照我说的做, 用口呼气, 用鼻吸气, 气沉丹甜, 尽可能深呼吸, 少年此刻已经缓过气来, 于是让他跟着自己的话做, 林青瑞看着面前的少女, 虽然长相有点吓人, 但是却有种让人平静的魔力, 不自觉地就跟着他的话做起来, 同时自己的状况也越来越好, 林青音站在一旁, 看着弟弟明显好转的状况, 脸上也尽是喜悦, 处理好之后, 木指离拍拍手站起来, 林青瑞一脸的感激, 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不知姑娘贵姓, 下次有机会, 必定登门道谢, 木指离却是摇摇头, 我救你, 你们给了我报酬, 扯平了, 不需要道谢, 玄机目光转向了林青音, 没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说完, 木指离也不再看着一大队人, 留给众人一个潇洒的背影后, 便离开了, 拿出怀中的钱袋, 看着装得满满的金币, 啊, 现在的我也不算是个穷人了吧, 之前的月银一个月才一个金币, 今天赚了一百个金币, 真是不错, 回去之后, 就探查一番自己到底为什么不能修炼天力, 从这具身体的记忆中, 他只知道自己的身体无法铸存天力, 即使吸收了天力, 也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一空, 不过他可是神医啊, 医得了别人, 难道还医不了自己吗? 木指离回去的时候, 顺便就去了铁匠铺, 从门外, 便是听到了从里面传出来阵阵敲打钢铁的声音, 走进去, 瞬间就感觉到了温度提升不少, 哼, 这位姑娘, 你要买点什么吗? 说话的是一位四十五岁左右的大叔, 上身赤裸, 露出结实的肌肉, 满头热汗, 显然刚才那打铁的就是他, 大叔, 我想要你帮我打造一些银针, 此时的木指离脸上蒙着面纱, 他知道自己在罗天城的名声, 他是翻墙出来的, 当然不能打张旗鼓, 不知是什么模样的银针啊, 对于木指离的要求, 大叔倒是没有露出什么惊讶的神色, 毕竟现在打造什么的都有, 我需要一套银针, 长短不一, 分别是, 木指离将他以前用的针包中所包含的银针大小粗细一一道来, 听完木指离的叙述, 大叔的面上却是露出了一抹惊讶之意, 呃, 这等银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知姑娘可否告诉我他的用途, 木指离见这位打铁大叔一脸憨厚, 心里也颇有好感, 当下也不隐瞒, 哦, 这银针呢, 乃是为了治病之用, 哦, 难道姑娘你是钥匙? 大叔的神色立刻变得恭敬了许多, 那原本直日的腰也略微弯了几分, 木指离没想到大叔的态度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不过这样倒也不错, 啊, 我也不过略懂皮毛而已, 算不得要是, 见木指离变相地肯定自己的说法, 大叔更是恭敬了几分, 只是看着他身上穿的衣服有些怪异, 玄机摇了摇头, 或许这是人家的爱好也说不定, 钥匙的尊贵是众人皆知的, 这样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能够成为钥匙自然是有一定的背景的, 哦, 姑娘, 这银针你明日来取如何, 我需要准备一些材料, 好的, 那我明日来取, 大叔, 若是可以的话, 可以帮我多做几套, 我都要, 好嘞, 在做完了这些之后, 木指离才回到了幕府, 无人问津的小院始终无人知道他曾经出去过, 一日, 木指离从铁匠铺成功地拿到了银针, 无论是材质还是做工方面都是一等一的, 跟他以前所用的银针并无任何的差别, 心中也是暗叹的, 这老铁匠的手艺果然不一般, 自己只是那样简单的一描述, 他就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 有了针包在手的木指离, 就犹如剑士有了剑一般, 心里非常的安稳, 在街上买了饭之后, 便快速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现在他可以看看自己的脸和丹田究竟有什么问题了, 坐在镜子前, 木指里打量着自己左脸上的暗纹, 这应该不是胎记, 别人看到或许都会认为是胎记, 但是作为一个医生的他, 对于这一点还是能够区分出来的, 之前因为有些抗拒, 所以一直都没有仔细看, 现在一看便发现了问题, 从针包中取出一根银针, 朝着自己脸上的暗纹扎了下去, 然而下一刻, 木指离却是愣住了, 因为那一根五寸长的银针, 此刻竟然完完全全地变成了黑色, 我中毒了, 天哪, 这是什么时候中的毒呀, 木指离只觉得这具身体上隐藏着太多的秘密, 这样一个年轻,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孩, 竟然还遭人下毒,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什么, 她似乎身处于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 就在木指离愣神的时候, 一滴黑血顺着银针滴到了她手上的戒指上, 朴实无华的戒指再次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木指离看着手上光芒大涨的戒指, 眼中闪烁着莫名的光亮, 果然不出她所料, 这戒指真的不一般, 不过为什么会突然发光呢, 就在木指离愣神之际, 一句悦耳动听, 却又显得非常不雅的话语传入了她的耳中, 哎, 这么多年了, 总算有人获得天煞古戒的认可了, 姑奶奶我都闷了八百年了, 天煞古戒, 八百年, 木指离在第一时间便抓住了两个重要的词汇, 小丫头, 你的运气倒是不错, 竟然可以获得天煞古戒的认可, 不过, 话锋一转, 说道, 就是长得太丑了点儿, 听到这话, 木指离眉头一竖, 哎, 说得为完奖行不行啊, 你是什么人呢, 天煞古戒, 又是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哈, 女生大笑了起来, 略带调笑的道, 我呀, 我不是人, 啊, 难道你是鬼, 木指离只觉得自己背后直冒冷风, 他胆子很大, 但是鬼还真是没见过, 呸, 谁说我是鬼了, 我是天生励志, 实力超强的神兽, 天煞古龙, 人称天二, 天二的话语中满是得意, 听天二这么说, 木指离倒是一点也不怕了, 这么会臭美的龙还真是奇特, 他从这身体的记忆中便是知道, 在这天玄大陆拥有很多的妖兽, 而妖兽之上便是神兽, 神兽能够吐露真言, 修炼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更是能够变换人身, 显然天二就是属于这一种类型, 不过他也知道, 在这世上神兽有多么稀少, 自己运气这么好, 刚来到这儿就遇到一头神兽,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戒指里啊, 听到这话, 天二悠悠一叹, 唉, 一千多年前, 我和你一样, 在一次奇遇中, 遇到了这个天煞古戒, 天煞古戒是一件灵宝, 至于它达到了什么样的等级, 我也不知道, 不过定然很高, 因为有它, 我的修炼意图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只是在一次巅峰对决中, 肉身尽毁, 而我的妖灵则是躲藏于其内, 经过这么多年的修养, 我的妖灵也恢复了不少, 只是八百年来, 再也没有人获得过天煞古戒的认可, 我也就八百年一直被溃于其中, 木质里表面上依旧平静, 只是心里却震撼到了极点, 被困八百年, 修炼五百年, 合着这神兽天二都活了一千三百多年了呀, 那这天煞古戒到底有什么用处啊? 天二摇头, 我只是知道天煞古戒的一部分用途, 很多用途却也不清楚, 这还需要你啊自己去摸索, 那你现在要离开吗? 天二再次摇头, 撇了撇嘴, 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显然在做着什么打算, 你现在的状况我也了解了, 相信你也不甘于一直这样下去吧, 不如我们互相帮助如何? 木质里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道, 怎么个互相帮助法? 听到木质里的话, 天二一笑, 那笑容颇有讨好的味道, 嘿嘿嘿, 这样吧, 我帮助你修炼, 你帮助我吞噬妖灵, 怎么样? 啊, 你能怎么帮助我修炼呢? 木质里好奇地问道, 唉, 我好歹也修炼了这么多年,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我清楚得很, 你来自二十一世纪, 并不是这天旋大陆, 对于这天旋大陆上的种种, 你不知道的多了, 有我在, 你也清楚些不是吗? 修炼功法之类的, 虽然天煞古界中拥有, 但是你自己摸索的话, 需要的时间绝对不会少, 有我的帮助, 你不也好吗? 木质里点点头, 天二说的很有道理, 他现在对于这大陆, 有太多的疑惑, 嗯, 你说的对, 虽然原来的木质里, 记忆都存在于自己的脑海里, 但是那些记忆中有用的东西, 实在是太少了, 你能告诉我, 妖灵是什么吗? 哦, 妖灵啊, 就是妖兽的灵魂, 越是强大的妖灵, 对我的帮助就越大, 我因为肉身近毁, 实力大跌, 不过通过吞噬妖灵, 可以快速地提升我的实力, 当我的实力, 恢复到一定的境界后, 便是可以凭借我家族的秘法, 重塑真身, 哦, 原来如此, 哎, 那你答应吗? 天二有些急切, 若是木质里不答应的话, 那他还得继续被困于这戒指中, 见天二那着急的模样, 木质里也觉得有些好笑, 好, 我答应你, 不过现在这状态, 估计, 暂时你是找不着妖灵的了, 对此, 天二倒是不急了, 没事, 反正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 再等段时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知道你将来一定不是简单的人物, 有天煞古界的存在, 你的起点就比其他人要高, 不过修炼意图贵在本心, 若你自己不努力的话, 无论有多好的资源都没有用, 见天二如此认真地说话, 木质里脸上的笑意也收敛了几分, 嗯, 你放心吧, 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如果他本心不坚定的话, 他就不可能一个人面对着枯燥的医书数十载, 在这个世界上, 若想存活下去, 就必然要有实力, 更何况他还要报仇呢, 嗯, 那就好, 看你这状况是中毒了呀, 而且中毒的时间还不短呢, 这毒虽然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但是也颇为棘手, 木质里却是不在意的一笑, 修炼之类的对于我现在而言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解毒这方面可难不倒我, 生落也不再看天二, 极为娴熟地拿出银针, 这毒具体叫什么他倒是不知道, 但是针灸用于解毒意图, 只要将毒血给排出来就可以了, 若是非常严重的毒, 则是需要事后调理, 但是他检查过了, 这毒虽然很毒, 却并不复杂, 通过华夏神针, 他有治愈的把握, 华夏流传千百年的神针, 绝对不是吹的, 快速地在自己的神庭学, 成灵学, 百会学, 玄奴学等十几个学位上扎了银针, 即使看不到, 木纸梨也能够准确地找到学位, 夏珍又快又准, 在这方面, 木纸梨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反倒是天二亚裔地看着木纸梨, 这解毒方法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他见过别人解毒都是寻求钥匙的帮忙, 这自己朝着自己脸上扎得满脸针的方式, 还真是闻所未闻, 说实话, 他也不是很相信, 然而就在他觉得不可信的时候, 木纸梨脸上的珠红色暗纹正在快速地散去, 那抹珠红色正沿着他的手臂一路下来, 最后, 木纸梨在自己的手腕上滑了一刀, 快速地走到了门口, 毒血顺着他那纤细的手臂一点点地留在了地上, 而那地上原本旺盛的杂草在碰到了毒血之后, 立刻变得枯黄死去, 只要毒血碰触到的地方寸土不生, 那情景看得木纸梨也有些心寒, 这种毒没把它毒死还真是奇怪, 难道只是为了毁容? 若是为了毁容的话, 又怎么用得着这么麻烦, 直接拿刀毁容就好了呀? 木纸梨觉得这毒定然有着其他的目的, 带着满心的疑惑回到了房间中, 听而感慨道, 哦, 没想到你还是个倒霉的主, 对方可是打定主意要害你呀, 生活成这样, 对方还要害你, 到底对你是有多恨呢? 木纸梨一撇嘴, 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不过想来用不了多久就要知道了吧, 我得看看我浑身上下, 还要哪有问题没有? 自己替自己把脉, 然而没过一会儿, 木纸梨再次皱起了眉头, 因为她在自己的体内感受到了一股隐晦的气息, 不用说, 那也是毒素, 这毒素似乎在我的丹田, 难道一直以来不能修炼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毒素在作祟吗? 木纸梨觉得自己这次没有猜错, 对方是为了让自己无法修炼, 所以才下毒, 至于毁容, 想来只是附加的效果吧, 半个小时之内, 木纸梨将自己身上的毒全给解了, 解毒之后的她, 只觉得浑身轻松了一大截, 身体的机能也好了不少, 调养一段时间就能够好透了, 木纸梨看着镜子中的人, 标准的瓜子脸, 修长的柳叶眉, 一双标致的凤眼, 眼角微微上挑, 勾出诱人的弧度, 而眼睛水汪汪的, 犹如一汪清泉, 泛着银银光泽, 似乎会说话一般, 眼角的一颗泪质, 散发着她的另种风情, 精致的穷鼻, 为整张脸增添了立体感, 小巧的阴唇, 此刻却有些苍白, 总之不折不扣的一个美女, 木纸梨不由地笑了, 果然治好了之后, 没让自己失望, 只是这木家有人要害自己, 在没有自保的实力之前, 他必须要隐瞒伤治好的事情, 想到这儿, 木纸梨便用草药将自己的脸恢复到了之前的模样, 不过只是贴在脸外部的, 但是一般人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天儿, 我要开始修炼了, 你是不是要给我介绍一下, 原本要自己去摸索, 现在有个现成的老师在自己的面前, 他当然要利用起来, 木家的孩子在五岁便开始修炼了, 而他现在已经十五岁了, 还没修炼, 这起步可着实晚了点,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天儿点点头, 也不啰嗦, 直接给他介绍了起来, 从天儿的介绍中, 木纸梨了解到了修炼的大致过程, 首先要自身感受到天地之间所含有的天力, 同时将这一丝天力储存到自己的丹田中, 那样便算是走进了修炼的大门, 在天玄大陆, 基本上只要有些能力的人都会修炼, 即使无法成为强大的修天者, 但至少也是后天高手, 除了那些贫穷或者完全没有修炼天赋的人之外, 当然, 原来的木质梨就属于其中之一, 当成功地在丹田融入了天力之后, 便是需要控制这些天力在自己体内的运行, 一至三十六圈属于初级阶段, 三十六至七十二圈处于中级阶段, 七十二到一百零八圈则是属于高级阶段, 若是能够运行到一百零八圈, 便是从后天步入先天境界了, 不过这过程可谓非常困难, 不然的话, 天玄大陆就不会修炼者那么多, 而先天高手却那么少了。 在木质梨的记忆中, 当初的他自己便是能够感受到天地间的天力, 只是一直无法融入到丹田之中, 但是他这么多年却从未放弃过, 丹田中的毒素此时已经清除干净, 那问题应该不会存在了吧。 想到这儿, 木质梨也不再与天儿继续说话, 坐在床上沉下心田, 用心去感悟天地之间的天力, 因为以往他天天都在尝试着融入天力, 此时的他稍微一感悟, 便是在体内感受到了那一股细弱油丝的天力, 尝试着将那天力融入自己的丹田中, 在这样的时候, 饶式木质梨也是有些紧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那天力虽然在丹田周围, 却没有融进去的迹象, 木质梨也不急, 若是那么容易成功的话, 那这世界上人人都是高手了。 一个时辰之后, 那天力终于有了一丝融入丹田的迹象, 发现了这一点的木质梨大喜, 只要开始融入, 接下来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二天清晨, 木质梨欣喜地睁开自己的双眼, 此时的他已经成功地进入后天境界了, 他内心的喜悦或许只有他自己清楚, 在这几天时间之中, 他自己已经与原本的木质梨合二为一了, 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之前尝试了整整十年, 却一直无法成功地挫败以及绝望, 而此刻的成功对他意义非凡。 那一生生的挖苦还在他的耳边回响, 一张张嘲笑的面旁还浮现在他的面前, 整个木家除了穆罕默之外的所有人, 都说他是一个废物, 是家族的耻辱, 随便来个下人都能欺负他, 在他看来, 他的价值甚至不如一条狗, 这是多么大的侮辱, 然而木质梨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寿的苦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为什么? 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他木质里是一个没有任何修炼天赋的废人。 今天, 他却是彻底将这废人的名头给摘掉了, 他势必要让所有嘲讽挖苦他的人后悔, 势必会让所有欺负他的人付出代价。 距离家族大会还有十个月的时间, 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 他要追赶上家族中那些看不起他的, 所谓的天才。 既然是长期作战, 木质梨也就没有立马开始修炼, 而是准备出去买些吃的回来, 到时候就在房里闭关。 然而就在木质梨准备出去的时候, 却听到外面传来了声响, 一看, 原来是穆罕默来了, 与他一同来的还有管理钱财的管家, 穆财。 穆财原本并不姓穆, 只是在穆家做了三十年的管家, 做得有声有色的, 而后被穆家家主赐予了穆姓。 纸离, 今天是发月银的日子, 我带管家来了。 穆罕默笑着说, 显然他也知道, 穆纸离的月银时常被管家给拿走, 若不是这样的话, 纸离也不会常常饿肚子了。 穆纸离立马是了解了穆罕默的心思, 当下心里也是有些感动。 穆财的脸上带着笑容, 不过这笑容显然是看在穆罕默的面子上才露出来的。 啊, 三小姐, 这是你这个月的月银。 穆财将一个金币交到了穆纸离的手上, 眼中的那抹笔饰还是那么明显, 死死捏住金币的手, 显露了他是有多么不愿意。 一个金币可不少, 他做那么多的事, 一个月的月银也不过一个金币罢了, 而像他这样的废物, 竟然月银和自己一样多, 他的内心自然会不满。 只是今天, 穆罕默盯着他, 他也不能不给, 毕竟七少爷的地位在穆家是很高的, 跟穆纸离这样的废物不能相提并论。 穆纸离见穆才竟然还不松手, 当下也是面带笑容的, 硬将那一枚金币从穆财的手里给抠了出来, 同时笑着, 麻烦管家亲自送来了。 穆财撇了撇嘴, 强撑起笑容, 不会的, 这是应该的。 玄纪看向穆罕默, 弯腰道, 七少爷, 那奴才我就先走了。 穆罕默点头, 去吧。 但穆财走了之后, 穆罕默才笑着走到墓纸离的身旁。 呵呵, 拿到月银, 你这个月就不会饿着了, 以后他要是敢抢你的月银的话, 你就跟我说。 嗯, 今天晨练得怎么样? 凡是进入后天境界的小辈, 都必须去晨舞场晨练, 家族会专门派人在练舞场督促他们修炼武技, 修炼不仅包括功法, 还有武技, 当两个人的实力相同时, 武技的好坏便是能够决定两人的成败, 所以穆家的子孙在修炼自身实力的同时还会修炼武技。 武技分为天、地、玄、黄四种品阶, 而每一个品阶又包括三个阶段, 初级、中级、高级, 功法也是一样。 在穆家有武技堂, 武技堂中有着多种武技, 不过饶是穆家的底蕴, 最高级的武技也不过是选品初级罢了, 由此可以看出高级武技有多么的难得。 至于功法更不必说, 一本功法的好坏几乎可以影响一个家族的兴衰, 据说穆家的最高级功法是一本选品中级的,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一步功法, 穆家才能够成为罗天城的三大家族之一。 嗨,还不错, 我新学习的一门武技波文功, 今天武叔给了我一些指点, 把我之前一些想不明白的地方给点通了, 我想我回去再休息一段时间, 应该便是能够很好地掌握了。 穆罕默的脸上带着几分激动, 显然他对此也是极为开心的。 嗯,那就好。 穆纸离笑着说, 看到穆罕默好, 他也是由衷地感到开心, 若是可以的话, 他早上也想要去练武场晨练, 不过现在去的话, 一定会遭到大家的嘲笑的。 当初穆纸离也不是没有尝试过, 只是那屈辱的一幕一直埋藏在他的心底深处。 哦, 智离, 我娘找我有些事, 我就先走了啊。 穆罕默突然想起有事, 急匆匆地打了一个招呼之后, 便离开了。 然而穆罕默刚离开片刻, 那个管家穆才便再次出现在了穆纸离的面前。 把刚才的金币给我。 穆才伸出手命令道, 那模样显然丝毫不在乎穆纸离的身份, 仿佛他在座的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一般。 穆纸离记得, 当初的穆才也是这样向他强要月银, 只是现在的他还是以前的穆纸离吗? 哼, 我为什么要给你? 那是我的月银。 穆纸离挺起胸膛, 面带不屑地道。 穆才一愣, 没想到一向胆小听话的穆纸离此时竟敢不给他。 你问我为什么? 死丫头,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快点给我! 说着, 穆才便是大步迈向了穆纸离, 准备抢抢。 穆纸离身形一退。 金币我是不会给你的,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从我面前消失, 否则的话, 后果自负。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没有丝毫的胆情。 穆才此时真的怀疑面前的穆纸离是不是换了个人了, 以往他可从来不敢这么对自己说话, 不由得朝四周争了, 难道七少爷还没走? 然而看了半天, 连一个人眼也没有, 穆才也是有些恼羞成目了,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被这么一个废物给耍了,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当下也不再理会穆纸离, 直接走过去, 抢抢他的金币。 穆纸离也没有动作, 任由穆才走到自己的身边, 金币也被穆才拿在了手里, 穆才的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哼, 还想不给我? 然而下一刻, 穆才脸上的笑容却僵住了, 因为他发现他整个人都动腾不得了。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浑身都动不了了? 瞳孔瞬间放大, 穆才的脸上满是惊恐, 这种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 让人感觉真是很慌乱。 木质离脸上的笑容渐渐放大, 哼, 没什么, 只不过给你扎了一针罢了, 这一针的效果也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典学, 只是这方法在天旋大陆却没人知道。 木质离轻笑着走到木财的面前, 将他手上的金币给拿了回来。 抢我东西的人, 下场都不会好哦。 调笑的模样, 此刻落在木财的眼中, 却犹如恶魔一般。 你, 你快点放开我,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木财的声音带着颤抖, 那急切的模样, 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 啪, 木质离一巴掌打在了木财的脸上, 这一巴掌可着实不清啊, 因为木财的脸已经肿了起来。 我说, 你有没有弄清楚现在的状况? 现在是你在我的手上, 还想着给我难看。 木质离绕着木财走了一圈, 又说, 我一向呢, 都很清楚斩草除根的道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没有让你回去的理由啊。 文言, 木财脸色大变, 忙改口道, 啊, 我刚才说的都是废话, 三小姐, 大人有大量, 就不要和我这样的小人计较了。 哦, 木质离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 这么快就改口, 从废物变成三小姐了。 就在木财以为木质离改变想法的时候, 木质离画风一转。 可是我一直都被你这小人欺负, 不欺负回来, 不是很对不起我自己吗? 啊, 那你想怎么做? 木财颤抖着问道, 木质离没有说话, 只是走到后方拿起了一块砖头。 我是个斯文人, 可是面对你这种小人, 我也不得不粗鲁一回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木质离一砖头砸在了木财的头上, 顿时伴着尖锐的惨叫声, 鲜血自木财的头上缓缓流下。 木质离将砖头一扔, 说道, 看你不爽很久了, 今天我揍的就是你, 你以为我好欺负是不是? 每次抢我的月银去风流快活, 让我在这儿喝西北风, 今天就让你知道姑奶奶我不是好惹的。 一声声的哀嚎惨叫在这荒凉的小院响起, 木质离却是越奏越开心, 一直以来都被这么一个管家欺负, 他忍气吞声这么久, 今天好容易有机会报复, 自然是要拼尽全力了。 渐渐的, 惨叫声越来越小, 管家的半条命已经被木质离给折腾没了, 木质离这才停下了手, 不再理会倒在地上犹如死狗一般的管家, 静自走出了木斧准备干粮。 刚才我做得怎么样? 木质离心情愉悦地问天儿, 哎呀, 下手太轻了, 那种卑劣的小人, 刺不足惜。 天儿的口吻似乎是在布满木质离没有将木财给杀了一般, 这下愣神的倒是木质离了。 哎, 他虽然很讨厌, 但也不至于杀了他吧, 他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 哎, 天旋大陆最多的就是人, 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徘徊于杀与被杀之间, 很多时候啊, 你不杀别人, 就是别人杀你。 要想在这个世界存活下去,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不能心软。 天儿的表情很是严肃, 显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特地叮嘱的。 木质离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陷入了沉默, 他在思考天儿说的话。 见木质离没有说话, 天儿也知道他的想法, 有些事必须要自己想通, 旁人无论怎么说都没有任何的用处, 他也不急, 当木质离见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之后, 定然不会存在现在这般幼稚的想法。 木质离出来之后, 便将脸上的伪装给去掉了, 这下当真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走在路上, 频频引得众人的注目。 与之前被人嘲笑的状况实在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这一副好相貌, 木质离买东西的时候都能够打不少折扣, 不由地让他暗笑, 很快, 他便买好了足够六个月的粮食, 原本这么多的粮食让他自己带着有些麻烦, 然而天儿却是拿起了一个荷包大小的精致袋子给他, 让他将食物全都装进去, 木质离看着手上那精致的袋子, 不可置信地说, 啊, 你让我把这么多东西都装进这个小袋子里, 开什么玩笑啊? 天儿却是一摇头, 说你没见识了吧, 这可是你姑奶奶我送给你的乾坤袋, 看着天儿那副得意的模样, 木质离也懒得跟他计较, 反倒是对他所说的话很感兴趣, 哇, 乾坤袋, 那是什么?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发现这里有太多神奇的东西, 而且看样子, 这乾坤袋也不是普通之物, 至少以前的木质离从来没有听说过。 乾坤袋用于储物之用,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袋子, 但是其中的空间却不小, 当然了, 越是高阶的乾坤袋空间越大, 这是我以前用的, 现在我也用不着了, 给你用了。 木质离打开乾坤袋, 果然里面约摸有数个房间大小, 当下便将所有的食物都放了进去, 那荷包看起来还是扁扁的, 记在腰间, 那叫一个轻松。 哎呀, 这乾坤袋真是不错, 带着真方便, 看着乾坤袋, 木质离可以说是爱不释手, 而天二面上更是得意。 虽说在我看来, 乾坤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在整个罗天城的乾坤袋, 绝不超过三指之数, 而且大小呀, 估计也就一个储物贵大小, 正所谓才不可外露, 在这小小罗天城里, 我给你的乾坤袋也算是一个重宝了。 啊, 不过三指之数啊, 木质离立马将乾坤袋给放好, 这要是被别人抢走, 他还不得郁闷死啊, 看来天二嘚瑟归嘚瑟, 总归还是有能耐的。 哎, 不然你以为呢? 木质离干咳了两声, 并没有说话, 当然, 他也没有忘记天二刚才所说的 小小罗天城。 罗天城, 足有数千万公里, 绵延不绝, 而木家正处于罗天城的中央, 罗天城周围有很多山区, 都归于罗天城管辖, 这范围不可谓不大, 但是到了天二的口中, 就成了小小罗天城了。 不过在木质离的记忆中, 天玄大陆很大, 没有人知道它具体有多大, 它现在处于的是天生国, 然而在天生国中, 就有着上百个 类似于罗天城的城池, 在天玄大陆上, 又有数千个国家, 这个大陆可谓是大到无法想象, 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发现了一间药材铺, 刚下眼睛一亮, 还是去买些药材吧, 制作点毒药什么的放在身上, 也安心不是? 这是一间规模颇大的药材铺, 古色古香的色彩很是浓重, 大门便是用那雕花木做成的, 走进去迎面铺来的是那浓郁的药香, 或许一般人闻着会不习惯, 但是木质里却贪婪地闻着这药香, 实在太让他怀念了, 站在药材铺中闻着熟悉的药香, 他似乎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然而老板的问话, 却将已经陷入回忆中的他给惊醒了, 这位姑娘, 不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啊? 老板的年纪约摸七十岁, 有着花白的头发以及胡须, 只是慈眉善目的模样让人很有好感, 说话时的笑容也满是慈祥, 木质里的脸上也扬起浅浅的笑容, 刹时间真可谓是水灵秀气, 国色天资。 啊, 我想要买一些药材。 啊, 除了一些非常珍贵的药材之外, 大多数的药材都能够在我们药材铺找到, 你可以随便看看。 嗯, 木质里打量起药材铺的内部, 一样的柜子, 数个装药材的小抽屉, 抽屉上贴着药材的名字, 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不过木质里也注意到这里还有柜台, 里面放着一个个井盒, 井盒上贴着名字以及作用。 一品解毒单, 大多数低级毒素可解。 一品驱虫单, 外出使用, 蛇毒虫蚁皆不会靠近, 一品止血单, 受伤时用于快速止血, 木质离皱起了眉头, 这丹药他倒是知道, 毕竟以前的木质离虽然没有得到过, 听也听说过。 据说丹药具有种种神奇的效果, 而且丹药的价格也很昂贵, 药师的地位在天玄大陆很是崇高, 即使一个毫无修炼天赋的人成为药师之后, 也会备受大家敬仰。 天儿, 这前面的一品二字是什么意思啊? 搜寻了所有的记忆, 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 木质离不由地问道。 哦, 修炼实力分为三六九等, 丹药也是不例外, 丹药是分品阶, 一品至三品属于繁品, 四品至六品属于仙品, 七品至九品属于圣品, 至于九品之上就属于神品了, 但是圣品的丹药就比较少见, 神品我更是见都没见过呢。 哦, 原来如此啊, 木质离如同醍醐灌顶一般明白了。 哦, 那二品丹药比一品丹药的效果要强对吧? 若是一品止血丹, 可以止住手臂等地方的血液, 二品止血丹, 则是可以止住心脏等更为重要的地方的血液, 是吗? 天二点头。 嗯, 没错, 正是如此。 他发现木质离在医学方面的反应, 总是要比其他方面快很多, 举一反三的能力也很强。 那, 天二你知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药师啊? 来到天玄大陆, 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此了, 以前治病都是主药材, 没想到现在药材可以制作成单药, 那样实在是方便太多了。 哎, 我不是药师, 对这方面我也不懂, 不过你可以在天煞古界中找找, 说不定会有, 但是你现在才刚步入后天境界, 天煞古界的很多能力你都无法探查到, 等你实力提升一些再看看吧, 以前我不准备炼药, 所以啊, 也没有关注这方面, 但是我记得里面有。 听到这话, 木质离不由地看向手上那枚古界, 没想到这天煞古界有这么多神奇之处, 自己得努力修炼, 弄清楚到底都有些什么。 当下也就不再浪费时间了, 木质离对老板道, 我要购买红杏石, 川屋, 百花曼陀罗, 小天仙子, 一连说了一大串药材, 木质离才一犹未尽地停了下来, 老板则是一脸的骇然, 因为面前的这位姑娘说了这么多的药材, 全都是带毒性的呀。 见老板半天没动作, 木质离问道, 老板, 你这没有这些药材吗? 呃, 不是不是, 我这就去给你抓药。 老板也没管那么多, 直接去抓药了, 毕竟天玄大陆买毒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药材铺老板抓药的手法很娴熟,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 抓药的时候几乎不用秤, 每每都很准确, 当然, 这若是换做木质离来做, 也不会有丝毫的偏差。 这些药材花了木质离一百金币, 木质离看着自己缩水了的钱袋, 每一脚直跳, 这花钱的速度可真快呀, 自己若是不想个办法挣些钱财的话, 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要恢复到那之前一平如洗的状况了。 除了药材铺大门, 木质离更是下定决心, 他一定要成为药师, 以求在医学上有突破性的发展。 哎, 丫头, 你会制毒是不? 回去的路上, 天儿问道, 木质离停下了脚步, 对啊, 怎么了? 救人和害人只在于医者的一念之间, 两者是相通的, 会解毒也就会下毒, 更何况是最喜欢研究偏门的他呢。 哎, 那你现在啊, 暂时还是别回去了, 先炼制一些毒粉之类的吧, 那个管家若是醒了,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对于那种牙字必报的性格, 他的做法木质离再清楚不过了, 木质离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听天儿的话, 毕竟做个准备始终是好的。 嗯, 听你的, 不过你还是别叫我丫头吧, 这样我就成你晚辈了。 莫名其妙地就矮了个辈分, 这种亏本的事他可不干。 你比我小这么多, 我还娘头很正常。 且, 少来了, 你跟我比是夺活了很多年没错, 但是跟你们龙族比起来, 你也很年轻好吧, 你不能这么跟我比啊, 所以我们是同辈的。 木质离摇头晃脑, 故作学识渊博地说, 看着木质离那副模样, 天儿真的有种想要敲他脑袋的冲动。 无奈, 他说的也是事实, 只能撇了撇嘴的, 哎, 行行行, 不喊你丫头行了吧, 你快点找个地方制毒吧。 木质离一摊双手, 没问题, 只是眼中的侠促效益是那么的明显, 难得看到天儿吃憋。 沉吟了半赏, 木质离发现手头上根本就没有制药的工具, 无奈地再次回到了药材铺, 跟老板说了一番, 他付钱借用他们的工具, 对此老板自然不会拒绝, 愉快地答应了。 药材铺的后院很大, 很多人正在晒药材, 看到木质离的到来有些疑惑, 不过再看到了老板也在其身后, 才放下了疑惑。 老板将制药房暂借给了木质离, 关上了房门。 木质离的嘴角不由扬起了一抹笑容, 好久都没有碰过这些东西了, 现在看到了, 自然异常的怀念。 冲筒, 药碾子, 切药刀凳, 炒药锅勺等一应俱全, 这些东西在现代很多中医都已经将其给疑问了, 但是在他们木质, 却世世代代使用着, 因为他们时刻记着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忘。 从有记忆开始, 木质离的脑海里都充斥着这一切, 拿起药碾子那熟悉的手感, 将红杏石放入其中碾膜, 一点都不着急, 脸上的笑容却渐渐地温馨起来。 看着这样的木质离, 天儿也没有说话, 他理解木质离的执着, 反正现在的他们也不着急, 让那管家半天找不着, 气死才好呢。 似乎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中, 时间总是过得愈发的快。 太阳渐渐落下山头, 天儿看着一样样治好的毒药, 忍不住开口问道。 哎, 智离啊, 你这都制作的是什么毒药啊? 要说他以前在这方面还真不是很懂。 听到这话, 木质离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这里的种类啊, 可就多了。 这个是贺鼎红, 无色无味, 吃了之后啊, 大罗神仙也救不了。 木质离拿起一个陶瓷的精致小瓶子说道, 原来的贺鼎红, 只要救治的速度快的话, 还是有治好的可能性。 但是经过他这个怪材一番研究, 将毒素的蔓延过程加快了很多, 真可谓又快又猛。 哈, 还有养养粉, 一旦中招啊, 身上起养无比, 这一包是用来整人的, 这还有一包无敌养养粉, 中招后起养难耐, 不断的抓挠, 以至于将浑身皮肤都抓破了, 依旧疼养难耐。 这个呢, 是万花毒, 破坏人的神经系统, 这是慢性的, 七天之内没有解药的话, 让人一步步的丧失身体的控制能力, 这种感觉能够让人发狂。 哦, 这个是冰冻毒, 一旦中毒啊, 整个人犹如冰冻一般, 浑身动弹不得。 这个毒素啊, 还是他从那冰冻症上感悟制作出来的。 还有雷霆毒, 药如其名, 效果极快, 就如同暴毙一般。 天儿听得嘴角直抽搐, 谁说木质离天性善良不敢杀人的, 除了那养药粉之外, 其他的毒药全是置人于死地的呀。 哎呦, 真不知道神兽遇到了这种毒会怎么样。 脑子里浮现了这个想法, 却立马被天儿抹去了。 这是一个未知的结果, 因为这些毒天旋大陆从来没有出现过, 谁也不知道那解毒丹有没有效果。 他知道, 即使木质离现在不是一个药师, 但是在药学方面, 他绝对不会比一个药师差。 喂, 我说, 你治了这么多的毒药, 不治解药吗? 听到这话, 木质离却是反问。 既然是我要毒的人, 为什么还要为他解毒啊? 天儿一口气被噎着了, 通常人家制毒都会制解药,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认知了。 可是木质离这么一说, 也非常有道理, 既然要对方死才下毒, 又为什么会制解药呢? 反过来的天儿却是大笑, 你这话对我胃口。 木质离走出了屋子, 便在后院看见了老板, 老板见他出来, 也是笑着走过来。 姑娘, 你用好了。 木质离点头, 老板, 谢谢你了, 不过我想你还是将那器具卖给我吧, 不然的话对你们可能有影响。 啊, 姑娘, 这是为何呀? 老板有些疑惑, 不明白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哼, 我刚才呀在制毒, 你那器具中也皆有毒, 若是拿来制药的话, 毒性蔓延其中, 结果可想而知了。 对于这个老板, 他也颇有好感, 自然要解制一番, 到时候害了人家可不好。 木质离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也不是什么喜怒无常的人。 听到这话, 老板点头, 眼中却有思思感激, 啊, 多谢姑娘提醒, 既然如此, 那就依姑娘所言吧。 如果没有他告诉她的话, 到时候拿有毒的药卖给客人, 他们药材铺的招牌可不就砸了吗? 好在那些器具也不是特别贵, 不然的话木质离又要心疼自己的钱贷了。 当木质离回到了自己的小院时, 左顾右看, 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那原本瘫倒在地的木财也已经消失了。 哎呀, 没有人嘛。 感叹了一句, 便大摇大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而木质离刚开门, 木财那肿得跟猪头一样的脸, 却是出现在他的面前, 同时一大帮人都从屋子里涌出来, 将木质离包围了。 见到木质离, 木财那叫一个咬牙切齿, 你, 你还敢回来? 之前被打得跟死狗一样, 还是因为半天没回去, 旁人来找才把他给救回去的。 但是那一路上, 大家嬉笑的目光是让他对木质离恨到不行。 哼, 这是我的屋子, 为什么我不敢回来? 毫不在意地回答, 突然, 木质离对着木财凑近了一点, 睁大了双眼止不住的惊讶。 哎哟, 这猪母狗样的, 害得我半天没认出来, 原来是木财管家呀, 怎么一会儿没见, 你就变得没人样了。 听着木质离毫不掩饰地嘲讽, 木财朝着周围的吓着他, 把他给我往死里打, 你个废物, 竟敢对着我耀武扬威。 一声令下, 吓着们一个个朝着木质离逼近, 更有几个为了在木财面前表现自己, 怒声说道, 哼, 你个废物不长眼, 竟然敢得罪木财总管, 真是死不足惜。 就是, 这种贱人就不应该生下来, 丑八怪, 我要是他, 我都没脸活着。 木质离的面色渐渐阴沉下来, 他感觉到身体中的那抹屈辱感, 那是这么多年累积在木质离这具身体中最为深刻的屈辱感, 这是因为无法修炼, 因为丑颜, 因为父母不在, 众人所给予他的侮辱。 哼, 木财, 我好歹也是木家的嫡系三小姐, 你一个下人, 竟然敢打我! 木质离大喝道,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无可匹敌的气势以及高傲, 是的, 木质离是高傲的, 这么多年的天才, 神医等名头灌注于他的头上, 他并不是普通人, 他有着自己的骄傲, 一个下人又如何跟他相比? 看着木质离那浑身充满着自信, 居高临下的模样, 木财竟然被吓住了, 从木质离的身上, 他仿佛看到了以前的木天镜, 那充满自信不可一世的模样, 让人仰望, 让人不敢小觑。 我再不计, 也不是你一个下人可以喊打喊杀的, 即使我是木家的耻辱, 即使木家没人在意我的生死, 若是你动了我, 也是毁了木家的颜面, 你认为木家会轻易放过你吗? 木质离的话字字珠迹, 说到了木财的心里, 的确, 木质离在家族中没有地位, 是家族的耻辱, 但是为什么他还能在木家待到现在呢? 因为他是木家的人, 再不计那也是嫡系的人, 碍于这个身份, 他才活到现在, 谁若是杀了他, 或者事情闹大, 那无疑是在打木家的脸面, 木家人这样被下人欺负, 那他们木家的颜面何在? 想通之后, 木财心里后怕不已, 刚才若是下手了, 自己的脑袋估计也快掉了。 都住手! 木财立马说道, 木质离看着周围的人都撤了回去, 脸上竟是嘲讽之色, 等他有了实力之后, 他会让这些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唉, 你看到了, 若是没有实力, 取你的命在他们看来很简单, 所以对于你的敌人, 无论对方是不是非常可恨, 你都不能心软,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盛, 为了不让你将来后悔呀, 做事就一定要很绝。 天儿适时地说道, 在这样的残酷世界, 那些多余的善良根本就没有必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木财立对这番话的感悟愈发的深刻, 他从来都没有得罪过这些人, 但是他们每次都是想着法的欺负自己, 或许是为了将那些嫡系少爷小姐 撒在他们身上的气儿, 撒在自己身上, 抹平他们心里的不愤。 但是一直以来, 他做错了什么? 他规规矩矩地住在自己的屋子里, 不与其他人争辩, 被欺负了, 苦水也是往自己的肚子里咽, 他从来都没有报复过。 然而, 就因为他好欺负, 所以他们就变本加厉地欺负他吗? 这是一个何等残酷的事实, 让木质立清楚地认识到, 他现在所在的不是和平的二十一世纪, 而是靠着拳头来解决问题的天旋大陆。 一个不慎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世界。 而对于木财来说, 就这样收手显然不可能甘心, 看着木质立虽然鲜瘦, 却已经开始发育的身材, 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哼, 不达你也行, 不过今天晚上你得陪我。 这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依你的地位, 说出去又有谁相信? 跟我斗, 你拿什么跟我斗? 木财显得很得意, 在他看来, 木质里没有反抗的余地。 哼, 虽然长得是丑了点, 但是拿块布把脸遮着, 也勉强凑合了。 木财放肆地笑着, 眼神毫不收敛地 在木质立的身上来回打量。 其他人在听到木财的话, 一个个都是心领神会的大笑, 没有一个人同情木质立。 感受着木财的目光, 看着周围人一张张丑恶的面孔, 木质里笑了, 笑得很是大声, 笑到大家的脸上充满了惊恶, 依旧还在笑。 木质里到现在才清楚, 他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情况。 哼, 你觉得欺负我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吗? 我告诉你, 今天你就会后悔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而你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命。 生落, 从木质里的手中, 黄色的粉末纷纷扬扬 撒在了周围人的身上。 哼, 就凭你! 木财大笑, 即使撒下来的黄色粉末有些诡异, 他还是没有丝毫的担心, 对于木质里他可谓是再清楚不过了, 他要是有本事要他们的命的话, 早就要了, 何必等到今天? 周围的人也一样毫不担心, 犹如看着一个笑话一般的看着木质里。 而站在中央的木质里, 看着那黄色的毒粉撒到了大家的身上, 嘴角的弧度愈发地大起来, 只是左脸上的假毒般看上去很是圣人, 看向周围人的眼眸中是深深的嘲讽, 嘲讽这些连命都快没了都不知道的败类们, 得罪他木质里就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众人的笑容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 哎呀, 怎么, 怎么这么痒啊? 一人率先说道, 玄机不停地抓自己的身体, 那痒的, 他可是受不了了。 当一个人说话之后, 其他人也纷纷地发现了这一点, 都开始抓着身体。 啊, 肯定是刚才那黄色粉末有问题。 第一时间, 大家便是想到了这个原因, 一个个都将目光转到了木质里的身上。 听着众人的话, 木质里的脸色如常, 没有丝毫地担忧或愧疚。 哼, 我说过要你们付出代价的, 原本用来整人的养养粉, 却被他换成了无敌养养粉。 他发现, 原本自己准备的小小惩罚, 对于这些败类而言简直就是笑话。 现在的他, 想要看着他们一个个痛苦地死在自己的面前, 看着他们朝着自己求饶的模样。 虽然身上很痒, 但是木质依旧没有过多的在乎, 毕竟他觉得木质里的能耐也就那么点大了, 了不起是找了点养粉过来而已, 带他回去洗个澡, 晚上继续过来。 哼, 你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你的命运了? 未免太可笑了些。 木质一边挠痒, 一边笑着道, 脸上那阴险的笑意, 更是让木质里对他厌恶至极。 哼, 可笑的是谁, 一会儿就知道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众人只觉得身上越来越痒, 即使将皮肤都抓破了, 那疼痛感依旧抵挡不住痒溢。 移住香之后, 便看到所有的人手上都是鲜血, 那流血的伤口依旧被他们止不住地抓挠, 更有甚者, 痒得没有站起来的力气, 只能不断地在地上打滚了。 哎呀, 哎呀, 怎么会这么痒啊, 我受不了了。 煎熬的声音带着沉重的喘息声, 从众人的口中传出。 看着面前的一幕, 木质里的眼中只有冷意, 他需要让自己习惯这种冷意, 这是他作为一个医者第一次害人, 却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因为这些人都是想让他不好过的人。 木质里, 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 快点把脚拿过来, 否则我让你生不如死。 身上已经血肉模糊的木财威胁道, 哼, 就凭你现在这样, 有什么资格让我生不如死啊? 到时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我要看着你不断地抓破你的皮肤, 一步步地溃烂, 体无完肤地死去。 哼, 对了, 还有你们。 我要把你们夹在我身上的屈辱, 统统地讨回来。 木质里伸手指着众人, 坚定地说道, 无敌痒痒粉, 中招后起痒无比, 患者会不断地抓挠, 犹如魔症一般, 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而被抓破的皮肤又会快速地溃烂, 最后因浑身皮肤坏死而死, 死样极为瘆人。 光看名字会认为毒性不大, 但实际上是一种极为折磨人的毒药。 将院落栅栏锁了起来, 里面的人根本没有力气阻拦木质里的做法, 木质里扫了一眼众人, 嘴角扬起浅浅的弧度。 哼, 接下来就让你们慢慢享受吧, 我先走了。 木质里的步伐显得异常轻松, 显然是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不再理会那即将变成人间炼狱的院子。 他相信, 待他实力变强之后, 再也不需要回到那残破不堪的小院子。 木质里面色坦然地出了木负, 他要寻找一处僻静之地修炼, 十个月后的族会他会再回来, 到时候在木家彻底地将废人的名头给摘掉。 唉, 以我现在的资金, 找地方住估计不太现实, 还是去山间找个山洞修炼吧。 他已经习惯了天旋大陆的生活, 对于修炼者而言, 在山洞修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站在山下, 看着云雾缭绕, 高耸入云的山峰, 木质里咽了口口水。 唉, 就以我现在的矫程以及身体素质, 爬上去也得费不少时间吧。 若是前世的他, 对此还真不在乎, 毕竟他也是学过气功的, 即使没有天旋大陆的天力厉害, 那好歹也不是一般人呢。 可是现在的这具身体, 比一般人都要孱弱得多。 唉, 修炼啊, 身体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神兽的肉体本身就非常强悍, 但是人类不是。 以往我闯荡的时候, 也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很多人都一味地修炼天力, 罔顾身体强度这一点, 即使公鸡再厉害, 没有强悍的体质, 那陨落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啊, 你必须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强度, 就你现在的状况, 爬山也算是一项不错的锻炼了。 天二姐说道, 同时她的眼睛还在木质里的身上打凉, 一边打凉一边摇头。 身体素质太差, 我要是本尊在的话, 一根指头, 啊不不不, 半根指头就能把你给废了。 听到这话, 木质里撇了撇嘴, 唉, 不就是看她现在没实力, 才天天在她面前显摆吗? 当哪天她实力强过天二了, 看她怎么显摆, 虽然嘴上开着玩笑, 但是木质里的心理 却是很认真的, 她要成为一名强者, 不让任何人有凌驾于她头顶的机会。 一步步地朝着山顶攀爬, 山路很陡, 刚开始还好, 到了半山腰的时候啊, 木质里的身体都开始有些发抖了, 脸上布满潮红, 显然从来没有这样大幅度运动过的她 有些到极限了, 但是她的眼里 不曾有过丝毫退却的情绪, 脚步也是愈发的坚定。 修炼意图, 天赋很重要,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毅力, 有多少天资上家之辈应无毅力而止步, 又有多少心智坚韧之辈应缺天资却依旧站在世界的巅峰, 量着一笔便看出孰轻孰众。 看着木质离那满头大汉却依旧执着的模样, 天儿也是不自觉地点头, 此女有这番决心将来必成大气, 对于这一幕她自然乐得见到, 这样的话, 以后跟木质离一起出去闯荡就值得期待了, 她恢复实力的速度, 想来也会越来越快。 事业, 木质离距离山峰已经不远, 天儿开口道, 哎,就到这里吧, 四处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山洞。 木质离点头, 即使脚已经开始颤抖, 她依旧什么都没说, 在四周寻找起山洞来, 寻觅了半晌, 终于寻到了一处较为干燥的山洞, 木质离也是大喜, 拾了些柴火便进了山洞。 燃起的篝火, 烘干了她身上被汗水浸湿的衣服, 面色的潮红也缓缓退去。 木质离并没有休息多久, 便准备开始修炼, 因为她很清楚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她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强大起来。 虽说觉得人家修炼十年才能将天力在体内运行数十周圈, 让她十个月做到相同的地步可以说是天风夜谭, 但是天儿告诉她有秘密武器, 她也就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喂, 你先别急着修炼, 听我说。 天儿见状便开口道, 停下了自己的动作, 看向天儿, 木质离没有说话, 但是那眼神中的疑惑体现出她的疑问。 嗯, 这大多数人后天修炼时期, 就只能靠着自己对天力的积累, 一步步地推动天力运转一百零八周圈, 速度极慢, 所消耗的时间啊, 最短也需要五年, 而在步入先天之后, 他们可以修炼功法, 在功法的帮助下, 吸收天力的速度要快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步入先天之后的修炼速度, 比起修炼之前要快的原因。 啊, 那后天境界不可以修炼功法吗? 木质离第一时间便抓住了关键, 天儿点头说道, 嗯, 大多数的功法都不能由后天境界修炼, 但是极少数的大士家或者门派会拥有这些功法, 而这样的功法被称为心法, 因此他们的子弟从后天步入先天的速度非常快, 而你将来出去见识到的一些俊杰, 若是年纪轻轻便实力极强, 其背后的势力抵蕴啊, 定然很强大。 木质离皱起了眉头, 这些跟现在的他似乎没有太大关系, 突然他瞪大了眼睛, 你的意思是我也有这样的心法? 若不是如此的话, 天儿不会特意的说这个。 对, 没错, 在天煞古戒里啊, 就有一本这样的心法, 你可以借助它来提高你的修炼速度, 至于究竟有多快吗? 就要看你自己的天赋如何了。 听到这话, 木质离大喜, 想来天儿所说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了, 没想到那些大底蕴的门派世家子弟所拥有的他也能够拥有。 集中你的精神去感受! 天儿继续说道, 木质离按照天儿所说的静下心神, 集中精神感受, 突然, 在他的意识之中多了一件东西, 慢慢地凝聚心神, 仔细地看清那个多出来的东西, 正是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天煞古戒。 天煞古戒自从低血认主之后, 便已经和木质离融为一体, 不过因为天儿的出现, 木质离也没有怎么专门去研究天煞古戒。 意识自然顺势进入到天煞古戒之中, 进入古戒之中后, 意识便凝成了一个小型的木质离, 走进之后, 木质离才发现古戒中的面积很大, 而且有很多扇门, 不过除了低扇门是开着的之外, 其他的门皆是关闭着的, 而在其中, 木质离也看到了天儿的妖灵, 一条白色的浑身萦绕着云雾的神龙, 和华夏神龙颇为相似, 只是颜色不同罢了, 那龙鳞反射得寸寸光芒, 美轮美奂。 天儿, 你长得还真是蛮漂亮的耶。 木质离忍不住夸赞道, 见到这从未见过的事物, 他没有丝毫的惊讶, 毕竟他早已接受了天玄大陆妖兽横生的事实。 听到这话, 天儿的龙头一扬, 哼, 那是当然了, 姑奶奶我在龙族啊, 可是绝对的美龙。 见天儿一点也不谦虚, 木质离只能贴了撇嘴, 这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真是把形象给毁完了。 那, 你进第一间房子看看吧, 那里啊, 有你所需要的。 天儿伸出龙爪, 指着唯一开启的大门说道。 木质离也没多问, 直接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 才发现房间里的空间非常之大, 不过里面只有一个书架, 书架上放置着零零散散的三本书, 所以整个房间显得空荡荡的。 走到书架的面前, 木质离看到的第一本书, 这是一本古书, 光看他的模样就知道他的年代久远, 书上布满了灰尘, 然而当木质离拿起来看的时候, 上面的灰尘却不翼而飞, 反倒是整本书都闪耀着那一脸的光泽。 木质离突然意识到这本书的珍贵, 仅仅三本书便占据这样一个房间, 在他看来并不是天煞古界的建造者所拥有的功法五计少, 而是因为这三本书的价值就超过了满屋的书。 逆天心法, 光看着这个名字, 木质离就觉得很霸气, 能取名逆天二字, 也说明了这心法的创造者对此抱有的信心。 刚翻开书, 那逆天心法中的字便化作点点星辰朝着木质离的脑子涌去。 当木质离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逆天心法已经自动回到了书架上, 依旧灰尘不满, 似乎从未被拿起一半。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木质离终于渐渐清醒过来, 他发现在自己的脑中多了许多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凭空出现, 变成了他记忆的一部分。 仔细地想了想, 木质离才错愕地发现, 这些多出来的内容或者说记忆便是逆天心法的内容, 能够称之为心法而不是功法就体现了逆天心法的价值。 静下心神, 木质离将逆天心法的内容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满是惊叹, 即使他没有见过其他的功法, 他也发现了逆天心法的不同之处。 逆天心法的第一步并不是帮助你快速地吸收天力, 而是促使你以最快的速度打通经脉。 要知道, 普通人修炼运行天力一周, 靠的不过是主动脉, 一条贯彻全身的经脉而已, 而逆天心法则是让你打通108条经脉, 一旦成功, 那么吸收天力的速度便是常人的108倍。 这个倍数无疑是非常恐怖的, 比如你修炼一天等于别人修炼108天, 换作一般人都得要吐血。 哎,怎么样,不错吧? 天儿的话传入木质黎的耳中。 嘿嘿,太不错了。 木质黎也是心情大好, 他开始期待接下来的修炼了, 想到十个月后的家族大会, 他热血沸腾, 哎,不啰嗦了,我修炼了。 按照逆天心法上的方法, 木质黎开始缓缓控制着身体内游丝般的天力, 这些天力非常微弱, 而且都游荡在身体内各个角落, 木质黎想要控制它们很艰难, 若是想要促使它们运转, 就更是艰难了。 不过, 他现在所需要做的, 只是将它们不断地推入筋脉中, 打通筋脉。 虽然打通筋脉比运行周圈要容易, 不过这过程也不是简单的, 饶舍木质黎努力了半天的时间, 还是没有丝毫进展。 清晨, 阳光出声, 木质黎从地上站起来, 将脸简单地洗了一下, 吃了点干粮, 继续进入到修炼的状态。 傍晚, 太阳落山, 木质黎睁开眼, 依旧没有多大的进展, 那些天力实在是太微弱了, 即使将其导入筋脉之中, 因为后继无力的缘故, 往往打通了一半, 天力便耗尽了, 而那打通了一半的筋脉, 则会慢慢地恢复原状。 看来啊, 必须要一次性地打通筋脉才可以, 否则打通一半之类的, 只能算是在做无用功。 不过, 木质黎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整整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 精神依旧很好, 甚至于比睡觉还好。 仔细一想, 木质黎便想到了这现象应该和他修炼的逆天心法有关。 虽然当实力突破到先天境界之后, 是可以通过修炼而不需要休息, 精神还是很好的, 但是后天境界的人是无法做到这一步的, 因为从后天进入先天, 需要一次洗筋法水。 经过洗筋法水之后, 身体素质会比普通人强得多, 而现在的他们还是属于普通人, 因而无法做到那一步。 这样一来, 木质黎不需要休息, 十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充分地利用了。 有了这个大发现, 木质黎再次振作起来, 进入到修炼状态之中。 一天, 两天, 一周, 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木质黎除了吃会儿干粮之外, 就一直在修炼, 从未急躁或者觉得枯燥, 反倒是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是充实。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木质黎俨然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 一百零八条经脉已经被他打通了十二条,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渐渐地掌握了打通经脉的方法, 速度也在一步步地提升。 站起身来, 木质黎伸着懒腰道, 哎呀, 一个月都没有活动了, 身体都有些僵硬了, 一个月打通十二条经脉, 看来自己距离打通一百零八条经脉, 还有很长时间啊, 万一时间赶不上该怎么办啊? 他理解常人修炼数十年运行一百零八周圈的艰辛, 不过天旋大陆的主流就是如此, 看了看自己鲜瘦的手臂, 原本那病态的白色已经消失不见了, 相反地转化为了健康的银白色, 木质黎的嘴角不禁扬起的笑容, 嘿, 没想到这样的修炼对身体也有不小的好处呢, 就在木质黎感慨的时候, 沉寂着一个月没有说话的天儿也忍不住开口了, 自然是会有些好处的, 你看高手有几个声小病小灾的, 听到这话, 木质黎一想, 那倒也是, 一般的高手通常都是打斗的时候受伤, 什么风寒之类的还真是从未听说过, 当下也是一笑, 那我这十几年的虚弱体质, 想来也会好得快些了, 这样的一副孱弱的身体可不是他想要的, 光靠着修炼让身体素质强起来, 那可是不行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 你的修炼任务就是多了一样, 身体强度的训练, 天儿开口道, 木质黎每脚一挑, 身体强度的训练, 嗯, 你现在开始啊, 先给我跑下山, 再跑上山, 跑一个来回, 以后慢慢增加, 哎, 那我的经脉还没打通呢, 这样一来, 时间不是更不够啊, 他有信心在十个月内, 把一百零八条经脉打通, 但是却没有信心在体内运行一百零八周圈呢, 时间不够, 若是再加上这一训练的话, 真是怕来不及了, 哎, 磨刀不误砍柴工, 你若是身体强度变好了, 修炼能够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你吸收天力, 还是通过你的身体来吸收的, 对于这一点啊, 我们神兽最清楚了, 很多修炼者都不明白这一点,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天儿说的很是认真, 毕竟现在纸离是他的好处, 好伙伴, 好朋友, 他也希望他的实力能够强大起来, 见天儿这番苦口婆亲的解释, 木质离也点了点头, 他相信在修炼这方面, 天儿的经验要比他好得多, 嗯, 那就听你的, 说完, 木质离眼光描了描远处的山岗, 从包裹内拿出一身干净的衣衫换上, 然后快速的下山了, 若是不速度快点的话, 以他现在的状况, 还没上山, 估计天都快黑了, 虽然还没有尝试着运行周圈, 不过现在的木质离看起来, 比过去确实发生了一点变化, 他的精神状态非常饱满, 而且整个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一种飘逸如鲜的味道, 似乎真的成了山中神秘的强大修炼者, 木质离下山的速度可是不慢, 之前不知道, 这下一运动, 他便是立马发现了整个身体, 无论是轻巧度还是灵活程度都比以往要强得多, 当下自然是欣喜异常, 下山因为顺势, 很快便到达了山下, 但是上山的时候就显得艰辛很多,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木质离能够感觉到这次比第一次上山的时候要好, 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感觉到了疲累, 不过脚下的步伐以及坚定地往上走, 第一次可以做到, 第二次自然也不会有问题, 终于, 临近傍晚的时候, 木质离再次回到了山洞, 坐下来便是大口大口的喘气, 喂, 快, 就趁着现在修炼,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天二看到累得直喘气的木质离笑着道, 闻言, 木质离的眼中有一抹疑惑, 但是并没有询问, 而是直接开始了修炼, 这一修炼呢, 他便立马发现了和以往的不同, 木质离发现, 这次感受天力的速度比起以往要快数倍不止, 而且吸收天力的速度也增快了数倍, 以往需要花三个时辰的时间所累积的天力, 现在一个时辰便做到了, 而且在吸收天力的过程中, 他能够感受到其中一部分天力在融入他的身体肌肉中, 而那些肌肉则像是饿坏了一般贪婪地吸收着天力, 在吸收了天力之后, 这些肌肉骨骼也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增强起来, 虽然缓慢, 但至少在增强, 有了这一发现, 木质离更是专心地修炼起来, 这种事半功倍的感觉真是不错, 直到第二天清晨, 木质离才睁开了双眼, 面上洋溢着浓浓的喜色, 站起来吃了点干粮, 不带天儿说话, 他又朝着山下走去, 昨天虽然白天没有修炼, 但是昨天一个晚上的修炼, 却抵得上他一天一夜的修炼, 如此一对比, 显然他现在的修炼方式要好得多, 第二天, 木质离依旧跑了一个来回, 第七天, 木质离跑了一个半来回, 第十五天, 木质离跑了两个来回, 一个月后, 木质离跑了五个来回, 木质离的速度越来越快, 原本在他眼中颇难攀爬的山峰, 此刻显得那么简单, 他的脚步不再颤抖, 只是依旧的坚定有力, 若是有人在这儿的话, 便能够看到每天有一抹身影不断的来回攀爬, 整座山峰上都流下了他的汗水, 而在这样的修炼方式下, 木质离面上那病态的苍白已经完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银润肌肤, 只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 他的气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整个人都显得轻力脱俗, 细致乌黑的长发披在他的双肩, 肤色细润如枝, 粉光若腻, 眉目如画, 双目澄澈, 带着鸟鸟雾气, 如同雾里看花般让人着迷, 肃齿珠唇, 站在山洞外, 看着山下的郁郁葱葱, 面色淡然, 犹如不时人间烟火的仙女一般, 而他的身高在这一个月中也长了不少, 跟以往那个孱弱不堪的少女比起来, 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经脉, 他已经打通了四十八条, 第一个月打通了十二条经脉, 第二个月打通了三十六条, 这进步不可谓不大, 山中无岁月, 木质李此时才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哎, 不知不觉两个月的时间都过去了, 也不知道现在穆家是什么样, 我走后是不是引起了轩辕大波, 木质李眺望着远方自言自语的, 想着他在穆家唯一的牵挂是穆寒墨, 上次因为木财的事情出来过于匆忙, 以至于没有跟他打个招呼,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为自己担心, 干脆趁着今天回去一趟, 跟寒墨打个招呼, 让他不要担心也好, 顺便也打探一下穆家的年轻一辈, 都打通了多少经脉, 自己心里也好有个底, 想到这儿, 木质李也就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下了山, 不到半个时辰, 木质李就来到了山下, 看到大街上叫卖的小贩们, 以及人来人往的行人, 嘴角不禁扬起了一抹微笑,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 现在发现这种热闹的景象, 还真是让人怀念呢, 买了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 木质李不禁想起了第一次见到穆罕默的时候, 他便是拿着包子来给自己, 哲李, 看你现在的模样也不是特别穷, 去买两套衣裳吧, 看你现在身上的衣服啊, 我倒觉得穷酸, 天儿忍不住开口道, 听到这话, 木质李打量了一番自身的穿着, 这才发现因为长高了的缘故, 衣服显得小了不少, 这模样看起来实在是有些…… 走进一间店铺, 老板是位四十岁年纪的大娘, 看到木质李的时候, 她的表情显得有些奇怪, 木质李身上的衣服是很破旧, 现在基本上都没人会穿成这样, 不过好在比较干净, 若是她以往见到这样穿着的人, 一定不会理她, 一看就是没钱的主, 招呼她不是浪费时间吗? 但是木质李那绝佳的面貌, 以及隐隐间流露出的气质, 又不是一般的穷人能够拥有的, 两种完全相反的状况融合起来, 就造成了老板娘的迷惑。 大娘, 你好, 我想要买两身衣裳。 木质李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说道, 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穿的也一直是木质李那不知道缝补过多少次的衣裳, 新衣裳还真是从未穿过。 老板娘看到木质李那清纯可爱的模样, 面上也不由浮现一抹笑容, 这样的小姑娘着实惹人怜爱。 哎, 小姑娘, 我们店里有很多成品, 你自己先看看, 看中了哪件就去试试合不合身。 木质李点头硬道, 嗯, 好的, 大娘。 玄技便在众多衣服中寻找起来, 看着那些艳丽的衣裳, 他直摇头, 实在是不适合他。 而后, 找到了一件白色的纱裙, 眼睛不由一亮, 或许是身为医者的缘故, 在二十一世纪的他就总是喜欢穿着白衣服, 现在也是如此。 然而当木质李拿起那件衣服的时候, 另一只手也抓住了那衣服, 不禁抬头看去, 面前的女孩约莫十七八岁, 光是站在人群中央就显得颇为醒目, 因为他穿着一件大红色的长裙, 将他那凹凸有质的身材 完完全全地衬托出来, 腰间还别着一条长边, 身高比起木质李还要高上几分, 面容长得颇为艳丽, 照木质李看来, 也是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女生, 只是她眉宇之间的那抹高傲 让她很是不喜, 还没接触, 只是光看她的样子, 木质李就知道, 面前的女孩一定是一个骄纵惯了的大小姐, 喂, 没看见吗, 这件衣服本小姐看上了, 快点给我, 王若玲皱着眉头说道, 这个女孩竟然还不放手, 这件衣服是我先看上的, 她现在在我手里, 木质李不焦不燥地说道, 对于这个女孩的态度她很是不喜, 王若玲一愣, 玄机无语地一笑, 我说是我看上的, 就是我看上的, 一个乞丐还想给我争不成, 她王若玲看上的东西, 有谁敢跟她抢啊, 一个乞丐竟敢跟她抢, 你说谁是乞丐, 木质李抬起头, 毫不示弱地看着王若玲, 那双澄澈的毛子中有的只是镇定, 之前王若玲倒是没有注意木质李的长相, 看着她穿得那么寒酸, 她看都懒得看, 然而听到木质李的话之后, 才打量起木质李, 这不打量不要紧, 一打量她就愣住了, 要说他王若玲在罗天城也是三大美女之一啊, 整个罗天城的美女她全部都知道, 相貌也是她自豪的资本之一, 追求她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面前这个小乞丐长得似乎比她还要漂亮, 女人都是有嫉妒心的, 尤其是王若玲这样的美女, 绝对不愿意看到比自己还要漂亮的女孩, 嘿, 我说的就是你怎么了, 穿成这个样子, 不是乞丐是什么, 这件衣服你能办得起吗? 王若玲看着木质李一脸的嘲讽, 穿的衣服那么破烂不堪, 那种布料啊, 就算拿给下人当抹布, 下人都会觉得伤手, 她的头发没有任何的装饰, 就那样简单的披在双肩, 在别人眼里会觉得颇有风韵, 但是在王若玲的眼里就成了穷的没钱买发簪, 木质李挑眉, 当然买得起, 所以别再拿着我的衣服不放手了, 语调平淡, 似乎跟王若玲说话提不起任何的兴致一般, 见到木质李那副毫不在意的模样, 王若玲就觉得怒火飙升, 什么东西竟然敢这么对他说话, 你现在把衣服给我, 之前的事情我就既往不救, 否则后果自负, 他真的忍不住想发飙了, 他看上的东西除了三大世家的几个嫡女之外, 根本没有人敢抢, 这人实在是太不识抬举了, 听到这话, 木质李也笑了, 我再说一遍, 这衣服是我先看上的, 先来后到, 这个基本原则你不懂, 就算你很想要这件衣服, 也得放低了姿态好好说吧, 不过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愿意把这衣服让给你, 生路, 木质李拿着衣服便是准备去试, 王若玲不干了, 你是给也不要脸吧, 本来心情不错, 不想动手的, 这都是你自找的, 两人的动静不小, 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一名约摸十九年纪的少年, 走到了王若玲的身边, 少年样貌很是俊美, 让木质李不尽感慨, 这天玄大陆的美男子还真是不少, 这少年, 穿着一袭墨色翠竹底锦袍, 衬住他伟岸的身姿, 光洁白皙的脸庞, 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浓密的眉毛, 透着点点坚毅, 乌黑深邃的眼眸, 泛着迷人的色泽, 高挺的鼻梁, 让他的面旁充满了立体感, 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微笑, 看起来着实很阳光, 木质李暗自感慨, 因为修炼的缘故, 所以天玄大陆的少年看起来, 要比二十一世纪的少年, 显得成熟, 也见数得多, 少年走到两人跟前, 看着气鼓鼓的王若玲问道, 玲儿, 发生什么事了? 听到少年的话, 王若玲道, 玉哥哥, 他给我抢衣服! 那模样, 俨然就是在撒娇, 眼中对苏玉的爱慕之色, 一于眼表, 闻言, 少年不禁看向木质李, 只是木质李的头, 转向了别处, 并没有看他。 老板娘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脸上堆起了笑容道, 哎呀, 两位姑娘眼光真好, 这件衣服做工精细, 店里正好有两件呢, 玄机到后面, 去拿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递给王若玲, 见状, 王若玲冷哼一声, 哼, 我才不要和这乞丐穿一样的衣服? 哼, 在我看来, 你才是一个乞丐, 只会抢人衣服的乞丐。 说完, 木质李也不看王若玲, 镜自走到后面的湿衣间, 拾起了衣服, 你…… 玲儿, 你不去吗? 苏玉看着木质李离开的身影, 眼中有着什么东西, 一闪而过, 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啊。 王若玲看了看手中的衣服, 点头道, 那我去了。 即使因为木质李的缘故, 他不想要这件衣服, 但是在苏玉的面前, 他还是要保留自己的形象的, 若是让苏玉不喜欢就不好了。 木质李很快便换好了衣服走出来, 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木质李也有些恍惚了, 他身着这件轻飘飘的月白色长裙, 细腰以云带约束, 更显出不淫一卧, 乌黑如绸缎般的长发, 闪耀着点点光泽, 一看就知道发质极佳。 长发没有丝毫束缚, 就那般松散着披在双肩, 显得随意的, 同时却愈发地具有吸引力, 与常人不一般的魅力。 裸露在外的脖子看上去雪白高紧, 若隐若现的精致锁骨, 更是让人浮想翩翩。 这就是自己的样子了, 木质李的嘴角不禁扬起一抹微笑, 这模样着实不赖, 比起自己原本的面貌, 甚至可以说是更胜一筹。 就说穆天静那样一个美男子的女儿, 又能瞅到哪儿去呢? 将读解了之后, 才看清原本的容貌。 苏玉看着换装出来的木质李, 也愣住了, 之前, 她并没有看清木质李的样貌, 现在一看, 当真惊为天人啊! 这样的绝色容貌, 竟然隐藏在那一身粗布麻衣中, 实在让人惊叹。 月牙白的衣衫很是适合木质李, 她那飘然若鲜的气质更是显露无遗, 老板娘也是惊讶地嘴巴都忘记闭起来。 此时, 王若玲也是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看到木质李之后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变化也太大了一些。 在场的人都能够看出来, 同样的衣服穿在木质李的身上比王若玲好看多了, 这一对比其效果最为显著。 木质李则是淡淡地扫了一眼王若玲, 也不理会, 朝着老板娘问道, 大娘, 这衣服多少钱? 听到木质李的话, 老板娘才反应过来, 笑道, 哎呀, 这身衣服穿在姑娘身上可真好看的, 给一个金币就好了。 一个金币的价格买一身衣服可不便宜, 不过木质李也知道, 这衣服的布料很不错, 更何况她喜欢, 毫不犹豫地就递给老板娘一个金币。 苏玉也走到木质李的面前道, 姑娘, 你好, 在下苏玉, 不知姑娘方明啊。 木质李看了看苏玉, 又看了看她后边, 眼神几乎可以喷出火来的王若玲, 笑道, 哼, 我想啊, 你还是关心你的灵儿妹妹吧。 听到木质李的话, 苏玉丝毫不生气, 相反的, 看向木质李的眼中竟是火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这般美丽而又有气质的女孩, 她第一次见到, 若是不知姓名的话, 实在太可惜了一些。 啊, 灵儿不懂事, 冲突了你, 真是不好意思, 我替她向你道歉。 苏玉有理地道, 那模样还真是让人无法拒绝。 是啊, 明明是抢我的衣服, 到了她那儿, 就成了我抢她的, 这颠倒黑白的能力,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不过看模样, 你跟她不是一种人, 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下次我再告诉你我的名字吧。 木质李笑笑便转身离开了, 什么王家嫡系小姐, 她可不怕。 王若玲看着木质李的背影, 心里气到不行, 她都想冲出去把那女孩给废了, 年纪比她小就有这般疯资, 再过几年那还得了。 将以前的那破布衣服给换下来之后, 木质李觉得心情很是不错, 果然吧, 她还是不是不适合穿成那样, 堂堂一戴神衣被人当作乞丐。 她知道王若玲是什么人, 在罗天城他那么嚣张也很正常。 罗天城, 木质、苏质、王质三大家族鼎立, 很显然, 苏玉是苏家的人, 王若玲则是王家的人, 两个人都是家族备受关注的嫡系子孙, 她木质李虽然也是穆家的嫡系子孙, 但是地位相差的实在太多了, 即使她很少出穆家门, 也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声。 王若玲, 罗天城三大美女之一, 与她齐名的还有穆家的穆燕燃, 苏家的苏紫怡, 至于苏玉则是罗天城著名的才子, 更是无数年轻女子的仰慕对象, 家世好, 样貌俊逸, 谈吐文雅, 实力更是不赖, 因此在罗天城啊, 名声很响, 木质李之所以没有说出自己名字的原因, 是在于她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现在她的实力还不够, 况且她现在就算说出自己的名字, 也不会有人相信, 因为穆家的另一个笑话是, 第一美女穆燕燃生在穆家, 第一丑女穆芷李也生在穆家, 虽然得罪了王若玲, 但她一点也不担心, 现在她敌不过王若玲, 可王若玲也不知道她是谁, 等王若玲知道她是谁的时候, 她也有不惧王若玲的实力了, 更何况, 王家又岂会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跟穆家大动干戈? 快到穆家的时候, 木质李找了一个没人的僻静角落, 恢复了原本的丑言, 翻墙进入了木府, 她得先弄清穆家现在的状况才行, 很快, 木质李便来到了穆罕默的院子, 穆罕默的院子可是比她的要繁华得多, 不仅面积是她的几倍, 四周种植着珍奇的花草, 雕梁画栋, 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一幅美妙的画卷, 这就是有无实力的差距, 穆罕默现在还是同父母一起居住, 待她过了十五岁成人礼后, 便会搬出去居住, 木质李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她还记得小时候她进去被穆罕默的母亲怒斥着轰出来的情景, 在穆家没有人愿意接受她, 除了穆罕默, 等了半晌, 却都没有见到穆罕默的影子, 穆罕默也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样守住带兔,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就在她准备进去试试的时候, 却听到后面有人喊道, 哎, 是那个废物, 那个废物回来了, 这一声音, 犹如平静的湖泊中投入一颗石子, 泛起了点点涟漪, 犹如起了连锁效应一般, 其他人也跟着喊, 短短时间内, 木质里的周围, 便出现了一大片人, 将他围在中间, 不停地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而此时, 穆罕默也听到了声响, 快速地跑了出来, 待见到木质离之后, 面上先是露出了一抹欣喜, 但是很快便转为担忧, 走到木质离的身旁, 轻声问道, 质离, 你回来了? 木质离点头, 寒木, 发生什么事了吗? 虽然他以前也常常被人喊着废物, 但是像今天这么多人围观, 还是不曾发生过的, 不过心里也大致猜到了因为什么事。 质离, 木质管家还有那么多下人死在你的院子里的事, 你知道吗? 他们死的那天, 你正好不见了, 大家都说你是凶手, 足以想抓你回来呢。 你回来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穆罕默皱起了眉头, 显然在替木质离担心。 听到这话, 木质离笑着道, 哼, 这件事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不用担心。 傻子才承认呢, 木家想废掉他的人可不少, 这不正好给他们找了一个借口吗? 哎, 来人的, 将这个废物抓起来, 去见家主! 护卫队长此刻也是赶了过来, 见状立刻就要抓木质离, 身后的护卫们立刻走上前来, 穆罕默却挡在木质离的身前, 不许动他。 护卫队长见到穆罕默的行动, 面上也有几分为难。 哎, 七少爷, 这是家主的意思, 小的也是奉命办事, 您还是不要为难小的。 芷离不是犯人, 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做。 穆罕默面色严肃, 挡在木质离面前的身躯, 没有半分动摇。 哎, 那就只能冒犯七少爷了。 护卫队长也是狠了狠心, 朝着停着不动的护卫们使了一个眼色, 而此时, 穆罕默的母亲也是闻讯走了出来, 见到这状况忙道, 哎, 穆尔, 你在做什么? 快点过来。 娘亲, 我不会让他们带走纸离的。 他很清楚地知道, 纸离在穆家没有什么地位, 被他们带走很可能就是做替罪羔羊, 而这次他出现在这里也是为了找自己, 他怎么可以让他们将他带走呢? 哎, 你这个臭小子, 快点给我过来, 一会儿家主发怒, 连你一起责罚怎么办? 为娘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 美妇人将目光移到穆尺离的身上, 说道, 你自己的事情, 给我自己解决, 不要牵扯上我们家穆尔。 穆尺离拍来拍穆寒墨的肩膀道, 寒墨, 让开吧, 这是我的事情, 他们只是说带我去见家主, 况且, 我不承认这件事是我做的, 他们还能硬赖到我的头上不成。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一直以来将他弃之不理的家主爷爷会说些什么? 在穆尺离的印象中, 只有当初父亲穆天静还健在的时候, 他跟在穆天静的身边见过家主穆秦丽, 而后穆天静去世, 他便再也没有见过。 即使是家族的族宴, 他也不被允许参加, 一直待在他那背险凄凉的小院子里, 过着一无所知的日子, 没想到再一次见到穆秦丽, 竟然是自己被押着去见。 可是, 纸离, 穆寒墨看着穆纸离, 眉头紧皱。 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穆纸离安慰道。 哎, 丫头, 没事的, 若是那死老头敢动你的话, 虽然过难的我现在的实力, 对付你们一大家的人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带你走嘛, 还是没问题的。 天二不在意的说道, 其实在他心里也是很同情穆纸离的, 在这样一个家族待了这么多年, 这些日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就谢谢你了, 天二。 在这种状况下, 穆纸离也不在乎天二喊他什么了。 三小姐, 快点吧, 家主可还等着你呢。 护卫队长适时的出声提醒道, 毕竟若是去晚了, 只能说明他办事不利, 木纸离按住还准备说些什么的穆罕默, 看着护卫队长道, 我们走吧。 旋即不再看被齐母拉住的穆罕默, 在众人或奚落或嘲讽的目光中, 与护卫队长一起走向了穆家的议事堂。 他知道穆罕默的身不由己, 也懂得围观的这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的好戏, 饶氏早就想到了, 却还是忍不住觉得讽刺, 或者是凄凉。 当你变强的时候, 就是这些人彻底闭嘴的时候。 天儿看到木纸离那眼底深处划不开的伤感, 忍不住开口安慰道, 这种感受他明白, 因为当初的他也曾经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中, 只是这些未尝不是成就强者之路的奠基石, 只有真正地看清这个世界, 真正地体会到这个世界的事态炎凉, 才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强者之路注定孤单, 早些适应也是一件好事。 听到这话, 木纸离眼中那浓郁的伤感, 犹如拨开云雾见天日一般, 快速地消散直指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心底最深处的坚定。 是的, 就如同天儿所说, 他会用自己的实力让这些人通通闭嘴。 当他抛开废物, 丑言这些负面的称呼时, 他是不是获得了新生? 那时候的他, 又有谁会嘲笑, 又有谁能够嘲笑呢?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天旋大陆不变的生存法则。 要不了太久, 我会让这些人通通闭嘴的。 木纸离对天儿说道, 突然之间, 他有一种庆幸, 因为有天儿的陪伴, 所以他并不孤单。 意识堂虽说, 也处于幕府, 但是距离却相当之远, 木纸离跟着幕府护卫队走了大半个时辰, 才走到义士堂的门口。 到了, 你自己进去吧。 护卫队长道, 木纸离看了看那高大威严的建筑, 上面红木漆镂空雕刻着不知名的书法家所写的三个大字, 义士堂。 木家的义士堂位于幕府的中央, 只有一层楼, 但是范围却是幕府最大的, 整座建筑以珠红色为主调, 犹如一只盘踞着的卧虎一般充满了狂傲的气势, 周围白漆图示着的栏杆环绕。 迈开了步伐, 木纸离抬头挺胸地走了进去。 打开门那一刹那, 木纸离感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木家这么多人, 因为从主位到门口位置上满满当当地全坐着人。 当然, 木纸离的眼睛也就定在了主位上的木琴力。 这个不曾给过他丝毫关怀的爷爷, 这个让他忘记了长相的爷爷, 若不是从他身上所散发出的威严以及气势能够感受出他的身份, 在外面见到的话, 他绝对不会认出他是自己的爷爷。 木纸离走到中央, 没想到这次木家还真是大张旗鼓啊, 死在任何一个嫡系子孙手中的下人, 都不止木才那么多人, 但是因为对方是他, 所以被大家这么严肃地对待, 换作其他人, 人家只不过是一笑置之罢了。 木琴力看着这个当初自己最为骄傲的儿子所生的女儿, 看到他脸上, 那攀爬着的丑陋之极的暗纹, 眼里似乎多了些什么, 尤其是看到他身上所穿的那些破布衣服, 他有些不解, 为什么会穿成这个样子? 家族应该每个月都有按时分配月银给他, 一个金币虽说不多, 但是也够一般的平民生活几个月不成问题啊。 明明已经十五岁了, 但是那销瘦的模样看上去和十二岁差不多, 这些年来, 他到底是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的? 饶是心里颇多疑惑, 现在也不是询问的时候, 木天静是他最为疼爱的儿子, 木芷力作为他的女儿, 他又怎么会不想关怀呢? 至少从他的身上, 他还是可以依稀地看到木天静的影子。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从来不曾去看过他, 甚至于从来没有提到过他, 因为他不能提, 不能照顾木芷力, 他所做的只能是置之不理。 当初木天静给家族带来的灾难让他承受了太多, 他并不仅仅是木天静的父亲, 木芷力的爷爷, 更是整个木家的家主, 他必须要为整个家族的未来考虑, 所以也就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爷爷。 这些日子, 你为何不在木家? 浑厚而又低沉的声音自木芹力的口中传出, 在场的众人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央的木芷力, 面上大多都是看好戏的表情, 但是让木芷力疑惑的是, 在几个长老的眼中他看到了恨意。 没错, 或许他木芷力对其他积极的情感不是很了解, 但是对这种负面的情感再了解不过, 就是恨意。 他木芷力虽为第一废材, 给木家丢了些脸面, 但是应该不至于让他们达到仇恨的程度吧。 这一刻, 木芷力突然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不了解, 譬如自己为何中毒, 又是被谁人下毒的, 父亲又是如何去世的, 自己的母亲是谁, 长老的恨意是从何而来, 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他的身上有一些谜团尚未解开。 听到木芹力的话, 木芷力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只是那些笑容在此情此景下显得异常怪异, 毕竟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下, 一般的子孙都该吓到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却还能够笑得出来。 家主问这话面面太可笑了些, 我时常不在府中, 你们从来不曾关注过, 不知道罢了。 木芷力面色坦然, 没有丝毫紧张之态, 相反的, 犹如同辈在聊天一般, 那般自在, 众人看向他的目光, 他也恍若未见, 只是双目直视着主位之上的木琴力。 见到木芷力的表现, 木芷力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之而来的, 就是赞赏。 至少在木家的小辈中, 没有一人敢这般直视着他, 也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那你为何要出木府? 在他看来, 木芷力应该待在自己的住所才对, 出去能做什么? 木芷力眉脚微微上扬。 若是不出去的话, 是想待在木府被饿死吗? 回答长辈的话, 竟然如此没有礼貌。 一旁的大长老木芹涛怒声斥责道, 在这么多长辈的面前, 他竟敢这么说话? 我从来都无人管教的, 说话没规矩, 还希望大长老多担待。 此话一出, 众人皆尽声。 因为他们无话可说, 大家都知道木芷力一向是自生自灭的, 从来没有人管过他的死活, 更没有人教导他。 人们都说养不教父之过, 他们又能指责什么呢? 木芹力鼓掌。 这份胆识不愧是我木家的人。 他不曾想到, 木芷里竟然会有这般胆识, 与以往听到的胆小如鼠唯唯诺诺, 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光是这份胆识就足以让人正视。 大长老还准备说些什么, 却被木芹力一个手势指住了。 在木家, 木芹力这位家主还是有着绝对的权威的。 那你如何解释这次木财以及一群下人死在你院子里的事情? 木芹力的面色严肃了几分, 坐在那儿不说话, 便让人觉得一股威压迎面而来。 木芷里知道, 这是他上位者的一种气势,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实力。 现在的他已经步入后天境界, 并不是之前的普通人所以能够感受得到。 这件事关我什么事, 我回来之后便被你们抓来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不清楚。 木质离装傻充愣的本事还是不错的, 那副无愧于心的模样, 看得天儿都替他脸红。 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不清楚? 死在你的院子里, 你会不清楚? 你一定是对木财存在积怨, 所以找了一个机会杀人密口。 二长老木秦华咄咄逼人的道, 看到这个孽种, 他就想起他的断臂之恨, 若不是他, 他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断臂之痛, 只有他们真正的承受过才懂, 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人。 死在我的院子里, 就一定跟我有干系吗? 木质离反问道, 对于二长老所说的话, 他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愤怒。 二长老, 你自己也说了, 我是一个废物, 别说那么多人了, 就木财一个人, 我都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如何杀了他们? 你帮我的? 以往的木质离被欺负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反抗过, 因为没有那个实力, 若不是他这个神医穿了过来, 估计直到木质离老死, 这生活都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吧。 听到木质离的话, 二长老一愣, 在场的人也是一愣, 木质离这个废材无法修炼的事情, 整个罗天城可谓是众所周知, 而木财也是个后天高手, 他如何能杀得了他一帮人呢? 之前的他们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一想起来, 着实刻意, 说不定是你这个废物试了什么妖法, 否则木财他们怎么会死得如此诡异, 或许是你这个不祥之人客死了他们, 也不一定啊。 想不出来解释的木秦华开口道, 虽然这个说法很荒诞, 但是在场的人也并不是无人相信, 因为木财他们的死状实在是太惨了, 这么多年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般死亡的人。 当他们见到木财一群人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双目抱起浑身上下, 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 全部都是血淋淋的肉露在外面, 犹如一只魔鬼之手将他们的皮肤全部给撕毁了一般, 满地全部都是鲜血, 仿佛人间炼狱。 很多女眷看到了一度晕倒, 这一般残忍的手法简直骇人听闻。 二长老过奖了, 我要是有那个妖法的话, 绝对不会仅仅释放在木财以及那些个下人的身上, 虽然他们这些年时常欺辱我, 但是这背后的始作俑者是你们不是吗? 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 我能释放妖法的话, 也是第一个释放在您的身上不是吗? 木质黎双木直视二长老, 言语之中丝毫不掩饰他对二长老他们的怨恨, 若不是他们的原因, 木财他们极敢那般对他, 其他有哪个嫡系子孙受过他们的欺辱? 在场的人也被木质黎的勇气所震惊, 在罗天成恨木家的人不少, 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如此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不得不承认, 木质黎的这番话在惹怒二长老的同时, 也很好地撇清了他和木财死的干系, 如此一来, 大家也就不认为木质黎会是凶手了, 大胆, 我木财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一个匿语? 二长老可以说是越看木质黎越生气, 久居高位的他有哪个小辈敢跟他这么顶嘴? 最重要的是, 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他顶得不知道说什么, 简直脸都丢尽了。 二长老何必在此事上执着呢? 若是你和我一样日日被府中的人打压, 时刻面临着被饿死的危险, 走在路上被所有人嘲讽, 你还会爱护这个家庭吗? 那些虚伪的话不用说, 大家都明白。 二长老气得, 指得木质黎半天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 从木质黎的左边走出一抹高大的身影, 来到木质黎的面前二话不说便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速度之快, 以至于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你一个小辈怎能和长辈顶嘴, 长嘴也是活该。 这男子话说得大义凛然, 但是木质黎知道, 他只不过想践踏自己, 从而获得二长老等一概长老的好感而已。 将嘴角溢出的鲜血一擦, 木质黎看着面前的男子, 他认得他, 木家嫡系大少爷, 木启超。 木启超是他们这一辈中木家最为闪耀的人物, 修炼天赋极高, 是众多子弟奋斗的目标, 府中府外爱慕他的少女多不胜数, 和苏玉一样, 都是颇受赞誉的人物。 一袭墨绿色的绸缎衣衫, 穿在他的身上将他衬托得高贵, 同时也将他那高大健硕的身材一展无遗, 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被金冠高高挽起, 露出饱满的额头, 脸如雕刻般的五官分明, 有棱有角的脸俊美异常, 脸上洋溢着的, 满满皆是自信。 他看向木质黎的眼中, 净是比喻之色, 脸上的厌恶更是毫不掩饰。 木质黎一句话没说, 趁着木启超不注意的时候, 反手一巴掌, 毫不留情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那力度, 比起木启超打他的, 可是一点也没清。 啪的一声, 在这沉默的意识堂里, 显得异常响亮。 长辈没让你擅自动手, 长嘴也是活该。 木质黎仰起脸旁看着木启超, 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 这一招以其人之声还止其人之道, 做得实在是不错, 木启超被木启黎这一巴掌给打愣了, 半天没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的木启超怒不可遏, 他在木府也是天之骄子一般的人物, 有谁敢得罪他? 弟弟妹妹们将他视为偶像崇拜不已, 长辈们也将他视为木家的希望赞赏不已, 下人们将他视为木家的下任家主而推崇不已, 从来没人敢让他不顺心, 更没有人敢打他。 你找死! 木启超的拳头带着天力朝着木启黎呼啸而去, 就在这时, 木琴力开口了。 住手, 手轻飘飘的一挥, 便将木启超那气势汹汹的拳锋给挡住了。 木启黎的眼神一凝, 原本木启超的那一招自己就接不住, 而木琴力却那么容易的就化解了, 那么木琴力的实力达到了何种程度? 启超, 你退下。 声音中带着不可拒绝的味道, 听到这话, 木启超看着一脸严肃的家主只能咬牙退下, 看向木启黎的眼中满是阴冷以及狠力, 显然他已经恨上了木启黎。 这里是家族的一食堂, 这么多长辈在此, 容不得你们胡闹。 木琴力怒声斥责道, 原本他还在担心着以木启黎那般唯唯诺诺容易被欺负的性子, 今天这么多人的逼供下能不能活命都是一个问题, 没想到与想象的实在是大相径庭, 不仅洗脱了嫌疑, 更是让几个人丢了脸面。 饶氏心里对木启黎颇为赞赏, 表面上却是不能表露出来, 因为以木启黎的废财之身, 他若是表现出对他的赞赏, 那不是帮他而是在害他。 我相信木财等人的死与你无关, 这件事不予追究。 此话一出, 大长老跟二长老都是大吉, 啊, 家主! 木启黎摆了摆手记而道, 虽然木财等人的死与你没有关系, 但是顶撞大长老和二长老的事, 你得受惩罚, 长辈的威严是不容挑衅的。 听到这话, 大长老和二长老才没有继续说话, 若是木启黎一点惩处都不受的话, 让他们两个人怎么下台? 木启黎没有说话, 相比于大长老跟二长老, 家主对他显得颇为不薄, 至少他知道他的性命没有威胁, 也不用天二带着自己逃跑了。 至于惩罚, 木秦黎眉头一皱, 显然是在想什么惩处方式才好, 要说木财里的生活已经够惨了, 惩罚一般的子弟罚月银也就行, 可是木财里的月银 根本就没有到他手上怎么惩罚, 住破院, 他一直就住在破院里啊。 沉默了片刻, 木秦立开口道, 就罚你挑一个月的水吧, 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了, 他这副小身子骨, 挑水也够折腾他的了。 家主, 这惩罚也太轻了吧。 二长老皱着眉头问道, 我的决定你有意见吗? 木秦立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道, 闻言, 二长老便闭上了嘴, 显然再发疑问的话, 家主该对自己有意见了。 那他打我那一巴掌怎么算? 木启超再次站出来问道, 换做一般小辈的话, 肯定不敢这么做, 但是他不是一般小辈, 他受追捧惯了, 自然受不了这样的事。 他打你一巴掌, 你也打了他一巴掌, 还要算什么? 我和这个贱人怎么能一样呢? 木启超气急道, 跟这样一个废物相提并论, 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别一口一个贱人的, 你才是贱人。 木启离听着木启超的话反驳道, 都是爹妈生的, 他凭什么说他是贱人? 整个木家, 谁不知道你是贱人? 木启离不怒反笑, 那很不幸啊, 你刚才就被贱人给打了, 所以啊, 你比贱人还不如呢。 两人就在义士堂众人面前争吵了起来, 全然不顾其他人的看法, 木启超是因为被木启离给气得忘记了他现在所处的环境, 而木启离则是一点也不担心这个问题, 反正就算被批了, 还有木启超陪着自己不是? 以他现在的身份, 被惩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木启超和自己不一样, 若是能够拉着他一起受罚, 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木擒立一拍桌子, 怒声道, 胡闹, 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岂容你们放肆? 二人这才住了口, 而木启超看着众位长辈看向自己那怪异的目光, 顿时意识到自己犯错了, 当下便低下了头, 木启离和木启超一样低下了头, 但是头发遮住的面容上, 却挂着一丝得逞的笑容, 木启超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木擒立却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木启离惩罚翻倍, 至于木启超就惩罚你批一个月的柴, 不得找人代替, 一旦被发现, 惩罚就不这么轻了, 木擒立铁青着脸说道, 他没想到木启超竟然也这么没有分寸,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成何体统, 眼光略带深意地看着木纸梨, 别人或许注意不到, 但是他却注意到了他的笑容, 觉察到木擒立的目光, 木子里立马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心有余悸, 他发现了, 家主, 木启超不甘心地喊道, 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受过惩罚, 却因为这个废物而受罚了, 这让他在脸往哪搁, 虽说劈柴对他而言是再简单不过的事, 但这事关乎的是他的脸面啊, 不得拒绝, 你们退下, 是, 木纸梨加速地回答道, 不给木启超任何反驳的机会, 见状, 木启超也只有不甘地退了出来, 意识堂门口, 木启超看着木纸梨, 眼中的愤怒以及杀意毫不掩饰, 巨高临下地道, 木纸梨, 你找死, 说完, 便是准备动手, 木纸梨却是不慌不忙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对我动手有什么后果, 傻的你能有什么后果, 那就证明你对家主的决定不符, 采用这种方式发泄你的不满, 你觉得你在家主心目中的印象还会好吗? 一番接触之后, 他也算看明白了, 这木启超虽说修炼天赋高, 人长得也不错, 但却是个冲动不怎么爱动脑子的主, 所以他一点也不怕他, 果不起然, 在听了木纸梨的话之后, 木启超收回了他的手, 恶狠狠地道, 你以为这样我就收拾不了你吗? 以你的势力, 家族大会上,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死, 你给我等着! 木纸梨仰起面旁看着木启超, 眼中却丝毫不惧, 等着就等着, 我怕到时候后悔的是你! 哈哈哈哈, 木纸梨的话引来了木启超的大笑, 就凭你, 连天理都无法住存的废物, 有什么资格让我后悔, 长得好看点的话, 或许还有人会怜惜你, 偏偏又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丑八怪, 我倒是很佩服你活下去的勇气, 你还是担心到时候, 你连个给你收尸的人都没有吧! 木启超伸出手指指着木纸梨, 一脸的不屑, 面容虽说长得颇为英俊, 但是话语之中的恶毒也让人胆寒, 这点不劳你操心! 木纸梨面色平淡, 毫不在意地回答道, 若是以前她真是个丑女的话, 或许会因为她的话而感觉有些难过, 问题是她现在已经不是丑女的一员了, 所谓的什么废物, 丑女, 这些词语都已经跟她没有任何的关联, 在两人谈论的时候, 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小辈, 毕竟木启超在木家的地位不一般, 他所在的地方总是会簇拥着一群木家小辈, 如同众星拱月般将他围在中间, 这也就是他那所谓的优越感的来源点。 哼, 一个废物, 竟敢如此和大哥说话, 简直就是自不量力! 哎呦, 这么丑就回去待着吧, 看她的脸可真是吓人呐! 一个少女手拿着丝巾, 拍着自己的胸脯故作害怕地道, 木启离转过毛子看去, 开口道, 板子那么小, 就待在床上别起来了, 一会儿被吓死了, 我可承担不起。 你…… 女子怒目看着木启离, 而木启离却再也不看她了。 木启超似乎对于这样的状况很满意, 面上含笑地看着木启离出丑, 这样一个废物, 她根本不需要说些什么, 就会惹得群起而公之。 人能活到像你这么不受欢迎, 也是一种境界呀。 木启超落井下石地打去而倒, 木启离看着木启超面上的笑容, 不知为何觉得那般不爽, 既然是自己看着不爽的人, 自然是需要采取一些行动的。 突然, 木启离灵光一闪, 想到一个绝佳的妙计, 他走到木启超的面前, 小声地在木启超耳边说着什么。 木启超皱起眉头, 向后退了一步, 道, 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 说得那么小声跟做贼似的, 走到我面前来, 难道还想勾引我不成, 以你这副容貌, 我还真是看不上眼。 他刚才根本就听不清木启离在说什么, 木启超的话惹来大家的哄堂大笑, 木启离摇摇头道, 你真的确定我要大声说? 说。 你尿裤子啦! 木启离大声喊道, 周围的一片人全部都听到了, 惊讶的目光全部都转向木启超, 木启超则是毫不相信, 你这种小把戏也想骗我, 为了表示自己不会被骗, 所以他看都没看, 然而下一刻, 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木启超的裤子竟然突然湿了, 而且范围越来越大, 地上也渐渐形成了一滩, 众人能够听到水滴答的声音。 啊, 竟然真的尿裤子了? 一个人忍不住开口说道, 其他人虽然涉于木启超的地位, 嘴上不敢说, 但是脸上还是有着掩饰不了的效应。 木启超在发现这一状况之后, 彻底的傻哑了, 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虽然心里感觉到应该是木启离弄的鬼, 但是也想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弄的, 来不及斥责木启离, 木启超赶忙跑回自己的院落去, 今天的脸真是丢尽了。 看到木启超那仓皇逃走的狼狈模样, 木启离脸上的笑容毫不掩饰, 转身不再理会周围的人静自离开。 待他的身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后, 天儿这才忍不住开口问了。 丫头,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木启超怎么会突然变成那样啊? 他没看到木启离做了什么呀, 突然就失禁了, 这未免也太奇怪了一些。 听到这话, 木启离扑斥一笑, 哈哈, 你不知道了吧, 我刚才啊, 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膨胱线。 中医博大精深, 想让人出丑, 那方法可是多得是。 哦? 天儿虽然不知何为膨胱线, 却也懂得这些都是木启离所为了, 当下也是哈哈大笑, 还是第一次见人出这样的丑。 木启离知道, 木启超最在乎的就是他的面子, 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嘲讽自己, 不过是想让自己颜面大师罢了, 他就让他尝尝颜面大师的滋味。 他相信, 经过今天这么一出闹剧之后, 木启超在同辈之间的微信便会降不少。 按照他的估计, 至少短时间内, 木启超是不敢高调做事了。 两人笑完之后, 天儿也冷静下来思考着问题, 皱着眉头有些忧心的道, 哎, 你现在算是彻底把木启超给得罪了, 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木启离点头道, 嗯, 我知道。 从木启超突然跑出来给他一巴掌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木启超站在对立面, 得罪了就得罪了, 有什么好在意的? 木启离相信, 他未来的成就远非一个木启超可比。 看着木启离那毫不在意的模样, 天儿倒是有几分惊讶, 问道, 你不担心吗? 他在木家的地位可是不低啊。 木启离摊了摊手道, 担心什么, 事情已经这样了, 担心有什么用啊? 况且, 我也不怕他。 听到这话, 天儿却是笑了。 嘿嘿, 这点我喜欢, 做人就是得有骨气。 那木启超在这儿牛, 其实在姑奶奶我的眼里啊, 他也就是一个废物, 你一定会比他强的。 不过呢, 比他强是之后的事情, 现在的你啊, 还没有和他抗衡的能力。 他所说的家族大会上不放过你, 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他也会参加家族大会? 嗯, 这倒不是, 家族大会规定参加人的年龄是12岁至15岁, 木启超已经20岁了, 按照规定他是不能参加的。 虽然他自己不能参加, 但是我想, 他肯定会找家族中的其他人对我下手, 以他的人气, 做到这点, 再简单不过了。 哦, 这就好, 距离家族大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若是你对上木启超的话, 赢的希望真的不大, 不过既然不是木启超亲自动手, 那就好办很多了, 剩下来的日子里啊, 你还是按照姑奶奶我所制定的方法, 继续修炼吧。 木启离点头, 玄技想到了些什么, 再次问道, 嗯, 可是天儿, 我得挑两个月的水, 爬山, 我就做不了了呀。 天儿则是摇摇头, 一脸高深莫测地道, 挑水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身体素质的方法嘛, 明天你就知道了。 听到这话, 木启离也没有多问, 他已经习惯了天儿的故作玄虚了。 走着走着, 木启离却想到了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现在的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呀, 之前住的院子现在肯定是不能回去了, 原本出去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他还得受罚呢, 这下可怎么办才好啊。 就在木启离郁闷的时候, 一名下人走到了木启离的面前, 说道, 哦, 小姐, 家主吩咐你去住清福院。 说完, 也不等木启离说话, 就直接离开了。 木启离看着下人离开的背影, 愣道, 清福院? 刚才还在烦恼这个问题, 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 嘿嘿, 清福院在幕府也只能说是三等院落, 跟木启离所居住的二等院落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 无论是从环境还是范围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 但是比起木启离以前所住的破院要好太多了。 清福院因里面种植着大量的芙蓉而得名, 据说夏天的时候环境很是美丽, 小时候的木启离来过一次清福院, 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住进去, 没想到以往想住的时候没机会, 现在没这想法了, 反倒是住进去了。 三等院落是给一般的嫡系子孙住的, 二等院落则是给有潜力的嫡系子孙住的, 至于一等院落则是要等他们在家族大会上突出表现之后, 才可能获得居住的机会, 比如那木启超此时住的就是一等院落。 夜晚,木启离还是继续按照逆天心法中所说的进行修炼, 体内经脉在一条条的打通, 今日的修炼效果显然没有进行身体素质训练之后的修炼效率高。 修炼的时间过得很快, 当木启离睁开眼的时候, 东方的天空已经呈现余度白, 当下也就拿出干粮吃了起来, 饿肚子的滋味已经远离他了。 走出去, 木启离就走到了挑水的地方, 他的任务就是将水从河里挑到木家住存水的二十个大水缸里面, 将那二十缸水给灌满, 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原本木启离绝的挑水的任务并不难, 但是当看到了那二十个大的恐怖的水缸时, 他就明白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平时那可是要十个下人一起做的, 现在全部落在他一个人的肩上了。 不过看着水缸旁边劈柴的木启超, 他的心情又好了不少。 看着木启超旁边那堆积成山的柴, 他明白原来两人的惩罚半斤八两, 都不轻松啊。 喂, 别看了, 我今天给你制定的计划就是一次挑四桶水, 而且速度要快, 刚开始要简单一些, 到后面会慢慢的增加, 这样一来跟爬山的效果也差不了多少, 可以锻炼你的臂力以及毅力, 你上下山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再继续训练下去, 效果也不大, 换种方式也可以刺激你的身体机能, 有没有问题啊? 木启离看着地上的四个水桶, 又看着自己那瘦弱的肩膀, 咽了一口口水, 心中暗叹, 我可怜的小肩膀呀, 要受苦累, 玄机均定地道, 没有问题, 嗯, 那就开始吧, 天儿满意地点了点头, 木质里两边肩膀挑着四个水桶, 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去的时候还是一脸轻松, 毕竟四个空水桶没什么重量, 但是回来的时候却是累得够呛, 装得满满当当的四个水桶, 重量着实不轻, 好在他的身体经过前两个月的锻炼之后, 已经好了太多, 若是换做以前的木质里的话, 估计得挑吐血了, 挑水的难度并不止于此, 走路的时候因为四个水桶不停地晃动, 所以可以称之为走一半撒一半, 而湖水的地点距离水缸所在的位置极远, 几乎相当于横跨整个木府, 当木质里回到水缸的地方时, 水桶中的水已经少了一半, 将水桶中的水倒入水缸中, 看着那还不到五分之一的水缸, 木质里哀嚎一声, 在一旁劈柴的木启超, 原本心情很糟糕, 不过现在见到木质里的状况之后, 他的心情大好, 哈哈, 废物就是废物, 调水也那么差劲, 听到木启超的嘲讽, 木质里转过头看向木启超, 嘴角勾起一抹糊涂, 哼, 天才还不是得劈缠,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完也不看木质超那难看的脸色, 挑着四个空水桶, 木质里再次离开, 做度很快, 饶是距离很远, 木质里花了短短时间内也就赶到了, 毕竟他在那险峻的山峰中都能够保证速度, 更何况在这平地之上, 挑着四桶水, 木质里看着不断摇晃的水桶皱起了眉头, 哎呀,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到晚上也灌不满那些水缸吧, 于是乎, 木质里开始调整自己走路的姿势, 放慢脚步, 尽可能让自己走得平稳, 不让那些水桶晃动, 接着, 木质超就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第一次, 木质里用了半个时辰回来, 不过只剩下一半的水, 第二次, 木质里用了大半个时辰, 不过水保留了四分之三, 第三次, 木质里用了一个时辰, 不过水却是全满, 木质超忍不住再次开口了, 你是脑子坏了吧, 我只见过人家速度越来越快的, 还真没见过你这样速度越来越慢的, 是没吃饱饭吗, 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木质里抬眼看了一眼木质超, 却懒得跟他说话, 提起水桶再次去了, 渐渐的, 木质里掌握了挑水的诀窍, 在保证水不外漏的情况下, 速度越来越快, 然后, 木质超又见到了奇怪的一幕, 第十次, 木质里用了大半个时辰回来, 水全满, 没有一滴外漏, 第十一次, 木质里只用了半个时辰, 第十二次, 木质里只用了一刻钟的时间, 木质超觉得自己跟在看戏似的, 从这儿走到那儿, 再走回来, 也不止这么长时间呢, 他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因为太过惊讶, 木质超劈柴的速度越来越慢, 心里一直琢磨着,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质里的肩膀已经被扁蛋磨得渗出血来, 一般没有做过这种事的人都会非常不习惯的, 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分量, 这么多次, 不过木质里的面上却没有露出丝毫的痛苦之色, 反倒是没有感觉到一般, 完全沉浸在自己速度提高的喜悦当中, 他明白, 修炼意图需要吃苦的地方多了, 只是一些皮外之伤而已, 根本算不得什么, 木质里完全可以克服, 天儿看到木质里那双坚定的眼睛, 面上也露出柔和的笑意, 看来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也能吃苦的多, 对于修炼, 他不担心木质里的天赋不高, 他担心的就是他没有一直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不怕苦的决心, 现在既然他这两点都具备了, 他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走到后来, 木质里觉得自己浑身都酸胀, 肩膀上剧痛无比, 小腿肚子更是胀到不行, 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 那种达到极致的感觉再次来临了, 只是步伐依旧坚定, 恍然间似乎回到了他第一次爬山的时候, 握紧了拳头, 他需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这种到达极限的感觉是一种让人崩溃的感觉, 每走一步都会让人生起放弃的念头, 不过木质里硬生生的将这种念头也遏制了, 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只觉得自己的小腿再次冲入了一股能量, 让他的腿充满了力量, 步伐再次加快, 当木质里将那二十缸水灌满之后, 他的双肩衣服已经彻底的磨损了, 渗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肩头, 他的额头上满是汗水, 面色也变得苍白了不少, 但是看到仍在劈柴的木质超时, 他笑了, 笑得嚣张, 哟, 天才大少爷, 我这废柴都把水给挑好了, 你柴还没劈好啊, 真不知道谁才是废物啊, 喂, 一个废物, 木质里说完转身就走, 他只觉得自己的脚步如此之轻松,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 在他背后不远处, 一双锐利却充满欣赏的眼睛正在看着他,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家主, 木秦丽, 木质里回到自己的屋子, 先是拿出金疮药撒在自己的双肩, 这金疮药是他在山上修炼的时候, 自己找药材炼制的, 每天爬山, 他的脚底尽是血泡, 好在有自己独家秘方的金疮药, 效果极好, 当晚用过之后, 第二天就没有太大影响了, 他这肩膀若是不好好治疗一下的话, 明天挑水的任务还真是难完成, 哎呀, 看来自己以后的日子啊, 都离开这金疮药了, 木质里开玩笑的说, 擦完药, 木质里没有犹豫, 闭上双眼便按照逆天心法修炼起来, 今天修炼的速度比之前还要快上几分, 尤其是自己的双肩以及小腿的部分, 吸收天力的速度格外的快, 体内的细胞都在贪婪的吸收天力壮大着自身, 短短的时间内, 木质里便积累了不少的天力, 于是聚集那些天力朝着其中一条经脉灌注而去, 今天的一切似乎都显得格外的顺利, 很快那条经脉便被打通了, 木质里也不浪费时间, 将天力充斥满那条经脉之后, 又继续吸收天力, 神奇的是, 一个晚上的时间他竟然打通了三条经脉, 第二天, 木质里起来的时候心情大好, 想必以这样的速度下去, 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够将那108条经脉全部打通, 当木质里再次去挑水的时候, 效率已经比起前一天要高的太多, 有了金疮药的帮助, 他的肩膀已经没有大碍, 所以挑起水来还是虎虎生微的, 与木质里相比, 木质超就显得凄惨得多, 他这样娇生惯养的大少爷, 平时修炼也只顾着天力等级, 不注意身体素质, 所以在劈了整整一天的柴火之后, 虎口已经阵裂, 不满了鲜血, 劈柴的动作略显牵强, 速度也要慢上很多, 要说他也不是没有上药, 以他那个疼他疼到骨子里的娘亲, 不替他上药那是不可能的事, 只是效果远远比不上木质里的金疮药罢了, 木质超看着木质里那飞一般的速度, 真的是要崩溃了, 当木质里再次将一个水缸填满之后, 他忍不住开口道, 喂, 废物, 你的肩膀没事儿, 他想不明白自己的手都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废物的小身板, 怎么会一点事儿都没有, 木质里无语的看了一眼木质超, 他发现这两天的木质超似乎格外的无聊, 或许是因为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 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所以他才跟自己说话, 哎, 我哪像你呀, 焦滴滴的干点事儿都不行, 我可是很能吃苦的, 木质里毫不掩饰的挖苦道, 听到这话, 木质超气得站起身来, 指着木质里道, 你说谁焦滴滴的, 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 你就趁着这段时间休张吧, 等家族大会的时候, 我看你怎么休张, 这个废物竟然一次又一次地挑衅自己的尊严, 简直让他无法忍受, 木质上上下下, 哪个人不是对自己客客气气的, 偏偏这个废物竟然敢对自己这么不信, 上次的事, 哦, 你是说你尿裤子的那件事啊, 木质里大声道, 你给我闭嘴, 若是有地缝的话, 木质超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钻下去, 上次的事情, 简直就是他抹不去的耻辱, 从那件事情之后, 时不时就会有木家子弟在一旁窃笑, 弄得他都不敢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而习惯了众心拱跃的他, 一个人也着实有些不习惯, 所以才会跟木质离说话, 上次的事情, 是你捣的鬼对不对, 木质离摊了摊手, 蹦着自己的大眼睛面色无辜道, 木大少爷, 这可就冤枉人了, 当时那么多人看着, 我可什么都没做, 你可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你少狡辩,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一定是你, 木启超恶狠狠地说道, 心里却在琢磨着自己怎样才能让木质离出丑, 听到这话, 木质离冷笑道,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转身不再理会木启超自己继续挑水去了, 最初木质离需要挑水挑到晚上才灌满水缸, 后来到下午便可以了, 最后一个早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与其相反的是木启超, 因为伤口越来越严重的缘故, 到深夜了也无法完成, 最后的他找了别人帮忙, 又被家主给发现了, 所以他的惩罚时间由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 时间匆匆而过, 眨眼间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木质离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已经打通了72条经脉, 整个人从内到外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身体虽然看上去依旧鲜瘦, 但是却不是以前那种虚弱的瘦了。 这一天, 木质离挑完水之后便出了木府, 好久不曾出去了, 他也想出去吃顿饭, 总是吃干粮的感觉也不是很好受, 当木质离走出木府的时候, 发现了今日的不同寻常, 整个大街上显得格外的热闹, 似乎有什么聚会似的, 让木质离也升起了几分好奇之心。 走进一间酒楼, 木质离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刚坐下, 他便发现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每个人看向他的眼中都存着几分厌恶以及嫌弃, 此时木质离才意识到自己忘记换装了, 这副丑烟引起的轰动还真是不小。 对此, 木质离也不在意, 他在木府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 倒是习惯了, 大家爱看就看好了, 喊来小二点菜, 那小二给他点菜的时候, 也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似乎给他点菜有多么为难似的。 点了几个菜, 木质离突然想起来今日的不同寻常, 便开口问道, 哎, 小二, 今天大街上为什么这么热闹? 那小二根本是懒得理会他, 健壮, 木质离则是故意往他身上靠了几分。 哎,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不理我呀? 见到木质离的动作, 那小二吓得急忙的, 哎, 今日有有灯会, 所以才会格外的热闹。 说完, 小二便逃开了, 似乎木质离是什么洪水猛兽似的, 看着小二那仓皇逃窜的背影, 木质离忍不住笑了, 这表现得实在是太夸张了点, 而周围的那些人窃窃私语, 当然讨论的焦点就是木质离。 哎, 那个女孩生得如此之丑, 竟然还出来吓人, 哟, 你不知道啊, 她可是木家的嫡系三小姐木质离呀,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这长相, 她是整个罗天城都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她。 哦, 就是那个出了名的废物呀, 不是听说她过得不好吗? 竟然还大摇大摆的出来吃饭? 一句句的挖苦声传入木质离的耳朵, 脑海中不由回想起当初木质离出来时 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奚落待遇, 原本面上的笑容也渐渐地冷了下来。 扫视了众人一圈, 她开口道, 吃自己的饭吧, 在人背后嚼舌根, 小心利鬼, 把你们的舌头给拔了。 她怎么忘了, 她可是在罗天城出了名的废物, 谁都认识自己。 听到木质离的威胁, 那些人都识趣地闭上了嘴, 木质可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 就在木质离这句话说出的时候, 二楼贵冰箱的帘子被打开来, 里面坐着两个相貌极其英俊的男子, 从他们的身着一看, 就知道他们家事不一般。 若是木质离看到的话, 便能够认出来其中一人赫然便是那有过一面之缘的苏裕, 另一个人他虽未见过, 样貌却也是丝毫不比苏裕逊色。 哼, 楼下那女子便是木家的废物, 木质离, 这丑言实在是惊人哪。 王天奇看着楼下的木质离笑着说道, 眼中尽是细血之色。 苏裕朝着下方看去, 不知为何, 他竟然觉得楼下的身影有些面熟。 哎, 不如下句戏弄一番吧。 王天奇嘴角勾起一抹趣味的笑容, 木质与他王家关系并不怎么交好, 大庭广众之下戏弄一番倒也不错, 毕竟他已经很久没有找到好玩的了。 听到这话, 苏裕看了一眼木质离, 摇了摇头, 王兄, 还是不去了吧, 人家姑娘并没有得罪于你啊。 王天奇却是打开折扇扇了扇风, 那模样当真风流倜傥, 不知道掠取了多少少女的芳心, 只是他嘴中的话与他现在的模样极其不符。 哈哈, 他是没得罪我, 可是木启超得罪我了, 所以他也就得罪我了, 谁让他臭名昭著又丑烟爱眼呢? 听到王天奇毫不收敛的嘲讽, 苏裕的眉头也是轻着, 不得不说, 他这番话实在太过难听了些。 就当苏裕还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王天奇已经静自下楼朝着木质离的位置走去, 见状, 苏裕也跟着过去了。 木质离幸福地吃着新鲜的饭菜, 这实在是比干粮要好吃得多呀, 也不在乎什么细嚼慢咽了, 直接大块朵仪起来。 就在他吃饭的时候, 突然面前多了两双脚, 不由地抬头看去, 看到苏裕的时候, 心是一惊, 旋即想起来现在苏裕是认不出自己的, 木质离也就放下心来。 今日的苏裕看起来格外的斯文俊颖, 衣服是冰蓝的上好丝绸, 绣着雅致竹叶花纹的雪白滚边, 和他头上的杨枝玉发簪交相辉映, 腰间一根玉箫更是让他充满了不一般的韵味。 苏裕的旁边还站着一位男子, 与苏裕是不一样的风格, 站在苏裕的旁边却也丝毫不显逊色, 他穿着紫色的段子衣袍, 袍内露出银色镂空木槿花的香边, 腰迹玉带, 手持象牙的折扇, 看起来颇有翩翩着式家公子的风韵。 白玉般的面庞, 俊美秀逸的五官里,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那红的娇艳的嘴唇, 嘴角勾起来的浅浅弧度, 以及眼角略上挑的角度, 让人觉得他带着几分邪气。 搜索着自己脑中的记忆, 木槿梨确定自己从未见过此人, 然而看到苏裕像朋友一样站在他的旁边, 木槿梨也大致猜出来了是谁。 不知为何, 木槿梨觉得这位身穿死袍的男子对自己似乎不怀好意, 因为继承了木槿梨以前的记忆, 他对男子嘴角糊涂的感受就是戏谑, 那种不顾及别人想法纯粹为了自己高兴的戏谑, 所以饶是男子长得俊美异常, 木槿梨也无法产生丝毫的好感。 相反的, 他旁边的苏裕看起来要舒服得多, 两人一个淡雅, 一个艳丽, 完全不相同的风格却同样的吸引人眼球, 因为两人的到来, 原本好不容易不再引人注目的木槿梨, 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个吃饭的时间, 在大堂中吃饭的人可是很多的, 其中更是不乏年轻女子, 毕竟天旋大陆与中国古代不一样, 男女都修炼, 所以相比于中国古代, 天旋大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要轻得多。 年轻女子们皆是两眼冒红心的看着两人, 那模样恨不得将木槿梨给拖走换上他们, 要知道, 这可是罗天成最迷人的两位公子啊。 当然了, 看向木槿梨的目光就更具杀伤力了, 恨不得用眼神在木槿梨的身上戳出无数个洞一样。 对此, 三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在意, 苏玉和王天祈早就习惯了这种充满爱慕的目光, 天之骄子的他们身上笼罩了太多的光环, 让他们从小就接受众人目光的洗礼。 木槿梨也是从小就承受着众人的蔑视目光, 与他们那善意的目光比起来, 他则是截然相反。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现在的他无论别人的目光多具有杀伤力, 他也浑然不绝了。 不知两位有何贵干呢? 木槿梨率先开口道, 见木槿梨没有花吃地看着两人, 王天祈倒是有几分惊讶, 不过玄济自以为是的明白, 这木槿梨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的, 知道他那副丑颜不会有任何人看得上。 在下王天祈, 宋文木家三小姐丑颜甚人,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 若不是大白天这么多人在, 在下还以为见了鬼呢? 王天祈嘴角含笑, 一边打着扇子, 一边云淡风轻地说道, 看他那笑得灿烂的模样, 若是没有听到他的话, 定然还以为他在问候木槿梨, 只是嘴上说出来的话却是这般伤人。 周围的人在听到王天祈的话时, 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些原本嫉妒木槿梨的女子此刻也是一脸的欢喜, 似乎为了配合王天祈, 他们笑得格外的大声。 见状, 木槿梨的面上却没有丝毫波动, 嘴角勾起一抹糊涂, 说道, 若是吓着王公子, 那真是我的罪过了, 久闻王家大少爷王天祈人比花娇, 狐媚眼樱桃唇, 堪比女中花魁, 今日一见, 果然不凡呐。 在听到王天祈的名字之后, 木槿梨便知道了, 对于王天祈, 他虽然从未见过, 却是如雷贯耳, 毕竟木启超, 苏裕, 王天祈三人被称为罗天成三大才子, 罗天成的女子几乎都亲目于他们三人, 三人实力强, 相貌俊, 家是好, 也难怪女子们会爱慕他们, 据说王天祈与木启超的关系并不好, 两人一起出现的场合时常会相互比拼, 想让对方出丑, 这么多年来, 私底下较劲不断, 想来今日王天祈找他的茬, 也是因为木启超的缘故, 原本王天祈很是得意, 然而在听到木质梨的嘲讽之后, 他的面色变得铁青起来, 王天祈生来最为不满的一点, 就是自己长得太过艳丽, 看起来少了几分男儿气, 没想到这个丑女竟然直接说了出来, 他明明是一双桃花眼, 只是眼角略微仗条, 却被他说成了狐媚眼, 他的话语都是称赞的话, 只是将他夸为女子, 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是最无法忍受的事情, 众人在听到木质梨的嘲讽之后, 一些人努力地忍着笑, 不过还是有些人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来, 就连王天祈身旁的苏玉也有些忍俊不尽, 一般人根本不敢在王天祈面前提起这些, 没想到木质梨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大胆地说出来, 面对王天祈的挖苦, 他丝毫不回避的争锋相对, 这份胆气实在让人佩服, 苏玉看向木质梨的目光也变得不同起来, 对于木质梨的长相他并不在意, 毕竟长相并不是自身能决定的, 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有趣而且聪明的女子, 木质梨的话让王天祈卡得难受, 因为对方的话语尽是夸赞之词, 一时之间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 只能说到, 好个牙间嘴里的废物, 原本是来嘲讽他的, 没想到反被嘲讽一番, 这与料想中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些, 嗯, 你也不差, 木质梨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在他看来, 这只能说明他口才好, 总比这说不出话的人要好得多, 你, 听到木质梨的话, 王天祈更是气到不行, 苏玉站在一旁也没有开口, 只能说这是王天祈没事找气手, 王天祈虽然是他的朋友, 但是这件事错不在木质梨, 他也不会说些什么, 因而他也就站在了一旁, 沦为看客, 有了这一出, 木质梨也没有了吃饭的心情, 说道, 我还要是先走了, 就不陪二位了, 放下金币, 木质梨转身就离开了, 期间根本就没有理会王天祈, 待木质梨的身影消失在酒楼之后, 王天祈再反应过来, 哼, 太过分了, 这么一个废物, 竟然敢如此讥讽于我, 苏玉摇了摇头, 人都已经走了, 你就别抱怨了, 不知为何, 看到木质梨, 他竟然是想起当初在殿中见到的青城女子, 两人的相貌相差巨大, 但是性格又是那么的相近, 酒楼中的人此时都看着王天祈, 王天祈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 便和苏玉一起出了门, 还是忍不住道, 若是下次再让我见到他, 定要好好修理一番, 木质梨出了门之后, 心里也是富匪, 原本自己和木启超的生活就势如水火, 没想到还冒出个王天祈, 因为木启超而羞辱自己, 都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怎么到了他这儿, 就是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呢, 让他这么早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 反正幕府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不在, 倒也挺自由的, 这灯会他可是从来没参加过, 自然是要好好地观赏一番, 寻了一处无人的地方, 木质梨将一身装扮给换了过来, 穿上那日买的白色衣裙, 如铺般的长发被他梳了一个现代的公主头, 虽说没有其他女生的发脊那般繁复精致, 倒也显得飘逸动人, 倒不是说他不愿意梳理发脊, 而是他从小便没有娘亲陪在身边, 更没有人替他梳理发脊, 自己当然就不会, 天旋大陆的发脊, 他是不会没错, 但是他会的发型, 天旋大陆的人也不会啊, 按照木质梨的看法, 这个发型与这套衣服倒是颇为般配, 才是好的衣服穿在身上, 可比那麻布衣服要舒服得多, 随意在街道上逛着, 看着熙熙攘攘吆吓成此起彼伏的街道, 木质梨的嘴角也不由扬起一抹笑容, 看着小摊上卖的东西, 高兴得望我的木质梨浑然不知 他已经被人盯了很久, 正当木质梨将东西还给小贩的时候, 一句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 小美人,跟着爷走吧, 也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想要什么也就给你买什么, 木质梨回过头, 看向说话之人, 一名约摸二十七八的男子身穿一袭黑色长袍, 那材质看起来不一般, 想来价格不菲, 若是穿在苏裕之类的人身上定然万分英俊, 但是穿在面前这位大腹平平肥头大耳的男子身上就显得不堪入目, 想着他之前所说的话, 木质梨皱起了眉头, 也不准备搭理他, 从旁边准备离开, 但是男子却是朝着身旁的下人使了个眼色, 这群下人显然不是第一次跟着男子干这种事了, 只是一个眼色, 他们立马就明白了什么意思, 当下便将木质梨围在了中间, 不让木质梨过去, 哎呀, 小美人, 你跑什么呀, 男子笑着道, 那丑恶的嘴脸让周围的人都很气愤, 只是他们之中没有人能够惹得起他, 所以只有同情地看着被围在中间的女子, 哎呀, 可惜呀, 又有一个姑娘要遭殃了, 是啊, 这丑恶爸每次出来都行恶, 真是造孽呀, 嘘, 小声感, 当心被听见了, 你吃不了兜着走, 木质梨看着面前一脸猥琐笑容的男子, 眉头紧皱, 你让开, 小美人, 我怎么会让开呢, 听爷的话就跟我回去吧, 说完便朝着木质梨扑来, 木质梨一个闪身躲开了扑过来的男子, 说道, 你给我滚开, 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没想到竟然会碰上这样的事, 看到这个恶霸, 他更是反感到不行, 王天琪自从出了酒楼之后, 心情一直不佳, 和苏玉两人准备去参加诗会, 然而在大街上, 竟然看到了一名爵士美女被一名恶霸缠着, 只是惊恐一撇, 王天琪便觉得自己的心沦陷了, 这罗天成也不小了, 但是他从未找到心仪之人, 没想到今日却是看到了, 随未接触, 但是看着他那不似凡人的娇言, 他就认定了他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然而, 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竟然被那个肥头大耳的恶霸给围住了, 他自然是义愤填衣, 苏玉远远地也看到了那日所见的女子, 自从上次见过之后, 他便一直无法忘怀, 还记得当初他曾告诉自己, 下次见面的时候便会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只是这么多天, 他都不曾再次见到这抹倩影, 心中还有些失落, 怕是他已经离开了罗天成, 今日再见他, 让他如何能不欣喜呢? 只是面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但是眼神已经表明了一切, 没想到今日见面, 家人竟然身陷困境, 苏玉, 我们快去看看, 王天琪指着苏玉说道, 不带苏玉回答, 王天琪便率先赶了过去, 哼, 本少爷看你长得还不错, 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告诉你, 你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本少爷看上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跑得掉, 男子面色扭曲, 得意地说, 就在木质里准备说话的时候, 王天琪却拿起折扇, 朝着男子的头部狠狠一敲, 就凭你也敢说这话, 程其磊说得正得意, 竟然被人突然敲头, 一边捂着头, 一边转身道, 哪个不要命的小兔崽子, 敢敲你少爷我的头, 活得不太烦了, 然而当程其磊看清身后人的模样时, 面色立马变得惨白, 我还真想知道敲你的头, 你会给我怎么个死法, 王天琪看着程其磊一脸的冷淀, 王天琪活到现在, 还真没人敢对他说这话, 听到这话, 程其磊一脸的冷汗, 忙说, 王,王大少爷, 我,我不知道是您啊, 要知道是您的话, 就算您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程其磊弯着腰, 原本就是一个胖子, 现在简直就是成了一个穷, 苏玉此时来到几人身旁, 看着木指梨面上露出善意的微笑, 木指梨也是回忆一笑, 他对苏玉并没有恶感, 相反的, 他认为苏玉人挺好的, 王天琪光顾着看着程其磊, 倒没有注意到两人的交流, 象牙扇再次敲在程其磊的头上, 这下力气可比上次还重, 程其磊却是一点一言都没有, 反倒是陪着笑脸的, 王大哨打得好, 心中却是暗叹, 自己可没得罪过王大哨啊, 平日里他欺辱少女的时候, 王大哨也从未过问过, 怎么今日他竟然插手了, 眼角余光不由地看向一旁的木指梨, 心中顿时明白着王大哨怕是看上这小美人了, 所以才会英雄救美, 自己倒霉的就被利用了, 王天琪这才将目光转向木指梨, 面上露出一抹笑容, 说道, 姑娘, 刚才怕是受惊了吧, 木指梨此时此刻的心情实在是有些复杂, 尤其是看着王天琪面上的笑容, 他更是觉得好笑, 就在刚才, 这个男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嘲讽自己, 被自己气得跳脚, 然而现在却来救自己, 实在是天意弄人呐, 对方不知道他的身份, 他自然也不会说出来, 戏弄王天琪一番又如何呢, 面上故作惊吓之色, 说道, 多谢公子相救, 若不是有公子在的话, 我怕是, 怕是, 王天琪看到木指梨说话的模样, 更觉得楚楚动人, 朝着程其磊这个死胖子踹了一脚, 说道, 还不赶紧给人家姑娘道歉, 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程家也就别在罗天城待下去了, 听到这话, 程其磊面上堆积笑容, 看着木指梨拱手道, 哎, 这位姑娘, 刚才都是我不对, 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你就大人有大量, 别跟小人我计较了, 木指梨看着程其磊那张挤在一起的脸, 原本因为肥胖, 五官就有些看不清楚, 这下是更模糊了, 心中暗叹, 这张脸变得速度可真快呀, 这种人可真是败累, 欺负了他木指梨可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平息的, 只是现在的局面不大合适而已, 木指梨看着王天琪楚楚可怜的说道, 多谢公子, 王天琪心中暗叨, 哎呀, 真是我见有脸哪, 转过身, 却见程其磊也是一脸贪婪地看着木指梨, 心里极度不爽, 朝着程其磊再踹了一脚, 怒声道, 还不快滚, 听到这时, 程其磊才反应过来, 我滚, 我这就滚, 生落, 便是带着一群下人落荒而逃, 再待下去, 他真怕自己小命不保了, 离开了王天琪的视线之后, 下人忍不住道, 少爷, 那么一个大美人, 你就这么放弃了, 要说刚才那美人,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啊, 那美的简直就跟天心似的, 这下人之所以还在念叨着, 就是因为程其磊平时在享用了鲁来的小美人之后, 都会便宜他们这些人, 就这样放弃, 他当然舍不得, 只是木质离不同寻常, 这样一个大美人, 就算到手, 程其磊也绝对不会让别人碰的, 程其磊一拍吓人的头, 说道, 跟王大少强女人, 你少爷我难道, 嫌命尝不尝? 他程家在罗天城算是有点实力, 可是跟庞大的王家比起来, 程家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了, 王天琪只要发一句话, 他们程家怕是从今天开始就要消失了, 程其磊虽然不聪明, 但是也不笨, 这点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是是是, 公子英明啊, 下人忙回答道, 程其磊又是一巴掌拍在那下人的头上, 哼, 就你这猪脑子, 当然没有少爷我想的透彻,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王天琪的影响, 还是觉得自己刚才被人打了两次, 想要从别人的身上补回来, 程其磊觉得这样打人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不知道姑娘这是准备去哪儿啊, 王天琪走进木子梨的身旁, 有理地说道, 这模样看上去当真风度翩翩, 只是由于之前的事, 木子梨对他全然不会有好印象, 木子梨的身份转换得极快, 之前还是大家同情的对象, 转眼间便成为了大家羡慕的对象, 哦, 我听闻今日有灯会, 出来想要见识一番, 没想到竟然会遇上这样的事情, 哦, 原来如此啊, 灯会呢, 要等到晚上才会热闹起来, 姑娘若是不嫌弃的话, 不如与我二人一起去参加诗会如何, 听到这话, 木子梨确实疑惑, 今天还真是够热闹的呀, 不仅有灯会还有诗会, 可怜以前的木子梨一直待在木家的小院子中, 连这种活动都从来不曾见识过, 既然今天有机会, 他自然不会拒绝, 跟过去看戏也不错呀, 啊, 那就多谢公子了, 木子梨轻声地道, 那温柔有礼的模样, 让在场的男子都是倾心不已, 苏玉这才开口道, 姑娘, 上次一别, 多日未见, 没想到今日能再遇到, 木子梨点头, 这笑容显得自然多了, 是啊, 真是有缘, 王天琪听到两人的话惊讶地说, 你们认识啊, 他真没想到他们俩竟然会认识, 啊, 有过一面之缘, 天琪, 她便是我与你说过的有趣的女子, 苏玉笑着道, 从小到大, 没有多少人能够让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次只是短短的时间, 她却记住了这个姑娘, 不仅因为她的倾城之姿, 也因为她的独特, 王天琪这才想起来, 这些日子苏玉和自己提起的有趣女子, 说她长得比自己的妹妹王若玲还美, 当时她还不相信, 都是文明不如见面, 今日一见, 她也不得不承认, 面前的女子比自己的妹妹要美得多, 看着两人的眼神也出现了一抹异样, 苏玉该不会也喜欢她吧? 木质黎跟着两人去了师会的地点, 按照她原本的想法, 师会的地点应该是类似于酒楼这样的建筑, 然而却是与她想的截然不同, 在她面前的是一座约摸有十余层高的宝塔, 整座宝塔以白色为主调, 无论是木雕还是砖雕都很精致, 让人无从挑剔, 宝塔的最高点则是一个极为壮观的夜明珠, 看起来壮观而又华丽, 据说这是罗天城的文人交流地点, 每年的师会都会吸引很多人前来观看, 因而此塔取名师塔, 天旋大陆整个世界的潮流是修炼天力, 只是一些颇有家世的人在修炼天力的同时, 也会涉及一些诗来陶冶情操, 当然他们不会花过多的时间在这个方面, 而有些修炼方面没有潜力的人, 则可能在此方面研究深一些, 木芷利好奇的是, 他们的诗与他所知道的诗是否差不多呢? 请 王天旗有礼地请木芷梨先进去, 木芷梨也不推辞, 直接走了进去, 待进去之后, 木芷梨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这里四处悬挂着字画, 很多文人雅士都聚于此处相互攀谈着, 几人一进来, 便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哟,王公子来了, 久仰久仰, 苏公子, 不知进来可好呀, 大家都在和两人攀谈着, 却没人跟木芷梨打招呼, 只是观察着他的人可不少, 如此美女, 有谁不想向前搭讪, 只是可惜, 家人身边的两人让他们不敢上前, 正当他们打招呼之时, 两名下帽极佳的女子, 也走到了他们的身旁, 其中一人, 俨然就是当初见过的王若林, 另一人虽然不曾见过, 但是墓址里也大致地猜出了, 她就是苏玉的妹妹, 罗天城三大美女之一的苏嫣然, 王若林身穿一件碧绿色的玉烟衫, 散花水雾绿草白者裙, 身披碧水搏烟纱, 衬出她那纤细的身姿, 精致的五官, 今天显然经过精心的打扮, 看起来更加动人, 一席长发梳头流水急, 与之相衬的是一只碧绿簪子, 晶莹剔透, 不得不承认的确是个美人, 而苏嫣然则是很凑巧地 和王天琪穿着同样的紫色, 粉紫色紧织长裙, 细腰以云带约束, 更显出不营一卧, 发间一只七宝珊瑚簪, 印得玉面芙蓉, 眼帘微垂, 看起来甜尽可人, 巴掌大的小脸上,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眼睛, 犹如会说话一般, 湿润得犹如一汪清泉, 让人沉浸于其中, 与两人的华丽相比, 木子黎的穿着则要显得简约得多, 但是那一抹出尘的气质, 却是他们无法拥有的, 论长相, 着实还是木子黎略胜一筹, 王若玲和木子黎可以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尤其是木子黎还站在苏玉的身旁, 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你怎么会在这里, 王若玲走到木子黎的面前质问道, 木子黎看着王若玲不可一世的模样, 心里就觉得不爽,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了, 余光看到了苏玉, 木子黎寄而道, 苏玉带我来的, 他不是在乎苏玉吗, 他就故意这么说, 果不其然, 在听到木子黎的话后, 王若玲立马嘟起了嘴, 啊, 玉哥哥, 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 苏玉也没有隐瞒, 直接回答道, 这下王若玲更是气到不行, 站在一旁的苏燕然, 从一开始就在打量木子黎, 没想到竟然会遇到这样一位女子, 犹如不时人间烟火一般, 一袭白色长裙穿在她的身上是那么合适, 似乎她天生就适合白色一样, 罗天成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女子呢? 尤其是发现周围的男子目光都停滞在她的身上, 要知道, 之前她和王若玲才是焦点呢。 王大哥, 这位姑娘是…… 并没有问苏玉, 而是问起了王天琪, 她知道王天琪对她一直都是有些好感的, 听到这话, 王天琪则是一愣, 到现在为止, 她都还不知道家人的方明呢。 啊, 姑娘, 不知你的方明是…… 木子黎不由地看向苏玉, 而苏玉也正是正好转过头看向木子黎, 她的嘴角带着浅浅的笑容。 哼, 姑娘答应过我的, 不曾忘记吧, 现在可以说你的名字了。 木子黎点点头, 我叫木子黎。 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都是愣住了, 木子黎不是第一丑女吗? 面前的女子却不是凡人, 两者之间的差距未免太大了些。 即使木子黎说出了她的名字, 但是在场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此木子黎非比木子黎, 名字只是巧合罢了, 就连王天琪也是这么觉得, 只是苏玉的眼中有些疑惑, 竟然这么巧, 之前她也觉得他们两人很像, 可是这长相…… 王天琪心里有些不舒服, 明明是自己问的, 为什么要看苏玉呢? 木子黎? 哈哈, 竟然和第一丑女废物重名, 想来你也比她差不多吧? 王若玲讥讽道, 心中却是思量她和苏玉之间究竟有什么, 木子黎却是不以为意, 我就是她那又如何, 我相貌比你好, 那你岂不是连第一丑女都不如了? 听到这话, 王若玲的面色变得铁青, 拿出腰间的鞭子便向木子黎挥去, 就在木子黎准备挡住的时候, 王天琪却抓住了鞭子, 斥责道, 胡闹, 现在是什么场合, 她也不懂礼数了, 哥, 你竟然护着一个外人, 王若玲真的要气死了, 不要无理取闹, 王天琪皱着眉头道, 看向木子黎的时候却是面带笑容, 我妹妹她比较冲动, 我带她向你道歉, 凭什么要向她道歉? 王若玲不断地拉扯着手中的鞭子, 奈何她的实力比王天琪差得多, 既然王公子这么说了, 我也不会计较, 王姑娘还真是不一般呢, 第一次苏公子代替你向我道歉, 第二次是王公子, 至于下次我还真是好奇呢, 木子黎的眼底尽是嘲讽, 每次看到这个花瓶般美脑子的女人, 她都觉得很无语, 你…… 王若玲趁着王天琪不注意, 抽回鞭子, 再次朝着木子黎挥去, 这次因为突如其来, 倒是没有人能够来得及拦住了, 可看着越来越近的鞭子, 木子黎却笑了, 王若玲见木子黎站在原地躲也不躲, 以为她吓傻了, 面上的笑容也是越来越猙獰, 然而下一刻她的笑容就僵住了, 因为木子黎在鞭子到达的时候, 伸手硬是接住了她的鞭子, 这一手当真是显得她气度非凡, 比起之前的柔美, 现在的她更添了一份英气, 一份骨气。 当接住王若玲鞭子的同时, 木子黎整个人向前移了一大步, 转眼间便到达了王若玲的面前, 手中荧光一闪, 旋即一巴掌毫不留情地狠狠地打在王若玲那如花似玉般的脸上, 啪的一声, 在这安静的环境里可谓非常响亮, 感受到众人的惊恶, 木子黎不慌不忙地道, 三番五次地对我动手, 真当我是尼捏得不成。 此话一出, 木子黎立刻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之前的事情大家都是亲眼所见, 一切都是王若玲出口挑衅, 而木子黎只不过是自卫反击。 此话刚落, 王若玲便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那眼泪就像开了闸市地不断流淌, 看得周围的人都是一愣, 要说平时若是有人这般欺负王若玲, 在场的年轻俊杰怕是早得起来骂人了, 可是今日动手的却是木子黎, 他们自然不会动手了, 谁都不想在美女的心目中留下一个坏印象不是? 你,你哥哥, 王若玲啜泣着说道, 他心里则是郁闷到了极点, 自己根本不想哭, 可是为什么眼泪就是不停地躺呢? 苏玉看了看王若玲, 又看了看木子黎, 一时之间没有说话, 这件事只能怪灵儿自己, 他也不好说什么, 王天琪看着自己的妹妹哭成那样, 面上的妆容全部都花了, 原本娇俏的小脸现在变成了一张大花脸, 尤其是看到周围这么多人在看他们王家的笑话, 更是怒不可遏, 就这么点小事, 你哭什么哭, 看看你自己都成什么样子了, 还不快点给我回去? 王天琪怒斥倒, 之前就告诉他不要动手, 偏偏不肯听自己的, 这下吃亏也只能是自讨苦吃, 还惹得木姑娘不开心, 在众人面前试了脸面, 王若玲原本就很难过, 该死的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 此时玉哥哥不理他, 大哥还斥责他, 一时之间更是伤心欲绝, 瞪了一眼木质黎, 快步地跑着离开了, 只是那一眼哭得梨花带雨的, 对木质黎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伤力, 刚才他扎了王若玲的哭血, 主要是因为看到他像自己挥鞭子的得意笑容, 他就觉得很不爽, 不是喜欢笑吗? 那我就让你哭。 不过木质黎下手也不是太狠, 大概哭个一炷香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能让他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他也觉得很爽。 转过身, 看着苏玉和王天奇说道, 两位公子, 今日之事我很抱歉, 这诗会我也就不参加了, 两位就此别逛。 说完, 木质黎转身快步离开, 今天闹这么一出也就够了, 再闹下去还真不知该如何收场了。 王天奇和苏玉看着木质黎离开的背影,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也只有张了张口不曾说出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出了门的木质黎可谓是心情大好, 每次看到那个大小姐性子的王若玲, 她就觉得不爽, 发生这事之后, 她看她下次还怎么跟自己傲, 让你流眼泪还是轻的, 若是下次再这样, 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事情已经变成这样, 木质黎也没有什么兴致继续玩了, 倒是出门的时候撞到了一个人, 这不抬头不要紧, 一抬头, 木质黎也愣了, 对方也愣了, 因为所来之人正是木质黎的大哥, 木启超。 木质黎也不废话, 立马便是离开了, 此地真不宜久留。 木启超看着家人离去的身影, 却是怅然若失, 刚才惊恐一瞥, 却已看清家人的面貌, 如此清雅的女子,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只可惜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 此女子是从诗会中出来的, 想必会有人认识吧, 想到这儿, 木启超便来了兴致, 赶忙走进去想要询问关于家人的事情, 可当她问苏玉和王天奇这件事的时候, 自然是惹得满头包, 两人谁也不愿意多说什么, 唉, 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嘛, 还是回去修炼吧, 到时候就光明正大的是人了, 木质黎看了看手上的伤, 拿出金疮药敷上, 唉, 出去玩一趟还得受伤, 嗯, 她才修炼不久, 而王若玲修炼的时间显然比她要长, 这一鞭子可是尽全力的, 她能接下来就已经不错了, 好在这段时间她的肉体强度比起以往要强上不少, 不然呢, 还不得皮开肉战了, 天二撇了撇嘴, 唉, 直接闪开不就好了, 虽说当时情况比较紧急, 但是以你的速度, 躲开应该也是可以的, 偏要应接, 听到这话, 木质黎却是黑黑一笑, 哼, 你懂什么, 这样的效果才震撼人心嘛, 你没看到那王若玲啊, 都被我吓傻了, 一巴掌扇过去, 怕一点躲闪的反应都没有, 可人家只是一巴掌, 疼也没有你的手伤得这样疼吧, 那怎么可能一样啊, 我伤了她的脸面, 让她丢了面子, 而我长了面子啊,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有时候脸面还是很重要的, 木质黎回去之后, 什么事都没干, 直接闭关了, 等她实力强起来, 就不会受这种伤了, 静下心来, 开始努力地吸收空气中的天力,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而木质黎却是发现, 她吸收天力的速度, 比起以前已经快了很多, 想来就是那些打通的经脉在起作用, 想到这儿, 她更是动力十足, 这样下去, 她修炼的速度可就快上很多了, 时间已然不多, 她得努力修炼, 追赶上他们, 经脉还没完全打通, 更不要说运行周期了, 现在的她, 根本连一个周期的运行都没尝试过, 修炼中的时间过得极快, 不知不觉中, 一夜便已经过去, 木质黎睁开眼睛, 将口中的浊气吐出, 吃了一点干粮, 又准备继续闭关了, 然而就在此时, 天煞古戒却是有一丝意念, 传入了木质黎的大脑, 二号大门已开启, 简单七个字, 却对木质黎充满了吸引力, 在听到这话之后, 木质黎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进入天煞古戒之中, 天儿依旧在等着她, 面上含笑, 恭喜你啦, 快去看看吧, 木质黎点头之后, 便立刻来到了二号大门的面前, 果不其然, 之前无法打开的大门, 此刻已经自动开启了, 赶忙走了进去, 这第二间房, 并不像第一间房那样空荡荡的, 相反, 里面的东西非常之多, 木质黎一看, 面上便狂洗起来, 因为二号房间中的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炼丹的方法, 以及各种丹方和效果, 哇塞, 木质黎得意的大笑, 来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开始学习炼丹了, 他最感兴趣的就是炼丹了, 不开心才怪呢, 拿起丹方看起来, 解读丹, 驱虫丹, 破例丹, 木质黎乐此不疲的看着各种丹方, 他知道, 这些丹方才是最为值钱的, 因为每个炼药师的丹方, 除了自己的弟子之外, 是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的, 而且一些高级的丹方, 就连弟子也不会告诉, 一张丹方若是拿出来卖的话, 那买的人绝对不少, 当然, 越是高级的丹方, 价格越高, 除了一些最为普通的丹方, 是大家都知道的之外, 其他的丹方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而这里的丹方这么多, 想来能和木质黎比得起丹方数目的人, 定然不会多, 木质黎若是能够成为药师的话, 那身份立刻会变得不同起来, 到那个时候, 就算他是修炼废柴, 木启超也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怠慢, 反倒是他的身份会比木启超尊贵, 在木家有一位药师, 而且是最低级的药师, 在木家的地位却是了不得了, 足以证明药师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在这里, 木质黎还看到了一些药剂的配置, 一般的药剂显然是无法跟丹药相比的, 但是木质黎看到这些药剂的效果却激动起来, 尤其是一种进驻药剂, 对他现在的修炼很有帮助, 将一部分丹方寄到自己的脑子中, 木质黎也发现了这里的丹方都是位于返品的丹方, 至于仙品的这里并没有, 怕是他的实力还没有达到可以获取仙品丹方的地步, 不过他也不在意, 现在能够获得这些返品丹方就已经很满足了, 出了天煞古戒之后, 天二则是和木质黎交谈起来, 喂,丫头, 二号大门里的东西是什么呀? 是丹方啊, 诶, 难道你当初跟我的不一样吗? 木质黎有些疑惑, 以天二的实力怕是都不知道打开了多少扇门了吧, 现在还问自己, 天二摇头? 不对, 当初我二号大门里啊, 并不是丹方, 因为我一直都不练丹, 这些对我也没有用, 看来天煞古戒大门里的东西还真是因人而异啊, 那你当初在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呀? 木质黎现在越来越觉得天煞古戒很神奇了, 真是一个宝贝呀, 哦, 是我们神兽修炼的一些特殊方法呀, 哦, 照你这么说的话, 天煞古戒中出现的东西, 都是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对吧, 那不就是说我可以成为一名药师了? 在天煞大陆, 药师可以说是万中无一, 之前木质黎也是担心自己在这方面没天赋, 听到这话, 天二的眼睛也是一亮, 嗯, 应该是的, 你呀, 可以试试, 啊, 那我先去买一些进住药剂的药材吧, 木质黎说做便做, 没有丝毫犹豫的便出了木质, 那家门, 依旧是上次的那家药材铺, 老板显然还记得木质黎, 一见到他便很热情地询问他需要什么, 木质黎将进住药剂所需要的药材通通爆了出来, 老板没有丝毫犹豫地帮木质黎抓起药来, 这些药材一共花了他两个金币的价格, 虽然不多, 但是木质黎想着自己指出不尽的钱袋也是有些郁闷, 不由再次看到柜子中的丹药, 问道, 哎, 老板, 这丹药得卖多少钱呢? 哦, 一百个金币, 哇, 一百个金币啊, 木质黎泽舌, 这可真贵呀, 而且还是这么最为低级普通的丹药, 这若是真贵一点的丹药还得了, 药师可真是赚钱, 哎, 老板, 再帮我扎些药材, 这些药材毫无疑问是一些低级丹药的药材了, 他若是炼制成功了, 就能大赚一笔了, 因为第一次炼制, 失败率肯定很高, 所以木质黎每种都买了五十份, 于是乎, 木质黎的钱袋中就只剩下两百个金币了, 电丹除了药材还不够, 还需要丹炉, 当木质黎从丹炉店出来的时候, 他就只剩下几十个金币了, 看着这些药材和丹炉, 木质黎肉疼啊, 难怪说药师都是钱堆起来的, 哎呀,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不就是几百个金币吗? 你至于吗? 天儿忍不住开口说道, 木质黎却是瞪了他一眼, 哎, 花的不是你的钱, 你当然不肉疼了, 我一共就这么点金币, 我是穷人, 你不肉疼的话, 你拿钱出来啊! 听到这话, 天儿无言以对, 他一神兽, 哪有什么钱呢? 木质黎回去了之后, 再次进入了天煞古界中, 准备从书本上了解炼药的步骤, 以及注意事项, 没想到那本书和第一个房间中的书一样, 自动翻页起来, 而且在翻完之后, 木质黎的面前便多了一副景象, 一个人炼丹的景象, 那人一边炼丹, 一边说着炼丹的步骤, 炼丹需要静心, 用你的零食去感受每一株药材的情况, 直到炼得精华, 这一切仿佛真的发生在木质黎的面前一样, 他全神贯注地注意着老人炼丹的每一个步骤, 以及他提醒的每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渐渐地便是看入审, 完全沉浸于其中, 当木质黎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后了, 虽然时间就这样流逝了, 但是木质黎却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在这三天中, 学到的只怕是别人三年都不一定能够学到的东西, 从天煞古戒中出来后, 木质黎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三天没吃还是很饿的, 吃完之后, 没有丝毫的犹豫便拿出了丹炉, 开始了炼丹, 这三天的时间内, 他一直在看着那位老人炼丹, 沉浸去之后便是体会到了许多炼丹的诀窍, 对于炼丹之事也算是入门了, 原本疑惑的炼丹过程现在在他的眼中已经非常的清晰, 只要自己亲自动手体会一番, 他有信心, 绝对能够成功。 控制好火后, 木质黎闭上双眼, 运用自己的零食去感受药材, 感受火力, 似乎将自身都与丹炉融为了一体, 半个时辰后, 木质黎才睁开了眼睛, 此时一敲炉盖, 炉盖便自己打开, 伸手一晃, 丹药便自己落入了他手中的白玉瓶里, 看了看其中的丹药, 丹药此时正散发出浓郁的丹香, 在一旁看了半天的天儿, 也忍不住惊讶的。 哇, 第一次连弹就成功了, 看不出来你丫头还挺有天赋的。 难得看到天儿惊讶, 木质黎自然不能放过。 呸, 什么叫天赋啊, 我就是一天才要是好吗? 每件事他都比不过天儿, 现在总有一样是天儿比不过他的, 当然要好好地炫耀一番了。 见木质黎得意的模样, 天儿也不介意, 连帮问道, 哎, 炼出了几颗弹药, 快给我瞧瞧。 这一激动啊, 天儿的本体竟然出来了, 把木质黎给吓了一跳。 好在这本体啊, 不是真实的。 天儿拿过木质黎手上的白玉瓶, 连声说道, 哇, 好家伙, 第一次炼丹就炼出了三颗, 而且这色泽以及饱满程度, 怕是都快接近二瓶直血丹了吧。 每个人的炼丹手法都不同, 炼出的丹药自然有上下品之分, 同样的药材在药室和药师的手上炼制出的丹药是不同的, 药师能够炼制出二品丹药, 而药师只能够炼制出一品丹药。 一般人刚开始炼药只能够算是个药桶, 不过按照天儿的看法, 木质黎怕是直接越过了药桶成为药室了吧, 而且呀, 还不是普通药室, 是距离药师最近的药室啊。 谁知道木质黎却是叹了口气, 哎, 我还以为啊能够多炼制出几颗呢, 没想到就三颗, 哎, 我还是继续炼吧, 总感觉啊, 经过自己炼制之后, 有一种观摩所没有的感觉。 他可是看到那老人炼丹的时候, 炼出来的丹药都能装满整个白玉瓶呢, 只能说他的材料利用率差呀。 听到木质黎的话, 天儿有种想抽他的冲动, 多少人浪费了众多的药材, 一颗丹药都炼制不出来, 这丫头倒好, 炼制出了三颗还不满足, 不过看着他那感兴趣的模样也就沉默了, 炼丹最需要的是安静的环境。 接下来的七天时间里, 木质黎从没歇息过, 炼丹累了便是坐下来修炼, 修炼一番便神清气爽, 然后继续炼制。 七天后, 木质黎看着放在自己身旁的六个白玉瓶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我赚了我赚了, 我赚大方了。 木质黎的眼睛都变成了钞票的符号, 这些都是钱呢。 一颗一百金币, 这里有六瓶, 一瓶里得有十几颗, 那也就是说, 哈哈哈哈哈哈。 天儿被木质黎的笑声惊动, 看到木质黎抱着几个白玉瓶大笑的模样, 他也是一脸无奈, 若是别人见到啊, 还以为他是疯癫了呢。 哎, 不就是赚了点钱吗, 你至于吗? 当初啊, 不知道是谁摆了点药材和炉顶, 就心里疼肚里疼的。 现在好了。 木质黎瞪了天儿一眼, 义正言辞地道, 去去去, 你知道什么? 你体会过穷人的痛苦吗? 你又不是人, 现在也不需要吃饭, 我可不行啊, 我呀, 得去赶快把这些丹药卖了, 这样一来, 我的钱袋又鼓起来了, 我也能够安心地回来修炼, 这没钱傍身啊, 始终是难受得很。 玄机, 木质黎便是一脸高兴地出去了。 来到罗天城的丹药坊, 丹药坊在罗天城极具名气, 几乎每个城都有一个, 毕竟天玄大陆上需要丹药的人极多, 虽说平民的买不起, 但是这却是富人们时常需要的。 站在丹药坊的门口, 木质黎按探果然不一般, 光是这门槛都是其他店铺的数倍了, 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庄严大气, 大门两旁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 想来丹药坊的打手都是打通了八九十条经脉的人, 距离先天境界可是不远了, 可是在这里只是用来看大门的, 足以见证了丹药坊的底蕴, 此时丹药坊中也有不少人在看着丹药, 木质里一扫,果不其然, 这里柜台中放置着浑原饱满的各种丹药, 心道, 若是抢劫这里的话, 怕是发财了, 但也只是一想, 要知道这丹药坊可是皇族开的, 有谁敢跟国家造反不成? 诶,这位姑娘, 请问您需要买些什么? 一位年轻的小伙儿看着木质里问道, 双目成澈, 并没有因为木质里的美貌而露出不雅的神态, 倒是让木质里看高不少。 哦,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我是来卖东西的。 哦, 那不知道姑娘要卖些什么呢? 我们丹药坊只收购药材丹药、丹药、丹方和炉顶。 小伙儿好心地提醒道, 丹药坊只出售, 也只接受与丹药相关的东西, 这一点从店铺的名字中便是能够看出来的。 哦, 我是来卖丹药的, 木质里开门见山。 哦, 听到木质里的话, 小伙儿有些惊讶。 丹药坊并不是无人来售卖丹药,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些年纪颇大的老头, 这么年轻的姑娘倒是少见, 不过小伙儿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哦, 不知道姑娘要卖什么丹药, 拿出来看看可以吗? 哦, 只是一些低借的丹药。 木质里一边说, 一边将六个白玉瓶都给拿了出来。 小伙儿一看木质里拿出的六个白玉瓶, 也是心生奇怪。 拿起一个白玉瓶打开瓶塞, 就愣住了, 这里面足有十几颗丹药, 而这里有六个白玉瓶, 这未免也太多了一些吧。 在丹药坊工作了这么久,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拿这么多丹药来出售的, 平时遇到的也不过就一个两个丹药而已。 这姑娘真是吓死人补偿命啊。 将白玉瓶放下, 小伙儿看着木质里道, 姑娘, 这数目比较大, 我做不了主, 请您稍等片刻可以吗? 见木质里点头, 小伙儿快步朝着内堂走去, 很快, 一名五十岁年纪的老人便随他一同出来了。 老人虽说年纪不小, 但是精神抖擞, 尤其是双目中的金光, 让人不敢小觑啊。 啊, 姑娘, 这些丹药你都要出售吗? 木质里点头道, 没错, 这些丹药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用处, 当然是一起出售的了。 老人打开白玉瓶, 惊讶地发现每一颗丹药都是上品, 而且圆润无瑕疵, 看向木质里的眼中也多了一丝探究, 能炼出这丹药的人可不容易啊, 难道是面前的姑娘吗? 可是年纪似乎又太小了些, 不过他却认定, 即使不是木质里也是跟木质里关系极好之人, 既然如此, 自然是不能得罪的。 哦, 姑娘, 这些丹药老夫全部收够了, 每颗一百五十个金币的价格, 你觉得如何呀? 听到这个价格, 木质里心里一喜, 自然不会拒绝, 他原本以为每颗一百金币呢, 没想到对方开价竟然是一百五十个金币。 当木质里出了丹药坊的门之后, 他的钱袋已经再次鼓起来了, 他现在拥有的是一万五千个金币, 也算是颇有资本了, 木家一般的子弟还真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当然, 木启超那些人就是例外了。 出了丹药坊的门, 木质里便去了药材铺再次购买了药材, 这次买药材花的钱比上次可是要多不少, 然而木质里的面上却没有丝毫肉疼的模样。 看到天儿那副鄙视的表情, 木质里毫不在意地笑着道, 哼, 有钱了, 出手也大方点。 有了钱, 自然是将需要的东西都给买一通了, 顺手买了几件衣服, 把包了一些吃的, 这才回到了木府。 回到了自己的屋子之后, 木质里便开始专心地研究起自己现在极为需要的进铸药剂。 炼制药剂比丹药要简单得多, 一般药童便可以炼制。 当然, 药剂的价格与丹药也是天壤之别, 经过几番动手之后, 木质里看着自己手上那放置在玻璃瓶中的紫色药剂,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看起来着实漂亮得很。 将进铸药剂倒入了早就已经准备好的木桶中, 很快, 澄清的水便是变成了通透晶莹的紫色, 木质里脱了衣服便泡了进去, 闭上了双眼开始修炼。 果不其然, 在这进铸药剂的帮助下, 木质里只觉得自己周围的天力变得异常浓郁, 丝丝天力以极快的速度通过皮肤进入自己的体内,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木质里的修炼可谓是一日千里。 闭关, 此时再次开始,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 木质里从水桶中出来, 此刻水中的紫色已经尽数消散, 剩下的真是透明的清水了。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他已经是第四次用光进驻药剂了, 不过他的进步也是喜人的, 因为他已经打通了107条经脉, 只剩下一条经脉没有打通了, 其实半个月前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半个月之后还是这样。 哎, 这最后一条经脉可真是难以打通啊。 木质里不禁感叹, 半个月的时间连一条经脉都无法打通, 然而天儿的眼里却是露出了一丝笑意, 木质里不知道原因, 他可是知道的, 不过他要让木质里自己知道惊讶一番才行。 最后一条经脉啊, 本来就是最难打通的, 相当于前面的107条经脉相加起来的难度, 逆天心法如此强大, 自然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哦。 木质里自然知道天儿是在叫他不要急躁, 这一点他当然知道。 放心吧, 天儿, 我不会急于求成的。 其实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最近一段日子里, 他便能够成功打通了, 现在只是差那么一点, 或许这样一直闭关, 对此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 不如换一种方式吧。 木质里的这段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平静的, 在别人的眼里可以说是无人问津, 但是在木质里看来却是很安静, 他需要现在的这种环境。 走出了院子, 木质里朝着练武场走去, 此时韩墨应该还在那儿练功, 他正好去见见, 已经几个月不曾见过韩墨了。 木家练武场是在后山专门开辟的一个范围极大的场地, 足以容纳上万人不成问题, 他只来过一次练武场, 在这里却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从那之后, 他便再不曾来过这里。 再次来到这里, 木质里却是抛开了以往的自卑感, 相反的, 他充满了自信, 他相信在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 他会超越那些曾经践踏于他的人。 木质离距离练武场的距离并不是很远, 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他便来到了练武场, 此时练武场上有上百名木家子弟正在进行训练, 都是在练习他们的武技, 远处便可以听到他们的呐喊之声。 听到这样的声音, 真是让人精神一振的, 他也是有心想要学习武技的, 在天煞古界的第一个房间中, 他再次进去过, 三本书其中一本便是武技, 但是这武技却是让木质离有些捉摸不透, 武技的名字是万元归一, 木质离休息了好一段时间, 但是这万元归一的武技, 竟然没有一丝关于武斗方面的内容, 反而更像是一种心法, 研习了这么久, 他连一点武斗的技巧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便是到练武场上来看看, 说不定会有一些收获, 木质离刚出现, 众人的目光便齐刷刷地落在他的身上, 毕竟木质离在穆家可以说是极为出名的人物, 不过是负面人物罢了, 见到他出现, 在场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或嘲讽或计较的表情, 唯独没有欢迎这样的正面情绪, 穆罕默也注意到了穆芷离, 眼中满是惊讶, 显然没有想到穆芷离会到这里来, 三个月前, 他告诉自己要闭关之后便是再也没有露面过, 他也不曾去打扰, 三个月之后再见, 穆罕默发现穆芷离比起以前要好看了不少, 居起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 长相还是一样啊, 脸上的暗纹还是那样的猙獰, 但是他就是觉得比以前好看了, 想不出原因, 穆罕默也就不想了, 反正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吗? 几个月不见, 他还真有几分想念呢, 现在的穆芷离不像以前那般瘦弱了, 皮肤也变成了健康的红润, 他打从心底里面高兴, 穆芷离见穆罕默朝着他笑, 脸上也不由地露出了一抹笑容, 每次看到穆罕默, 他都会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因为没有人真心待他, 所以这份温暖才显得异常的珍贵吧, 然而, 这种时候总会有不长眼的人出现破坏气氛, 哇, 这个丑八怪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看着真是倒胃口啊, 哼, 难道他还想来学习武技不成, 谁不知道他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啊, 跑到这儿来, 简直就是自举其主, 哎哟, 估计是看我们平时训练的太无聊喽, 来给我们送乐子了吧, 哈哈哈哈, 哎, 我看哪, 我一个手指头, 就能把他打到地上爬不起来, 一句句句嘲讽的话语传入穆纸离的耳中, 他的面色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对于那些话恍若未闻, 听到众人的话, 穆罕默也是皱起了眉头, 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 他也知道让这些人闭嘴是不可能的, 既然纸离不理会他们, 他也不准备理会, 走到穆纸离的身旁说道, 纸离,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闭关结束了吗? 他觉得最近这段时间, 纸离的身上多了不少秘密, 如果无法修炼的话, 那闭关是为了什么呢? 嗯, 算是结束了吧, 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今天刚出关, 所以来看看你。 穆纸离的脸上竟是柔和的笑容, 在这诺大的穆家, 他只将穆罕默视为自己唯一的亲人, 我还不是那样, 距离家族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大家这段时间都练习得很刻苦, 我娘也是天天催着我练, 希望到时候能够有好的表现。 说到这儿, 穆罕默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喜意。 哎, 如果我到时候表现好的话, 就可以保护你了, 想到上次见家主之前, 他那束手无力的状况, 他就无法释怀,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真的让人抓狂, 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幸好上次纸离并没有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 听到这话, 穆纸离只觉得倍感温暖, 无论将来如何, 穆罕默有这份心对他而言就已经足够了。 从怀中拿出一个白玉瓶递给穆罕默, 穆纸离说道, 这个给你。 看着手中的白玉瓶, 穆罕默的脸上有些许疑惑, 然而打开瓶塞看了之后, 他的眼里布满了震惊, 忙将瓶塞塞好以防别人看见, 将穆纸离拉到了一旁。 穆纸离, 你怎么会有丹药, 这可价值不菲啊。 他还记得当初穆启超的奖励是一颗丹药, 惹得多少人羡慕啊, 可是穆纸离竟然给了他一瓶, 这未免也太夸张了一些吧。 见状, 穆纸离却是一笑, 送给你的, 今天我来也是想要学习武技的。 见穆纸离转移话题, 穆罕默也就顺势不再问, 学习武技? 学习武技的话, 一定要达到后天境界才可以。 你…… 穆纸离点头道, 我已经达到后天境界了。 虽然穆罕默早就猜到了, 但是被穆纸离亲口承认, 他还是忍不住惊讶一番, 似乎这些日子里, 纸离的变化太大了一些, 穆才得死。 面对家主时的波澜不惊, 到现在的步入后天境界, 还送给他这么多的丹药, 一切的一切都表明着穆纸离跟以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穆纸离走到武叔的面前道, 武叔, 我也要学习武技。 武叔看着穆纸离沉默了片刻道, 纸离, 你应该知道, 只有步入后天境界才可以学习武技。 武叔当初与穆纸离的父亲关系很好, 所以对穆纸离也不坏。 我现在已经步入后天境界了。 此话一出, 其他的子弟们却是哈哈大笑起来。 我没听错吧, 这个废物竟然说他步入后天境界了。 谁不知道他的丹田有问题啊, 吸收不了天力, 怎么可能步入后天境界? 就是, 他要是步入后天境界的话, 我早就是先天高手了。 哼, 你们胡说些什么? 智离说他步入后天境界就是步入了, 你们不也就是后天境界吗? 有什么资格笑智离? 穆寒默忍不住开口骂道, 众人没想到穆寒默竟然会骂他们。 穆少修回骂道, 好你个穆寒默, 为了这么个废物出头, 是脑子坏了吧? 我告诉你, 要么你就乖乖地别说话, 不然你以后就跟那个废物一起挨骂吧。 你, 你是个什么东西, 一口一个废物的! 穆寒默冲上去, 便是和穆少修牛打起来。 穆少修, 穆家嫡系六少爷, 比起穆启超也不过大几个月而已, 不过他是跟着穆启超身后的, 穆寺离得罪了穆启超, 他自然要想办法对付穆寺离了。 穆启超已经跟他打过招呼, 家族大会的时候, 尽全力对付穆寺离, 此时见穆寒默竟然跟他叫板, 他当然不会退让。 这两人的实力本就差不多, 此时武技的作用便是显露了出来, 只见穆寒默双手诡异的波动, 仿佛水中波纹一般, 有着绵绵不绝之事。 穆少修则是恰恰相反, 他使用的是猎羊掌, 一拳一掌之间带有无法匹敌的气景。 一揉一缸, 众人只听着阵阵呼啸之声, 这也是穆寺离第一次见到别人使用武技, 威力当真不一般。 一时间, 两人竟不相上下, 然而穆寺离却是惊奇地发现了一件事。 从他们的拳脚之间, 他觉得自己竟然对这两种武技有了极深的理解, 似乎已经全然了解了这两种武技的要点以及精髓所在。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 仿佛早就会了一般的无师自通, 虽然从来未见过那武技秘籍, 但是他却觉得自己懂了, 越是看下去, 越是惊觉自己对武技的觉悟。 不知不觉中, 穆寺离的左手便跟穆寒墨一样诡异地波动起来, 隐隐间还能够听到阵阵流水声, 而他似乎沉入了一种异境, 他的右手则是握起了拳头, 一阵阵刚烈的火焰炸响从中传出, 他竟然同时模拟出了两种武技。 其他的子弟都注意着两人的打斗, 倒是没有注意木质离, 只是武叔却发现了, 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一时间同时施展两种武技, 这在他看来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 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这下子他相信穆寺离已经进入后天境界了, 他记得穆寺离从来不曾学过这两门武技, 那么他是如何会的? 顺着穆寺离的目光看去, 穆寒墨和穆少修两人使用的武技不正是这两种吗? 一种不可置信的想法在武叔的脑海中生起, 难道他是看了他们两人施展之后就自己会了吗? 武叔极力地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脑海中又忍不住想,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他根本就找不到其他的原因。 穆寺离沉浸在这种感觉中, 只觉得一切都变得空灵起来, 他的脑海里只有两种景物, 水和火, 完全相反的两种极致却被他融合在了一起, 突然, 穆寺离发现了自己不正是在运用万元皈依中的心法吗? 没错, 此时的他才知道万元皈依虽然皈属于武技, 但却像一部心法一样, 心中不断重复着万元皈依的法觉, 果不其然, 这融合的速度快了很多, 更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难道万元皈依这武技可以将其他的武技融合起来不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武技该有多强大? 取多部武技的精髓部分, 将其融合, 其威力必定远远超过那些单一的武技, 穆寺离知道, 自己真的是找到宝了, 万元皈依, 这皈依二字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 难怪他可以与逆天心法这样强大的心法放在一起, 第一间房中的三本书都是宝贝呀。 穆寒墨的一声闷哼, 将穆纸离从这样的状态中惊醒过来, 朝着人群中央看去, 穆寒墨被穆少修那带着无法匹敌气劲的拳头击中, 倒在了地上, 不过他很快便站了起来, 嘴角更是溢出了一丝鲜血, 显然已经受了内伤, 穆少修, 你背后偷袭算什么本事? 穆寒墨怒声道, 刚才就在自己找到穆少修的漏洞时, 穆少巡竟然从背后突然偷袭了自己, 将自己朝着穆少修推去, 也正因此才被穆少修结结实实的一拳打在了胸口。 穆少修可是不遗余力啊, 这一拳头的威力可是不小, 拳头上那炙热的天力已经让他受了内伤, 接下来不就是胜负已分了吗? 听到这话, 穆少巡却是不屑的道, 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你了, 什么叫背后偷袭啊? 你自己实力不济, 比不过我哥哥就承认, 少拿我当垫背。 穆少巡颠倒黑白的话语, 让穆涵默可是气得不轻, 这个穆少巡是穆少修的亲弟弟, 穆家嫡系八少爷, 与穆少修一样是穆启超的人, 两人平时就喜欢仗势欺人, 这种背后偷袭的事情更是轻车熟路。 见穆涵默受了伤, 穆少修自然是乘胜追击, 招式一个比一个凛利, 似乎想要将穆涵默给打废了一半。 穆涵默忍着胸口的剧痛对抗着, 但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再下去穆涵默一定不是穆少修的对手。 突然,穆少修见到了一个穆涵默的空门, 一拳头击向穆涵默的手肘, 毫无疑问, 若是这一拳被击中的话, 穆涵默的手怕是要断了。 见状, 武叔连忙出声阻止, 住手! 然而穆少修对这两个字却冲耳不闻, 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好机会, 他已经决定了下狠手。 穆涵默年纪比他还要小一点, 但是他的实力却比自己还要强一些, 如果费了他的手, 那么家族大会上他的实力一定会大大的减弱, 到时候自己的机会也就更大了。 所以, 他决定装作听不到, 动手再说, 到时候大不了就是道歉, 惩罚一番。 两者相比之下, 他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就在所有人以为穆涵默的手就要废掉的时候, 一只牵牵玉手将这一拳头给挡住了, 带着无法匹敌力量的拳头, 就这么轻飘飘地被挡下来了, 仿佛那拳头不具有任何力量一般。 关键时刻, 穆罕默见自己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纤细的身影, 穆指离。 穆少修尽自己自信的一拳头就这样被挡下, 脸上布满了震惊以及不可置信, 穆指离嘴角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只是这笑容与眼底的阴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你找死? 清冷的三个字从穆指离的口中传出, 众人只觉得此时的穆指离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高贵的气息, 就连面上的暗闻也被忽略不计了。 他穆指离绝对不允许别人伤害自己在乎的人, 任何人都不行。 闻言, 穆少修却是冷笑。 哼, 就凭你这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说我找死? 就凭我能接下你这一拳头。 穆少修一愣, 没错, 穆指离如何能接下自己这全力的一击? 然而穆指离是没有时间陪他发愣的, 一拳头就直接攻向穆少修的面门。 对于穆指离的这一拳头, 众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 很柔, 如同水一般的幽远绵长, 但是他又很刚烈, 犹如猎羊一般充满了炙热的能量, 但却好像他们本身就是一体的那般, 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便是到达了穆少修的面前。 当穆少修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忙举起手来挡住自己的面门, 穆指离却是方向一转, 弓向了穆少修的手肘。 既然他想要废了韩墨的手, 那么他就废了穆少修的手。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在这寂静的环境中显得那般清晰, 众人的眼睛都瞪得老大, 他们看到了什么? 废物竟然将穆少修的手给废了。 如果是听说的话, 他们只会认为是天方夜谭, 但是此时却是他们亲眼所见的, 这废物何时变得这么厉害? 啊! 穆少修的惨叫声起, 看着自己流血不止的右手, 他的眼中尽是恨意。 废物, 你给我等着, 我要你付出代价! 你死定了, 敢伤害我哥, 等死吧你! 穆少巡也是开口道, 听到这话, 穆指离却是毫不在意地看着两人道, 我等着, 玄介里也不理两人, 一脸关心地看着穆罕默问道, 罕默, 你还好吗? 此时穆罕默的脸色苍白, 看起来情况绝对不乐观。 武叔走了过来, 一脸的愤怒, 简直就是胡闹, 快去找钥匙! 穆少修和穆罕默两人, 都是很有修炼天赋的人, 尤其是穆罕默, 如果受了什么伤, 到时候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可惜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速度快的他来不及阻止, 只希望他们不要出什么事就好, 穆指离原本是准备自己替寒默治疗的, 但是武叔在场的话, 他也不好说什么, 也就跟在他们身后去找钥匙了。 穆家唯一的钥匙住在一处极为奢华的院落中, 整个穆家都将其敬为上宾, 就算是穆启超在钥匙面前也是恭恭敬敬的, 因为钥匙的身份就已经让他拥有了这一切。 正好, 他穆指离也想要知道这钥匙的实力究竟有多少。 五人快速地朝着钥匙的地方走去, 其实并不是只有钥匙才能治病, 治疗一些简单病症的人称之为医师, 他们并不会炼丹, 所以身份是远远无法与钥匙相比的。 穆寒默穆少修身为穆家两名颇受重视的嫡系子弟, 武叔自然要保险为上, 带他们来看钥匙了。 很快, 众人便抵达了钥匙住的地方, 穆指离细意打量, 当真华丽无比, 怕是能够跟家主的住所相媲美了。 当然, 这也是穆指离并没有去过家主的院子, 瞎猜而已。 李钥匙! 武叔站在门外喊了一声, 很快便有婢女开了门, 五人走了进去, 只见主位上坐着一名身穿青色锦袍的 约摸四十年纪的男子, 大富贫贫的模样, 想来在穆家过得很不错。 见他们来了, 李清风并没有起身, 神情巨傲地看着几个人道,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武叔行了一礼道, 李钥匙, 今日练武时, 韩默和少修两人鄙视受伤, 还希望李钥匙能够帮忙治疗一番。 闻言, 李钥匙看着几人, 有些不耐烦的道。 好吧, 我来看看。 毕竟他炼丹的药材之类都是穆家扶持, 待在穆家怎么说也得做点事不是? 李钥匙救治的时候, 原本是穆罕默先进行治疗的, 但是穆少修朝着穆罕默冷哼了一声, 而穆少巡更是直接将穆罕默给挤到了一边, 穆只离正准备说话, 但是穆罕默却是阻止了他。 李钥匙讨厌人大吵大闹的, 如果在这里争执起来, 李钥匙估计就不会帮他们治疗, 而是将他们赶走了。 穆只离站在一旁, 看着李钥匙替他治疗手的时候, 眉头也是皱了起来, 因为李钥匙先是拿了一枚煤秋丹给他扶下, 然后便是大致地帮他包扎起了手臂, 这手臂这么包扎能好吗? 煤秋丹, 快速治愈人体的伤害, 使其自动愈合, 这还是穆只离第一次见到这煤秋丹, 之前在看丹方的时候看到过, 不过还不曾炼制过。 煤秋丹, 之所以取名为煤秋丹, 是因为其丹药的形状很像一朵梅花, 看起来很是漂亮。 在穆只离心生疑惑的时候, 其他人却没有自豪的反应, 好像事情原本就应该这样, 可是在穆只离看来, 这样的救治方法, 这手臂就算是好了, 也一定会有后遗症啊。 他现在作为一名药师, 很清楚这煤秋丹的效果, 一品煤秋丹是无法完全治愈的, 除非是五品煤秋丹才可以。 李药师治疗穆罕默的时候就更简单了, 直接递给穆罕默一枚疗内丹就结束了, 疗内丹的作用便是治疗内伤。 已经好了, 你们走吧。 李药师挥了挥手, 武叔盲道谢道, 啊, 多谢李药师了。 玄机带着大家一起离开了, 在分开后, 穆少修对穆只离说了狠话, 他会将这件事告诉家主, 一定会让穆只离吃不了兜着走。 穆只离却是根本不理会, 武叔他们离开之后, 就只剩下穆只离和穆罕默了, 穆只离忍不住问道, 韩默, 刚才李药师就是穆少修的手时, 就那样包扎, 那手能好吗? 哎, 肯定是不能全好的, 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但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啊, 所有人都知道, 一旦手断了, 即使吃丹药也无法完全治愈好, 除非是非常高级的丹药, 可是那丹药有多难得呀, 我这内伤还好些, 可以治好。 穆罕默开口道, 只是眉宇之间是抹不去的担忧。 文言, 穆只离愣了, 他真不知道这一点, 因为以前的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药师, 就连医师也没有见到过, 难道说天旋大陆的人只会救治内伤, 而身体上的损伤却无法治愈吗? 这未免太奇特了一些。 穆只离虽然心里觉得这件事很不可置信, 但是穆罕默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他似乎找到了自己将来可能发展的一个方向, 其他人无法完全治愈好, 但是他可以啊。 唉, 只离, 你把穆少修的手打断了, 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都是我不好, 到时候如果家主责怪的话, 就说是我的责任好了。 穆只离摇了摇头道, 韩默, 你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反正他现在是没什么好怕的。 穆只离虽然这么说, 穆韩默却是认为他只是安慰自己, 心中已经决定到时候一定要跟家主说清楚状况, 绝对不能让只离因为自己而受罚。 穆少修办事还是很有效率的, 下午, 穆只离便被喊到了家主院子去了, 到了之后, 穆只离便见到了穆少修, 穆少修以及他们的娘亲, 还有韩默以及韩默的娘亲。 家主, 这件事你可一定要为少修做主啊! 穆少修的娘亲一脸委屈地说道, 穆只离, 今天你将少修的手打断了,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穆秦立一脸严肃, 阴沉着脸问道, 穆只离却是一脸的淡然, 仿佛没有感到屋内紧张的气氛。 今日切磋的时候, 不小心出了意外, 此话一出, 穆少修忙反不道, 你胡说, 你就是故意废了我的手! 早上穆只离明明就是故意的, 你和我无言无仇, 我为何要废你的手? 因为我要废穆还墨的手, 所以你就废了我的手! 穆少修一时被气昏了, 连真相都说了出来, 在说出来之后, 便是一脸惊恐地看着家主, 心中懊悔不已, 其娘亲的面色也是立马难看了起来, 心中感慨, 怎么生了这么一个蠢儿子, 被那丫头一个激将法, 就将真话给说出来了, 这下还怎么撞受害者呀? 听到这话, 穆只离心中也是暗笑, 这个穆少修也是个心机不深的人, 否则哪那么容易上当呀? 家主, 穆少修的话你都听到了? 家主, 少修年纪小, 说话不知分寸, 他怎么会伤害寒墨呢? 可是这次, 是这穆只离将少修的手给打断了呀, 谁都知道这手一旦打断了, 可就无法彻底地好起来呀, 这事你说怎么办呢? 穆琴丽将这一切都收入眼底, 心中对穆只离的聪明也是带着几分赞赏, 短短几句话便可以达到如此的效果, 而穆只离则是期待对于这件事, 穆琴丽会如何处理, 惩罚他吗? 那么穆少修呢? 正当这时, 大长老和二长老也是闻讯赶来了, 这几个月里, 穆只离一直都没什么动静, 今天听到他打伤人, 自然要过来看看。 穆琴丽看了两人一眼, 并没有说话, 他们两人一直以来都对穆只离有偏见, 想来这次也是抱着让穆只离受罚的心态来的。 穆琴丽看着穆少修的娘亲说道, 少修意图打断韩墨的手, 这是他自己承认的, 同时家族中人竟然会有如此想法, 本应该严惩, 但是看在韩墨没有受伤, 而且身上有伤的份上, 就惩罚你闭门思过一个月, 一个月内不许出院子。 闻言, 穆少修看了看家主, 却是不敢说话, 幸好只是闭门思过。 至于穆只离, 你虽然是为了救穆寒墨, 但是下手不知分寸, 对穆少修的将来产生极大的影响, 就罚你向穆少修道歉, 跪在祠堂内好好反省。 不带穆只离说话, 穆少修的娘亲以及长老们都是一起开口喊道, 家主! 嗯? 也没有什么意见。 大长老开口道, 穆家一向禁止私道, 穆只离更是蓄意费了少修的手, 如此藐视家族规定, 怎么处罚得这么轻? 听到大长老的话, 穆只离的眼中浮现一抹冷笑, 怜名待姓地喊他, 很明显没有将他当作自家人, 穆勤立眉角微微上挑, 那依你们的看法, 此事应如何处理? 要我说,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二长老率先开口道, 穆少修的娘亲闻言一喜, 对, 除非把穆只离的手给废了, 否则我们不服气。 对, 我也是这么认为, 如此一来, 对其他子弟也会有警示作用。 大长老嘴角带着一抹冷笑看着穆只离, 穆只离仰起脸面, 露出不屑地看着大长老, 扯动的嘴角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他对大长老的嘲讽。 大长老, 你这般说对我是否太不公平了一些? 穆勤韬见穆只离这番表情, 顿时更加生气, 活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见过哪个小辈敢嘲讽他。 哼, 怎么不公平了? 你违反家规, 伤害亲人, 不尊敬长辈, 更何况少修的手被你弄成那样, 你不觉得这些惩处是理所当然的吗? 穆勤韬步步紧逼, 原本一件小事硬生生地被他给扣上这么大的罪名。 大长老不用给我扣那么大的帽子, 我还真承担不起。 违反家规, 你说不允许私斗? 此次私斗并非我先动手, 就算有人违反家规, 那手当其冲的也不是我吧? 伤害亲人, 就是鄙视有受伤的风险, 若是这点风险都承担不起, 穆家人还练什么武啊? 不尊敬长辈,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不尊重家主了? 穆子狸不慌不忙地缓缓说道, 双目直视穆勤韬, 不知为何, 穆勤韬看着穆子狸, 此时竟有种不敢正视的感觉, 愣了一会儿不曾说话, 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是勃然大怒, 自己竟然被一个小辈给唬住了, 这简直就是七尺大辱, 哼, 照你这么说, 难道此事你一点过错都没有吗? 这番话亏你能够说得出来, 简直就是朽目不可刁眼, 总之你将少修的手弄成这样, 一定要接受严厉的惩罚, 除非你能够将少修的手给治好。 大长老, 你也实在太不讲道理了一些, 难道所有的事, 都是你说了算吗? 穆子狸的眼中浮现出一抹脚侠, 自己的权利受到挑衅, 穆勤涛免不了气血上涌, 当下也不思考, 立马回答道, 当然是我说了算, 我说你得受惩罚, 你就必须得受惩罚。 穆子狸却是笑了, 大长老好大的能耐呀, 连家主的意见都不管不顾的, 真是让人惊叹呀。 穆勤涛这才醒悟过来, 想起家主还一直坐在那儿不曾发话呢, 刚才自己所说的那番话, 会不会被视为对家主权威的挑衅呢? 想到这儿, 穆勤涛的面色也是有几分难看。 家主! 穆勤涛喊道,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解释一番, 穆勤涛却是做了个手势让他别说话, 穆子狸两次使用的都是激将法, 偏偏两人都中招了, 不得不承认穆子狸很了解他们的性格弱点。 穆勤涛这几年来做事越来越过分, 对于自己的决定往往和二长老提出异议, 原本看在一家人的份上, 他都忍了, 但是看着这愈演愈烈的趋势, 他觉得需要敲一敲他们的警钟, 让他们知道自己才是这个家的家主。 大长老, 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决定, 你觉得你的决定比我的决定要好吗? 穆勤涛面色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说出来的话让穆勤涛心里大惊。 啊, 家主,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看到穆勤涛的状况, 穆勤涛也是开口了。 家主, 你的决定我们当然尊重的, 只是觉得这样的处罚太轻了, 怕是不能服众啊, 若是将来每个子弟被打伤了, 都只是处罚道歉, 跪此堂的话, 那家族岂不是乱了? 啊, 我和大长老并没有反驳你的意思, 只是适当地提提意见, 希望家主能够采纳。 二长老的这番话说得十分有水平, 一方面说出他们并没有不尊重家主的意思, 另一方面又在暗中施压。 若是穆勤涛不采纳的话, 他们就可以说家主专制, 对于长老的意见根本不听, 若是他们两个人蓄意挑拨的话, 怕是很快便是能够在长老之间引起纠纷。 此时此刻, 穆芷离才明白原来作为家主也是有很多无奈的, 说实话, 他对穆勤力倒是不怎么讨厌, 他并没有向他所想的嫌恶地对待自己, 相反的, 穆芷离觉得家主对他似乎还挺不错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就是有一种感觉。 你们是说我寻思吗? 穆芷离一拍桌子愤怒道, 看来他有必要好好对家族内部整顿一番了, 否则他这个家主岂不是要越来越没有权威了? 我们并没有这么说, 还希望家主不要误解。 二长老微微弯腰, 行了一礼说道, 其动作显示出他对家主的尊敬, 他恨穆芷离, 每每看到穆芷离他都会想起自己的断臂之恨, 所以巴不得穆芷离被惩罚, 处死最好。 将穆芷离的手废了, 他可以让李耀师不替他救治, 如此一来, 穆芷离就和自己一样了, 让他体会断臂之痛, 所以他很希望穆芷离受到这样的处罚。 大长老二长老, 你们的意思就是除非我有办法治好穆少兄的手, 否则就必须自费右手是吗? 穆芷离挑眉说道, 不知道为何, 他不希望为穆芹离带来麻烦, 或许对于这个爷爷他还有亲情, 哼, 没错, 你是不可能治好他的, 所以还是快点自费右手吧。 二长老二长老的眼中已经开始闪烁出兴奋的光芒, 然而听到穆芷离的话, 他却是愣住了, 行, 我会治。 此话一出, 整个画面仿佛定格了一般, 没有一个人说话, 就连穆罕默此刻也是历脸的不可置信。 半傻, 穆芹涛反应过来后, 哈哈大笑, 哈哈, 你会治, 开什么玩笑? 唉, 果然还是一个孩子呀, 大言不惭的性格, 也不知道是跟谁学来的。 穆芹华也是孝道, 显然,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穆芷离的话, 的确, 穆芷离这番话在罗天城几乎可以说没有人会相信, 治疗手伤的人不是没有, 只有能够炼制无品丹药的药宗才可以, 穆芷离可能是药宗吗? 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穆芹涛看向穆芷离的眼中也是有一抹疑惑, 要说他一直都认为穆芷离是个做事很有把握的人, 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发现穆芷离做事的时候都是已经想好了对策的, 可是这件事, 就算他很相信穆芷离, 还是觉得有些困难, 与众人不一样的是穆罕默的眼中充斥得尽是相信, 只要是芷离说出的话, 他就相信, 虽然他不知道在芷离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不可否认, 这些日子以来, 芷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原本无法修炼的他, 现在可以轻松地打败穆少修, 连月银都没有的他, 现在竟然可以拿出那么多的丹药, 甚至于他怀疑木材的死也是和芷离有关系的, 饶是如此, 那又怎么样了, 他穆罕默只要知道面前的芷离还是以前的芷离, 他们的关系还是那样, 就够了, 正如小时候那抹倔强的身影挡在自己的面前时, 今天也是如此, 可是他穆罕默要的不是这样, 他不希望一直都是芷离保护他, 他也想要保护芷离, 因为这是他这辈子最想要保护的人, 听着木秦涛和木秦华两人的嘲笑, 木芷离只觉得跟看笑话似的, 他们现在把自己当小丑, 等事情真正的发生之后, 他们才会知道究竟谁才是小丑, 在木芷离的眼中, 木秦涛和木秦华就跟小丑无异, 他根本就不怕他们, 你真的会治, 木秦涛问道, 嗨, 家主, 这丫头的话你也相信, 木秦华见木秦涛竟然问木芷离这个完全不可能的问题, 忍不住说道, 木秦涛充斥着寒芒的眼光, 扫了一眼木秦华, 直接将他的话给忽略了, 被木秦涛这么一扫, 木秦华也不再说话了, 他知道家主已经对他们的作为很不满意了, 木秦涛的脸上不满自信, 微微点头, 嗯, 我会, 以他的医术, 治这样一个简单的病症, 若是不好的话, 那才是奇迹呢, 见木秦涛如此肯定, 木秦涛还是决定相信他, 他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从第一次在意识堂见到毫不畏惧的木秦涛时, 他就觉得此女不凡, 虽然整个罗天城的人都知道他是第一废材, 但是他就是有一种感觉, 他将来必成大器, 也正因如此, 后来的他也是关注起木旨离来, 这一观察, 木旨离的性情果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了的, 就是那番能吃苦的劲儿, 怕是整个木家都没有人与之比肩, 当初因为儿子给家族带来了灾难, 所以他不得不疏远这个孙女, 可是他何尝不希望木旨离能够强大起来, 只要他展露了天赋, 那么他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培养他, 但是让他失望的是, 他竟然连一丝天力都无法住存, 渐渐地他也就放弃了, 他只希望木旨离能够跟一个平凡人一样, 好好的活下去就行了, 但是现在的他却是突然给自己带来了惊喜。 那你就置之看吧, 若是可以完全治好, 那么你就不用受罚了。 若是木旨离没有看错的话, 木旗离的眼中竟然浮现出了一抹鼓励, 对他的鼓励。 木秦涛似乎准备说些什么, 木旗离却是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其他的不必多说。 哼, 那我们想要亲眼见到木旨离治病, 这样应该可以吧。 木旗华说这话的时候, 并不是看向木旗离, 而是看着木旨离, 显然他也在用激将法呢。 木旗离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木旨离, 示意他自己决定, 也就是说, 无论木旨离怎么决定, 他都不会反对。 木旨离的嘴角扬起一抹轻笑, 说道, 哼, 没问题, 若是二位长老有兴趣的话, 但看无妨。 他根本就不担心, 被他们看到正好, 这是一个可以证明他们是小丑的机会, 不是吗? 哼哼, 是你自己说的, 好, 那你现在就医治吧。 木旗华以为木旗离上钩了, 面上尽是得逞的笑容。 见木旗离这么说, 木旗离也开口道, 需要什么就告诉我。 看着木旗离, 木旗离发现自己这个爷爷对他还真是不错。 不用了, 什么都不需要, 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木旗离走到木少修的面前, 冷冷说道, 把袖子拉起来。 听到这话, 木少修狠狠瞪了他一眼, 虽然心里极度的不愿意, 但是这个状况已经不容他拒绝了, 他相信木旗离没有那个胆子, 敢在这么多人面前把自己的手弄残。 对于木少修的小动作, 木旗离简直就懒得理会, 待木少修将袖子卷起来之后, 木旗离也拿出了针包, 极为娴熟的拿起三寸长的银针, 哟,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木不是要扎我的儿子? 木少修的娘亲忍不住说话了, 之前他们说话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插话的份, 现在看着木旗离拿着这么长的银针, 他还真担心。 木旗离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旋即看到在场的人全都是一脸疑惑, 的确, 在天旋大陆根本就没有针灸一说, 一般人看到这样一根银针是会惊恶的, 我不会害他的, 如果想要他的手彻底好透的话, 就不要啰嗦, 也不要打扰我。 此时木旗离的脸上已然没有其他情绪, 有的只是认真, 此时的他不是木旗离, 而是作为一个医者, 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对自己的负责, 他都会很认真地对待, 他一直都记得小时候爷爷对他所说的 拥医害人这句话, 所以他从小便立志, 不会变成拥医。 众人看着一脸认真的木旗离, 只觉得他仿佛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似的, 那种认真, 那种自信, 都让人打心里产生佩服的感觉。 看着木少修的手, 木旗离的速度极快, 甚至于大家还未看清他的动作, 他便已经扎好了。 一眨眼的功夫, 木少修的手上已经被木旗离插上了十余根银针。 除了木旗离之外, 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还是有几分惊恐的, 这手臂原来就受伤了, 现在更是扎了这么多针, 要在平时打死他们估计都不相信, 奈何看着木旗离那认真的模样让他们无法提问。 木少修的娘亲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银针问道, 少修, 疼吗? 原本以为答案是肯定的, 众人在听到木少修的回答之后再次惊讶了, 一点也不疼, 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 要说平时被针刺一下也挺疼的, 这次每根银针都扎得那么深, 他却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木少修对木旗离并无好感, 相反的对他可以说是怨恨, 所以没有丝毫的理由替木旗离说话, 也就是说真的不疼。 对于这个回答, 木旗离则是一脸的理所当然, 他每一针都是准确无误地扎在穴道处, 又不是乱扎, 当然不会感到疼了。 五分钟之后, 木旗离依然将银针全部收了起来, 然后将木少修的手臂重新包扎了一番, 因为木少修之前便服用了煤秋丹, 愈合的速度会快上不少。 好了, 等到伤口愈合, 你的手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木旗离缓缓道, 看着众人不解的目光, 木旗离也没有主动解释, 因为他根本就无法解释, 中医博大精深, 他们一点都不懂, 他怎么解释啊? 说银针扎在穴道上, 他们肯定要问自己什么是穴道, 说穴道说到人体脉络, 这样一来就没完没了了。 这样就好了, 木旗离问道, 木旗离点头, 没错, 木旗涛和木旗华相视一眼, 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这算哪门子治疗, 天旋大陆这么久, 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治疗方法, 就算你不想接受惩罚, 也不用使用这种办法吧。 我看他是害怕自己的手被吠, 所以扯了这样一个幌子, 少修的手好起来还得一段日子呢, 趁这些日子, 他正好可以逃跑。 木旗华的这番话, 无疑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他说的的确很有可能, 换作是别人的话, 怕是也会这么做。 木旗离扫了木旗华一眼, 眼中充满了不屑, 你没有见识不代表没有。 二长老似乎总是喜欢往这方面想, 你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离开木家的, 我会等着证明你今日小丑般的举动。 见木旗华那要跳脚的模样, 木旗离却是直接对木旗离道。 家主, 请你相信我。 听到这话, 木旗离点了点头。 好,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待少修的手好起来再说, 大家都可以回去了。 见状, 大长老跟二长老也只能不甘心地走了。 木旗离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哎, 许久不曾出门, 一出门便是发生这样的事, 还真是…… 哦, 当然, 木旗离的心思并不在这儿, 他最疑惑的是今日自己所使用的武技, 自己从未学过武技, 今日只是见到韩默和木少修两人的鄙视, 自己就使出了这样的武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脑海中再次回忆起万元皈依的内容, 他确定上面关于这门武技的作用一点都没有说明, 怕是让休息之人自己发现的, 而木旗离则是相信自己认定的没错, 明天再去练武场看看, 看看这一点在其他的武技上是不是也有用。 在众人都离开之后, 木旗离便是喊了武叔过来问话, 关好了房门, 确定周围没有人之后, 木旗离这才开口道,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详细地跟我说说, 纸离一直不能修炼, 如何打败少修的? 他最为在意的就是这个问题, 受伤之类的他还不怎么在意, 毕竟这太正常了, 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武叔也是皱着眉头道, 唉, 今天发生的事情很奇怪, 让我都觉得震惊, 今天清晨, 我和往常一样带着大家修炼, 纸离突然来说他要学习武技, 并且告诉我他已经步入后天进去, 当时少修就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韩默也因此跟少修打了起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家主是知道的, 少修研习的是列阳掌, 韩默研习的则是波文公, 纸离站在一旁看着他俩比试的时候, 他的手竟然学习这两种武技, 而且那程度, 根本不比研习一年的程度差呀, 木旗离的面上布满了震惊, 你说的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难道他之前偷偷去过武技堂, 若真是如此, 那么他隐藏的该有多深, 木旗离突然觉得, 若是这一切都是木旨离特意隐藏的, 而且隐藏了这么多年的话, 那么这个孩子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么多年, 背着废物的骂名, 竟然一点也不介意, 这简直, 武叔摇了摇头, 我看不是, 他应该是今天第一次见到这两种武技的, 武叔一脸的独定, 是不是以前学习过他能够看得出来, 当时的情形很明显, 木旗离是第一次见到, 尤其是他还看到他脸上的疑惑, 哦, 武叔沉默了片刻, 第一声道, 我觉得纸离是一个修炼的天才, 这是为何, 因为今天早晨, 我亲眼看到他两只手分别使用了两种武技, 在对战少修的时候, 更是直接将两种武技融合起来一起攻击, 也正是因为两种武技融合之后的强大, 于是两招便将少修的手给废了, 哦, 你确定你没有看错, 真的是两种武技? 若不是说这番话的人是武叔, 怕是他也无法相信, 不过看着武叔面上那惊叹的模样, 怕是也和自己一样, 觉得不可思议, 武叔很肯定地点头, 对, 我确定我不会看错的, 那两种武技就是波纹公和列阳公, 也正因如此, 我才觉得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两种武技, 若是他早就开始学习的话, 那么将两种武技融合需要多久的时间, 如此一比较, 我还是比较相信纸离是个修炼天才的看法, 木琴力点头, 说实话, 他也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看法, 否则木纸离心机之深沉, 绝对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难道以前的他无法修炼, 现在可以修炼之后, 便是所有的潜力都爆发了吗? 他木家, 莫不是要出一个让整个罗天城惊讶的天才? 经过一番长谈之后, 木琴力俨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只是吩咐武叔以后练武时, 让木纸离也参加, 若是木纸离想去武祭堂, 也允许他前去, 他要好好地看看自己沉寂了这么多年的孙女, 是否真的如同他们所想的一样是个天才? 那么他将会替木纸离扫清一切障碍, 只要木纸离有那个潜力, 长老们再反对也不会有用。 清晨, 东方的天空刚刚明亮起来, 木纸离便睁开双眼, 一夜的修炼, 最后一条经脉还是不曾打通, 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既然卡在这里, 他也不能着急, 毕竟, 抱着急于求成的心理修炼, 很容易走火入魔, 而且那样也不会有丝毫的效果, 他相信他木纸离的潜力绝对不会止步于此, 更何况, 现在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研究呢。 当木纸离到达练武场的时候, 练武场上已经三三两两地聚集着人, 待看到木纸离来了之后, 大家的面色也是有些诡异, 经过昨天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木纸离的实力, 一个照面就将木绍修的手给废了, 他们这些挖苦嘲讽过他的人自然有些害怕了, 万一木纸离一生气, 把他们的手也给废了, 那可怎么办呢? 他们并不知道在家主院子中所发生的事情, 还以为木纸离将木绍修的手给废了, 结果一点处罚都没有呢? 这么一想, 能不害怕吗? 对于众人的反应, 木纸离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在他的眼里, 这些人就是陌生人,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只要别再来惹他就成。 木绍修此时已经在关禁闭了, 所以这段时间都不会来练武场, 至于韩墨则是因为受了伤在休息呢, 所以木纸离也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很快, 武叔便走了过来, 带着大家开始晨练, 大家都有自己研习的武技, 除了木纸离之外, 但是他也不能自己一个人站在那儿不动啊。 于是再次演练起昨天的武技, 左手波文公, 右手列阳掌, 木纸离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 很自然地便演练了出来。 心神一动, 两种武技便融合在了一起, 外部是波文公, 内部则是列阳掌, 演练武技的感觉让木纸离觉得很舒服, 但是很快他便发现了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昨天他看到的并不多, 现在的他只能双手使用这种混合的武技, 但是与人交手的时候, 光用双手是不可能的, 而他现在也不可能自创出符合这两种武技的招式。 武叔见大家都在自己练习, 感受着这种朝气蓬勃的气息, 面色也红润了不少, 很快他便将目光停在了木纸离的身上, 见木纸离皱起眉头, 显然是遇到了问题, 便走了过去。 纸离啊, 修炼上有什么困难吗? 木纸离点头, 说道, 嗯, 武叔, 我还没有学习过武技, 不知道可不可以去武技堂呢? 穆家子弟若是想要去武技堂的话, 是需要获得批准的, 毕竟每个家族对于武技都管理得很谨慎, 当然, 这也是有例外的, 像穆启超之类的人随时都可以去武技堂, 这是被家主批准的。 听到穆纸离的话, 武叔心中也是一惊, 他的想法果然没错, 穆纸离真的从来不曾研习过武技, 昨天使用的武技他是临时学会的,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天赋啊。 同时武叔也在感慨, 穆琴里想得果然不错, 知道穆纸离会提出这个要求, 于是说道, 可以, 你去吧。 听到这话, 穆纸离疑惑地看着武叔, 怎么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他还以为要费一番口舌, 武叔看着穆纸离眼底的疑惑, 笑笑说道, 哼, 昨天家主已经向管理武技堂的长老打过招呼了, 你只要说明你的身份, 就不会有人拦着你了。 穆纸离这才明白过来, 没想到穆琴里已经想到了, 还事先打过招呼, 想来自己最近的变化, 他已经知道了, 但是他并不担心, 从之前发生的事情的种种迹象来看, 穆琴里显然是帮着自己的。 好, 那武叔, 我就先去武技堂了。 现在的他, 待在练武场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纯粹浪费时间, 还不如快点去武技堂。 武叔点头, 去吧, 他也想要看看穆纸离去了武技堂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如果真的是天才, 怕是真的一去就会收获不少吧。 很快, 穆纸离便已经站在了武技堂的门口, 就在穆纸离准备进去的时候, 一名长老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是什么人? 长老的声音低沉而又晦涩, 仿佛很少说话一般, 让人听起来很不习惯。 穆纸离知道, 这就是专门看管武技堂的长老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据说看管武技堂的长老是穆家这么多长老中最为厉害的, 毕竟武技堂对于一个家族真的很重要, 看管的人自然也是实力过硬之人。 哦, 长老, 我是穆纸离。 穆纸离有理地说道, 听到这话, 长老不由得多看了穆纸离两眼, 说道, 你就是穆纸离。 进去吧。 穆纸离刚准备回话的时候, 却发现面前的长老已经消失不见了, 若不是他确定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还以为是在做梦呢? 心中暗自感慨, 长老的实力果然非凡, 光是这一手便是让人惊叹呢。 穆家的武技堂共有三层, 看起来庄严而又华丽, 颇为引人注目, 以前的墓纸离也只是远观过, 从来不曾走近观看, 更别说走进来了。 此时的武技堂中并没有其他人, 很是安静, 房间中放置着许多的书架, 书架上的书不用说, 就是武技了。 穆纸离大略地看了一遍, 很快便找到了波文公和列阳掌这两门武技, 嘴角不由扬起一抹笑容, 迫不及待地打开看了起来, 现在看到的武技, 原本自然比上次看着穆寒默和穆少修比试时的招式 要清晰得多, 穆纸离觉得很多不曾领悟的地方 也是彻底的明白过来, 身法这方面更是让他学到了不少, 不过他也确定了, 自己对于这两门武技除了招式方面有些欠缺之外, 其他的东西已经领悟得差不多了, 没有丝毫的差别。 确定了这一点, 穆纸离的脸上多了几分心细, 忙拿起其他的武技看起来, 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再次容额武技。 随手拿起一本武技, 看着书页上写着乾坤编, 脑海中不由地想起王若玲使用的就是这编子, 想来上次在那么多人面前嚎啕大哭, 大概有一段日子不敢出门见人了吧。 想到这里, 木纸离的嘴角不经意间勾起了一丝浅浅的弧度, 手指更是直接翻开了书页, 纸张被自己一张张地翻过, 木纸里只觉得自己的脑海中多出了很清晰的景象。 书页上的那些文字已经悄然消失, 反倒是有一个人影手拿长边挥动, 犹如蛟龙一般动作圆滑, 却虎虎生微, 其间散发出的气息让人不敢小觑, 这边法可比王若玲的要强多了。 一边看着, 木纸离的身体也不由地跟着慢慢动了起来, 动作很慢, 但是让人看着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因为这动作虽慢, 却如同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没有丝毫的组织, 仿佛原本就是那样一般。 木纸离依然忘记了自己身处的环境, 他的眼中只剩下那一道身影, 身体仿佛不需要自己去控制, 就那般动了起来。 沉浸在这之中的木纸离浑然不觉,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此时正拿着扫把, 站在不远处看着他呢。 老者虽然年纪已大, 但是精神抖擞, 双目中不经意间闪烁的金光更是让人不敢小觑, 若不是那苍白的头发证明了他的年纪, 看面貌, 还以为是中年男子呢。 老者看着木纸离, 浑浊在双眼中露出一抹明亮的色彩, 仿佛看到了什么让人兴奋的事情一般, 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整个人仿佛已经融于自然之中。 当木纸离把这一套鞭法完全演练下来的时候, 已经过去两个时辰了, 看了看时间, 木纸离不尽感慨, 时间过得挺快的, 当然, 这两个时辰的收获还是喜人的。 此时, 木纸离才看到了站在门外的老者, 心里不由地一紧张, 他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这种感觉让防备心很重的他有些不舒服。 老者看着木纸离微微一笑, 小娃娃, 刚才那套鞭法使得很不错,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竟然能够达到这一步, 只要多加练习, 一定能够学好。 木纸离看着老者嘴角那慈祥没有恶意的笑容, 心里不由地放松了一些, 显然老者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意, 更何况这里是木家的武纪堂, 想来也是木家的人, 只是自己不曾见过罢了。 微微弯腰行了一礼, 木纸离道, 爷爷, 不知您是? 虽然看着老者手里拿着扫把, 差不多就已经猜出老者的身份, 但是还是询问一番比较妥当, 主要是老者见他的面容没有丝毫的嫌恶, 反倒是一脸的慈祥, 让他不由产生了些许好感。 哦, 我只是打扫武纪堂的一个老人而已, 你可以当我不存在, 继续看吧。 听到这话, 木纸离点头, 见老者缓缓离去, 于是便再次拿起一本武纪看了起来, 反正多学一些又不碍事,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心里清楚, 刚才的编法他可以再次进行融合, 不过在武纪堂里显然不合适, 不然一会儿又被人看见了。 他并不希望让自己的底牌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 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举动, 这个世界上, 能够活到最后的人都是有底牌的人, 他木纸离自然也要有自己的底牌。 不知不觉,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直到长老提醒, 木纸离才离开了武纪堂, 站在武纪堂的门口不由回头望了一眼, 天儿忍不住道, 喂, 你还舍不得走了是吧? 虽说这话带着嘲笑的味道, 但是天儿的心中却是窃喜的, 有的人修炼并不勤奋, 像木纸离这样修炼着迷的人还真是不多见, 没想到就被他给找到了一个, 不过能够被天煞古剑选中的自然不会是普通人了。 木纸离笑着点头, 哼, 其实啊, 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走呢, 要是能住在里面就好了。 他觉得自己爱上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了, 得了吧你, 今天学到已经不少了, 回去好好消化一番, 明天再继续来过就是了。 嗯, 加快了步伐, 木纸离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诺大的院子里没有任何其他人, 连下人也没有,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不需要任何的顾忌, 于是在院子里, 木纸离便演练起自己今日所学到的武技。 原本的速度很慢, 但是在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 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因为还没有合适的武器, 木纸离只是拿着一根树枝练习着, 但是这根脆弱的树枝, 在木纸离的手中仿佛有了灵魂一般, 威力远超一般的树枝, 一个林立的剑扫乾坤, 院中的树叶便是随着木纸离的动作纷纷扬扬地落下, 犹如绿色的雪景一般。 落叶中央的木纸离看起来愈发地不清楚, 却愈发地吸引人, 在旁人看起来倒是一副很美好的意境。 木纸离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感受中, 根本没有注意四周的变化, 然而天二却是注意到了, 只是对方没有动静, 他也就不曾出声打扰。 在木纸离演练的时候, 一抹高大的身影悄然地站在他的院墙上, 荣于天地间, 仿佛气息都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此时这抹身影正看着木纸离演练着, 面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入不了他的演绎版, 然而此时他的瞳孔中, 却是有一抹白色的纤细身影正随风而动。 木纸离将今日所学的多种招式融合在了一起, 动作越来越慢, 招式也越来越少, 最后只剩下了三招。 没错, 将七本五纪融合之后, 就只剩下了三招, 俨然已经没有了其他的招式, 但是仅仅这三招却比之前的五纪加起来都要强得多, 正所谓五纪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木纸离总算是体会到了这一点。 见到这一幕, 墙边上的身影也是忍不住发出一丝惊疑之声。 此时, 木纸离才反应过来, 原来院子中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其他人, 瞳孔收缩着朝着初生的地方看去, 然而当他看到的时候却是愣住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饶是见多识广的木纸离也是忍不住错愕。 木纸离发誓,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好的男子, 仿若从画中走出来一般, 又仿若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 一抹修长的身影, 一动不动地站在墙边上, 他的白色锦袍一尘不染, 仿佛是这世界上最干净的洁白。 他的头发漠黑, 与雪白的锦袍形成鲜明对比, 却又那么地和谐, 似乎原本就应该如此。 他的背脊挺直, 避逆四方, 身子骨中透出浓烈的自信, 却又不高傲, 如同折仙一般, 让人想要接近, 却又遥不可及。 木纸离心中叹道, 那样的人物是他们无法接近的。 这是一个优雅如画的男子, 若不是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木纸离的面前, 怕是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竟会有这样的人。 见木纸离痴痴地看着自己, 林洛晨嘴角不由弯起一抹浅浅的弧度, 让人看不真切。 木纸离却知道他在笑, 这笑容很纯粹, 不包含任何因素, 只是简单的笑容却让人看着觉得心情都变得纯净了。 半傻, 木纸离才反应过来, 想起自己刚才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看的样子, 心中也是暗恼, 他并不是花痴, 不过他相信任谁看到这样一个男子都会是相同的反应。 沉默了片口, 木纸离开口道, 阁下是…… 虽然不知男子的深浅, 但是凭着本能, 木纸离也知道面前的这个男人很强, 可以说是非常的强。 林洛晨打量着木纸离, 眉角微皱, 远处看去女子的身影异常美妙, 如同精灵一般, 那武技施展在她的手中更是凌厉逼人, 但是走近之后, 看着那女子布满半张脸的暗纹, 不知为何, 心中竟然感到一丝怜惜, 若是没有这暗纹的话, 怕是一个极为漂亮的女子吧。 林洛晨, 淡泊如水的泊唇清起, 声音带着一种通透的幽远感, 如同林剑的小溪水声一般, 悦耳动听。 听到林洛晨的话, 木纸离不由身形一震, 林洛晨这三个字, 更是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中, 希望以后可以再次相见。 林洛晨轻声道, 声音一出现, 便是消散在了空气中, 如果木纸离不是仔细听的话, 肯定听不见。 就当木纸离准备说话的时候, 只觉得眼前白影一晃, 整个院子中就只剩下她一个人, 若不是仍能感受到她的气息, 怕是会认为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 只是看着林洛晨原本站着的地方, 心中有些怅然。 哎, 这男子的实力很强。 天而不由地感慨, 在罗天城里,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强的一个人, 能够散发出自身气息的人强, 但是这种人远没有可以控制自身不泄露一丝气息的人强。 要知道, 要控制气息不外露,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这个男子竟然可以将周身气息控制得如同一个从未修炼过的普通人一般。 听到这话, 木纸离点头, 嗯, 我也觉得, 可是这样的人不应该出现在罗天城啊。 嗯, 想来呀, 应该是某个门派中的人吧, 出来办事而已, 像这种年纪轻星便能够达到这般修为的人, 也只有那些大势力能够培养得出来了, 而且从他的表现看来呀, 在那个门派中也算是领先的人物了。 门派, 木纸离的脑海中充斥着这两个字, 从一开始, 他便知道在天旋大陆中想要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 加入门派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当然, 想要加入门派也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据说穆家也是几百年前曾经有一位先祖进入了门派, 也因此穆家才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由此便可以看出加入门派的好处有多少, 这么多年却只有一个人加入了门派, 不用说也知道这难度有多大了。 从这一刻开始, 木纸离的心中多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加入某个门派, 或许是因为记得林洛晨的最后一句话吧, 他说希望以后可以再见, 他想说他也希望。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他想要了解属于林洛晨的那个世界, 与他现在所拘泥的小世界完全不相同的世界。 想到这儿, 木纸离便是更加努力地修炼起来, 林洛晨也不过二十多的年纪, 但是实力却比他强的太多, 他可不希望差距那么大。 林洛晨在离开了穆家之后, 便继续前行, 这次回去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他要快些赶回门派, 原本在路上是不打算停留的, 但是不知为何在经过那个家族的时候, 见到院子中的身影还是停下来了, 这是他第一次做出如此突兀的事情, 他的心境永远都是平静无波, 没有必要的事情他从来不会去做, 但是这次他也不知道为何, 看着女子所施展的武技, 尤其是最后那三招真的很不错, 饶使他也不由夸赞, 只是以后怕是没什么机会相见吧, 他们之间的距离实在太遥远。 抛开脑子中的想法, 林洛晨继续朝着门派赶去, 众人只觉得一道身影从面前飞绿, 但想要看清楚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了, 仿佛之前的一切都只是他们眼花而已。 这一夜,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互缠绕在了一起。 第二日, 木质离从修炼中醒来, 最后一条经脉还是不曾打通, 精致的他没有去练武场, 因为他需要练的已经在晚上练过了, 白天的时间不如去武技堂吧。 他不知道家主究竟是如何打招呼的, 今日他进武技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拦, 就连看守的长老也不曾出现, 他知道, 长老知道他来了, 只是不需要询问罢了。 站在昨天相同的位置, 木质离再次拿起武技翻看了起来, 似乎一夜的演练对于这些武技的领悟也是更深了一分。 时间从指缝中流逝, 在木质离专心看书的时候, 昨日那名老者再次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门口, 然而当他看着木质离看武技的速度越来越快, 仿佛只是翻翻了事的时候, 他的眉间露出了一丝不悦。 以这么快的速度看, 能够看懂什么? 没想到又是一个不脚踏实地的子弟, 真是让人失望。 对于老者的出现, 木质离这次很快便意识到了, 朝着老者微微一笑, 您来了? 然而老者却只是瞥了一眼木质离, 冷哼一声便离开, 上了二楼。 见状, 木质离满脸的疑惑, 自己好像没有做什么对不起老者的事情啊, 怎么昨天和今天的变化这么大? 皱着眉头响了片刻, 便继续埋头于武技之中, 木质离对于无关紧要的人一般都没什么感觉。 接下来的日子里, 木质离每天都在武技堂和幸福院来回, 除了这两个地方, 几乎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地方, 而木质离看武技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不知不觉, 竟是快将武技堂一楼的武技全部都看完了, 越是看到后面, 木质离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在看这种武技的进步, 可以说是越来越小, 这种黄阶初级和中级的武技, 想来已经不能让它提高多少了, 虽然多少还有些提高, 但是那提高甚微, 木质离不由将目光移向了武技堂的二楼, 那里有黄阶的高级武技, 甚至于还有玄机武技, 想来, 若是自己可以融合那两种武技的话, 应该会有较大的进步吧。 由于这些日子看了不少的武技, 木质离所凝练出的招式也有了七招, 或许对于别人而言, 七招只是一个笑话, 实在是太少了一些, 但是对于木质离而言, 他却知道这七招比起其他的几十招都要强很多, 每天的融合, 让他知道融合成一招需要多少的积累, 对于这七招, 他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虽说到现在为止, 他都没有看到过黄阶高级的武技, 但是他相信自己这七招应该不会比黄阶高级的武技要差, 甚至于玄机也不一定。 就在他待在武技堂的这段时间里, 打扫的老者偶尔还是会出现, 但是木质离也不再与他打招呼了, 从上次老者的表现看来, 应该不喜欢自己, 他也实在没有那个必要打招呼, 省得还招人厌。 虽然木质离不关注老者, 但是老者在这段时间里, 却是一直关注着木质离, 之前看着他看武技的速度那么快, 以为木质离是急于求成, 不愿意脚踏实地, 所以才不再理会木质离的。 第一天看着木质离使出那套乾坤编法, 觉得非常的好, 无论是威力还是灵巧度都上架, 觉得木家这么多年, 也算出了一个潜质不错的孩子, 想要好好地培养一番, 可是看到他每本武技都是翻看一番, 便草草了事, 便觉得他不够珍惜。 见过这么多子孙的他明白, 在修炼意图上, 潜质是重要的, 毅力却是最重要的。 只是关注了这些日子之后, 老者发现木质离似乎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如果只是那样, 又怎么会在武技堂停留这么长时间, 而且每次都看得很入神, 显然是沉浸在武技内容里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饶是见多识广的老者也疑惑起来,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木质离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他不由地更加关注起来。 今日, 木质离早早地便离开了武技堂, 因为一楼的武技已经被他看完了, 他想要上二楼, 却必须要获得家主的准许, 所以他准备去找家主了。 木质离在武技堂学习的这段日子里, 木勤力也是一直关注着, 在知道他每天都去之后, 他的心里也是开心的。 虽然不知道木质离的实力到底如何, 只要有这份心, 便是让人欣喜了。 他想木质离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吧, 他也不想去打扰他。 离开的时候, 木质离经过练武场, 发现大家的练习也是越来越刻苦了, 大家见到木质离从他们身旁离开, 也是撇了撇嘴, 大家都在一个家族, 自然知道这些日子, 木质离都是待在武技堂了, 他们每个礼拜只有一次机会进入武技堂, 但是这段日子里, 木质离确实能够天天待在武技堂, 说心里不嫉妒,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嫉妒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谁让这件事是家主批准的呢? 很快, 木质离便来到了家主的院子, 请下人通告了一声, 便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走了进去。 木质离有一种直觉, 今天或许他会知道一些什么, 虽然毫无缘由, 但是他就是有这种感觉。 站在门外, 敲了敲门, 进来。 木质离那低沉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支鸭, 木质离迈开步子走了进去, 只见木质离正站在窗台的面前背对着他呢, 木质离没有回头看, 说道, 把门关上吧。 木质离感受到氛围的不同寻常, 却也没有多问, 转身将门给关起来, 木质离这才转过脸看着木质离道, 支鸭,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你, 在你的心里, 可恨我。 听到这话, 木质离抬头看着木质离, 双目之中没有丝毫仇恨的情绪, 红唇清起。 说不恨是不可能的, 这些年, 我一直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日子, 整个罗天成的笑柄, 换作您, 难道您不会怨恨吗? 木质离听到木质离的话, 嘴角扯出一丝自嘲的笑容, 眼底却是有着浓浓的歉意。 是啊, 哼, 我这句话实在是问得多余了一些, 如果我能够多照顾你一些, 这些年, 你也不会过得这么不好。 看着木质离那失落的模样, 说实话, 木质离的心里也不好受, 其实他并不恨木质离, 毕竟以前的那些日子都不是他承受的, 只是在听到木质离的话之后, 身体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愤怒, 显然是以前的木质离残留下的想法。 那么你现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木质离仰起头问道, 显然木质离今天不可能就感慨这么两句话, 重点应该在下面。 呃, 质离啊, 你的父亲是我最喜欢, 也最器重的孩子。 当初的他出去历练之后, 消失了整整三年, 了无音信, 就当我们大家都认为他不在了的时候, 他就带着你回来了。 木质离的心意紧, 他一直都很好奇自己的身世,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显然木质离是知道内幕的。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大长老二长老都会说我是孽种? 这些疑问已经在他心中堆积了很久。 木质离叹了一口气, 目光转向了窗外, 似乎是在回想多年前的事情, 只是那沉重的表情, 让木质离的心情也是有些压抑, 他知道当年的事情不简单, 可是饶恕他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以前天晴总是意气风发的样子, 在他的身上有的只是坚定、毅力, 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很高兴。 他是木家最有天赋的子弟, 还有机会加入门派, 当时因为天晋, 木家在罗天城的地位也提高了不少。 当时的木家是罗天城的第一家族, 王家苏家都无法与我们木家相比肩。 哎, 可是现在是木家、 王家、苏家三个家族鼎立, 难道这一切都跟我父亲有关? 从木秦立的一席话中, 木质离很快便想到了这种可能。 见木质离这么快就想到了, 木质离也是赞许的点头, 只是嘴角的自嘲变成了凄凉。 现在的木质离在木质离的眼中, 并不是平时那个严肃不尽人情的家主, 只是一个普通的, 为自己儿子伤心的父亲。 天静当时离开家就是为了加入门派, 整个木家都因为天静感到自豪。 但是最后, 那个门派却告诉我们天静在那里惹出了祸端, 被驱逐出了门派。 而后, 我们等了很久, 却始终不曾见到天静回来。 三年的时间, 饶食我们心中抱着希望, 却也渐渐地消失殆尽了。 暗道, 只是自己骗自己罢了, 然而他带着你回来了。 我一直都无法忘记三年后我见到天静的样子。 没有以前的义气风发, 俊朗的面容也是变得乱糟糟的, 胡渣没有涕, 头发也不曾树立, 整个人的身上都充斥着颓废的气息。 虽然还是天静, 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除了对你还很关爱之外, 他对其他人都不理会。 原本我们以为, 事情只是这么简单, 但是后来, 一场不可预料的灾难发生了。 木琴历的面上充满了痛苦之色, 显然是想起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木指离的心也是紧了起来, 当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幕, 木琴历这样一个坚强的人都会露出这样痛苦的神色。 对方声称是你母亲家的人, 天静在外面认识了你母亲, 之后两人有了你, 但是你母亲的家族势力很强, 他们看不上天静。 而当时, 你的母亲更是与另一个庞大的家族有了婚约, 你的出生对于他们而言是耻辱, 所以两个家族都派了人过来压制我们木家。 他们那样庞大的家族, 又岂是我们区区一个木家能够应付的? 二长老的手也是因为这件事而断的, 所以他对你的恨意你应该能够理解。 听到这话, 木指离点头, 若是说之前他很讨厌二长老的话, 在听到这一段往事之后, 他也不再那么讨厌了, 毕竟这件事是他和他的父亲欠了二长老的, 不是吗? 那因为两个家族的打压, 所以木家才变成现在这样的吗? 那么我爹也是被他们给杀了? 木指离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也是有些颤抖,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他该情何以堪, 自己的父亲是被自己母亲的家里人杀害的, 这杀父之仇究竟是报还是不报呢? 没错, 你父亲在那次灾难中受当其冲, 不过他并不是被你母亲的家人杀害的, 而是那个与你母亲有婚约的家族所杀害, 最后, 你母亲出现了, 才留了你父亲的全尸, 不过你娘当初给你父亲喂了一颗丹药,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 你父亲的肉体都没有腐烂, 而是放在一个水晶棺中, 这是属于家族的秘密, 只有长老们才知道。 木指离瞪大了双眼,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捧黄土, 可是现在却告诉他, 他父亲的身体还好好的放在那里, 莫无事, 我爹还有复活的可能?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想来娘亲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吧, 毕竟这么多年来, 娘亲从来就不曾见过父亲, 木秦立点头, 没错, 还有复活的可能, 但是想来一定很困难, 究竟如何我们也不知道, 或许只有你的娘亲知道了, 其实你的娘亲是一个好女人, 当初为了你的父亲付出了很多, 在那次大战中, 若不是你娘亲的话, 怕是木家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木指离将视线投在地面上, 听到这些事情, 他只觉得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沉重, 虽然木秦立说的话语很简单, 但是他却能够想象出来, 一个女人为了阻止这样一场灾难, 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死在自己的面前, 那是怎样的一副场景? 或许在别人看来, 木家的损失是最大的, 但是木指离却知道, 自己的娘亲承受的太多, 他简直无法想象, 他是如何自己一个人承受这一切的。 我, 我可以去看看我爹吗? 木指离的眼睛微红, 充斥着浓烈的渴望, 木天静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模糊, 在记忆中, 他只能大致地想象出木天静的模样, 毕竟当时他实在是太小了一些, 他只记得有一个温柔的男人 对自己很好很好, 他记得自己父亲那温暖的怀抱, 这么多年来, 他唯一觉得高兴的, 就是自己有一个非常疼爱自己的爹, 虽然相处的时间太短, 却足以让他用来怀念, 木勤立看着木指离那微红的眼眶, 心里也是有些心疼, 这些日子里, 他见到的孙女都很坚强,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承受什么处罚, 他好像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这次木指离却是失了眼眶, 是啊, 无论如何他都还是一个孩子呀, 还是想着自己的爹娘啊, 可以, 我带你过去看, 谢谢, 木指离的声音微不可闻, 但是木勤立还是听见, 心里也是多了一些安慰, 跟在木勤立的身后, 两人走了很久, 走进了后山, 木指离从来没有深入这里过, 然而进来之后, 他却发现了另一片天地, 最后, 木勤立停在了一个山石面前, 木指离疑惑地看着木勤立, 难道木天静就在这山石之中? 接下来的事情, 证明了木指离的猜想没错, 只见木勤立靠近那山石, 其左上角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一按,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那厚重的山石竟然是一道石门, 此刻已经打开了, 见到这一幕, 木指离心中也是暗自感慨, 这实在很隐蔽, 若不是木勤立带他过来的话, 怕是他在这里待上三天三夜, 也不一定能够发现异常。 石门打开之后, 木指离跟着木勤立一起走了进去, 密室有一间屋子那么大, 然而此时的木指离并没有那个心情去观察这间密室, 他的眼睛已经被密室中央的那具水经官吸引了, 步伐变得缓慢起来, 一步步缓缓地走到水经官的面前, 然而当他看到水经官中的身影时, 泪水终于忍不住流淌下来。 没错, 那就是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身影, 原本模糊的样子, 现在见到木天静的那一刹那, 两者已经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记忆的匣子打开, 木指离回忆起以前的一幕幕, 这个慈爱, 坚强, 却又有着太多无可奈何的父亲。 泪水滴在水经官上, 一圈圈地运开, 睡着了的木天静看起来是那么的安详, 在见到木天静之后, 木指离就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长成这个样子, 木天静是一个真正的美男子, 无论是苏裕还是王天奇都无法与之相比, 或许和林洛晨是同一级别的美男, 但是两者却是完全不相同的类型。 林洛晨犹如哲仙一般, 飘渺, 不似凡间人物, 而木天静却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一袭白色紧袍穿在他的身上是那么的合适, 腰间一根翡翠玉带竖起他的腰身, 一袭黑发白玉灌起, 显得风流倜傥。 白皙的皮肤, 俊美的面庞, 他的神情宁静而安详, 见眉心目, 轮廓分明, 眉宇之间透露出一股坚硬, 嘴角那微微向上的弧度, 让他的面部线条看起来柔和很多, 这是一个温柔, 却又不屈的男人。 木指离记得木天静对他的呵护, 将他当作宝贝那样呵护, 那样的温柔, 那样的让人眷念。 爹, 木指离轻声道, 好像生怕吵醒了他似的, 虽然这是很久没有说出口的称呼, 现在说出来却一点也不声色, 仿佛在心里已经喊过了无数遍。 看着像睡熟了一样的木天静, 木指离的双手渐渐握紧, 心中更是决定无论有多困难, 他都一定要让他的爹苏醒过来, 哪怕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 家主, 你知道我娘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她现在还不知道要如何救醒木天静, 木秦力说过自己的娘亲知道, 所以她一定要找到娘亲。 听到这话, 木秦力沉默了片刻, 说道, 这个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 但是以你现在的状况, 过去绝对不可能活着出来。 木指离皱起了眉头, 因为我是他们家族的耻辱, 想到这儿, 木指离不禁觉得有些讽刺, 无论是在木家还是在娘亲的家族, 她始终都是一个耻辱, 木秦力看着木指离那自嘲的模样, 心里也不好顾。 唉, 当初的他们是要杀了你的, 只是最后杀你的那个人心软了, 她是你娘亲的姨娘, 所以才放滚。 她在走之前就告诉我们, 除非你有自保的能力, 否则不能让你去找他们, 你的命都保不住, 你也知道在那样庞大的家族, 自保的能力意味着多么强大的实力。 所以, 在你有那样的实力之前,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告诉你。 听到木秦力的话, 木指离并没有不高兴, 相反的, 她很能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对那个姨娘也是心存感激, 虽然现在的她没有那个实力, 但是她相信一定会拥有的。 以后你一定会告诉我的。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木指离的面上充满了自信, 不论是为了她自己, 还是为了她的亲人, 她都一定会强大起来。 嗯, 我相信你, 只是现在这些对你还比较遥远, 自己好好努力吧。 木秦力的眼中有着欣慰, 不过有一件事, 我想要问你。 什么问题? 现在的她和木秦力之间的隔阂已经消了很多, 但是她还没有开口喊爷爷, 或许有一天她会喊, 但并不是现在。 木秦力的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说道, 以前的你不能修炼, 为何现在可以修炼了? 对于这个, 她一直都没有问过, 因为那时候问, 想来木指离也不会回答, 现在却不是了。 哦, 是一次偶然的机遇, 将我无法住存内力的丹田给修复好了, 所以就有了现在。 木指离的眼中也是有着一抹试探, 文言, 木秦力的面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那就好, 那就好, 以前的你一直无法修炼, 所以很多修炼的资源你都没有, 现在你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 合理的, 我都可以答应你。 难道他并不知道自己被下毒的事? 木指离心中暗倒, 看着木秦力高兴的模样, 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那么会是什么人对自己下毒呢? 木指离只觉得在自己的身后还有一只幕后黑手。 嗯, 我想要进入武器堂的第二层, 不知道可不可以? 木指离开口询问道, 本来他今天来找木秦力为的就是这个, 现在有机会自然不能错过。 木秦力的眉头却是一皱, 你要进入第二层, 黄阶高阶的武器修炼难度可比初级以及终级要难上不少, 你现在的状况不如好好地修习一层的武器, 这样效果会更好。 木秦力这话说的的确没错, 对于绝大多数的子弟而言, 修炼第一层的武器要现实也有用得多, 但是对于木指离就不是这样了, 他也不准备解释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我自己有分寸的, 只希望您能够给我这个权限, 以后自由进出第二层, 我有自己的修炼方式, 你只要看成果就好。 听着木指离这番话, 木秦力便知道木指离还有秘密, 不过不愿意跟他说罢了, 想着这么多年对他的亏欠, 木秦力点头答应了, 好吧, 我答应你, 但是你切记, 不可好高骛远。 木指离点头, 嗯, 我知道。 在获得了木秦力的批准后, 木指离便去了武器堂的第二层, 刚上第二层便看到了扫地的老者, 老者看了木指离一眼, 说道, 将一楼的武器看完了, 虽然对于木指离看武器的速度很无语, 但是他也确定木指离将一楼的每一本武器都看过了, 听到这话, 木指离微微点头, 嗯, 对于这个奇怪的老者, 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按照他的估计, 老者的地位绝对不低, 不可能只是一个扫地的老人, 但是究竟是什么人, 他就不知道了, 从来不曾听说过。 下一刻, 老者却是转身离开了, 木指离看着老者的背影嘟囔道, 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虽说不是神出鬼没吧, 却也相差不大了。 二楼的武器显然比起一楼要少了很多, 这也体现出了越是高阶的武器越是难得。 拿起一本黄阶高级的武器看了起来, 果然与木指离预想的一样, 他看第一本黄阶高级武器花费的时间比起终极要多得多, 这也说明黄阶高级武器中他还可以吸收很多, 当然, 这也是他所希望的。 在木指离静心学习的时候, 他随时可以进入武器堂二层的消息也不静而走, 短短时间内, 木家的子弟都知道了这件事, 大家也是议论纷纷, 其中不乏忌妒和气愤, 毕竟木家一般子弟想要进入武器堂的第一层机会都不多, 每七天一次, 二层就更不用说了, 除非表现优秀才有进去的可能, 木家的很多子弟都希望可以进入武器堂的第二层, 但是其难度不言而喻, 然而这样一个废物却这么轻易的进去了, 而且不是进去一次, 而是随时可以进去, 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心里不平衡, 在木家, 有一个人和木纸离一样, 可以进入武器堂的二层, 那就是木家这辈最突出的子弟, 木启超, 对于木启超可以进去, 大家都是口服心服, 毕竟人家实力摆在这儿, 你不服, 除非你打得过他, 只是木纸离却根本没有实力, 因此, 一时之间, 原本对木纸离不屑的人更加的不屑, 待在武器堂中的木纸离对此却是毫不知情, 即使知道了, 想必他也不会有任何的看法, 毕竟他根本就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诺大的院子里, 一座水中亭台中, 一个挺拔的身影正站在那儿看着水中的鲤鱼,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木启超, 此时, 木绍修也是走了过来, 看着木启超恭敬的道, 大哥, 你找我, 对于木启超, 他一直都是很尊敬, 因为他的实力让他佩服,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能够和木启超一样, 木绍修被罚关了一个月的禁闭, 今天才得以出来, 木启超转过头, 视线移到了木绍修的手上, 说道, 你的手怎么样了? 虽说当时的情景他并没有看到, 但是一向消息灵通的他, 又怎么会不知道? 听到这话, 木绍修举起手灵活地动了动, 面色开心地倒, 完全好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像从来没有受过伤似的, 不留下任何的隐患, 他自然是高兴, 木启超皱起了眉头, 看着木绍修的手, 的确好像从来不曾受伤过, 心中的疑惑更甚, 难道木质离真的能够将人的手制好? 凭着那简单的几根针? 在之前的他看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可是现在…… 当真是木质离给制好的, 你把那日的情景好好地给我说道说道, 还是当事人说事情要更加地清楚一些, 木绍修点头, 的确是木质离制好的, 虽然我也觉得不敢相信, 刚开始, 我根本就没有抱任何的希望, 但是后来, 我竟然真的好了, 当时的情景是, 木绍修将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说了出来, 包括大长老、 二长老对木质离的刁难, 以及家主对木质离的袒护, 待木绍修说完之后, 木企超陷入了沉思, 大长老和二长老对木质离有意见, 他早就知道, 但是为什么家主会袒护木质离呢? 就在木企超疑惑的时候, 木绍修也跑了过来, 看到木绍修也在, 不由一愣, 说道, 哥, 你怎么也在这儿? 他说怎么没看见呢, 原来跑到大哥这儿来了, 你怎么也过来了, 急急忙忙的, 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到木绍修的问话, 木绍修才反应过来, 说道, 是啊, 刚才发生了一件事, 大家都在讨论呢, 我看大哥今天一直待在院子里, 怕是不知道, 所以我就赶过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两人说了半天都没有说到主题, 木企超皱着眉头问道, 看着木企超皱眉, 木绍修忙道, 大哥, 是这样的, 听说那木绍修和你一样, 被允许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武纪堂的第二层呢。 什么? 木企超瞪大了眼睛, 之前知道木绍修随时可以进入第一层, 就已经很奇怪了, 但是毕竟他早就有那个权限了, 所以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 他竟然和他一样可以进入第二层, 然而是木企超也是有些接受不了。 家主允许了? 这未免太奇怪了, 木绍修凭什么和我一样? 闻言, 木绍修和木绍修也是附和的, 就是啊, 木绍修那个废物怎么能和大哥你比呢? 也不知道家主怎么会做这个决定。 听着这些事, 不知为何木企超的心里竟然产生了一丝危机感。 旋即面色阴沉地对着木绍修道, 绍修, 你守好的事情, 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木绍修摇了摇头, 我被关了一个月的禁闭, 就连我娘亲都见不到我, 更何况, 我一出来就到这儿了, 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 没有其他人知道。 木企超的眼底浮现出了一抹阴异的笑容, 说道, 如此甚好, 到时候家主他们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你的手没好透, 知道吗? 可是, 这怎么装啊? 很有难度吧, 更何况, 木绍修会医术, 不是轻易就看出来了?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木企超看着木绍修缓缓道,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木绍修疑惑地问道, 然而下一刻惨叫生起, 木绍修竟然再次将木绍修的手给打断了, 啊, 哥! 木绍巡不可置信地喊道, 木绍巡忙跑到木绍修的身旁, 看着因为疼痛而面色惨白的木绍修问道, 哥, 你还好吗? 旋即便是看向木绍修问道, 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我哥的手才刚好, 又废了! 木绍修也是不可置信地看着木绍修, 手上的痛比起心里的震惊还要淡上几分, 只是看着木绍修正正道, 大哥, 你这是为什么? 他没想到他一向尊敬的大哥竟然会如此对他, 这可是他的手啊, 身体的一部分可不是其他什么物件, 看着两人质问的样子, 木绍修虽然心里无所谓, 但是表面上还是装出无奈的表情, 啊, 少修,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也没办法呀, 现在木绍修什么都不是, 就已经得到家主这样的庇护, 若是知道他可以完全治愈你的伤的话, 怕是他的地位很快便超过我了, 而你我跟他的关系都不好, 如果他有地位了, 那么会怎么对你我? 这还不明显吗? 为了不让那一天到, 我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若是木绍修看到现在的木绍修, 一定会忍不住赞他, 这演戏的技巧真是不差, 就差声泪俱下了, 典型的把别人卖了, 还让别人替自己数钱呢。 木绍修和木绍修两人都是思想比较单纯的人, 听着木绍修的话, 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木绍修道, 大哥, 我刚才误会你了, 对不起, 幸好你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不然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 可是大哥, 我哥现在的手这样一看, 就知道是刚刚受伤的, 到时候他们肯定可以看出来, 这要怎么办呢? 木绍修说出了最大的问题, 听到这话, 木绍修却是淡定地说道,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我既然这么做了, 就一定有我的办法。 少修啊, 这一刻没秋丹, 你就快些服下吧。 从木绍修的手中接过丹药, 木绍修一脸地感动, 大哥, 谢谢你。 要知道没秋丹的等级虽然不高, 但是他们这些子弟都不富裕, 有几盒丹药都跟宝贝似的保存着, 到时候想要买什么东西, 还能拿出去换钱, 而木绍修确实就这样给他了, 他能不感动吗? 然而木绍修确实忘了, 他的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正是因为木绍修。 扶下丹药的木绍修看起来显然好了很多, 面色也渐渐好了起来, 或许因为之前受过伤的原因, 这痛他竟然不觉得非常痛啊。 三天后, 木绍修正在去武祭堂的路上, 却被人喊住了, 那人告诉他说是家主让他去一趟义士堂。 听到这话, 木绍修疑惑了起来, 要说木绍修找自己的话, 也一定是让自己去他的院子, 不会去义士堂, 而今天要去义士堂。 很快, 木绍修便猜到了, 这肯定跟木绍修的手脱不了干系。 喂, 丫头, 你真的确定你将木绍修的手给治好了吗? 天儿忍不住问道, 他觉得他们人的家族也挺复杂的, 总觉得有种阴谋的味道。 木绍修点头, 如果他们没有使什么手段的话, 他的手肯定是能治好的, 我想他应该不会为了报复我, 把自己的手给废了吧,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也挺佩服他的了。 哼, 木绍修的心机不深, 而且心也不够狠, 对自己应该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天儿开口道, 天儿说得很对, 若真的就只有木绍修一个人的话, 的确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次并不是只有木绍修一个人, 还有一个蓄谋已久的木企超。 以木纸离的矫程, 很快便到达了目的地, 然而进去时, 他见到了木秦丽, 见到了大长老二长老, 见到了木绍巡以及他们的娘亲, 唯独没有见到主角木绍修。 看到这个场景, 木纸离隐隐隐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了, 尤其是见到大长老和二长老嘴角的笑容之后。 来到众人面前, 木纸离说道, 家主, 大长老, 二长老。 家主点了点头, 眼底有一些担忧, 虽说在他看来, 就算置不好木绍修的手,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大长老和二长老显然是准备抓住这个机会, 给木纸离好看。 他虽为一家之主, 但是也不能不管家中其他人的看法不是。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木家人对于木纸离的印象都不好, 估计除了木寒墨之外, 都没有人会帮他说话。 木纸离, 当初你说你可以治好少修的手势吗? 大长老眼底浮现着得意, 他就说凭木纸离怎么可能治好, 当初看他自信满满的模样, 还真有点被他唬住了, 没想到都是他骗人的手段, 只是想要推迟时间罢了。 听到这话, 木纸离点头道, 没错。 若是没有治好木少修的手, 你又该怎么做呀? 二长老接话道, 想到木纸离即将承受跟自己一样的痛苦, 他的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自断一闭。 说出这样的话, 木纸离面上竟是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仿佛说的不是自己, 而是在说别人一般。 大长老拍了拍手, 很好, 这是你自己说的, 少修, 出来吧。 在大长老说了这话之后, 木少修便是从后院走了出来, 这一出来, 木纸离的目光便凝住了, 因为他看见木少修的手无力地垂在那儿, 显然还没有好。 木纸离看了看家主, 而家主没有说话, 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纸离没有治好。 这不可能。 木纸离忙走到木少修的面前, 看着他无力地手, 查看了一番之后, 确定并不是装出来的, 但是木纸离也发现了问题究竟在哪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二长老开口道, 木少修的手曾经再次被打断过, 木纸离一脸肯定, 学医这么多年, 自然能够看出这一点, 他真是没想到木少修真的会这么做, 可是真的是他自己做的吗? 木纸离思量着, 直觉告诉他绝对不会是木少修自己这么做的。 听到木纸离的话, 在场的几个人都不相信了, 当初他们就不相信, 现在事实站在他们的面前, 木纸离竟然还狡辩。 大长老冷笑一声, 你以为我们都是那么好骗的吗? 哼, 当初相信你, 你骗我们, 现在竟然还想骗我们, 莫不是你根本就没有将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 大长老,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木绍修肯定又受过一次伤, 否则绝不可能是这样。 不如请一位医师来看看, 他的手是不是再次受过伤? 看着大长老的样子, 就知道他并不知道木绍修的手再次受过伤的事。 若是大长老事先知道的话, 那木纸离也就不解释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找的借口, 但是大长老他们并不知道, 所以他要解释一番, 被人冤枉的感受可不好受。 纸离, 若是真的治不好, 现在就承认吧, 否则, 木秦丽不由开口道, 现在事情闹成这样, 木纸离现在主动承认, 总比之后被逼着承认要好得多。 听到木秦丽的话, 木纸离很生气, 他不喜欢这种被冤枉, 而且不信任的感觉, 然而抬头看着木秦丽那只有担心没有责怪的眼眸, 心底的怒气渐渐的消散了。 家主, 我说的是真的, 木绍修的手一定再次受过伤, 否则不可能会这样。 此时, 二长老也是开口道, 哼, 既然木纸离一再地强调这件事, 那么就让他口服心服吧, 把李钥匙请来。 在他看来, 现在的木纸离只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 不论他怎么做, 结果终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似乎是事先就想到了木纸离会这么说似的, 李钥匙竟然已经在门口等待了。 二长老一说, 李钥匙便是走了进来, 见到李钥匙, 木纸离不由心神一领, 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他陷入了一场阴谋, 而且现在的他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 而改变不了什么。 啊, 李钥匙, 麻烦您看看绍修的手是什么时候受得上。 见到李钥匙, 二长老的态度显然好了很多, 李钥匙点头, 走到木绍修的面前看了看他的伤势, 玄机开口道, 家主, 二位长老, 木绍修手上这伤, 应该是上司他们找我治疗的时候受伤的呀, 只是按道理服用梅秋丹早就应该好了的, 只是不知为何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此话一出, 木纸离的脸色便难看了很多, 李钥匙被收买了, 否则他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 此时的他无疑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木绍修,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大长老怒声道, 难道你要说李钥匙的话是错的吗? 好啊, 原本少秀的手早就改好了, 但是因为你, 到现在都没有好, 欺骗长辈, 伤害手足,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这番话说得很是严重, 一股屈辱感自木纸离的心中升起, 抬起头看着众人, 冷冽的目光竟是让人有种不敢对视的感觉。 木纸离转过眸子看着木绍修, 目光中充满了冷力, 这种冷几乎超脱了人的情感范畴, 让木绍修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对于这个目光心有余悸, 实在是太恐怖了。 当然, 木绍修有这样的表现, 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心虚,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木纸离说得没错, 是他们冤枉他的, 原本在见到李药师的时候, 他心里还紧张, 若是李药师说出实话的话, 受罚的就是他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李药师的说法竟然和他一样, 脑海中回想起之前木绍修对他说, 不用担心他会解决的话, 顿时知道了原因的所在。 没错, 我就是要说李药师的话是错的, 木纸离一字一字清晰地说道, 声音很是响亮, 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就当二长老准备开口挖苦的时候, 木纸离再次开口了。 哼, 我知道你们的目的, 无疑是为了让我自断一臂, 做了这么多的功夫, 让我无话可说。 好, 那就遂了你们的意, 我自断一臂。 下一刻, 毫无征兆地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木纸离抬起自己的左手, 生生地废了自己的右臂, 咔嚓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整个意识堂都陷入了沉寂。 滴答, 血液滴在地上的声音清晰可闻, 每个人的心里都显得有些复杂, 尤其是在众人看到木纸离的表情之后, 心情更是复杂地无以复加, 没有痛苦, 没有低吟, 苍白的面上竟然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抹笑容, 在这样的环境下显得格外的诡异, 却又异常的魅惑。 没错, 木纸离现在很疼, 第一次尝到这样的痛, 但是屈辱感已经超越了肉体上的疼痛。 他说道, 你们给我的, 我会还回来。 木绍修看着这样的木纸离, 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这样一个能够对自己下得了狠心的人, 将来的成就又会低吗? 他清楚地看到木纸离在废自己手的时候, 可是一点的犹豫都没有啊, 甚至于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仿佛那不是他自己的手, 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多恐怖。 大长老准备好的胜利笑容, 此刻已经无法展现出来, 面色僵硬的他很无奈, 这件事的胜利者明明是他们这方, 怎么看着这样的木纸离觉得说的反倒是他们呢? 哼, 这件事是木纸离自己咎由自取, 我建议这次不给他没求单, 否则这就不算是什么惩罚了。 二长老看着木纸离的笑容, 心里突然产生了惶恐, 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产生过了, 他就是想要木纸离笑不出来。 听到这话, 木纸离却是笑得更大声了, 呵呵, 梅秋丹, 你以为我稀罕吗? 二长老, 你就是一个可怜虫, 你以为你做的这一切我很在意吗? 我告诉你, 对我而言, 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 闲迹, 木纸离拿出了一个瓷瓶, 从中倒出一颗丹药自己扶了下去, 然后便将瓷瓶丢给了二长老, 说道, 当我赏你的, 转身, 留给众人一个背影, 木纸离潇洒地离开, 众人站在原地看着木纸离的背影, 张了张口想要说什么, 而喉咙却像是卡住了一般, 什么都说不出来。 二长老打开瓶塞, 看着瓶中的东西, 面色变得铁青, 因为瓷瓶中装的不是别的, 正是十数颗的煤丘丹。 木纸离走出了一食堂, 手上传来的阵阵剧痛, 让他的面色变得惨白, 然而他心中的信念却是愈发的坚定, 他会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什么亲人不亲人的, 现在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将他当作是亲人。 至于二长老, 若说是之前是他们妇女俩欠了他的, 此时也已经还清了, 他们之间已经互不相欠。 天儿看着紧抿着嘴唇的木纸离, 眼中的神色有些复杂, 但是他也清楚, 经过今天的事情之后, 木纸离更好地成长, 很快, 木纸离便回到了清福院, 拿出银针快速地扎在手臂上的穴道, 因为吞食了煤丹的缘故, 现在手上的伤口已经好了不少, 这也是木纸离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丹药的神奇, 虽然平时一直都是右手失针, 不过现在换奏了左手下针, 已经没有任何的偏差, 这一点也是他从小就练习出来的, 银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手上, 木纸离的面上却只有冷漠, 既然说是他治不好木绍秋, 说是他让木绍秋伤口治愈的时间推迟了, 那么就让他在自己的身上验证一下, 自己究竟是能治得好还是治不好吧, 就在木纸离治疗的时候,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木纸离抬眼看去, 却见穆罕默一脸心疼地看着他, 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 很明显是一路跑过来的, 穆罕默看着木纸离那满是鲜血的右手, 说道,纸离,你感觉怎么样? 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立马赶过来了, 练武场的训练也没有去, 当他听到纸离自断右臂的时候, 他只觉得咔嚓一声, 什么东西碎裂了, 他说要保护纸离, 他说他不会再让他受到伤害, 但其实他根本就什么都做不了, 每次都是看着木纸离 在自己的面前受伤, 从来就不是自己保护纸离, 一直以来都是纸离在保护他, 他在木家的地位比纸离高又怎么样, 他突然发现自己就跟个废人无异, 他连自己想要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 木纸离看着木寒墨眸子中的心疼和自责, 笑了笑道, 寒墨,我没事的, 你不要担心, 对于他而言, 不过是一段时间手不方便, 加上一阵钻心的疼痛, 对于他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影响, 更何况在这样一个世界, 受伤原本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对不起, 木寒莫缓缓缓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然而当他看到木纸离那扎满了银针的手臂, 惊讶地道, 纸离, 你这…… 在过来的时候, 他便听说了纸离是因为没有治好木少修, 而且还拖延了木少修手的愈和时间, 所以才自断一臂, 可是现在却见到纸离用当初的手法来治自己, 那也就是说这方法是有效的, 如果之前木纸离是准备故意拖延木少修手的愈和时间的话, 那么现在他又怎么会在自己的手上施针呢?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木纸离问道, 玄机便知道了木寒莫的想法, 说道, 我说了木少修再次打断了手臂来冤枉我, 你相信吗? 听到这话, 木寒莫没有丝毫的犹豫便点头道, 我相信, 木少修他这么做, 实在太过分了, 芷莉, 对不起, 如果不是因为我和木少修起冲突的话, 也不会有现在的状况了。 木纸离将手上的银针一一地收了起来, 说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你也不会和木少修起冲突的, 不是吗? 因为我你还受内伤了, 这一切都是我和木少修之间的事情, 不关你的事, 你不要自责了。 你这样真的能够治好吗? 虽然心里很相信木纸离, 木寒墨还是忍不住问道, 想着大长老二长老还有木少修他们, 他只觉得他们太卑鄙了, 这么多人欺负纸离一个人。 木纸离点头, 放心吧, 我可以治好的, 现在我需要做的, 就是知道这件事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木少修他们固然可恶, 但是在木纸离看来, 那隐藏在暗处的幕后黑手, 才是最为可恶的人。 自己还得罪了什么人呢? 很快, 木纸离的脑中便浮现了三个字, 木启超。 没错, 在木家也就只有木启超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了, 木少修他们和木启超的关系一向都不错, 木少修很听木启超的话, 而凭借着木启超在木家的地位, 能够收买李要师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越想木纸离越是确定这件事跟木启超有关系。 啊, 还有幕后黑手? 听到木纸离的话, 木含莫显得很惊讶, 他从来没有想到还有这么深的一层, 还以为只是木少修自己想出来的呢。 呵呵, 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猜测而已。 不过不重要了, 我不会有事的, 手很快就会好的, 等我好的时候, 我去找你, 给你看呢。 木纸离的嘴角扬起了笑容, 看上去很是明媚, 让木含莫一时都看黄了眼。 木含莫此时站在木纸离的右边, 看着木纸离那没有暗纹的右脸, 突然发觉木纸离竟然这么漂亮, 简直比木嫣然还要漂亮。 待木含莫走了之后, 木纸离面上的笑容也消散了。 天儿, 我今天晚上想要去一趟木启超的院子, 而我现在的实力很难不被他发现, 你有没有办法帮我? 虽说心里已经认定了这件事跟木启超脱不了干系, 但他还是准备去确认一番, 听到木纸离的话, 天儿点头, 嗯, 这个我还是有点办法的, 我可以控制你的气息, 不被木启超发现, 一个木启超他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嗯, 那就好, 事业, 木纸离穿着一身夜行衣进入了木启超的院落中, 这是木纸离第一次来, 不禁感慨木启超住的院子还真是不错, 比起他的轻浮院要大上一倍不止。 好在木家的院落虽然大小不一样, 但是格局却是差不多, 很快, 木纸离便找到了主屋, 就在这时, 木纸离也听见了主屋里传来的声响, 有几个人在说话, 毫不疑问, 说话的人就是木启超和木绍修。 木纸离缓步走进了主屋, 站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清晰地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哈哈, 今天做得很好, 那木纸离字段一臂, 而且家主他们也不再相信他了, 这样一来, 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木启超的面上皆是得意的笑容, 想着今天发生的事还真是让他畅快不已啊, 只是可惜这么精彩的一幕他没有看到, 若是当时他去的话, 那么木纸离一定知道跟自己有关, 所以他选择待在暗处。 木绍修的面上也露出少许笑容, 嘿, 还是大哥有远见, 若不是有大哥提醒的话, 今天木纸离怕是要风投大胜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木绍修的脑海中却一直浮现着当时木纸离的表情, 那冷烈的目光以及嘴角诡异的笑容始终挥之不去。 木启超看着木绍修那心事重重的模样, 还以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手而感到难过, 当下便收敛了笑容, 眼里流露出几分哀伤的神色, 唉, 少许啊, 只是苦了你的手了, 我, 见到木启超那自责的模样, 木绍修道, 唉, 大哥, 你别自责, 这样也是为了顾全定局不是? 你说的对, 如果大家知道木纸离真的治好了我的手, 那么木纸离的地位一定会快速地提升, 到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少许, 难为你能够明白这一点, 你的手, 大哥一定会想办法的。 木启超一脸郑重地说道, 看到木绍修感动不已, 摇了摇头道, 唉, 大哥, 我没事的,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手虽然有些不方便, 但是也无碍的, 手还是一样能够动作, 只是灵活度不如以前罢了。 木纸离站在门外听着两人的对话, 嘴角不由露出一抹笑容, 果然跟自己料想的一样啊, 木绍修只是一个枪手, 真正的幕后主使是木启超, 而木启超显然是在利用木绍修, 木绍修还以为木绍修是为了他好呢? 他现在只觉得木绍修是一个可怜虫, 相信了一个只会利用他的人, 这样的人无疑最为可悲, 只是木绍修现在似乎变得聪明了不少, 知道使用计谋了, 而他偏偏还中计了。 白痴, 木纸离开口, 木启超和木绍修听到这话, 当下便是一惊, 眼睛转向木纸离所在的地方。 什么人? 看着两人的紧张, 木纸离则是毫不在意地走到门口, 直接打开了房门。 你们俩似乎很得意嘛, 木纸离的嘴角勾起浅浅的笑容, 面色淡然地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好像是好友串门一般。 两人相视一眼, 皆不知道木纸离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又或者他们的话他听到了多少。 大晚上的, 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木启超很快便恢复了阵地, 一个木纸离他有什么好畏惧的? 当然是来听听你们是怎么算计我的了。 木纸离抬起自己的右手, 看着两人道, 这都是拜你们所赐, 你们的杰作。 听到木纸离的话, 木启超就知道他们之前说的话, 他已经全部听到了。 既然木纸离已经知道, 他也就不用再绕圈子, 他也不怕木纸离说出去, 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 木启超不懈地看着木纸离, 哼, 得罪了我, 你自然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跑过来, 你莫不是认为就凭你能够对付得了我吧? 听到这话, 木纸离舔了舔嘴唇, 嘴角的笑容愈发地灿烂。 付出代价? 那么你知不知道, 得罪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就好像当初的木材。 木启超看着木纸离那笑得诡异模样, 不知为何竟然觉得背后升起一股凉气, 背脊发凉, 声音略带颤抖地道, 木材是你杀的! 当初木材他们死的样子, 他也见到过, 实在是太恐怖了一些, 之前他也不相信这一切会是木纸离做出来的, 这么凶残的手法实在是难以想象, 只是现在木纸离竟然真的承认了。 木纸离点点头, 是啊, 不然你以为呢, 他们得罪了我, 所以付出了代价, 而现在, 你也得罪我了。 看向木启超的眼中, 尽是阴寒的笑语。 残害手足的事情他不想做, 虽说没有什么感情, 但毕竟都姓木, 但是现在看来, 好像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对方想尽办法地迫害自己, 自己还在乎什么手足呢? 木启超壮着胆道, 只要你说我就相信吧, 你是故意这么说, 想要吓唬我们吧? 木纸离, 你未能也太天真了。 听到这话, 木纸离眼底的笑意更深, 他不承认的时候吧, 他们非要逼着他承认, 他承认的时候吧, 他们又不相信。 相不相信是你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只是今天, 你注定要为你所做的, 付出代价。 声落, 木纸离便是一个跨步 来到两人的面前, 速度之快, 超出了两人的想象, 在两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木纸离就已经在他们的身旁了, 这也是木纸离算计好的。 手中荧光一闪, 两根针便是已经扎在了两人的身上, 木绍修突然惨叫一声, 旋即便在地上打滚, 面上更是轻尖抱起, 模样看起来十分凄惨。 木纸离想要动, 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动不了了, 惊恐地看着木纸离,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要做的还没开始呢, 木大少爷, 你就好好享受吧。 木纸离的嘴角弧度越来越大, 木纸离的面上终于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木纸离第一时间便打断了木纸离的手, 不是一只, 而是两只。 咔嚓,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木纸离的面色变得惨白, 鲜血滴在地上形成点点血花。 木大少爷, 这感觉是不是还不错呀? 没有人可以欺负他木纸离, 既然已经为敌, 他就不会手下留情, 不论对方是什么人。 木纸离面目扭曲地说道, 木纸离, 你会后悔的,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听到这话, 木纸离玩耳一笑, 这是我今天说过的话, 而我现在正在实现我所说的话, 让你们俩付出代价。 木纸离费了木纸离的双臂之后, 并没有这么轻易地饶了他, 而是将上次配置的万花毒给木纸离扶下了。 既然木纸离时时刻刻想着对付自己, 他也不想再客气, 木家人如此之多, 少了一两个子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这个人是木纸离。 木纸离看着木纸离为自己吃下了那东西, 可惜现在自己是根本动不了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胃下, 连忙问道, 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他没想到木纸离竟然是这么恐怖的一个人, 若是知道的话, 应该早点杀了他以绝后患, 这样也就不会有现在这样被动的状况了, 等明天, 自己就想办法把他给杀了。 木启超心里做好了决定, 只是他所想的这一切都无法实施了, 木纸离微微一笑, 他看到了木纸超眼底的深意, 想来自己今日的做法很正确。 你很快就会知道那是什么, 木纸离给木纸超服下的, 是他前些日子配置的十里毒。 这种毒也是慢性毒药, 会一步步地蚕食人的大脑, 从而让人神志不清, 成为一个吃傻的人, 而一个月后, 则会因为脑子被掏空而死亡, 可以说是一种很磨人的毒药。 原本今天木纸离可以直接将木纸超给杀掉,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试试自己这毒的效果如何, 或许是因为他不想让木纸超这么痛快地死去, 或许是因为这样能够彻底地将他和木纸超的死撇开关系, 他选择了这样做。 将木纸超给废了之后, 木纸离便将目光转向了藤的面色惨白直冒冷汗, 在地上打滚的木纸修, 说道, 从你决定陷害我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注定了会付出代价, 希望你下辈子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听到木纸离的话, 木纸修一脸惊恐地看着木纸离道, 我,求求你,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再也不敢了。 虽然今天他便意识到了自己做了一件错事, 但是没想到错误的结果来得这么快, 也没想到一向被认作是废人的木纸离, 竟然会有这般的实力。 大哥竟然都没有反抗之力, 他根本就不知道木纸离对自己做了什么, 就成成了这个样, 难道真的是妖法? 啊,想到这儿, 木绍修的面色更是难看到不行。 木纸离摇了摇头, 已经晚了, 木绍修作为一个枪手, 其实并不是很可恨, 但是谁让他木绍修见了太多的秘密呢? 他对木启超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既然木绍修知道了, 那么也只有死了。 很快, 木绍修便是变得昏昏沉沉起来, 脑子有些不清醒, 甚至于他还看着木纸离笑。 木纸离看着木绍修那模样, 一点怜悯的感觉都没有, 只觉得异常痛快, 他不是总说自己是废物吗? 现在的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傻子。 从木绍修的房里找到了他的配件, 将其放在了木绍修的手里, 然后一箭刺向了木绍修的致命部位。 紧接着, 木纸离点了两人的穴, 让这个姿势可以持续到第二天大家看到的时候。 如此一来, 谁都不知道他来过, 也不能认定这件事跟他有关。 这不是木纸离第一次杀人, 所以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他只在乎对他好的人, 想让他死的人, 他绝对不会让对方好过。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木纸离更是检查自己有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之后便离开了。 回到清福院, 木纸离并没有休息, 而是继续修炼起来, 他已经卡在一百零七条经脉很多时日了, 这种感觉可不好受, 虽然知道自己急不得, 但是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快些突破, 毕竟距离家族大会已经没有几天了。 沉下心田, 木纸离吸收着空气之中的天力, 他发现今天的他吸收起来似乎速度格外的快, 这种感觉已经很久不曾有过了, 见到这番状况, 木纸离也是喜从心来, 说不定今天他就可以突破了, 想到这儿, 木纸离也是更加认真地修炼起来。 丹田中的天力越来越多, 当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木纸离便是控制着所有的天力, 朝着第108条经脉涌去。 第108条经脉, 也是木纸离打通的这么多条经脉中见过的最粗的一条。 经脉中的会晤, 随着天力的涌入正一点点从中出来, 只是天力推行的速度极慢, 极长的时间才能够推动经外运动一毫的距离。 木纸离额头上的汗珠也是越来越多, 从这一点便能够体现出其困难程度。 在这些日子中, 木纸离已经不止一次的尝试这样的过程, 只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功亏一篑,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只觉得无比的困难, 而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经历之后, 木纸离也习惯了这种感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而对于木纸离而言, 时间却仿佛不曾运动过一般, 汗水已经浸湿了她的背部衣衫, 她却浑然不觉。 转眼间天已经大亮, 木纸离却依旧紧闭着双眼, 从内饰中, 木纸离能够清楚地看到距离打通最后一条经脉, 仅仅差一毫米的距离, 只是这一毫米却是难于登天, 这是她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体内传来了阵阵虚弱感, 这样的过程对于人体的消耗无疑非常之大, 木纸离的身体也是摇摇欲坠, 阵阵的颤抖让木纸离知道她已经达到了极限, 只是看着那仅剩的一毫米, 咬了咬牙, 终究不肯放弃。 体内的天力已经近乎消耗殆尽, 木纸离却是从身体的所有细胞中压榨出残余的天力, 朝着那一毫米而奋进。 两个时辰之后, 木纸离的面色已经近乎惨白, 只听见一声细微的咔嚓声, 木纸离的身体快速地放松开了, 倒在床上大口地喘气, 只是她的面上却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经过这么久的努力, 她终于成功地打通了第108条经脉, 好在自己坚持了, 若是自己当时放弃了没有坚持的话, 也就不会拥有现在的成功喜悦感。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木纸离的面色也缓缓地恢复了红润, 只是丹田中传来的阵阵枯竭感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于是就开始继续修炼起来。 在木纸离沉浸于成功的喜悦之中的时候, 木家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 显然这混乱是因为木启超和木绍修所引起, 而罪魁祸首则是在很淡然地修炼呢。 今天一大早, 木启超的下人与往常一样敲门, 给木启超梳洗, 只是敲了半天门却没有人硬打, 想着昨天夜里木绍修来了之后, 木启超便贫退了所有下人, 而现在却没有人, 下人们也慌了, 于是便打开门来看, 然而当他们打开了门之后, 却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一幕, 木启超的剑正刺在木绍修的心脏, 木绍修的面上尽是惊恐, 而木启超的面上却带着近乎吃傻的笑意, 两个人都是木家的嫡系少爷, 而木启超更是木家最为受重视的晚辈, 这件事自然是引起了轰动。 第一时间里, 家主以及各位长老便赶去了木启超, 木启超的院子, 之前他们在听闻的时候, 还觉得可能是吓人瞎传的, 可是见到了这一幕之后, 每个人的面上都布满了震惊, 大长老看着站在那不断傻笑的木启超开口道, 启超, 绍修是你杀的? 口气显得很不确定, 因为他简直无法相信会发生这么突兀的事情。 木启超却仿佛不曾听到大长老的话一般, 把玩着自己手中的剑笑着道, 好玩, 好玩, 那模样俨然和一个几岁的孩童无异。 启超! 大长老木启超怒声赤道, 这样严峻的状况, 他竟然还跟自己装傻充愣。 然而木启超却依旧没有回答, 就当二长老木启华准备喊木启超的时候, 木启力伸手阻止了他, 面色复杂地道, 唉, 启超吃傻了, 从木启超那空洞的眼神, 吃傻的笑容, 便是可以看出现在的木启超 已经变成了一个痴儿, 不再是之前那个裁俊木启超了。 听到这话, 大长老瞪大了眼睛, 显然他也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啊, 怎么可能, 启超怎么会突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哼, 我想应该是有某个高人来过吧, 否则启超和少修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只是启超他们究竟得罪了什么人, 对方竟然下手如此恨毒。 木启力沉声道, 二长老皱起眉头, 撕梁了片刻道, 据我所知, 最近这些日子, 启超都没有出过门, 如果要说和什么人起过冲突的话, 那就只有木启离了。 哼, 你觉得启离会有这个实力, 一个人对付他们两个人吗? 更何况, 其中还有一个人是启超。 木启力反问道, 虽然他的心里也曾有过这个想法, 但是细意思量便是得出不可能是木启离的结论。 虽说现在木启离的丹田已经治好了, 可以铸存天力, 但是这也不过是这一年之内的事, 一年的修炼成果, 怎么可能跟木启超修炼十数年的成果相比肩呢? 在木启力看来, 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 只是, 他不知道, 木启离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修炼者, 他还是一个药师, 汇这个世界上所有药师都不会的针灸之术。 木启力的话显然引得了不少人的认同, 他们虽然不喜欢木启离, 但是不可否认, 凭木启离的实力, 也的确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当然,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木启离事先预料到的, 成功地撇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剩下的就随意其他人怎么猜测了。 当木启离睁开双眼的时候, 只觉得神清气爽, 这种感觉比起以前任何一天修炼结束之后的感觉都要好。 看了看自己的右臂, 他能够感受到肌肉生长的状况, 显然, 在梅秋丹和针灸的双重作用之下, 他恢复的速度很快。 距离家族大会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了, 他要尽快让自己的手给好起来, 不然到时候影响他的成绩就不好了。 当家族大会的时候, 他会在众人的面前彻底将废物的头衔摘掉, 同时, 面上这些所谓的掩饰也不需要了。 他木启离将会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 不需要任何的掩饰, 他就是木启离, 罗天成第一废物木启离, 只是今非昔比, 他将会成为让木家所有人瞩目的天才。 废物与天才之间的跨越, 他木启离可以做到。 此时, 天二的妖灵也是从天煞古戒中跑了出来, 看着木启离现在的模样, 眼里也有着欣喜之意。 108条经脉全部打通了? 虽然从木启离之前的表现, 他便是猜测到了这一点, 但还是忍不住询问一番。 木启离的脸上不由露出一抹笑意, 眼头说道, 嗯, 终于打通了, 那要恭喜你了。 他知道有了逆天心法的帮助, 修炼的速度的确会提升很多, 但是木启离的速度还是让他惊讶, 短短十个月的时间竟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实在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他虽然不曾修炼过心法, 但是他以前可是见到过不少修炼心法的人, 他可以肯定, 那些人的修炼速度肯定比不上木启离。 看来木启离本身的修炼天赋就极强, 加上天煞宝典, 真可谓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唉, 接下来只要控制天力, 运行一百零八周圈就可以了, 只是这一百零八圈, 还不知道运行到何时呢? 距离家族大会只剩下这么几天了, 他现在连一周圈都不曾运行过, 说心里不着急那是不可能的。 闻言, 天二的眼里浮现出了一抹瑕促的笑语, 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地说, 哼, 别着急, 我相信啊, 你很快就会成功的, 甚至愉快的让你不可思议。 木启离以为天二是在安慰他, 也是不以为意。 嗯, 我会努力的, 天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昨天修炼的过程, 竟然那么顺利, 还是第一次呢? 想到昨天的那种感觉, 他就觉得异常的舒适。 天二笑了笑道, 哼, 你昨天修炼的那么顺利啊, 是因为你顿悟了一些事情,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 我们修炼意图很多时候都需要顿悟, 不过这样的机会是可悦而不可求的, 有的人很容易变顿悟了, 然而有的人穷其一辈子都无法顿悟。 听到天二的话, 木质离这才知道了原因。 哦, 我也是因为顿悟才突破的。 原来是因为昨天自己的心境突然放宽了, 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所以才能够突破吧。 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没有什么亲人不亲人的, 只有真心待他和要害他之人。 因为木启超的事情, 木家变得十分混乱, 大家都在猜测着, 这件事究竟是何人所为, 家主以及长老们也是在处理这件事, 所以木质离变得不受关注起来。 他这几天并没有去武器堂, 甚至于连门外都不曾走出过。 若是有人看到的话, 一定会发现木质离犹如入定一般, 双目紧闭, 面色淡然, 俨然是在修炼。 没错, 从打通一百零八条经脉之后, 木质离便是开始尝试着运行周圈, 之前从来不曾尝试过。 这也是天儿告诉他, 在全部打通之前不能尝试, 而他相信天儿自然也不会尝试了。 现在终于成功地打通了, 自然在第一时间便尝试起来了, 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隐隐间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运行不少圈了, 因为他可以打败木少修, 而木少修修炼了这么多年, 总不可能一圈都没有运行成功吧。 可是自己又从来不曾运行过, 所以对于这个结果他很是好奇, 然而当木质离开始运行之后便惊恶了。 因为他运行的时候是难以言喻的顺利, 仿佛已经运行了无数次似的, 没有丝毫的阻止或困难, 一切都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一圈, 两圈, 十圈, 三十六圈, 七十二圈, 直至七十二圈, 木质离才停了下来, 睁开了双眼, 木质离的面上是掩饰不住的欣喜, 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尝试就能够成功地运行七十二圈, 这在常人的眼中会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只是, 为什么会这么顺利呢? 木质离不明白了。 能够运行七十二圈, 就证明他已经进入了后天高手的高级阶段, 以他现在的年纪达到这样的程度也算是不错了, 但是他的心中还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自己还有余力, 七十二圈并没有达到他的极限。 天儿, 我修炼了多久了? 看着门外的太阳, 似乎又过了一天呐, 修炼中的他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仿佛刚刚修炼似的。 听到木质离的问话, 天儿也是笑着回答道, 三天了, 你整整啊, 修炼了三天三夜。 听到这话, 木质离一愣, 玄机不可置信地说道, 哇塞, 三天? 我已经修炼了三天? 难怪觉得自己这么饿呀, 原来自己已经三天不曾进食了。 从乾坤袋中拿出干粮, 有了食物, 腹中的饥饿感也慢慢消失了。 木质离似乎想起了什么, 忙开口问道, 哎, 天儿, 你知道吗? 我竟然成功地运行了七十二周圈, 直接跨越了初级, 中级阶段, 达到高级阶段了。 呵呵, 这样再好不过了。 天儿笑着道, 只是木质离却是能够看出来, 天儿没有丝毫的惊讶。 难道天儿早就知道不成? 哎, 天儿, 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难道我之前打通经脉的过程, 为此也有帮助? 之前虽然从来不曾控制天力运行周圈过, 但是他也曾积蓄天力来打通经脉, 或许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能够第一次尝试就运行了七十二周圈。 嗯,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哎, 也许是吧, 我也没有修炼过, 想来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探究啊。 其实七十二圈, 根本就是在天儿的意料之中, 木质离不知道一百零八条经脉 和一百零八周圈, 两者都是一百零八之间的联系。 听到天儿的话, 木质离点了点头, 他的确应该自己摸索的, 毕竟他所需要的是自己力量的强大, 而不是依靠天儿的强大。 一连几天不曾出去, 木质离心中也有些好奇现在的状况, 于是走出门去, 原本木质离是去找穆罕默的, 毕竟在整个穆家他可以交流的也只有穆罕默了, 只是却被告知穆罕默闭关, 这些天都不曾出来过。 木质离心想, 想必是因为家族大会要到来了, 所以罕默抓紧时间修炼, 希望到时候能够表现得更出色吧, 这一点他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不是吗? 然而木质离却不知道, 穆罕默这么做, 主要的原因却是为了他。 穆罕默认为, 只要自己这次能够在家族大会上表现得好, 那么他在穆家的地位就会大大的提高, 更何况, 现在穆家风头最甚的穆启超 已经死了。 可以说, 穆家现在并没有什么最为出色的子弟, 而他穆罕默的机会也就来了, 若是他能够展现惊人的天赋, 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穆启超。 不, 是比穆启超还要强的子弟, 而穆罕默是他要保护的人, 其他人也一定会注意这一点的。 虽然不曾找到穆罕默, 但是穆启离一路走来, 听着穆家子弟们的谈论, 对于这件事也是了解了七七八八了。 穆启超的死, 不仅在穆家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在罗天城, 这个消息也是快速地传播起来。 一时之间, 穆家的地位有些摇晃, 毕竟罗天城的格局是穆家、 王家、 苏家三家鼎立。 在穆秦力这一辈上, 三个家族显然是分不出上下了, 所以每个家族都将重任寄托于下一辈的身上。 而在下一辈中, 分别以穆家的穆启超, 王家的王天奇, 苏家的苏裕为首, 可以说相差也是不大, 然而现在穆家的穆启超疯了, 这影响可不就大了吗? 在穆家难过的时候, 王家以及苏家都是在一旁看笑话, 对于他们而言, 穆家的坏事就是他们的喜讯。 对于这个消息, 穆指里没有丝毫的意外, 这一点他早就料到了, 这也是之前他一直不曾动穆启超的原因, 但是穆启超做得太过分了, 想到这儿, 穆指里不由看向自己的右臂, 这只手虽说是自废的, 却也可以说是穆启超废的。 若是一直放任下去, 穆启超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他穆指里不是一个喜欢麻烦的人, 若想要不麻烦, 那么只有自觉后患了。 他相信, 没有了穆启超的穆家会诞生新的人才, 他穆指里就可以, 一个天才被废才逼疯, 这是一件多么讽刺的事情。 距离家族大会还有四天的时间, 穆指里也不浪费, 回到院内继续他的修炼, 他想要弄明白, 自己那还有余力的感觉是从何而来。 沉下心田, 穆指里再次进入了修炼状态, 也不知道是不是进入了高级的缘故, 穆指里发现空气中的天力因子变得多了起来, 修炼的速度自然也快了不少。 吸收了不少天力之后, 穆指里便开始再次运行周圈, 其实运行周圈的时候, 周围的天力因子也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体内, 一起进行运转, 只是穆指里担心天力不够, 所以才这么做。 很是顺利地运行到了七十二圈, 然而到了七十二圈的时候, 穆指里还是感觉到有一种阻挡, 但是这种阻挡并不是很强, 相反的, 穆指里觉得就像一层薄薄的纸一般, 很容易捅破, 也正因此, 穆指里并没有停止下来, 而是继续尝试着运行,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穆指里的面上却尽是坚毅之色。 约摸一个时辰之后, 那层障碍便是给穆指里解决了, 而天力则是继续开始运转起来, 七十三圈, 九十圈, 一百圈, 一百零七圈。 穆指里一口气竟是直接运行到了一百零七圈。 睁开眼眸, 眸子中竟是不可置信之色, 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就能够运行一百零七圈,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若是每个人的修炼都能像他这么简单的话, 怕是穆家现在已经全部都是先天高手了吧。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穆指里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不过玄机便是笑了起来, 这种意外还是多发生几次的好。 若是其他人知道穆指里心里的想法的话, 怕是有种想要杀人的冲动, 其他人修炼十数年都无法运行一百零八圈, 他倒好, 修炼不过一年不到的时间, 竟然能够运行到一百零七圈了, 竟然还不满足。 啊, 就差一圈便可以突破后天, 进入先天了呢。 要知道后天境界的人很多, 可以说依旧是普通人, 但是进入先天之后, 那可就是不一样的概念了。 诺大的穆家, 也不过是长老和家主进入了先天而已, 由此可见进入先天的难度。 当然, 穆指里的心中还有一个想法, 如果自己进入先天的话, 便是有资格问鼎穆家的长老, 若是自己成为穆家长老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人可以给自己穿小脚鞋呢? 然而, 穆指里在继续修炼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止步于一百零七周圈了, 无法精进一步。 想想也是, 在天玄大陆有数以千万计的后天高手, 止步于一百零七周圈, 却始终无法踏入先天境界, 这也就说明了这一坎儿究竟有多难跨越了。 距离家族大会只有三天的时间, 穆指里却是放松下来, 短短时间中可以做到现在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正所谓一松一池, 太过紧张了反而不好, 他需要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 想到这儿, 穆指里便走出了穆家的大门, 这许久不曾出去, 也不知道现在的罗天城有没有什么变化。 穆指里里穿白素衣, 外着淡蓝色沙衣, 一双玉卒被白色的靴子所包裹, 头发用一根简单的翡翠玉簪挽起, 将精致的面容显露无遗, 走起路来一举一动之中, 当真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并没有从大门走, 而是直接翻墙出去了。 要说这个举动对于以前的穆指里有些难度的话, 现在可以说是小菜一点了。 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听着小贩们的吆喝声, 穆指里也不由地被这热闹的气氛所感染, 他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修炼, 仿佛与这般情景处于两个世界。 转了一圈之后, 穆指里还是走进了酒楼, 毕竟吃饭的时候是最容易获得消息的时候。 而这次点菜, 穆指里就深刻地体会到了美女与丑女之间的差别。 上次小二是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这次却是看着眼睛都移不开了。 虽说以貌取人是不行的, 但是生活中处处都是以貌取人的现象。 点完了菜之后, 穆指里看着还一脸呆滞地望着自己的小二, 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哎, 小二! 小二这才反应过来, 面上也是有些窘迫, 忙道, 呃, 我马上就去。 旋即便是跑开了, 看着小二落荒而逃的模样, 周围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对小二的反应很能理解, 毕竟就算是他们自己想必也是一样的反应, 这等极品的美女可不多见, 于是乎在场的男子目光全部都停在了穆指里的身上。 原本挺香的饭菜此时也是淡而无味, 更是有人看着穆指里浑然忘记了吃饭, 他们深刻地领悟到了秀色可餐的含义。 对于大家各式各样的关注, 穆指里却显得泰然自若, 仿佛这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 也正因此让人对他更高看了一分。 哎, 听说穆家的大少爷穆启超吃傻了, 你知道吗? 义人故意大声说道, 似乎是想要吸引穆指里的注意, 旁边那人很快也明白他的意思, 接着说, 嗨, 我当然知道了, 听说穆家还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呢, 对方下手这般狠毒, 杀了一个嫡系子弟不说, 更是将穆家最出色的小辈变成了赤儿, 不知道穆家究竟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啊。 哼, 这下罗天城怕是要变天喽。 那人吃着花生米一脸惬意地调侃, 诶, 此话怎讲? 哼, 穆家最厉害的小辈变成了赤儿, 那王家和苏家还不得押穆家一筹, 到时候举办全国赛事的时候, 穆家定然也比不过苏家和王家, 你说, 这罗天城还不会变天吗? 两人说话的时候, 穆纸离面上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 但其实他却在仔细地听着这两人说话呢, 显然, 全国赛事这四个字已经被他给关注起来了。 穆纸离的眼中浮现了一抹疑惑, 究竟是什么全国赛事? 他确定以前的穆纸离从来不曾听说过, 听着两人的语气, 很明显这件事很重要, 既为全国, 也就说明了这场赛事是整个国家都注意的。 要知道, 他们所在的国家中有上千个类似于罗天城的城市, 那么这场赛事将会有多少人参加? 想到这儿, 穆纸离便是感觉到这件事他定然感兴趣。 穆纸离站了起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 缓步走到了两人的面前。 两人原本说话的时候, 就是为了引起穆纸离的注意, 现在见到穆纸离朝着他们这边走, 自然是喜不自胜。 请问两位, 你们口中的全国赛事是什么? 穆纸离的面上扬起浅浅的微笑, 何须的笑意让他看起来异常温柔, 原本一个长相犹如仙女般的女子让人觉得不可接近, 然而此刻的他们竟觉得仙女距离他们的距离如此之近。 两人一时间看穆纸离看呆了, 竟是没有反应过来, 只是痴痴地看着。 健壮, 穆纸离不由再次开口道。 哎, 两位, 听到穆纸离的话, 两人这才反应过来, 面上欣喜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尴尬, 忙回答道, 啊, 姑娘, 这全国赛事便是全国举办的一场天力赛事, 若是能够在其中脱颖而出的话, 就可以加入门派, 要知道, 这比赛可是二十年举办一次呢, 今年正好距离上次赛事已经二十年了。 听到这话, 穆纸离心中也是暗道自己想的果然没错,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赛事, 想必会有不少人参加吧, 若是错过了这次, 得等二十年呢。 从上次见到林洛晨之后, 他便已经决定自己一定要加入门派, 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 亦或者他是为了林洛晨所说的那句, 再次相见, 无论如何, 他已经这么决定了, 而这次无疑是个绝佳的机会, 只是心中也多了几分焦急, 毕竟其他人修炼了那么多年, 而他自己不过修炼了一年的时间罢了, 这让他如何在这么多人之中脱颖而出呢? 想到这儿, 木芷里不由再次问道, 嗯, 那不知道这全国赛事有没有参赛的年龄限制呢? 若是没有限制的话, 一些修炼了五六十年的人去参加, 而他们这些年轻的小辈如何与之相比呢? 哦, 这个自然是有的, 参赛规定的是三十岁以下的人, 超过了便是不允许参加了。 美女问话, 两人的回答自然很快, 哦, 那谢谢你们了。 木芷里再度朝着两人一笑, 便是走开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天旋大陆的每个人都修炼, 而人的寿命随着修炼也会不断地延长, 所以对于修炼之人而言, 三十岁并不算大。 两人看着家人离去, 视线中不由多了一抹惆怅, 不过看着周围的人都是一脸羡慕地 看着自己, 心中也好过了很多, 他们至少要比那些光看着的人好多了不是? 哎, 天儿, 你知不知道全国赛事啊? 木芷里用零食与天儿沟通道, 天儿听到木芷里的话之后, 说道, 哎, 我是一个神兽, 对于人类的世界接触并不多, 这全国赛事我也听说过, 不过当初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也没有过多的关注啊。 天儿的话语中带着浅浅的歉意, 哦, 这样啊, 没事的,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这件事, 想必接下来我会清楚的。 若是这次在族会上表现得好, 自己的地位提升了之后, 木芹丽定然会将这件事告知她的。 吃完晚饭之后, 木芷里便回去了, 心中却是暗道, 以后也要多出来转转, 每次出来都能够听到不少消息, 而且这些消息对于她而言都是很有用的。 木芷里回到了木家之后, 夺步于道路中, 而她的视线中却突然出现了一抹人影,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被她弄得吃傻的木启超。 以前看到木启超总是风度翩翩, 见到她的时候, 面色立马变得阴沉, 但是现在的木启超却是看着她一脸的笑容, 手上拿着一个球, 玩得不亦乐乎, 甚至于她跑到了木芷里的面前, 要求她和自己一起玩。 显然, 木启超的心智已经回到了七岁, 当木启超的心智回到一岁的时候, 也就是她死亡之日了。 看着这样的木启超, 木启超的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以前春风得意的木启超, 又岂会想到会有今天的结局。 她觉得现在的木启超, 比起以前的木启超要可爱多了。 木启超拉着木启超的一脚道, 姐姐, 陪我玩, 陪我玩。 好, 姐姐陪你玩。 木启超回到清福院之后, 便是进入了天煞古界之中, 这段日子一直在修炼, 炼丹也不能松懈了呀, 要知道, 医术丹药才是她最感兴趣的老本行。 在查看丹方的时候, 木启离却意外地发现在众多的丹药之中, 有一种名为利先丹的丹药, 以前她倒是从来不曾注意过, 现在见到, 却是忍不住惊讶一番, 因为其效果是可以帮助运行了107周圈的人突破108圈, 进入先天境界, 这般效果饶射木质里也是无法保持淡定啊, 这样的丹药, 简直就是为了现在的她而准备的呀。 若是她在族会之前能够突破先天, 那么这次的族会表现她就不需要担心了, 之前因为自己已经无法突破, 所以她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现在可以说是见到了曙光, 自然是要尝试一番的。 但看清了所需要的药材之后, 木质里没有丝毫的犹豫便出了门, 去药材铺购买丹药了, 一路上的她都是忍不住的兴奋的, 先天境界呀, 谁人不想步入先天境界? 以最快的速度买了丹药回来, 木质里便进入了炼丹状态, 木质里现在只是一名要士, 虽然说距离要师比较靠近了, 但毕竟是有一段距离的, 而这立仙丹则是最为靠近二阶丹药的一种丹药, 其困难程度不言而喻,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木质里的觉醒, 之前的她也算是炼制了不少丹药, 对此颇为熟悉, 不过木质里在第一时间里并没有尝试着炼制立仙丹, 而是先炼制一些其他的丹药, 炼丹的时候感觉也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便开始炼制立仙丹了, 将所需要的药材整理好放在一旁, 看着一旁温度还没有降下来的丹炉, 木质里的面色恢复了平静, 炼丹的时候需要静心, 否则情绪一个波动就可能影响炼药的过程, 熟练地将美珠药材放入丹炉之中, 仔细地感受着美珠药材的变化, 要知道, 这一点可是非常重要的, 若是自己没有仔细地注意着的话, 稍微一分神, 那药材便会化作一片废渣, 木质里将心中的紧张尽数排开, 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 所有的一切都被抛开, 只剩下一个个清晰地浮现在自己面前的药材, 有条不稳地进行着药材的淬炼, 木质里炼制丹药的次数说来也不算少了, 反复地练习让他对火候的控制好了不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木质里却是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 双目紧闭, 用自己的零食去注意着药材的状况, 前面的十七种药材都是比较好提炼的, 木质里紧张就紧张着最后一柱药材, 火灵果。 比起前面那些药材来, 火灵果提炼的难度就大大增强了, 因为火灵果比较坚硬, 很难将其外表给烧化, 而其内部又过于的柔软, 很容易就被烧成虚无, 由此可见, 其难度究竟有多大了。 木质里观察得非常小心, 太过的关注, 却让她的额头冒出了磕磕豆大的汗珠, 调节着丹炉内的火候, 注意着丹药淬炼的情况。 果然, 因为外壳过于坚硬, 淬炼的时间很长, 整整一个时辰, 这才烧化。 然而正当木质里高兴的时候, 其内部却是变成了废渣。 木质里面上还没展露的笑容已经僵住了, 显然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哎, 这难度可真不小啊。 木质里叹了一口气, 将额头上的汗珠给擦干净了, 只是她却没有丝毫的沮丧, 因为知道火灵果的淬炼难度, 所以她特意买了很多份, 她势必要成功地炼制起来。 此时的木质里也了解了, 为什么李药师会待在木家, 而不是自闯门户, 因为一个药师的成长过程中, 需要的财力可真是不小。 要知道, 每一个药师都需要通过炼制大量的丹药, 从而提升自己的炼丹成功率, 若是想要升级的话, 就需要炼制出符合的丹药, 如此一来其损耗不言而喻。 撇了撇嘴, 李药师炼丹所需要的药材, 有诺大的木质替她承担, 而自己却必须要自己承担, 这差距可真不小啊。 休息了短短时间, 木质里又开始继续提炼起来, 炼丹是一件极其耗费心神的事情, 但是木质里在成功运行107周圈之后, 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的各个方面, 都比以前要好太多了, 所以并没有觉得负荷很大。 一间屋子中, 一抹倔强的身影正在不断地尝试着提炼火灵果, 一切都变得如同静止般没有丝毫的声音, 只是偶尔会听到一声药材变成肺渣的声音, 以及传来的阵阵烧焦般的气味。 木质里仿佛不知疲倦一般不断地提炼着, 身体仿佛也进入了亢奋状态。 第二天午夜, 轻浮院突然传来一阵爽朗的大笑声, 听到的人还以为半夜出来了厉鬼, 让人背后直冒冷气, 待在房内不敢出门。 轻浮院, 木质里手中拿着一枚浑圆的白色丹药, 面上尽是烟尘, 遮挡住了他的面孔, 却止不住他的笑意, 黑乎乎的手跟白色的丹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也说明了这颗丹药的来之不易。 哈哈, 我总算是成功地炼制出来了, 实在是太开心了。 木质里感受着这种成功后的喜悦, 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 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还是快些吃下去吧。 看着手中的李仙丹, 木质里在心中默默念叨, 一切就看你的了。 然后便是一口将李仙丹给吃了下去。 李仙丹入口即化, 很快, 木质里便是感觉到那丹药在自己的体内化作了充盈无比的天力, 当下便开始运行起周圈来, 成败再此一举。 天二在知道木质里吃下丹药的时候, 便是暗叹一声, 原本想要告诉木质里的, 没想到这丫头吃的速度也太快了。 要知道, 突破先天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般人就算找到了那个突破的契机, 其突破的时候也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而现在距离足会只剩这么短的时间又怎么够呢? 看着紧闭双目的木质里, 暗道现在就只能看他的了。 这些木质里自然是不知道的, 他只是不断地修炼着, 周围空气中的天力也是不断地朝着木质里体内涌去, 屋内再次安静了下来, 除了那细微不可闻的呼吸声, 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声响。 族会当天, 天二看着依旧紧闭着双目的木质里, 心中也非常着急, 他知道木质里有多在乎这次族会, 若是错过的话, 那该有多遗憾呢。 可是现在他也不能叫木质里了, 毕竟突破的时候很是关键, 这个时候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 若是自己一出生影响了木质里的修炼, 让他走火入魔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看着现在木质里的状况, 他也是满心的疑惑, 虽说立仙丹可以提高人突破的几率, 但并不是每个人吃下之后都可以突破的, 否则那这世界上先天境界的人就不会这么少了。 木质里所炼制出的是品阶最低的立仙丹, 要知道, 越是高品阶的立仙丹, 服用后突破的几率也就越高, 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能够看出来到底能不能突破的, 但是木质里到现在为止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看得天二都迷惑了。 这到底算是什么状况? 木质里此刻距离运行完108周圈已经不远, 因为有了立仙丹的帮助只剩下最后的几厘米, 但是越靠近就越困难。 天二一直观察着木质里, 时间已经接近50了, 足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木家子弟此刻都已经去了练武场, 但是木质里却还是一直闭着眼, 没有任何的反应。 哎呀, 快点睁开眼啊! 芷离, 快点啊! 天二小声地说道, 声音之中尽是焦急之色, 再不睁开眼可就晚了呀! 练武场上, 此时木家的子弟除了木芷离之外, 已经尽数到了练武场, 木家更是几天前便开始筹备了, 无论是木家王家还是苏家, 对于足会的事情都是很重视的, 所以足会的排场也是非常之大, 练武场上摆放了诸多的位置, 这些当然不是给木家子弟做的, 而是给其他家族的人安排的。 每个家族的足会都会邀请其他家族的人来看, 一方面体现他们宽广的胸襟, 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其他家族的人看到自家子弟的实力, 从而达到震慑的目的。 若是在足会中有哪名子弟表现得非常出色的话, 自然会得到木家的特别优待, 至于其他家族的想法, 这一点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这不, 王家苏家的人都来了, 若是木芷离来了的话, 便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的人, 比如王天琪、王若玲、苏玉以及苏子怡。 当然,除了这两个家族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家族, 基本上只要是在罗天城有些成绩的家族全部都来了, 只是跟王家和苏家比起来有些不引人注目而已。 总之, 木家这次的家族大会可以说是热闹之极。 就在这时, 罗声响起, 家族大会正式开始了, 木秦丽作为木家的家主, 自然是要率先出来说些场面话的。 多谢大家来参与我木家的家族大会, 若是招待不周的话, 还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 这些场面话大家都是明白的, 要知道, 木家这准备的可是很全面了,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 就算木家什么都不做, 让你站着看, 你敢说你有意见吗? 除了王家和苏家的人之外, 没有人有发言权。 那么, 接下来, 我木家的家族大会就正式开始了。 木秦丽充满威严的面上, 此时也是露出浅浅的笑意, 至于是不是真心的, 这一点就没人会研究。 木秦丽说完之后, 便坐到了主位之上, 毕竟他是一家之主, 这种事情是不需要他亲自主持的, 只要在这儿坐镇就好, 毕竟他在这儿的话, 有何人敢喧哗? 苏家家主苏锐, 此刻也来到了木秦丽的面前, 双手握拳, 面上带着笑容道, 哈哈, 木兄, 恭喜了呀, 不知道这次家族大会会出现哪几个有潜力的苗子。 就在这时, 王家家主王静红瞥了两人一眼, 讥讽道, 哼, 能有什么好苗子, 木家最好的苗子现在都变成痴儿了。 文言, 苏锐的面上也是露出了尴尬之色, 张了张口却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毕竟木启超变成痴儿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罗天城。 木秦丽的面上充满了怒意, 这王静红现在就是来挤兑自己的, 明知道这件事对他们木家的影响多大, 还偏偏在这种场合说出来。 木家跟王家的关系一向不和, 木喜超和王天奇两人的不和也正是因为家族而引起的。 对于王静红而言, 他愿意抓住任何一个可以损木家的机会, 这次有这么多人在, 能够让木秦丽丢脸自然是最好的。 哼, 王静红, 你可别太过分了。 木秦丽眼中充满了愤怒, 在这种状况下, 他不希望和王静红撕破脸面, 毕竟现在是在他木家不是。 听到这话, 王静红却是毫不在意地笑了。 呵呵, 木兄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我这也是关心你不是? 见到两人的状况, 苏瑞却是出来打圆场了, 哎呀, 先看孩子们的表现吧, 就别说了。 木秦丽和王静红却是一起冷哼一声, 他们一直都看对方不顺眼, 三人的谈话, 其他人也不免听到了一席, 当下便是小声议论起来, 哎, 之前听说木启超变成痴儿我还不相信呢, 现在看来是真的呀, 从刚才木秦丽的表现上就能够说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不是嘛, 当然了, 这种事又岂会空穴来风, 看来王家和木家的关系真是很不合呀, 你看到王静红所说的话, 明摆着就是在木秦丽的面前嘲笑他。 哼, 那可不是, 木秦丽想来也要气死了, 他肯定不想请王家人来, 只是啊, 处于颜面没办法才请的。 嗨, 这些事都跟我们无关, 他们这样的大家族的事, 我们可没有资格评论, 小心萤火烧身呢。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进了声, 毕竟谁都不想触这个眉头。 咚咚咚, 三声响鼓之后, 木家直系子弟中, 从八岁到十五岁之间参加选拔的年轻子弟, 在二长老木秦华的带领下, 整理好队伍, 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到了广场中央, 每一名年轻的子弟脸上都闪烁着骄傲的光辉, 今天便是他们证明自己实力的日子。 苦练了这么久, 为的就是今天, 木寒墨也是在这人群之中, 只是他的视线在左右移动, 因为他正在寻找木子梨的身影。 木秦华见过组长大人, 见过各位长老, 见过各位罗天成名流名士。 木家八岁到十五岁直系子弟, 一共一百零五人, 今日到场参加选拔的一百零四人, 还有一人未到。 木秦华在说有一人未到的时候, 面上竟露出了一抹笑意。 当然, 这抹笑意不明显,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看到。 听到这话, 木秦华疑惑地问道, 还有何人没来? 今天这般重要的日子竟然不来,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听到木秦华的话, 木秦华面上的怒意也是消散了。 大长老, 那木子梨到现在还没有来呢? 此话一出, 下面便是议论纷纷, 众所周知, 木子梨就是一个废物, 这样的场合他就算来了,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不顺。 丑言甚人, 木来也算是他有自知之明了。 其他人不知道现在的木子梨已经改变了, 自然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木秦力显然知道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关注着, 他也不能因为木子梨一个人而让大家等待。 大长老此时开口了, 家主大人, 时间已经不早了, 不如就开始了吧。 他可不想等木子梨到来, 木秦力也只能无奈地点头。 嗯, 开始吧。 心中却在想着, 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呢? 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不成? 只是现在的状况, 他也不能过去看看, 只能等着了。 在练武场上, 有一个圆润巨大的陨石, 这是天旋大陆特有的一种东西,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测试该人的天力能够运行多少周圈。 只要将手放在上面, 朝着陨石灌入天力便可以了, 其上面就会准确地显示出该人所运行到的周圈数。 下面测试开始。 大长老木秦涛一脸严肃地道, 循迹拿出了手上的名单一个个点人名, 点到的人便要出来测试。 天儿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看着木子梨, 心中那叫一个后悔呀, 若是自己早一点出来阻止止梨吃下去的话就好了, 现在这样。 唉, 就在天儿准备放弃的时候, 木子梨那闭上的眼睛却睁开了, 天儿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 玄机激动地说道, 哎, 你, 你终于醒过来了, 组会已经开始了, 快些去吧。 听到这话, 木子梨点了点头, 换了身衣服便出去了, 此时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暗闻, 因为她木子梨今天开始, 要以自己的真面目使人。 一路走去, 木子梨基本上没遇到什么人, 因为大部分人全部都聚集到练武场去了, 这种事情大家都是很关注的, 只要没事的人全都跑去看了, 谁都想知道这次族会中谁会异军突起, 知道之后, 他们也要想着办法去讨好不是? 练武场上, 木家子弟天力的测试正在进行, 一百零四名家族子弟, 已经有一大半人测试结束了。 下一个, 木寒墨。 木秦涛站在陨石的旁边说道, 测试完毕后的子弟都安静着站在一旁, 面上表情各不相同, 有人欢喜, 有人忧。 三年一度的家族优秀子弟选拔, 在所有木家子弟的心中都异常重要, 一次测试, 他们在木家的地位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若是表现得好, 其地位自然是水涨船高, 反之则是身份低微, 在这里, 看重的只是实力, 没有实力, 那你就什么都不是。 木寒墨在木家也是很受重视的子弟, 甚至于木寒墨走到陨石前的时候, 大长老还对他笑了笑, 面上充满了鼓励, 毕竟他是木家人, 自然希望木家的子弟实力能够越强越好, 正所谓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嘛。 木寒墨看着大长老的笑容也是点了点头, 将手放在了陨石上, 同时运起全身的天力输入到了陨石之中, 而此时, 陨石上的数字也是在慢慢地增加。 六十、八十、一百。 广场下传来了阵阵惊讶的声音, 上面显示的一百, 也就证明了木寒墨可以运行一百周圈, 这也非常的不容易了, 要知道, 木寒墨今年连十五岁都没到, 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实力, 这能不让人惊讶吗? 木秦立的面上也是浮现了一抹笑意, 毛子中充满了赞赏, 木寒墨的表现让他很满意, 总算是让他有了一些安慰。 然而, 在众人以为木寒墨就止步于一百圈的时候, 木寒墨却是没有收回手, 面色变得胀红, 而此时, 陨石上的数字也还在增加。 一百零一、 一百零三、 一百零七。 木寒墨终于停止在了一百零七周圈上, 他收回了手, 因为他通过这些日子的努力, 的确就只能运行一百零七周圈, 而那剩下的一周圈却是那么的难, 毕竟只要跨越过了, 那便是另一个世界了。 啊, 这个木寒墨的天赋还真是不错, 小小年纪便能够运行到一百零七周圈, 当真让人惊叹啊。 苏瑞看着木寒墨的表现, 也是忍不住开口道, 王静红看着木寒墨, 眼中金光闪烁, 却是不知道在想什么。 哇, 距离突破先天就只差一个周圈了, 说不定木寒墨会成为木家最为年轻的先天高手呢。 一个人激动地说道, 哼, 木家有这个好苗仔, 真是让人羡慕啊。 木寒墨收回的手, 回到了队伍之中, 此时大长老也是非常开心地说道, 木寒墨一百零七周圈。 此话一出, 众弟子都是满脸惊叹地看着木寒墨, 毕竟这个成绩真的很娇人, 到现在为止, 他们之中还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呢。 木寒墨看着木寒墨取得的成绩, 咬了咬牙, 却是暗叹了一口气, 无奈自己的实力的确比不过木寒墨。 自从哥哥死了之后, 木寒墨的性情也是变得成熟了很多, 不像之前一样恃宠而骄了, 相反的, 则是将心思都花在了修炼上, 因为他要将哥哥的那份也一起修炼回来。 在这之前, 木家子弟表现最好的也就是99圈, 木寒墨一下子就突破了100, 更是一鼓作气停在了107周圈, 这下让木家的面子大涨, 毕竟木寒墨现在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突破先天的可能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下一个, 木磊。 当104名子弟全部都测试完毕之后, 大长老刚准备宣布第一轮结束的时候, 一抹身影则是快速地来到练武场上,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等等, 还有我。 木纸梨的脸上扬着自信的笑容, 木秦涛疑惑地看着木纸梨, 这个人是谁? 他怎么从来不曾见过? 不过长得真是够漂亮呀, 简直比木嫣然还要漂亮。 站在众子弟之中的木嫣然, 在见到木纸梨之后, 瞳孔也是皱缩, 按道罗天城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美人。 而同一时间, 苏玉、苏子怡、 王天琪、 王若玲四人的视线都是凝固在了木纸梨的身上, 几个月不曾见过, 他们还以为木纸梨消失了呢,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在木家的族会上出现。 几个人的脑海中都是浮现出了同样的想法,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儿? 当初的他说他的名字叫做木纸梨, 而现在他出现在木家的族会。 还有我这句话的意思, 无疑就是说他也是木家的直系子弟, 而这次的族会中只有一个人没来, 那就是木家的废物, 木纸梨。 几个人都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 在罗天城, 谁人不知道木纸梨是第一仇女, 而现在的木纸梨却可以说是第一美女, 其间的差距未免太大了一些。 嗯,你是谁? 大长老不由出声问道。 我是木纸梨。 四花一出,四座皆经, 木纸梨在罗天城可谓是人尽皆知, 但是面前这个仙人般的人怎么可能是木纸梨? 然而苏玉等人却是相信了, 从木纸梨出现在练舞场的时候他们都相信了, 不过除了他们四人之外, 所有人的面上都是不敢相信。 哼,姑娘, 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怎么可能是木纸梨? 大长老木秦涛摇了摇头道, 这般重要的场合竟然有人跟他开这种玩笑, 但是看着木纸梨那模样却是不忍心放狠话。 听到这话,木纸梨嘴角的笑容更深, 他木纸梨以真面目示人竟然有这么的不可思议。 哼,大长老, 我是木纸梨没错, 难道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玄纸梨抬起自己的右臂, 这里还是拜您所赐呢。 木秦涛面色一娇, 的确, 木纸梨虽然长相变了, 但是他的声音没变, 更何况他知道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你, 你当真是木纸梨, 语气已经变得没有之前那般和善, 毕竟他和木纸梨的关系实在是太差了些。 如假包换, 木秦涛不由将目光转向了木秦丽, 似乎想要木秦丽来判断面前的究竟是不是木纸梨。 见状, 木纸梨也是转过毛子看向木秦丽, 当木秦丽看到木纸梨的时候便是浑身一震, 因为他和他的父母很像, 从他的身上隐隐可以看到两人的痕迹, 他没想到木纸梨没有暗纹的脸庞, 竟然是这般的精致。 以前的木纸梨左边脸上有暗纹, 木秦丽光是看木纸梨的右脸便是能够看出来了。 他是纸梨, 让他进行测试吧。 他期待自己这个孙女今天会有怎样的表现。 在木秦丽肯定了木纸梨的身份之后, 台下便是一阵喧闹, 显然大家都有点接受不了这件事。 这个女孩是不止梨, 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一人惊讶地道, 毕竟这震惊实在让人有些消化不了。 哎呦, 以前我就觉得奇怪, 那木天静生得如此俊逸, 他的女儿怎么会是第一丑女呢? 见到木纸梨这副模样, 我才相信他是木天静的亲生女儿。 苏玉看着木纸梨难难道, 他竟然真的是木家的木纸梨。 至于王天奇, 则是面色难看到不行, 他还记得当初在酒楼的时候, 自己是如何嘲讽他的, 而后自己又和他一起去参加诗会, 他觉得当时的自己就像个傻子一样。 穆罕默看着木纸梨, 面上尽是暖暖的笑语, 以前他就觉得木纸梨若是没有面上的暗闻, 怕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 现在果然证明了他的猜想是正确的, 而且堪称惊为天人。 走到陨石的面前, 木纸梨朝着仍旧未回过神来的大长老问道, 大长老,是否可以开始了? 听到这话, 木擒涛的面色也是阴沉地说道, 开始吧, 心中却是念叨着, 我看你能够运行几周圈, 你就算出来也是给木家丢脸的, 现在抢劲了风头, 看你一会儿怎么办。 木纸梨笑了笑, 将手放在了陨石上, 同时运起身上的天力, 朝着陨石中涌去, 做出这些木纸梨的面上, 却是没有丝毫的波动, 很快, 陨石上的数字便是滚动了起来, 一圈, 十圈, 五十圈, 哟, 不是说木纸梨的丹田无法铸存天力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台下的人只觉得今天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木纸梨的身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诶, 难道以前的传闻是假的? 怎么可能, 他有必要那么无聊骗我们这么多年吗? 要知道, 这些年来他在木家的生活可是非常卑微的, 换做是你, 要有真本事, 谁会愿意过那样的生活呀? 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但是大家对于陨石上的数字却是更加的关注, 他们想要知道, 木家这第一废材, 罗天城第一丑女究竟拥有怎样的实力? 不过他们也知道, 从今天开始, 木纸梨的废物头衔也会被彻底的摘掉, 第一丑女的名头也不复存在, 怕是会变成第一美女了, 八十圈, 九十圈, 一百圈, 陨石上的数字依旧在滚动, 然而坐着的上千人的恋无常, 此刻却是无比的安静, 除了呼吸声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所有人的心都崩了起来, 盯着陨石上的数字,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数字停在了一百零七上半天不动, 众人叹了口气, 哎, 幸好没有继续下去, 否则这让他们如何接受他们认为的废材, 变成天才的事啊, 只是这天赋也是非常惊人了, 在木家, 怕是除了比他小一岁的穆罕默之外, 没有人比他强了, 众人心中, 都是感慨着回去后, 要将这件事跟家里人说说了, 不能再喊他废柴了, 经过今天的测试, 木芷梨在木家的地位, 势必水涨船高, 木芷梨看着众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嘴角却是扬起了一抹笑语, 下一刻, 陨石上的数字却是再次滚动了, 108圈, 数字停在了108圈上, 而陨石上原本是黑色的字体, 此刻已经变成了金色, 108四个字, 金光闪耀, 晃了众人的眼, 众人看着那金灿灿的四个字, 只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木家竟然出现了一个先天高手, 这个先天高手, 还是木家最为出名的废物, 若不是之前的测试结果全部都正确的话, 他们会认为测试器出了问题, 此时他们却不得不接受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大长老木秦涛看向木芷梨的表情, 就好像吞了苍蝇一般, 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他认为让整个家族丢脸的人, 此刻却变成了家族的荣耀, 这期间的转换, 他一时间真的接受不了, 众人的心头只有一个想法, 若是木芷梨是废物的话, 怕是木家的这些引以为傲的子弟, 只能说是连废物都不如了, 更有些以前嘲笑木芷梨是废物的人, 心中更是悔恨, 他是废物, 那自己是什么呢? 木秦涛看向木芷梨的眼中, 更是充满了光亮, 这个孙女, 当真让他轻叹了一番呐, 木家虽然没有了木启超, 却有了木芷梨, 木芷梨看着周围人惊恶的表情, 嘴角扯起一抹糊涂, 视线却是望向了远方, 心道, 木芷梨, 我终于帮你夺回了你原本应有的荣耀, 你不再是废物, 而是木家的荣耀, 夺天成的天才, 此时此刻木芷梨心中却是意外的轻松, 似乎放下了一块石头一般, 他记得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对以前的木芷梨说过的话, 现在的他, 做到了, 彻底摆脱废物的头衔, 不得不承认, 这种感觉真的不错, 但是木芷梨面上的笑容并不张扬,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他现在只不过算是开了个头, 距离真正傲视天旋大陆的资本, 不知道还有多远, 修炼意图, 踏入先天境界, 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 而入门之后, 他将会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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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芹梨拍着手, 一连说了三个好, 在场的人听到这话之后, 也是明白木芹梨对木芷梨究竟有多满意了, 不过换作自己是木芹梨的话, 怕事也一样, 木寒墨的面上挂着高兴的笑容, 他替木芷梨感到由衷的开心, 只是拳头也渐渐地紧握起来, 他以为自己这次可以保护芷梨了, 却发现芷梨走在自己的前面, 他需要努力才能够追上芷梨的步伐呀, 站在练武场中央的木芷梨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 众多的木家子弟完完全全成为了木芷梨的陪衬,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荣光能够盖过木芷梨, 就算木启超在这儿, 也不可能抢了他的风头, 他木芷梨既然将木家的荣耀给废了, 就势必会带给木家更为耀眼的荣光, 木芷梨现在的表现, 不知道让多少人吃不下饭, 不为其他, 只因为以前的他们看不起木芷梨, 不知道给木芷梨穿了多少小鞋, 这下对方强起来, 他们的下场还不就凄惨呢, 木芹涛站在那儿, 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竟是忘记了继续主持木家的族会, 直到木芹梨出声提醒, 他才反应了过来, 接下来进行族会的第二项测试, 五计测试, 要知道修炼意图, 不光是修为重要, 五计也是非常重要的, 空有修为不会五计的人, 其实力定然强大不起来, 这也是木家每天都安排子弟在练武场练习的原因, 点到明的, 出来展示最为擅长的五计, 严谨一概地将规则给说了出来, 其实这些木家的子弟都是知道的, 只是为了介绍给外界的人看罢了, 木家的族会一共分为三个步骤, 其一便是检查众人的修为, 其二便是检验众人的武技掌握程度, 其三便是让木家子弟进行切磋, 展现战斗能力, 木芷梨回到队伍之中, 其他子弟纷纷看着他, 面上多了一分讨好之意, 纷纷走到木芷梨的身边, 一脸的灿笑, 哎呀,芷梨啊, 恭喜你啊, 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这么强, 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是啊, 真是让人惊叹呀, 以前是我有眼布施泰山, 还希望你不要跟我计较呀, 芷梨, 以后只要有什么地方用得着我的, 跟我说, 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呀, 一句句讨好的话传入木芷梨的耳中, 木芷梨只是回忆浅浅的笑容, 却是没有多说些什么, 这么多年的卑微生活, 时时刻刻充斥在耳旁的挖苦讽刺, 他早已看清事态炎凉, 这些见风使舵的人, 他们的话又怎么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呢, 或许木启超会相信他们的话, 但是他木芷梨不可能, 不过他也不会表现出来, 因为他明白一个原则, 就是多一个朋友远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得多, 饶食不屑, 他也不会表露出来, 木芹梨也是一直关注着木芷梨, 见到木芷梨那不骄不躁的表现时, 心中更是大喜过望, 他就知道, 自己这个孙女的心境远非一般子弟可比, 光是这收敛的性格就能够体现出来, 王静红也是注意到了这点, 眼中金光一闪, 木芷梨有这般的实力就已经让他顾忌了, 然而木芷梨的心态却是比他所展现的实力还要让他顾忌, 有这般心境的人都能够成就大事, 或许小辈看不出来, 但是他们这些眼光独辣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此女留不得, 王静红已经下了杀心, 只要木芷梨存在一天, 对于他王家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苏瑞的视线也是停留在木芷梨的身上, 只是眼神闪烁,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此时, 第二轮的测试也已经开始一会儿, 只是木芷梨的事情发生之后, 众人对木家其他子弟显然都不怎么在意了, 脑海中全部都在思考着关于木芷梨的问题, 而木芷梨更是直接闭目养神起来, 这些武技演练对于他而言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木家这些年轻子弟所修炼的武技大多都是黄街武技, 而武技堂一楼的武技他就已经全部看过了, 所以没有必要看。 下一个, 木寒墨。 直到木秦涛说出木寒墨的名字, 木芷梨才抬起了头, 其实他对于木寒墨这些天的进步也很惊讶, 看着木寒墨的身影, 木芷梨突然发现他的身形又变得强壮了, 不知不觉间, 他竟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够顶天立地的人了, 他有记得小时候自己保护他的样子, 一直以来他都将木寒墨当成小弟弟, 现在才发现原来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木寒墨是木家这次族会中除了木芷梨之外最受关注的一个人了, 以他现在的年纪突破先天的可能性非常大, 也就是说木家很有可能出现两个极为年轻的先天高手, 要知道现在王家、木家、苏家的实力是差不多的, 因为木启超变成吃饵, 可以说是木家略逊一筹, 然而木芷梨和木寒墨的崛起, 木家竟是呈现了隐隐压住另外两家一头的势头,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场的人都不是愚笨之人, 对于这件事是非常了解, 木家真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木寒墨展示的是他最为擅长的波纹宫, 上次木芷梨就曾经见过, 显然现在木寒墨的水准比起之前又提高了一个档次不止, 演练起来犹如行云流水一般, 拳脚之间更是带着难以言喻的威势, 可以说将波纹宫极好的诠释。 对于其真谛的所在也是掌握得非常透彻, 木芷梨看得也是频频点头, 着实非常不错。 下一个,木芷梨。 听到这话, 木芷梨便是在众人的注视下, 走到了练武场的中央, 转过身去对着大家, 面色平淡, 没有丝毫的紧张, 甚至于面对这么多的人, 他的眼底连一丝波动都没有, 举手投足之间, 尽显大家风范。 木芷梨朝着大家鞠了一躬后, 便开始展现自己的武技, 他并没有展示木家的黄金武技, 而是展示了他浓缩了这么多武技后 得出的招式, 这些招式被他命名为万元归一剑, 由万元归一这本心法而起的名字, 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木芷梨到现在为止只浓缩出了七招, 不过这次他显然不准备将七招都给表现出来, 因为他还需要保留自己的底牌, 更何况他相信自己所展示出来的武技, 只要三招便能够让这些人明白他的实力, 实在是不需要太多。 众人看着木质里展现出的三招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第一招犹如狂风呼啸, 招式之中带着难以匹敌的林立, 让人身临其境, 即使他们距离得很远, 却能够感受到那林立的剑气, 甚至于从面旁呼啸而过的刀锋。 第二招, 犹如狂风暴雨, 招式之中充满了无法抗拒的霸道, 仿佛无法抵挡, 而又无从抵挡一般, 让人打心里害怕。 然而第三招, 却是如同清风拂面, 轻飘飘的似乎没有任何的威力一般。 三招, 墓子里很快便演练完毕了, 回到了队伍当中, 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 在他演练的时候, 武技堂的老者也来到了练武场, 看着他所施展的武技, 其他人却是沉浸在其中, 久久不曾醒悟过来, 因为这三招对他们而言, 实在是太过震撼了一些。 墓家众子弟因为涉猎未深, 所以并不能够体会到这三招的精华所在。 不由疑惑地道, 咦, 怎么就三招就结束了? 难道他就会这三招不成? 要知道, 之前的人都是将一本武技的招式全部都使出来了, 显然不可能有一本武技只有三招吧。 诶, 难道木质里只学会了三招? 那倒也不是没有可能诶, 他是最近才开始去武技堂的不是? 我们可是修炼了这么多年呢。 哼哼, 我还以为他有多了不起呢, 原来只是修为高, 武技还不是很差。 木嫣然幸灾乐祸地道, 对于木质离之前备受关注的事情, 他可是嫉妒得很呢。 木质离对于这些事情充耳不闻,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待宣布结果。 木琴丽以及在场观看的人都是一脸的惊叹, 或许一般人会觉得木质离前两招非常的强, 一招比一招猛烈, 然而最后一招却仿佛一点威力都没有, 但是他们却是明白, 最后一招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因为这是反普归真的一招。 木琴丽眼中也是浮现了一抹疑惑, 这究竟是什么武器? 武器堂所拥有的武器, 他再清楚不过了, 绝对没有这般强大的武器, 这一切究竟是从何而来? 这个孙女真是浑身都是迷, 让人猜不透啊。 王静红更是暗自赋匪匪, 这木家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强大的武器啊? 光是这三招就有如此强势的威力, 若是一本就练下来, 那还得了。 他愈发地发现木家的家底, 他一点也不清楚, 或许木家的实力并不像他所显露出来的这样。 若是如此的话, 自己在动手之前还真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其他人更是心中念叨着, 以后木芷梨绝对不能惹呀。 经过这次族会之后, 木芷梨已经成为木家的第二个木企超, 甚至于比木企超还要强。 木芷梨却是没有想到他这一手 会让大家产生这么多的顾虑, 若是他知道的话, 怕是会笑死了吧。 老者见到木芷梨所施展的三招, 嘴角却是露出一抹笑意, 看向木芷梨的眼中是掩饰不住的欣赏, 他的表现非常好, 以前真的是他误会他了, 并没有安静很久。 木芹涛便喊了下一个人的名字, 测试依旧在进行, 只是大家对此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兴趣, 毕竟跟木芷梨比起来, 他们的差距太大了。 带众人测试完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 族会自然也就这般结束了, 第三轮将会是从明天开始, 毕竟第三轮才是众人最为关注的, 子弟对战也是最让人好奇的。 带众人散去的时候, 木芷梨却是站在原地没动, 因为他知道有人要找他, 付出他所料, 很快, 苏玉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今日的苏玉穿着一件墨绿色秋菊锦袍, 高大伟岸的身材在衣服的衬托下愈发显得英俊帅气, 近距离地看着木芷梨, 苏玉的心中竟有些悸动。 啊, 没想到你真的是木家的木芷梨。 话语之中虽然带着感慨, 却没有因为木芷梨隐瞒他而有丝毫的生气, 不过想来也是, 木芷梨从始至终都没有否认了, 是他们自己在内心里否认罢了。 听到这话, 木芷梨微微一笑, 很惊讶是吗? 无论我是谁, 我们都是朋友。 从苏玉刚才的一番话中, 他便是明白苏玉是真正的将他当作朋友看待, 他木芷梨自然也不会吝惜自己的友情。 听到木芷梨的话, 苏玉显得有些受宠若惊, 一直以来木芷梨都表现得很淡然, 似乎什么事都对他影响不大, 现在听到他说他们是朋友, 自然免不了一阵开心。 啊, 你说得对, 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王天琪却是默默离开了, 现在的他真的不知道以何种颜面来面对木芷梨。 这些日子他还一直想着他, 他是他的梦中情人, 没想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像是一个笑话。 自己当初在酒楼那般嘲讽他, 他又怎么会对自己有好印象呢? 王若玉原本是准备去找木芷梨算账的, 当初自己哭个不停的原因到现在他都没弄明白, 但是看着自己大哥一言不发地拉着自己离开, 那般阴沉的模样还真是让他有几分惧怕, 当下也是什么都不说了, 乖乖地跟着大哥回去, 否则让大哥发飙起来, 那代价他可是承受不起的。 苏紫怡则是站在一旁等着苏玉回来, 一般漂亮的女人在见到比自己更漂亮的女人时, 本能的不愿意靠近。 木芷梨并没有和苏玉聊很久, 毕竟苏紫怡还在一旁等着苏玉一起回去呢, 苏玉只是告诉她说明天会继续来看她与其他子弟的切磋, 让她加油。 木芷梨自然点头答应, 其实他们的心里都知道以木芷梨的实力, 跟木家的其他子弟根本就没有比试的必要, 先天和后天境界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 而且木芷梨的武技也不差, 后天境界有谁能够比得过她? 在木芷梨回去的时候, 下人则是通知她家主让她过去一趟, 她就知道木芹梨一定有很多事情要问自己。 很快,木芷梨便是来到了家主的院子中, 以前十五年不曾踏入过的家主院子, 在今年这段时间中却是来的次数频繁。 木芷梨听到声音就知道木芷梨来了, 见到木芷梨的时候, 面上也是挂着满意的笑容。 刚才在族会上, 她所表现的一切都让她觉得非常满意, 若不是她这次的表现这般出色的话, 王晋红还不知道会是怎么对自己冷嘲热讽呢。 芷梨啊, 你是什么时候突破仙天的? 饶是她知道木芷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她从未想到木芷梨能够突破到仙天境界, 这着实让她惊讶了一番。 要知道, 木家这么大的家族一共就只有十三人突破到仙天境界, 而这十三人分别是她和另外十二名长老, 对此, 木芷梨也没有隐瞒。 哦, 在族会开始之前刚刚突破的, 也正是因此, 所以才会迟到。 她知道在今天这样重要的场合迟到并不好, 虽然木芹梨并没有说, 但是也一定会有一些想法。 果不其然, 在听了木芷梨的解释之后, 木芹梨的面上才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之前木芷梨迟到的事情, 大长老和二长老就准备拿这个做文章, 现在却是不用有丝毫的担心了。 从今天开始, 她要好好地培养木芷梨, 培养她的孙女, 她就不信木芷梨在展现了这样的实力之后, 他们还能够说些什么。 然而, 下一刻, 木芷梨却是皱起了眉头。 芷梨啊, 你突破到先天境界的时候, 没有洗精法水吗? 若是在族会开始之前突破的话, 那么肯定没有时间进行洗精法水, 否则的话, 她也不可能赶得及参加族会。 听到这话, 木芷梨也是皱起了眉头, 眼底尽是疑惑。 呃, 什么是洗精法水啊? 她可是没经历过呀, 见木芷梨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木芹梨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啊, 你当真没有经历? 木芷梨点头, 她的确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 我们修炼之人在突破到先天境界之后, 就已经真正的跨入修炼意图, 不属于一般人, 就好像先天境界并不像后天境界的人一样, 必须餐餐吃饭。 我们对于进食的要求并不高, 当然, 实力越强, 对食物的要求就越低, 有的人一闭关就闭关几十年, 期间滴水不进, 却没有大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而, 从普通人变成这样的人, 需要进行的一件事就是洗经法水。 经过洗经法水之后, 人的精、气、神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 通常洗经法水是在我们突破到先天境界的时候自动进入的, 但是也有人会推迟一些, 可能几天后才这样也是有可能的, 你不要着急。 目前力安慰他, 这种事情虽然少, 但的的确确存在。 木指里这才清楚了什么是洗经法水,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步骤啊, 自己身上可是一点征兆也没有啊。 算了, 反正木前力也说了, 这种事情因人而异, 他也不着急,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你现在已经是先天高手了, 对于先天境界有什么地方不理解的, 都可以来问我。 毕竟木指里刚刚跨入这个大门, 想来很多事情都不理解, 其他的长老木指里也不熟, 自然是自己来教了。 见木秦立这么说, 木指里也是毫不客气的问起了他的疑惑。 嗯, 先天境界之上,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境界? 来到这里之后, 他就只知道后天境界和先天境界, 对于先天境界之后, 他根本就一无所知, 很明显, 不可能只有这两个境界, 不然, 先天境界的高手又该如何知道他们究竟谁强谁弱呢? 听到这话, 木秦立也是点了脸头回答道, 嗯, 你说的没错, 在先天境界之上还有其他的境界, 先天境界之上就不再像后天和先天这样笼统的区分了, 接下来就分的比较细致。 先天境界之上便是玄天境, 进入玄天境的特征就是在你的单天位置能够形成一个气旋, 有了气旋的存在, 修炼中获得的天力都将住存在气旋中, 你现在身上的天力虽然大多也是停留在单天位置, 但是他们的运动并不规则对吧, 一旦进入玄天境之后, 天力就会变得好控制得多, 自己的孙女她自然不会藏私, 将自己所知道的通通都告诉她, 对于这个, 物质里也是深有感触, 身上的天力四处游历不受控制, 想要使用的时候的确有些难度, 想来玄天境之后, 对天力的操控便是能够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吧。 哦, 那么玄天境之上吗? 她想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境界, 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她有太多的不知道。 玄天境之上便是玉天境, 而玉天境的征兆就是当你的气旋成功形成, 一个蓝色的液态星海时, 就成功地进入了玉天境。 木琴力说完, 看着木指离那听得津津有味的模样, 也知道她对此极为好奇, 当下便是接着介绍道, 玉天境之后便是灵天境, 当你在玉天境的时候, 经过每天的修炼, 三田处的蓝色液态星海便慢慢地壮大, 当里面形成一颗菱形蓝色晶体时, 就证明你已经成功地踏入玉天境, 这些说起来简单, 但其中必须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智离, 你要走的路还很远, 切记不要自傲啊。 木指离现在表现已经让她在木家子弟中脱颖而出, 她想要提醒她一下, 人一旦自以为是了, 就会一直停留在她现在的世界, 而走不出去。 她告诉她这么多的事情, 也是为了让木指离能够开拓视野。 对于木琴力所说的这些, 木指离自然明白, 就算她不说, 她也会的。 您放心吧, 我不会的。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个道理, 她可是比谁都明白。 见木指离双目澄澈, 没有丝毫的敷衍之色, 木琴力也是暗自点头。 嗯, 那你先回去吧。 她这次叫她过来, 只是想要问问她突破的状况。 嗯, 那我就先走了。 木指离行了一礼之后, 便是转身离开。 今天刚刚突破仙天, 就忙着去参加族会, 对于仙天境界的能力, 她还有很多没有掌握的。 清浮月。 木指离坐在床上, 进入了修炼状态。 现在的她, 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后天境界的时候, 变化并不是很大, 想来就是因为没有经历洗经伐水吧。 然而, 在吸收天地之间的天力时, 木指离却是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 自己吸收天力的速度, 比起以前快了很多, 周围的天力, 很轻松的就被她给吸入体内, 而体内的细胞, 则是仿佛不知疲倦似的, 疯狂的吸收着天力, 来改造着自身。 木指离也颇为享受这种感觉, 整个人的身体, 仿佛都进入了一种奇异的状态, 异常的舒服, 好像浑身上下都有人在按摩似的。 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 突然一阵剧痛传来, 这种剧痛能够让人觉得生不如死。 木指离便倒在了床上, 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搅在了一起, 死死地咬住了自己的唇瓣,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 指甲更是狠狠地嵌入了手心, 鲜血指缝中流出他却没有丝毫的感觉。 渐渐, 木指离的面色变得惨白, 毫无血色, 眉头紧皱着他在床上颤抖着, 至始至终都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衣服, 就连发丝也仿佛刚刚洗了一般, 全部湿了。 天二见到这一幕, 心中在触动的时候也是有些心疼, 他没想到这样剧烈的疼痛, 木指离竟然能够忍耐下来, 不发出一丝声音, 实在是坚强地让人心疼。 没错, 木指离现在在进行的就是洗经法髓, 修炼之人一旦经过洗经法髓之后, 身体上便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整个人的身体素质的各个方面都会增强, 但是其过程却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必须将人体内的杂质给排出来, 排出来的越多, 对其后期的发展就越好。 天二曾经见过其他人类在进行洗经法髓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七尺男儿也会痛得嗷嗷大叫, 在地上打滚, 然而木指离却是静静地躺在那, 默默地承受着痛苦。 如此一比较, 木指离当真让人佩服。 此时, 木指离也是知道自己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因为他能够感受到从自己的细胞、 肌肉、 经脉中一股股斑驳的杂质正从毛孔中一点点的渗透出。 这些灰色油状物质显然就是他体内的杂质, 过程虽然很痛苦, 但是木指离却知道自己在进步, 自己在朝着强者迈进。 想到这儿, 他便是咬了咬牙, 别人可以坚持下来, 他当然也可以。 原本他是准备给自己扎几针的, 以他的医术, 扎几针就不会感觉到疼痛了, 但是他怕会影响效果, 所以还是没有这么做。 毕竟天旋大陆虽说和他以前的世界很像,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不一样的, 在不确定之间尝试, 万一影响了, 岂不是得不偿失? 两个时辰之后, 天儿疑惑地看着木指离, 一般人两个时辰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看木指离那模样, 显然还没有啊。 要知道, 洗经法水的时间, 也是有一定影响, 时间越短, 排出的杂志越少, 而时间越长, 排出的杂志就越多, 从这一点便是能够看出来, 时间是越长越好, 但是同时, 承受的痛苦也就越多。 对此, 木指离却是不知道, 他以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那么长的, 心中暗道, 这种感觉真不是人能够承受的, 越是到后来, 痛苦便是越多, 他感觉到自己那细细的经脉中, 一股股东西, 硬是重重剥离而出, 这简直比不打麻醉做手术的感觉还要痛苦呀。 木指离的面色已经苍白得如同白纸一般, 最后更是直接疼晕了过去, 或许在这样的状况下, 晕过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三个时辰之后, 木指离却是被疼醒了, 因为这种疼痛比起之前要浓烈得多, 他的手被他弄得血肉模糊,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好受一些。 第二天清晨, 木指离缓缓睁开了眼睛, 身上的疼痛此刻已经消失, 他这才发现原来不疼痛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 下一刻, 木指离却是皱起了眉头, 因为身上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 身上尽是那灰白色的杂质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气温。 立马便起身站起来跑去洗澡。 洗完了澡之后, 木指离只觉得神清气爽, 而同时, 在洗澡的时候他也发现了, 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白皙细腻, 摸上去, 犹如包了壳般的鸡蛋那般舒服。 当然, 这只是外在的表现, 让木指离真正惊讶的是他体内的变化。 现在, 他体内的一切看上去显得异常的舒服, 变得明亮了很多, 那一条条经脉此刻少了暗淡, 变成了近乎透明的颜色, 一个个细胞都变得充灵而又透明, 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只要一看便是能够清晰地看见体内的状况, 那在体内游离的丝丝天立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回到屋内, 木指离一脸的笑意, 族会开始的时间是五十, 他还有一些时间。 此时, 天二的妖灵也是从天煞古戒中跑了出来, 只是他看到木指离的眼中尽是不可思议, 木指离显然也是发现了这一点, 不由地问道, 诶, 天二, 怎么了?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天二看着木指离却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难难道, 怪哉怪哉, 难道真是一个罕见的天才不成? 喂, 你在说什么? 木指离疑惑地问道, 看着他自己在那念叨, 声音太小, 却是听不清楚, 听到这话, 天二盯着木指离的眼睛道, 喂, 你知不知道, 你这次洗经法水, 用了多长时间啊? 嗯, 从昨天黄昏之后, 到今天清晨, 怎么了?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会这么惊讶呀? 见木指离一脸的平淡, 天二忍不住跳脚了, 哇塞, 你还问我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变态呀? 我变态? 我什么时候变态了? 木指离也是愕然, 变态的事情他还真没怎么干过, 毕竟他没有什么变态的嗜好, 一听木指离这话, 天二就知道他想歪了, 喂喂, 我是说你这次洗经法水的时间太长了, 你知不知道一般人在经历洗经法水这个阶段的时候, 大多都是在两个时辰左右, 好的, 三四个时辰就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你自己算算, 你究竟用了多少个小时, 你还好意思说你不变态? 听到这话, 木指离也是惊恶了一番, 之前他并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 以为每个人都是一样了, 按照天二这么说, 自己还真是有一些变态了, 因为呀, 他足足用了十二个时辰, 看着天二那愤然的模样, 木指离也只有干笑了一声, 之前不知道, 况且这事情本来就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可是探了那么久呢, 想想别人受罪两三个时辰就好了, 他偏偏受罪十二个时辰, 这能不悲剧吗? 不过看着天二的样子, 就知道这洗经法水的时间越长越好, 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自己变态了, 其实这变态的感觉呀, 还不错。 哼, 你现在啊, 成功进入先天境界了, 天煞古街中的大门又开了一扇, 要不要进去看看呢? 天二笑着道, 虽然面上表现得很愤然, 但其实他心里也很高兴, 以他现在和木纸梨的关系, 可以说他是希望木纸梨实力越强越好, 这样以后他两人出去的时候也要好很多不是? 听到这话, 木纸梨的面上也是露出了喜意, 要知道他对天煞古街那些大门关闭的房间是最好奇的了, 虽然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 但是从打开了的两扇大门而言, 就知道里面可都是好东西呀, 可惜自己的实力不够, 只能看不能吃, 现在又打开了一扇大门, 他怎么能不高兴啊? 当下便是点头, 心神一动便进入了天煞古街中, 轻车熟路来到了第三号大门的面前, 果不其然, 现在大门已经打开了, 木纸梨暗纳住内心的好奇走得进去, 第三间房间和地间一样都显得非常空荡, 入木之处只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 而桌子上放着两个锦盒, 想来这就是第三间房中拥有的东西了, 快步走过去, 第一个锦盒一打开, 木纸梨的眼睛便是看直了, 面上充斥着狂喜, 因为这锦盒中竟然装着银针, 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银针, 想来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拿在手中的感觉都不一样啊, 他木纸梨最擅长的是什么? 是针灸, 这样一盒银针给他, 岂不是如虎添翼? 而且这些银针制作的极其精致, 细小的银针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 看起来古朴而又神秘, 不像是银针, 更像是一件世间含有的艺术品啊! 木纸里仔细看下去, 便是发现这银针并不是一套, 而是两套, 两套银针分别是红色和蓝色的两种颜色, 一看便知道是一阴一阳两种属性, 在针灸医学上, 不像五行八卦那样分为金木水火土, 它只有阴阳两种, 拿着两套银针, 木纸里简直爱不释手, 这根本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呀! 看完之后, 木纸里这才发现, 这颈盒上还附了一张纸条, 上面介绍了这套银针的作用, 与木纸里想的一样, 的确是阴阳两种属性, 然而上面还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特性, 那就是用这两套银针来救治病人, 成功率可以提高10%, 可不要小看这10%, 很多时候10%是可以决定成功还是不成功的, 更何况, 以木纸里的医术, 能够增加10%的成功率, 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病症, 他都可以完全治好, 放下了这锦盒, 木纸里便是打开了旁边的锦盒, 这里面装的是银针, 那么另外一个锦盒中会装有什么呢? 当木纸里打开了第二个锦盒的时候, 眼睛骤然变亮了, 因为这第二个锦盒里的东西对他而言比第一个锦盒还要重要, 因为这其中装的竟然是天玄针法, 光是看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木纸里激动了, 天玄针法, 顾名思义就是这天玄大陆的针灸方法, 这能不让他激动吗? 要知道, 他最在乎的就是针灸了。 天玄针法和之前的逆天心法一样, 刚打开, 大脑便是一阵剧痛, 旋即, 那锦盒便是放回了原处, 而木纸里的脑海中则是多出了很多的内容, 正是那天玄针法无疑, 从天煞古戒中出来的时候, 木纸里的面上扬着满意的笑容, 其实他的内心激动, 只有他自己知道, 两套银针已经被他给带出来了, 天玄针法的内容非常之多, 一时间他无法尽数接受, 毕竟医术这种东西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行的, 想要速成,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仅仅看了一点, 木纸里便是知道了这套针法的强大之处, 今天下午要参加族会, 所以他现在并没有选择去看, 毕竟时间不够, 万一沉迷进去, 错过了族会的时间, 可就不好了。 正五, 和昨日一样, 在木秦华的带领下, 木家的众子弟跟在他的身后一起来到了练舞场, 今天来观看的人比起昨日只多不少, 显然大家都是比较关注今日的切磋的, 当然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是冲着木纸里来的, 昨天他们已经听到了关于木纸里的消息, 木绍巡正好站在木纸里的旁边, 每次看到他, 他都会想起自己死去的大哥, 木绍修, 从一开始他对木纸里就没有好感, 不知为何, 心中总是将大哥的死与他联系在一起, 所以见到他的时候, 他自然也不会好言相向, 像那些人一样, 附和讨好木纸里, 他可做不到。 哼, 就算进入先天境界, 就有什么了不起, 有什么好白扑的? 木绍巡开口道, 在他看来, 自己之前与木纸里发生了那样多的矛盾, 现在木纸里有本事了, 自然会想着办法打压他, 所以说话也就愈发的难听, 木纸里听到这话, 也是一阵好笑, 他什么时候白扑了? 自己站在那儿不说话就叫白扑, 那跟别人说话的, 岂不是要称之为炫鸟? 不过别人怎么说, 他都无所谓, 毕竟嘴巴是别人的不是? 然而其他人却是不满。 对, 进入先天境界没什么了不起, 你到现在连先天境界都没能进入, 你有什么好狂的? 这人显然也是为了给木纸里留一个好印象, 说话的时候还时不时地看着木纸里, 你…… 木绍巡一下竟是回不出话来, 的确, 他的实力没有木纸里强, 一气之下, 木绍巡的话便是脱口而出, 当初还不是被我哥哥和启少大哥给逼得自断一臂, 要真那么强的话, 会那样吗? 此话一出, 木纸里的面色便是阴沉了很多, 说道, 哼, 就算我再不记, 对付你, 也不过一招而已。 听到这话, 其他人也是一脸惊愕地看着木纸, 虽然木绍巡不曾进入先天境界, 但是一招也是很有难度的吧, 只要木绍巡能够躲开就行, 木绍巡惊愕地看着木纸里, 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尤其是看着他阴沉的脸, 竟然不敢说话了。 一招之内, 我必赢你, 你, 可敢一试。 木纸里的嘴角, 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木纸里他们的动静不小, 很快便是引起了众人的注视, 毕竟他原本就吸引着大多数人的视线, 木琴丽他们的目光, 自然也是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一时之间, 被这么多人注视着, 木绍巡显得有些惊慌, 就连说话也有些颤抖。 你, 你, 你开什么玩笑, 一招之内打败我,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就算知道比不过木纸里, 他也不相信自己会一招败呗。 木纸里的面上却依旧挂着嘲讽的笑容, 双目直视着木绍巡, 没有丝毫的让步。 我只问你, 敢, 还是不敢? 淡默的口吻, 疏离的眼神, 竟让人没有勇气直视着他, 明明是嘲讽的笑容, 落在众人的眼中却是惊人的绝美, 或许他什么都不做, 静静地站在那儿, 就是一副绝美的画卷。 众人看向木纸梨的时候, 脑海中只有美好儿子, 浑然不觉地嘲讽的他有丝毫的不雅。 木纸里问完这句话之后, 木绍巡却是半晌不曾回答, 众人不由将目光转到了木绍巡的身上。 一时之间压力大增, 木绍巡看着木纸里的时候, 心中有一种极其怪异的感觉, 木纸里的身高要比他矮上几分, 但是他高昂的头颅, 不屑的模样, 让他觉得木纸梨是巨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原本对自己极为自信的他, 见到木纸梨那自信的模样, 心里也是生起了一股担忧, 难道自己真的会败在他一招之上了? 不会吧, 不会的不会的, 怎么可能呢? 他怕是在吓唬自己吧。 围绕在两人身旁的其他子弟, 见木绍巡半天不说话, 一个个都是忍不住讥笑起来。 哼, 就他还好意思说木纸里没本事, 他连答应的勇气都没有, 真是一个废。 就是, 之前狂得干什么事, 现在还不是哑巴了? 哎, 心里清楚就行, 说出来人家多难堪哪。 一句句嘲讽声传入木绍巡的耳中, 他的面色也是由帐红变成了青子, 这种感觉实在是让他无法忍受。 木纸里也是笑着看着这一切, 看着木绍巡那青子的面孔, 仅仅是这么几句就气成这样了吗? 当初的他不也是这样嘲讽自己的吗? 现在总算是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感觉呀, 他木纸里可是足足承受了十五年呢。 木擒立健壮, 面色也是有些难看,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场可是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岂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 木绍巡被众人嘲讽得恼羞成怒, 大声道, 敢, 有什么不敢? 见木绍巡答应, 木纸里嘴角的笑容更甚, 果然心智不够成熟, 激将法积极去就答应了, 他不喜欢别人对他的挑衅, 之前对于木绍巡他是不屑于动手的, 毕竟先天境界和后天境界的差距那般大, 有什么鄙视的必要? 只是木绍巡的那番话说到了他的死穴, 当初那屈辱的一幕到现在他都记得, 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虽然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但是在他的心里, 右手上始终存在着一道伤疤, 那是他们给予, 族会的时候不允许私斗, 木琴丽不由开口道, 这样下去规矩岂不是就被破坏了, 这么多人等着看他们的切磋, 现在私底下斗殴算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 一旁的苏瑞却是对木琴丽说道, 木绍, 何必急着阻止? 我对这场比试可是很有兴趣的, 反正今天是看孩子们切磋, 不是一样啊, 现在的他被木止尼是愈发的好奇了, 从昨日他的表现便是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心思缜密, 不容易被挑起情绪的人, 但是今天不知为何, 却是主动宣战,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后天境界的小子, 不过仅仅一招的话, 他还是有些不相信, 毕竟木止尼的年纪摆在那儿, 战斗的经验也不多, 除非是一个修炼多年的老手, 他还相信, 但是对于木止尼而言, 难度却是大了, 只是看着他面上那充满自信的笑容, 又让人不自觉地相信他可以, 所以他想要见上一见, 究竟他行不行? 听到这话, 一旁的王静红也是开口的, 就是, 也让我们看看木家最优秀的木止尼, 伸手究竟如何呀, 他可不相信木止尼可以做到, 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他出丑不是很好吗? 传出去, 怕是整个木家都脸上无光, 木秦尼的面色有些难看, 现在被他们一说, 想要制止都不行了, 毕竟在这么多人的场合, 有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 当下也只有放任他们去了, 众人见木少巡答应, 很自觉地让出了一大片空地 给木止尼和木少巡, 对于两人的鄙视, 他们都有些期待, 究竟一招有没有可能打败木少巡呢? 木止尼抬头看着木少巡的紧张的模样, 说道, 你出招吧, 无论如何, 这次他赢定了, 不为别的, 只为了争一口气, 木少修和木启超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木少巡得罪了自己, 自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木止尼要在今天建立自己的威信, 让没有人敢挑衅他, 听到这话, 木少巡却以为木止尼在耍酷, 既然他让自己出招, 自己又何必放弃这个机会呢? 反正只要木止尼一招打不赢自己, 他就输了, 木少巡不知道, 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也就是默认了木止尼的确有那个实力, 在一招之内打败他, 运起自己浑身的天力, 将其灌注于自己的双手之上, 木少巡快速地朝着木止尼急冲而去, 十几米的距离仅仅一瞬间便是来到了木止尼的面前, 而木止尼却是没有丝毫的动作, 甚至于躲闪的动作都没有, 仿佛就等着木少巡来攻击自己似的, 木少巡见状却是一喜, 以为木止尼太狂妄自大了, 怕是被自己的速度给震住了, 竟然来不及躲闪, 自己若是成功地击中了木止尼, 那么自己的实力也就得到了证明, 想到这儿, 木少巡下手也是愈发的狠力, 似乎想要靠着这一招彻底地击败木止尼似的, 木止尼狂妄自大了? 当然不是, 或许在其他人的眼中, 木少巡的速度很快, 但是在木止尼的眼中却是慢得可以, 就好像在看慢放的电影似的, 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若是他愿意的话, 木少巡根本就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 但是他却在等着他过来, 因为他木止尼要的不只是胜利, 更是绝对强势的胜利, 木少巡此刻已经来到了木止尼的面前, 而他的手也即将碰到木止尼的肩膀, 此时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 不明白木止尼在做什么, 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反击? 就连苏瑞等人都是满脸的疑惑, 似乎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木止尼在做什么, 木勤力的眼中更是浮现了一抹焦急, 若是今天木止尼被木少巡给击中了, 那就真是一个笑话了, 在木少巡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大, 其他人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木止尼这才动了, 只见他左脚移动了一小步, 身体一蹭躲开了木少巡的攻击, 同时牵手一指, 木少巡那看起来威力极强的攻击, 就愣愣地停在了那里, 此时, 木少巡嘴角的笑容凝固了, 而木止尼则是一脚飞踢, 将木少巡横扫到五米之外, 这是他手下留情的后果, 否则以他先天境界的实力, 又岂会这么简单? 一招, 仅仅一招, 木少巡便被打败了, 甚至于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动作, 仿佛根本不曾费力, 轻松地打败了他。 木止尼站在原地, 面色淡然, 没有因为赢了感到开心, 亦或者觉得有面子而得意, 面色平淡地让人觉得刚才出手的不是他一样。 然而, 木止尼淡定, 却不代表其他人可以保持淡定, 年轻的一辈, 在见到这一幕之后, 都是张大了嘴巴, 半天望了和尚, 就这么简单? 在他们看来, 木少巡简直就像是在配合木止尼似的, 之前虎虎声微地冲到木止尼的面前, 却突然停住了, 让木止尼将他一脚踢飞, 难道他们是事先安排好的? 很快, 他们便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看木少巡的模样就知道憋屈到不行, 怎么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 以木止尼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演这样一出戏, 那么就只有一个解释, 木少巡站在那儿不动的原因在于木止尼, 年长的仪备们也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木止尼, 之前的一幕在电光石火之间发生, 但是他们却是看清楚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毕竟他们的眼力不是那些小辈们可比, 饶是看清楚了, 却依旧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见到木止尼的手指碰了木少巡一下, 木少巡便站在那儿不动了, 任由木止尼打他却没有任何的动作,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一些, 即使他们见多识广, 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不可否认, 这一招真的很惊艳, 仅仅一招便打败了木少巡, 干净利落, 轻而易举, 一气呵成, 木止尼看着众人疑惑的模样, 心中也知道, 自己刚才那一手, 真的让不少人惊讶了, 他要的就是这个, 其实刚才那诡异的招式, 在他看来是再简单不过, 只要是个学医的都知道, 他刚才碰了木少巡的麻穴, 所以他才会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试问全身麻痹了, 你怎么动, 至于那一脚踢飞他, 更不需要什么技巧, 以他现在的体质, 踢飞他可以说再容易不过, 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木琴丽, 毕竟他知道, 在木止尼的身上,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相对的也好消化一些, 反应过来之后, 木琴丽的面上也是露出了笑容, 之前让他也是小紧张了一把, 现在看来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木止尼到现在为止, 从来都没有做过没有把握的事, 他之前是多虑了呀, 苏瑞看下木止尼的眼光更是不同起来, 昨天展示武技的时候, 他所展示的就不同寻常, 今天的武技更是无比的诡异, 让他都有些羡慕木琴丽了, 原本准备看好戏的王敬红, 面色变得难看了不少, 瞪了一眼木琴丽之后, 便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木绍巡挣扎了许久才站起来, 却是已经受了伤, 在这种状况下参加族会, 无疑是无法取得什么好成绩的, 尤其是在刚才这么多人面前丢尽了颜面, 他还如何能够站在这里呢? 恨恨地看了一眼木木止尼, 便是飞速地跑开了, 众人看着他跑走的背影, 终究没说什么, 因为他心里的想法, 他们都明白。 结束之后, 木琴涛这才宣布了今天族会的正式开始, 第一场, 木灵对木超。 木琴涛看着手中的名单说道, 听到自己的名字, 木灵和木超第一时间便走到了比武台上, 比武台在昨天族会结束之后便开始搭建, 木家人多势众, 完成的速度自然很快, 现在在练武场的中央, 已经有一个长宽个百米的比武台, 一看上去便知道那比武台很是牢固, 这么大的比武台两个人比试已经足够, 而其他人在下方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从这一点便能够看出木家的豪放大气。 站在比武台上, 木灵和木超的面色都有几分凝重, 此时他们的视线紧紧地盯着对方, 双唇紧敏, 心中似乎在思量着他们这场比试自己的胜算有多大, 见两人都已经准备完毕, 木擒涛喊道, 开始! 此话一出, 两人都是眼神一凝, 同时动作起来, 两人都是赤手空拳, 因为木家族规, 族会比试时不得使用武器, 那样造成误伤的可能性太大, 毕竟族会的目的只是为了检测子弟们的实力, 运气浑身的天力, 只见两人的手上淡淡的天力萦绕而上, 木超声呼了一口气, 双腿朝后一蹬, 旋即整个人如同炮弹般朝着木铃直冲而去, 两人都是只能够运行几十周圈的后天高手, 两人的交手没有什么眼花缭乱的动作, 一切都是最简单的对碰, 猎天掌! 木超身形迅速地靠近木铃的身旁, 右掌之上那萦绕着的天力清晰可见, 狠狠地朝着木铃的肩膀攻击而去, 或许是因为木铃的性别, 木超选择了肩膀, 而不是胸膛, 要知道这般公铃, 公铃在肩膀上的难度要比公铃在胸膛上的难度大得多, 很多家族都是采用男对男, 女对女这样的鄙视组合, 但是木家并不是如此, 因为他们知道, 外界并不比家里, 不可能对付的都是同性别的人, 不可否认, 木家的这种观点是很正确的, 猎天掌为黄街终极武器, 从木超使用的武器就可以看出, 他现在的修为是处于后天终极阶段, 在木超的手臂即将到达他肩膀的时候, 木铃快速地朝着反方向躲闪而去, 同时右掌攻向了木超, 木超急忙抵挡, 然而他却是上当了, 因为木铃那招只是虚晃一招, 真正的杀招却在于他的左掌, 在木超竭力抵挡他右手的时候, 木铃左掌却是直直地印在了木超的胸膛之上, 碎石掌! 木超被木铃一掌击中, 不由脚步一踉跄, 向后倒去, 在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 木铃则是收回了自己的手掌, 站在那里等着大长老宣布结果, 木铃对木超, 木铃胜, 木铃和木超的实力差不多, 但是木铃确实将木超给打败了, 很显然, 木铃知道使用计谋, 虽然很简单, 但是也不错了, 接着进行了多场比试, 木质里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毕竟这些切磋在他看来已经没有什么可观性, 他想要见识一番高手之间的对决, 那样他才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只是待在这里怕是学不到什么, 然而很快, 木质里的毛子便是明亮了起来,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离开木家, 去见识外界那片广阔的天, 他想, 那样的生活才是他想要的, 而不是在这里固步自封, 不得进步, 木质里都不怎么感兴趣, 那么那些大家的家主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兴趣, 毕竟他们关注的只是木家的顶级苗子而已, 这些孩子距离顶尖还有很大的差距, 对他们而言没有丝毫的威胁, 王家和苏家来看木家的读会, 是想更好地估量木家的实力, 从而判断他们接下去该采用何种做法, 自然是不希望木家有什么好苗子的, 因为那样对他们的家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对于一般的中小型家族而言, 木家有没有好苗子, 好苗子究竟有多优秀, 他们都不甚在意, 他们要做的只是观察三个家族孰强孰弱, 这样他们就能够选择如何站队了, 毕竟他们这种小家族大多都是依附于三大家族的, 在大多数人都已经切磋过后, 这才轮到了木芷梨, 然而木芷梨对上的竟然是木家的第一美女, 木嫣然, 昔日的第一美女和第一丑女碰撞, 显得有几分诡异, 比武台上, 木芷梨傲然而立, 一身白色衣衫穿在她身上, 更是彰显出她非凡的气质, 那纤细的腰身不迎一握, 十五岁的年纪却已经有了傲人的身材, 一袭墨发被简单地挽起, 显得随意却又该死的好看, 面色淡然, 神情冷傲,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清风吹过, 衣媚飞扬, 众人只感慨好一个绝世佳人, 木嫣然显然与木芷梨不是一个风格, 虽说木芷梨简单大方, 木嫣然则是小巧淑女, 一身粉色的衣裙穿在她的身上, 肤如凝枝, 映衬得双颊飞红, 繁复的发脊一看便知道花了不少心思, 看上去俨然就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让男人想要庸入怀中疼喜, 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 看上去对比极大, 但是不可否认两人都是罕见的美女, 只是两人一对比, 明显木芷梨更胜一筹, 因为木芷梨不论是那精致到了极点的面孔, 还是魔鬼般的身材, 亦或者是那匹迪的气质, 都是人间极品, 木嫣然属于柔弱的美, 但是木芷梨却是坚强自傲的美, 在天旋大陆, 这种女人无疑是众人更为喜爱的, 抵视还没开始, 众人却已经被这两个美女给彻底的吸引住了, 哎哎哎, 都说这木嫣然是木家的第一美女, 我看哪, 现在这名头该换了, 木芷梨可比那木嫣然还要漂亮得多, 光是站在那儿就跟个仙女似的, 让人不敢亵渎啊, 一人小声的嘀咕道, 旁边的那人也是显得有些惊讶, 忙道, 你跟我想的一样啊, 我感觉那木嫣然就是凡贱的, 很容易接近, 但是那木嫣然就不是凡贱的, 就好像我敢跟木嫣然搭讪, 却不敢跟木嫣然搭讪,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从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她的心里就有这种感觉, 这时旁边的人也是跟着的, 哎, 对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哎, 昨天听到他们说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 今天一见呢, 我才彻底的相信了, 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 竟然会是罗天成第一丑女, 之前简直都没张眼睛啊, 哎, 就是哎, 要我说啊, 这木嫣离才是罗天成第一美女呢, 原本的三大美女跟她呀, 就没有可比性, 台下的年轻男子们, 大多都在谈论着这个话题, 双目不停地在他们的身上打量着, 就连来观赛的王若玲和苏子怡都不能幸免于难, 站在那儿, 只觉得众人的目光不断地在他们的身上扫荡, 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紧皱着眉头, 偏偏还不能说什么, 你要是对别人说, 看什么看, 人家不服气, 肯定要跟你说, 你太自以为是了, 谁会看你啊, 这样岂不是给自己找难看吗, 更何况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在下方, 众人的话, 他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一时之间, 面色都有些难看, 女人之间的矛盾, 往往因为这么一点事, 就会形成, 王若玲和木芷丽的关系原本就不好, 现在更是愤恨了, 被别人说自己不如自己讨厌的人, 那绝对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 偏偏现在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一跺脚坐在那死死地瞪着木芷梨, 苏子怡与木芷梨之间倒是没什么矛盾, 但是女人之间的嫉妒心还是有的, 此时的他看着王若玲那气得跳脚的模样, 想了想, 还是没有和他一样, 他苏子怡一向是比较重视自己的形象的, 于是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 自顾自地看着比赛, 时不时地和苏玉说说话, 倒也还不错, 台下的讨论声, 木芷梨却是充耳不闻, 或许二十一世纪的他, 在听到大家的赞赏时会觉得开心, 但是现在的他已经不再那么肤浅, 因为被喊了那么多年的丑女, 受了那么多年的打压, 很多事情都已经看开了, 这些并不能影响他的情绪。 木芽然隐隐约约的也是听到了众人的话, 原本面上的笑容此刻也是一点点的凝固, 木芷梨, 这个以前他根本不屑一看的女人, 现在竟然缺然跃于自己的头上, 这种剧烈的反差, 一般人都有些接受不了啊。 木芷梨对木芽然, 现在开始, 木秦涛出声道, 听到这话, 木芽然眼神一宁, 双手微数, 淡淡的天力自他的体内流转, 双手之上更是充斥着天力, 他知道, 木芷梨是先天境界的高手, 而他现在只打通了一百条经脉, 显然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他也要努力, 只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女人。 看着木芷梨那随意站立的模样, 几乎都没有正视他, 他只觉得自己受到了蔑视, 旋即下手也是愈发的很力, 朝着木芷梨冲了过去, 同时一掌直击木芷梨的面门, 这一招便是可以看出木芸然的心思, 显然是想要毁了木芷梨那张脸。 木芷梨看着急迟而来的木芸然, 在他来到自己面前的时候, 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 直接迎上了木芸然叙事已久的右掌, 两掌在众人的注视中碰在了一起, 木芷梨站在那儿, 一步都不曾移动, 然而木芸然的面色却是变得苍白, 一口鲜血喷不而出, 往后退了数步这才停住了, 只是那站着的身躯此刻已经微微弯曲, 细看之下便是可以发现他的手不停地颤抖, 显然, 刚才那对碰已经让他受了不小的伤。 众人见到这一幕不由感慨, 先天境界和后天境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木芷梨竟然每次都是一招就将对方给打败了, 难道两者之间竟然有这般难以跨越的鸿沟吗? 至始至终木芷梨的面上都没有多余的表情, 就连那一掌也是轻而易举的, 不费吹灰之力。 然而, 在场的先天高手们却是知道, 以木芷梨现在的年纪, 不过刚刚进入先天境界不久, 能够在一招之内打败这些人可以说是难度不小的, 难道木芷梨的实力竟是如此之强吗? 哇塞, 既然又是一招, 这木芷梨实力也太强了吧, 难道他对付先天境界以下的都是一招不成? 难道他要打造一招的神话吗? 长得漂亮, 实力又强, 真是让人喜欢啊! 木芷梨对木嫣然, 木芷梨胜! 木秦涛的话语有些僵硬, 眼神复杂地看着木芷梨, 天知道他的内心究竟有多挣扎, 之前的他是那般的看不起木芷梨, 其实他对木芷梨本身并没有多少厌恶, 只是因为木芷梨是个废物, 因为木芷梨让他木家在罗天城有这么大一个笑话, 所以他才百般地看不顺眼, 对他也是百般地刁难, 他希望能够将木芷梨赶出木家, 这样对木家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然而木芷梨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却是让他狠狠地惊讶了一番, 在木家, 有木芷梨无疑是非常好的, 但是想着自己以前做的事情, 实在是太尴尬了。 木嫣然这般一个娇滴滴的美女, 现在却是面色惨白, 嘴角更是溢出鲜血, 这一幕可是让一些喜欢木嫣然的男子感到万分心疼, 比如王家的王天骏, 看到木嫣然的模样, 王天骏再也忍不住了, 站起来道, 这算什么比试, 先天境界对上后天境界, 不是肯定胜利, 不如让我和木芷梨来比试一场如何。 他从小就跟在父亲的身后, 时常见到木家人, 在他小时候第一次见到木嫣然的时候, 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这么多年来, 这份心意从来不曾变过, 木嫣然是他魂牵梦绕的人, 只可惜狼有情, 切无意, 但是他却从来不曾放弃, 现在见到自己心爱的人受伤, 又怎么能够按捺得住? 王天骏在木家的族会上说出这样的话, 显得十分的怪异, 你又不是木家人, 你去比试这算怎么一回事? 不过王天骏喜欢木嫣然这件事, 在罗天城也是出了名的, 正所谓冲冠一怒魏红颜, 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理解的, 想来王天骏是看到木嫣然受伤了, 想要为他报仇吧。 听到王天骏的话, 木秦丽也是将目光转到了他的身上, 他喜欢木嫣然的事情, 罗天城的人都知道,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不过今天可是他木家的族会, 又怎么能够让人来胡闹? 木芷梨听到王天骏的话, 转过毛子, 看着站起来怒视着他的王天骏, 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胡子, 没想到木嫣然还有这样一个痴情的人喜欢他, 的确不错。 看着王天骏的模样, 木芷梨立马就想到他是王天骏的弟弟, 因为两个人长相颇为相似, 面容比较柔和, 与一般男子的刚毅不同, 只能说是俊美, 若是在现代的话, 他是最受女生喜欢的类型了, 只是在这天旋大陆, 这种面容是大多数男人都不喜欢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木芷梨嘲讽王天骏长得比女人漂亮的时候, 王天骏会那么的生气。 王公子, 今天是我木家的族会, 你加入的话, 似乎有些不合适吧。 木芹立的心里可是非常的不喜, 但是还是劝说, 毕竟这是在他木家, 若是自己说话过于苛刻, 可能会被人说是欺负人的。 王天骏此时脑海中就只想着木燕燃受伤的事情, 哪还会想着自己所作所为究竟合不合适啊? 木家主, 既然木芷梨的实力摆在这里, 和在下切磋一下又何妨呢? 莫不是这一切都是假的, 故意言给我们看不成? 此话一出, 顿时喧哗了起来。 原本王天骏说这话, 大家都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偏偏木家的木启超变成了痴儿, 这件事对木家的地位可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然而这次木家的木子梨却一军突起, 不仅成为了木家最为闪耀的天才, 还成为了先天境界的高手。 之前大家还不曾想到, 现在被王天骏一提醒, 便是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莫不是木家为了挽回自己的地位, 而故意演了一场戏给他们看。 王静鸿原本见王天骏被那木燕燃给勾了魂, 心里也非常不高兴, 堂堂男子汉部想着怎么提高自己的实力, 为家族做贡献, 就天天想着一个女人, 实在是太没出息了, 但是王天骏刚才说的话, 却让他非常满意。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么无疑他们就可以将木家最后这一块遮羞布给摘了。 就算木子梨真的是进入了先天境界的话, 那么定然也是刚突破没多久, 而王天骏则是已经进入先天境界两年了, 对付木子梨能有什么问题, 正好可以展示他们王家的实力, 岂不是一个绝妙的计划? 木兄, 你这话可就不对了, 我们罗天城三大家族的关系一向友好, 切磋一番互相学习有何不好的, 更何况木子梨现在也没有实力相当的对手, 我儿作为他的对手岂不是最好? 这番话说的就连苏睿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偏偏王静红的面上却是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 他们三家的关系友好吗?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他们明争暗斗, 这也叫友好, 那真是全世界都有好了。 木琴里的面色有些难看, 说道, 你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我木家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这是我木家的族会, 不需要你们参与。 这个王静红三番两次地破坏他木家的族会, 之前不说话, 竟然还得寸进尺, 难道以为他木琴里是尼捏的不成? 王静红见木琴里这般说话, 面色也是有些阴沉, 毕竟很明显, 木琴里可是一点面子也没留给自己。 呵呵呵, 木兄, 你这话就不对了, 小辈们切磋切磋又如何吗? 莫不是真如我而所说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吧? 王静红问道, 眼底尽是阴险的笑意, 木琴里越是不答应, 他就越是觉得蹊跷, 大家也就越是怀疑, 反正他有的是时间, 陪着他玩玩又如何? 你! 木琴里坚决拒绝的态度, 让很多人也是怀疑了起来, 一时之间, 大家都在讨论木琴里有没有真的突破先天, 木琴里见这状况, 开口说道, 好, 既然你要切磋, 我奉陪。 简单的几个字, 却是打消了所有人的质疑, 木琴里既然敢应战, 那也就证明了他真的突破到了先天境界, 若是真的没有突破到先天境界的话, 又怎么敢答应? 木琴里听到木, 木琴里的话不由将目光转到了木琴里的身上, 只见木琴里朝他笑了笑, 心中便是明白这个孙女是为了帮自己解决这难堪的问题, 心中也是有些高兴, 但是他却替木琴里感到担心, 毕竟他知道木琴里是昨天才刚刚进入先天境界, 而且还没有经过洗经法随, 而王天骏则是已经进入先天境界整整两年了, 王天骏显然就是为了帮木嫣然出气, 那么出手显然不会客气, 这要是有个万一该如何是好啊? 家主, 请答应吧, 我也想看看这王家的出色子弟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他木纸里不喜欢别人挑衅, 也不喜欢别人的不相信, 既然他想要给自己几分颜色瞧瞧, 自己当然也要给他那个机会了, 正好, 他也想要知道自己的实力怎样, 敢挑衅他木纸里, 就得要付出代价。 原本木琴丽是准备要阻止的, 但是在听到了木纸里的话之后, 也就点头答应了。 既然如此, 那么纸里你就和王公子切磋一下吧。 他相信木纸里, 就算是真的输了, 至少也可以证明他真的突破到了新天阶段, 同时与先天境界的高手对战, 对他自身也是很有好处的, 反正自己现在距离他们那么近, 若是有什么事儿, 自己也能够赶得及。 天俊, 既然木姑娘愿意与你切磋, 你还不赶紧上去领教高招? 王静红开口道, 听到这话, 王天俊也是立马点头, 他没想到, 自己的父亲也是这般帮自己, 心里自然一喜, 身形一动, 便是来到了比武台上, 站在了木纸里的对面。 近距离看着木纸里, 王天俊也是惊讶于木纸里的姿色, 但是他心里就只有木嫣然一人, 除了木嫣然之外, 谁都入不了他的眼, 木纸里也不例外, 撞过毛子, 看着一旁正看着他的木嫣然, 面上露出了笑容, 朝着木嫣然点点头, 似乎是在无声地对他说, 看我来帮你报仇。 木嫣然原本对于王天俊, 是一点好感都没有, 毕竟王家和木家的关系, 原本就不怎么样, 每每跟着木企超出去玩的时候, 那王天俊的大哥王天奇, 都会想着分儿的破坏, 所以对于整个王家, 都没有什么好感, 即使小时候王天俊, 就一直爱慕他, 他也只是觉得他烦而已, 然而, 今天再看到王天俊帮着他来对付木纸里, 心中对王天俊却是大大的改观了, 女人本就是容易感动的, 木嫣然见到王天俊为他这么做, 自然也是异常感动的。 我会让你为你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王天俊面色冷俊地看着木纸里道, 这所做的事情, 自然是指木纸里打伤木嫣然这件事了, 木纸里在听到之后, 也是觉得一阵好笑, 未免太搞笑了一些吧, 自己刚才已经注意分寸了, 毕竟都是木家人, 否则木嫣然又岂会是那么一点小伤这么简单? 这下看着两人眉目传情, 狼情窃异的模样, 还真是让人有些无语。 我等着。 三个字, 木纸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吐了出来, 毕竟他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 想要让他付出代价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相反的, 他会让王天俊为他的挑衅付出代价。 王天俊听着这三个字, 面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不知好歹了, 莫非以为自己也是后天境界的人不成? 木纸里对王天俊, 现在开始。 木秦涛此话一出, 场上的气氛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想要见见这罗天城极为出色的两名先天高手, 实力对撞究竟是何种模样? 是王天俊胜利吗? 毕竟王天俊早在两年之前就已经进入先天境界了, 两年前他不过十八岁, 堪称天才, 如今经过两年的修炼, 不知道又成长到了什么境界。 然而, 木纸里那泰然处置的模样又让大家有一丝怀疑, 似乎不明白为什么在这种劣势的局面下, 他还能够保持这般淡然。 于是乎, 不由又有一些人相信木纸里的实力比王天俊要强, 因为从这次族会开始, 木纸里的表现就一直让人惊叹, 从检测修尾开始, 木纸里就一次次地让人惊叹, 说不定这一次又能够带给他们巨大的震撼。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谁能赢啊? 一位好事者一边看着台上的两人, 一边用肩膀碰了碰身旁的人笑着问道, 旁边的人显然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 嘿, 我觉得王天俊能赢, 之前在王家族会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王天俊的实力了, 虽然比起王天七略输一筹, 却也不可小觑啊, 以他的实力, 生在其他家族都是罗天城的风云人物, 只是生在了王家, 王天七的光芒掩盖了他的荣光, 所以一直以来, 王家对王天俊的印象不深, 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 当时我看到王天俊施展出的武技, 就被大大的震撼了一把, 更何况现在王天俊是为了帮自己深爱的女人报仇, 肯定格外的认真, 所以我看这一局啊, 怕是王天俊胜了, 哎, 可是木芝梨的实力也很强啊, 没看到他对付人都是一招嘛, 而且对付木少修的时候, 那招式更是无比的诡异, 我想他应该还有其他的绝招没使出来, 嗨, 木芝梨强是强, 但是他毕竟只有十五岁啊, 比起王天俊少了五年的修炼时间, 若是今天木芝梨也是二十岁的话, 那胜负就难判断了, 只是现在听到这话, 旁边的人也是沉默了, 虽然常说年龄与实力并不一定有关联, 但是很多时候修炼时间的长短与实力也是成正笔的, 王天俊看着站在面前从容不迫的木芝梨冷笑一声, 双拳缓缓紧握, 闪耀着金色光芒的天力缓缓浮现在他的手上, 身形一闪便是出现在了木芝梨的面前, 这速度比起木芝然等人的速度可是快了不是一个档次, 众人只觉一眨眼, 两人便站在了一起, 木芝梨见到这一幕, 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王天俊不比其他人, 他必须要全力以赴, 同时木芝梨的眼中也是充斥着疯狂的战役, 只是他的心中也有一些疑惑, 一般人的天力都是白色的, 为何这个王天俊的天力是黄色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未免太过于奇怪了, 只是现在时间紧迫, 他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些, 王天俊击木芝梨身侧, 双手成爪状, 若是仔细观看的话, 便能够发现王天俊的手指之上, 竟是泛着点点寒芒, 让人从心里感到寒冷, 同时, 右手勾起, 王天俊一手便朝着木芝梨的肩膀抓去, 裂鼓爪! 王家黄街高级武技, 威力颇为不凡, 当初在王家族会上, 王天俊便是靠着这本武技, 让众人印象深刻, 而现在的他使出这一招, 很明显, 这几年来他从来不曾放弃修习这本武技, 而经过这两年的修习, 显然对武技的控制以及理解的程度, 又要提升了很多, 手指上的锋利的指甲, 此时成了他最为锋利的武器, 这要是被抓着了的话, 木芝梨的肩胛骨怕是就得粉碎了, 见状, 木芝梨瞳孔骤然一缩, 没想到这王天俊下手竟然如此之狠, 很明显, 没有丝毫的留守, 招招想要置他于死地, 显然, 这不是单纯的要为了穆燕燃报仇, 想来帮王家除掉他这个大患, 也是他这次的主要目的, 怕是王静红特地向他交代了这件事吧, 木芝梨的面色沉了下来, 既然对方想要他死, 他也不会让对方好过, 木芝梨向左跨了一步, 身体向左移了一分, 不多不少的正好躲过了王天俊的攻击, 似乎事先算好了一半, 王天俊见状也是一愣, 显然没想到木芝梨能够这般准确地躲开自己的攻击, 但是他绝对不会因为一招攻击不到就放弃了, 身形向右跨了一步, 再次来到木芝梨的对面, 同时双手同时出击, 竟是一招攻向木芝梨的肩膀, 一招攻向他的颈子, 坐在台下的木芹丽见到两人的交手, 心也是高高地悬了起来, 王天俊一招比一招狠的招式, 他自然看出来了, 心中对王静红的阴险也是痛恨不已, 若是可以的话, 他真想要立马阻止这次比武, 但是事实上, 他并不能够这么做, 若是这么做的话, 大家便会说他木家怕了王家, 还未鄙视就先认输, 对于一个家族而言, 脸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能这么做, 于是看得更加仔细, 若是发现不对的话, 自己还能够快速赶上去救木芝梨, 若是这次木芝梨出什么事情的话, 他木家势必与王家不死不休, 见状, 木芝梨却不躲闪了, 双手呈全壮, 面色平静, 直接朝着王天俊的双手迎了上去, 躲闪可不是木芝梨的作风, 既然他想要测测自己的实力究竟如何, 那势必要正面迎击了, 王天俊见木芝梨竟然迎了上来, 嘴角也不由勾起一抹笑容, 这个女人想要跟自己比利量, 简直就是找死, 他进入先天境界已经两年, 其力量又岂是一个刚进入先天的人可比, 木芝梨一脸的镇定, 要知道双拳之中可是灌注了他诸多的天力, 带着无法匹敌的力量, 在众人的视线下, 拳爪相碰, 王天俊嘴角的笑容却是渐渐的凝固了, 因为在碰触的第一时间, 他便感觉到了这股力量的强大, 因为事先的小觑, 王天俊并没有尽全力, 感受到这股巨大的推力, 不由后退了数步, 这才站稳了, 却是忍不住一阵气血上涌, 反观木芝梨却是缓缓地收回了手, 面色淡然, 没有丝毫受伤的模样, 见到这一幕, 木芹梨也是有些惊讶, 原本他还在为木质里选择正面迎击而懊恼, 没想到他竟然能够将王天俊正面撼退, 这怎么可能呢? 他还没有洗精法髓呢, 怎么可能是王天俊的对手? 但是面前的一幕显然不可能是假的, 莫不是他昨晚进行了洗精法髓, 但是很快, 木芹梨便抛开了这个想法, 洗精法髓的痛苦那般之大, 而昨晚木质里的院子中, 却是一点声响都没传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究竟是为何呢? 木芹梨心中好奇着, 看着苏瑞那探究的目光, 他却是将那疑惑之色给掩饰去了, 表现出一副早就料到的模样, 让苏瑞暗倒, 看来这木芷梨真是木家的王牌呀, 看着木兄那般镇定的模样, 似乎一点都不担心呢, 难道他真的是绝顶天才? 没想到他竟然这般深藏不露啊, 苏瑞的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心中暗倒, 以前认识他的时候可从来不曾想到这一点, 昨天他就给了他很大的惊讶, 没想到今天给他的惊讶更多, 王天骏的实力他可是知道的, 比他也弱不了太多, 由此可见, 木芷梨的实力有多强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王天骏看着木芷梨不可置信的, 这力量比他还要强, 难道木芷梨已经进入先天境界几年了不成? 可是木芷梨现在才十五岁呀,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木芷梨了。 你没有, 不代表我就不能有。 木芷梨淡淡地说道, 只是心中却是暗笑, 告诉你才怪, 其实他能够有这么强的力量, 一部分原因是他以前的肉体训练, 让他的身体强度比起一般人要好上太多。 而另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洗经法水, 其效果又岂是经历两三个时辰的人可以比拟的。 经过刚才的力量对碰, 木芷梨也是清楚地认识到身体强度究竟有多重要, 也多亏了天儿提醒, 他才没有这个弊端, 否则本来修为就没有王天骏高, 若是力量也输给他的话, 那难度可就大了。 见到木芷梨那无所谓的模样, 王天骏就愈发地生气, 他就不明白, 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子怎么能够这么地淡然? 此时王天骏的双手却是握成了拳状, 双拳在胸前翻转, 天力随着双拳的翻转聚集得越来越多, 胸前更是黄色的光芒大仗。 木芷梨健壮, 脑中对着黄色的天力更加的疑惑, 究竟为什么会是黄色的? 感受到王天骏身上那散发出来的越来越强的气势, 木芷梨也知道他在准备一个狠招了, 威力绝对不是之前的猎鼓爪可以比拟的。 在王天骏叙事的同时, 木芷梨也是调动起了浑身的天力, 显然只要王天骏稍有动作, 木芷梨便会在第一时间里应对。 诶, 这莫不是王家最为强势的玄机低级武技, 狂扫无影权? 台下的人一脸惊讶地说道, 诶, 好像是的, 以前曾经有幸见到王家家主使用过一次, 没想到今日竟然会被王天骏给使出来。 另一人也是感慨起来, 哇, 看来王天骏在王家的地位也是不低的, 看他的模样, 显然这武技也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了。 木芹梨见到王天骏使出这一招, 心里便是大感不妙啊, 要知道木芷梨到现在都不曾修习过木家的玄机武技呢, 毕竟之前并没有给他这个权限, 两人的实力原本就有一些差距, 现在该如何是好呢? 此时, 木家的练武场外围, 众人都见不到的一个角落里, 一名身穿红色紧袍的男子正注视着木芷梨,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他从木芷梨上台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她了,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会遇到这样一个奇特的女子, 让他非常的感兴趣。 他能够看出木芷梨是刚刚进入先天境界不久, 但是那股力量却是让他惊讶, 当然, 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木芷梨的态度, 似乎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是那股波澜不惊, 莫不是什么东西都无法挑起他的情绪? 并没有让木芷梨等待多久, 王天骏的攻击就已经到了, 两人相距十米, 王天骏的双手不断地轰击, 而木芷梨的面前却是出现了数十个黄色的拳头, 每一个拳头都带着强大的力量, 被任何一个拳头击中, 那后果都是极为严重的, 而且这些拳头简直将木芷梨的每一个角度都给封死了, 根本就没有任何地方可躲, 只有硬接了, 只见木芷梨双手成掌, 一掌掌的硬是接下了那些拳头, 同时脚步更是诡异异常, 在那些接二连三的拳头之间, 竟然能够游刃有余, 忽左忽右, 众人只觉还未看清楚, 木芷梨的身形便是已经移动了 数次根本就看不清楚, 王天骏的拳头让人看不清楚, 木芷梨的速度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看得众人一阵感慨, 先天高手果然就是不一样啊, 金色的拳头被木芷梨悄无声息地接了下来, 就像一阵阵金色的流星雨, 充斥着众人的眼眸, 这是什么神法, 竟然如此奇特, 苏玉张口难难道, 这世间竟会有如此神奇的身法, 一直沉默着的王天骑也是忍不住地开口道, 他王家的武技威力他再清楚不过, 更是知道在这如此密集的攻击中, 进行躲闪有多不容易, 大家看起来仿佛很简单, 但是他们却是知道这一步究竟有多难做, 至少他王天骑做不到, 根本没有可能做到, 没错, 木芷梨的身法的确很奇特, 因为这身法正是第一个房间中的第三本书籍, 飘渺身法, 深如飘渺无从发现, 说的就是这步身法, 木芷梨早就开始修习了, 目前也是略有小成, 他知道身法对于他们而言有多重要, 所以在这上面他也是下了很多功夫, 我靠, 这是假的吧, 一人见到这速度忍不住抱了粗口, 见过速度快的, 没见过速度这么快的, 哥们儿, 其实我也不敢相信, 但是你看看旁边那些跟我们表情一样的人就应该知道, 我们见到的是真的, 压得太变态了, 这不是打击哥们儿吗, 木芹梨确实将视线停在了木芷梨的右手上, 他的手竟然是一点事都没有, 他之前自断一臂的时候, 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又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呢, 木芹梨确不由回想之前, 木芷梨信誓旦旦的告诉自己, 他可以完全医治好木少修, 又想起当初他坚持说李要是冤枉他的事情, 莫不是他说的, 是真的, 王天俊没有想到木芷梨竟然能够接住自己的攻击, 嘴角也不由抽搐了, 这木芷梨是个变态吧, 他见过别人用强大的武技来对抗的, 却从来没有人会采用这种方式吧, 他相信, 只要不是变态, 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就在王天俊愣神的时候, 木芷梨也开始行动了, 万元归一剑第一招, 剑断江河, 木芷梨手上虽然并没有剑, 但是对于他而言, 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是他的武器, 此时的他则是将自己的脚饰为了武器, 充盈的天力灌注于双腿之上, 穿过众多的拳头, 一击横扫, 直接击向了王天俊的腰部, 木芷梨的速度之快让人来不及反应, 便已经被击中了, 王天俊只觉得自己的腰像是被重热千军的钢铁给攻击了一样, 巨大的力量竟是直接将他打下了比武台给趴在了地上, 噗哧, 王天俊喷出了一口血雾, 刚才那一击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健壮, 木芷梨的眼底却是浮现了一抹笑意, 不是因为打败了王天俊, 而是因为证明了这一招的实力, 到现在为止, 他还从来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这一招, 这一招剑断江河是他自己起的名字, 在众多的武技中学习而来, 造成的效果让他很是满意, 望着瘫软在地的王天俊, 木芷梨清冷的话语传了出来, 你输了, 简单的三个字, 却再次给予了王天俊重重一击, 一口鲜血再次喷不而出, 看向木芷梨的眼中尽是憋屈, 他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会输给这样一个刚进入先天的女子, 无法相信, 他引以为傲的实力却为他一手摧毁, 他不甘心呢, 看着台下输得干净利落的王天俊, 台下立马骚动了起来, 就像是一个重磅炸弹在众人的心中炸醒, 如同天方夜谭的事情, 却是真正的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王天俊输了, 木芷梨竟然打败了王天俊, 那么木芷梨的实力该有多强, 怕是跟王天奇差不多了吧, 可是木芷梨才十五岁, 穆家可是出了天才般的人物啊, 说不定木芷梨能够将来进入某个门派呢, 穆家这次可大发了, 众人纷纷感慨道, 谁都知道木芷梨在这般年纪便是能够拥有这般的能力, 这就已经说明了他未来的潜力, 相信只要好好培养, 要不了多久, 他便会成为穆家的顶梁柱, 穆家的年轻子弟们在见到这一幕之后, 更是感到热血沸腾, 一人更是忍不住喊道, 三姐威武, 三姐好强, 打开他们, 让他们见识到我们穆家的实力, 穆芷梨听到他们说的话, 一时之间竟是没有反应过来, 那三姐所说的是自己, 再反应过来之后, 也是朝着他们笑了笑, 玄机示意他们安静, 毕竟现在王家的面子已经非常不好看了, 若是再这么说下去, 一会儿不好收场, 而穆家的年轻一辈在听到穆芷梨的话之后, 立马便是住了口, 穆芷梨在穆家子弟中的影响力骤然变强, 不论是之前的杨凤英维, 还是真心祝贺的, 此时对他都是心服口服, 不论以前的他们如何争斗, 毕竟他们都是穆家人, 在其他家族进行挑衅的时候, 他们自然要一致对外, 而穆芷梨打败了王天俊的事情, 让他们争了一口气, 对穆芷梨的印象自然也是好了起来, 当然, 除了一人之外, 这个人就是穆芸然, 穆芸然悟住了自己的樱桃小口, 生怕自己发出声来, 这一幕, 他简直不敢相信, 以王天俊的实力竟然会败给穆芷梨, 这未免太…… 顿时, 他的面色也是难看起来, 原本自己败了就很难看了, 现在帮自己出气的人也被打败了, 自己还有什么颜面出现在穆芷梨的面前呢? 哼, 穆芷梨, 你隐藏得可真深啊, 穆芷梨的实力竟然这般强悍, 不光是修为高, 无忌竟然也是这么强劲, 想来穆芷梨花费了不少心思吧。 看着穆芷梨展现出来的实力, 王静红心中也是羡慕得紧, 穆芷梨这次可是在穆家族会上出尽了风头,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给穆家争光了, 穆家既然有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后辈, 一些人心中的算盘, 怕是也打不成了。 听到这话, 穆芹梨却是有些回不出话来, 自己费心思, 其实自己还真是一点心思都没费, 纸梨从治好丹田开始修炼到现在, 他根本就是没帮过什么, 唯一的帮助就是允许他进入武技堂, 至于武技上的指导简直就是连支言片语都没有, 更何况, 他所展示出来的武技根本就不是穆家武技堂里所有的呀, 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 此时, 穆芹梨也是注意到了那待在武技堂的老者, 没想到他竟然也来了, 顺着老者的视线看去, 很明显, 老者正看着穆芝梨, 难道教穆芝梨武技的师父就是他不成? 老者此时也是注意到了穆芹梨的目光, 知道他的想法不由地摇了摇头, 告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教, 穆芹梨收回了目光, 心中却是暗道, 除了老者之外, 还能是什么人呢? 自己这个孙女身上的秘密可是太多了, 本以为自己对她也算是了解, 可是她每次展露出来的东西都让自己确定 其实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她。 咦? 角落中的男子见到穆芝梨那惊艳的一招后, 也是忍不住发出了惊讶之声, 要知道这看似简单的一招绝对不简单, 最让她惊讶的是穆芝梨的天力竟然没有颜色, 这怎么可能呢? 真是一个有趣的女子, 她决定了, 无论如何, 她都要认识她。 穆秦涛以及穆秦华此时面上也是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穆芝梨今日一战让他们对她的印象好了太多, 他们身为穆家人, 穆家既然有这般出色的子弟, 他们自然不能打压了, 只是如何让穆芝梨心平气和地接受他们二人, 这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呀。 在众人夸赞穆芝梨的同时, 也有不少人在挖苦王天骏, 之前那么嚣张, 好像她一定会赢似的, 现在还不是被人家一脚踹到屁股台下面来了? 心里知道就行, 别说出来嘛, 人家本来就很没有脸面了, 现在人家还如何下台呀? 表面上虽然在帮着王天骏说话, 实际上却是在损王天骏。 王静虹显然也没有想到结果会变成这样, 看着一旁穆秦丽娜眼底的讥笑, 他更是觉得怒火飙升, 这件事本来就是他王家挑起的, 现在变成这样, 他也不能说其他人的不是, 只能暗恼天骏竟然是如此没用, 连一个女人都打不过, 话虽如此, 王静虹自己也知道, 这件事其实并不能怪王天骏, 并不是王天骏弱了, 而是木质离太强了, 见王天骏在哪一动不动, 王静虹不由怒斥道, 还不快点回来, 难道还先丢人丢的不够吗? 听到王静虹的话, 王天骏竟然是打了一个寒症, 从王静虹的语调中, 他便能够感受到父亲生气了, 觉得自己丢脸了, 不由将视线转向了木嫣然, 却见木嫣然根本看都不看他, 似乎觉得认识他都很丢脸, 怒火在心中飙升, 看到木质离的眼神也愈发的阴异恨力, 因为这个女人, 他在所有人的面前丢尽了面子, 因为这个女人, 父亲对他失望, 因为这个女人, 嫣然不愿意看他一眼,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他要让这个女人付出代价, 挽回自己的尊严, 想到这儿, 王天骏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 将一颗火红色的丹药放入了口中, 其他人不曾注意到这个动作, 木质离却是注意到了, 竟然吞噬丹药, 这王天骏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在众目睽睽下竟然使用这种方式, 看来自己真是把他给逼急了。 天旋大陆的确有很多丹药 能够让人的战斗力突然爆发, 不过这种丹药大多有副作用, 一般不到了紧急关头, 大家都是不愿意用的, 由此可见, 王天骏真的是豁出去了。 只见王天骏犹如一头苏醒了的猎豹般, 一眨眼的功夫便是从比武台系的冲击的台上, 距离最近的木秦涛见到这一幕, 面色不由一变, 他们经验丰富, 一看王天骏的样子,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天骏, 住手! 之前沉浸在击败王家人的喜悦的气氛中, 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当他发现的时候, 却是晚了, 因为王天骏已经来到了木质离的面前。 木质离, 去死吧! 只有木质离的死, 才能够洗刷他刚才的耻辱。 他心里明白, 如果自己真的能够将木质离杀了, 想必父亲也不会过多的责怪自己。 此时, 众人也是发现了场上的变化, 一个个都是惊恶的不能自已。 他们没有想到王天骏竟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 只是现在的他们也无法阻止了。 木质离的心更是悬了起来, 站起身就准备去阻止王天骏, 而王敬鸿见到王天骏的做法, 面上故意装出几分恼怒的模样。 这孩子, 怎么这般好上? 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却没有丝毫要阻止的意思。 王敬鸿, 若是止离出了什么事情, 我会让你们王家付出惨重的代价。 木质离铁青着脸说道, 王天骏见到王天骏的做法, 眉头也是紧重。 这简直就是在胡闹。 他不明白自己这个弟弟今日怎么会这么冲动, 吃了丹药之后, 力量能够快速地提升, 木质离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 不自觉的他竟是开始替木质离担心起来。 虽然回去之后, 他一直在想自己与木质离之间的事情, 但是不可否认, 木质离的身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苏玉也是紧张地站起身来, 从王天骏的模样他就知道, 王天骏吞食的是什么丹药, 二品爆裂丹。 这种丹药的药效极其猛烈, 会在最快的速度里将自身所有的力量全部迸发出来, 其发出的攻击绝对比自身的实力要强得多。 不过这种丹药也有负面的影响, 那就是持续时间短, 而且在战斗的时候会有些神志不清, 因为浑身力量全部都被压榨出来的缘故, 脑子不是很能够控制自身, 在使用之后更是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虚弱期, 甚至于实力还会倒退,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看来王天骏这次真的是豁出去了。 只要王静红没有发话, 其他人的话自然无法阻止王天骏的动作, 更何况现在他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脑海中只充斥着一个想法, 那就是杀了木子梨。 王天骏那布满了天力的拳头, 不断地对木子梨进行攻击, 而木子梨也没有躲闪, 心心束手握成了拳头与王天骏进行对轰, 在碰触的第一时间, 木子梨便是发现了现在的王天骏力量比起之前是强大了太多, 就连他也有些勉强, 单要的作用竟有如此之大。 两人对轰了数十拳之后这才分开, 木子梨也是有些气喘, 这消耗实在有些大。 而看向对面的王天骏, 只见他面色胀红, 犹如一头恼怒的雄狮一般狠狠地看着自己, 却是没有丝毫气喘的表现。 木子梨也是心神一领, 怕是换个人来的话, 这枚丹药就可以颠覆这场比试的结局了吧。 只可是他木子梨不是一般人, 想要这样就让他失败, 那不可能。 木秦力在见到这一幕之后, 眼底的惊骇之色更甚, 在这种状况下, 他竟然还可以接下王天骏的招式。 木秦力此时的想法也正是其他人的想法, 王天骏见自己的攻击没有任何的效果, 不由也是拿出了武器, 一柄青铜色的古朴大刀, 刀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 若是看得仔细的话, 便是可以发现上面雕刻的是一条微风凛凛的龙。 阳光下, 刀上竟是反射着点点寒芒, 只看一眼便知道此刀品质上加, 这便是王天骏的拿手武器狂龙刀, 据说这狂龙刀也是王家极为出名的兵器之一, 天旋大陆既然是以武为尊, 那么很明显,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武器是必不可少的, 实力越是高强的人对兵器的追求, 就越是狂热。 木指离见到王天骏的武器, 眼底也是浮现出了一抹羡慕, 看看人家, 再看看自己, 自己可真是磕疹的, 到现在为止, 自己根本就没有拿过武器, 了不起, 就是拿根树枝装装剑, 但是那感觉能一样吗? 木晴华剑撞便是将自己的武器扔给了木指离, 说道, 指离, 接见! 听到这话, 木指离不由看向了木晴华, 顺手一接, 便将剑拿在了手中, 看着手中一瞧就价值不菲的宝剑, 木指离不由将目光转向了木晴华, 却见木晴华朝他点了点头, 眼底有着歉意以及高兴, 见状木指离只觉得心口一震, 眼神有些复杂, 却是朝着木晴华点了点头, 示意他会加油的, 他会以正面的姿态打败王家人, 或许他的想法偏激了, 木晴华并不是一个坏人, 只是以前的自己太过于没用, 以至于成为家族的毒瘤, 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对待自己, 若是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天才的话, 想必不会得到那样的对待, 就好像久病长前无孝子, 就这一瞬间, 木指离似乎突然明白了很多, 嘿,苍灵刀法! 王天骏大喝一声, 右手挥动, 一记刀锋便是朝着木指离挥了过去, 黄色的光芒自刀上蔓延而出, 犹如夜晚高悬的明月一般, 以极快的速度带着无法匹敌的气静, 朝着木指离拦腰斩来, 似乎想要将木指离一分为二, 在场的人无一不被这刀法所震撼, 实在是太强了, 站在这么远, 他们便是能够感觉到那刀锋带起的威势, 那么被攻击的木指离, 这会儿又是何种感受呢? 诶, 王天骏能够天力出体, 竟然达到了这番境界, 真没想到, 他的成长速度竟然这么快, 先天高手自然能够看出这一点, 后天境界的高手只能够将天力灌注于身体之上, 从而增强他们的力量以及威力, 却无法做到天力出体这一步, 就算是运用武器, 武器上也无法注入天力,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后天高手在交手时都很少使用武器的原因, 只有在对待妖兽的时候才会如此, 当从后天境界进入到先天境界之后, 也不是立马就能够做到这一步, 这需要经过多次的练习熟练之后才能做到, 哎呀, 这下墓芝莉真的危险了, 这一招可不是那么好对抗的, 芝莉, 快躲! 墓琴力不由地出声提醒道, 就现在的状况而言, 比起胜利, 他似乎更在乎墓芝莉的安危, 听到这话, 墓芝莉只觉得心里一暖, 玄技也是按照墓琴力的说法, 飘渺身法如影似幻地运动起来, 众人只觉得一道白色的身影一身, 沐芝莉便躲过了王天骏的攻击范围, 出现在了王天骏的身后, 一眨眼的时间, 面对着王天骏这般霸道的攻击, 他却能够安然无恙地躲过, 这速度不禁让人惊叹, 这般诡异的身法简直就是一项绝技, 墓芝莉也感觉到了飘渺身法的妙用, 这绝对是一项保命的底牌啊! 哇, 这速度这身法简直让人惊叹啊! 众人看着墓芝莉这惊艳的身法, 不由感叹道, 是啊, 世间竟有如此奇妙的身法, 我看哪, 这心法最少是玄品高级, 说不定是地品啊! 说到这儿, 男子的眼中流露出了贪婪之色, 若真是那般高级的身法, 那可不是一般的值钱啊! 哎, 墓家最高品阶的武技不就是选品初级吗? 地品! 墓家怎么可能有这等重宝? 要是有这种品阶的武技的话, 墓家又怎么还会和王家苏家三家顶利呢? 用脚趾想想, 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嗯, 可是, 这身法当真很强不是吗? 不然你觉得是什么品阶的? 虽然心里也知道, 墓家是不可能有这种品阶的身法武技的, 但是墓子里展现出来的速度, 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我看哪, 最多也就是个选品, 你就别想太多了! 这些人所说的话, 也正是墓子里担心的一点, 他知道他现在的状况, 若是被人发现这飘渺身法, 怕是有不少人会起歹意,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杀人夺宝的事情, 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就算是整个墓家坐镇, 也不免还是有人在打他的主意, 好在大多数人都不会朝着这方面想, 毕竟身法武技实在太过于难得, 其实对于飘渺身法, 墓子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品阶的, 心法上并没有介绍, 墓子里也无从得知, 墓家的武技堂中并没有身法武技, 所以他也无从比较, 只是觉得天煞古戒中的东西都不简单, 品阶一定不低罢了, 其他人不知道, 角落中的红衣男子却是知道, 眼底浮现一抹金光,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能够看到别人使用这种身法, 当真让人压抑, 在墓子里的身上, 他已经发现了太多让他惊讶的事情, 看来他的身上隐藏了很多秘密呢, 还真是有趣, 他喜欢有秘密的人, 这种人深藏不露, 往往在掀开他的一层面纱时, 会发现里面还有其他的面纱,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他知道, 自己对这个女人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 见墓子里闪躲过去, 王天俊不由出声道, 哼, 有本事你就正面迎接, 躲躲闪闪算什么本事, 他清楚地知道, 若是墓子里一直躲闪的话, 他怕是追不上, 听到这话, 墓子里的嘴角露出一抹讥讽, 哼, 你要是有本事的话, 就不必靠着吞服丹药来取胜了, 在说别人之前, 先颠量颠量自己吧, 你, 被墓子里这么一说, 王天俊竟然是回不出话来, 毕竟墓子里说的是实情, 只是要力并不能保持多久, 若是时间长了, 他可就不行了, 你, 你不是实力强吗, 若是你现在还能够赢我, 我就服你, 哼, 鸡匠法对我没用, 他自己常常使用激将法, 又怎么会轻易上当呢, 只是他自己也知道, 现在的形势对他而言并不好, 他进入先天境界的时间太短了, 像之前他们所说的天力外放他就不会, 这怎么比呢, 让他一直躲闪下去, 直到王天俊的要力消散, 这或许是胜利的办法, 却不是他木质里想要的胜利, 想到这儿, 木质里的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王天俊见木质里皱着眉头想些什么, 便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再次发起了攻击, 苍龙刀法第二事, 剑撞, 木质里也是想要应接这一招, 挥动起手中的剑, 万元皱依剑法, 剑扫天地, 木质里将自身的天力贯注于剑上, 却发现这对他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他不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这些, 毕竟以前的他从来不曾尝试过, 先天境界的攻击方式, 他也是从王天俊的攻击上才看出几分, 王天俊的刀带起一条诡异的弧度, 朝着木质里的脖子横扫而去, 其强大的气劲吹起木质里的墨发飞舞, 白色的衣媚在风中飞扬, 看起来如同仪式独立般让人仰望, 只是现在所有的人心都是紧紧地悬着, 怕这一招之后两人就会分出胜负了。 哈! 木质里用尽全身的力气, 朝着王天俊攻击而去, 在木质里拼命的同时, 那剑尾也是扫出了一条白色的剑芒, 绵延竖齿, 竟是也达到了天力外放的境界。 黄色的刀锋和白色的剑芒在空中碰撞, 一时之间飞沙走石, 就连那坚硬无比的钢石制造的比武台, 此时也是裂开了道道缝隙, 而比武场上的黄沙更是遮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一些人闭上了眼睛, 否则那沙石就得进了他们的眼睛里了, 只是心中却是对结果好奇不已。 当然, 也有一些人, 好比木勤力、 木敬红他们此时, 却是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台上的状况, 木勤力的拳头不自觉地紧握起来, 两人竟是同时后退了数步, 王天俊面色苍白, 虎口颤抖, 显然刚才的比拼已经让他受了内伤, 但是神情依然狂热, 吞食了丹药之后的他, 仿佛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一般, 木脂里也是一样后退了竖步, 这才止住了身形, 同样的, 他的手也在颤抖, 终于忍不住, 扑吃,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现在的实力, 还是无法与吞食了丹药之后的王天俊所抗衡的, 刚才虽然极为勉强地使出了天力外放, 但是这显然和王天俊不是一个档次的, 必须要经过多次的练习, 才能够达到那样的效果, 他现在火候还不够。 吱离! 木寒莫见状不由紧张地道, 同时看向王天俊的眼中也是充满了愤怒,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三姐! 其他子弟也是纷纷喊道, 言语之中尽是对木脂梨的关心, 毕竟, 这次比试的结果无论如何, 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木脂梨赢了, 因为王天俊是靠着吞服丹药才会变得这么强。 木脂梨朝着他们摇了摇手, 示意自己没事, 旋即将目光转向了王天俊, 王天俊现在面上尽是得意之色, 终于他将他给打败了, 此时木脂梨的面色苍白终于笑不出来了吧。 你不过刚入后天境界, 我看你怎么跟我比! 听到这话, 木脂梨笑了, 这一笑当真可谓风华绝代, 面上的苍白之色, 却为他增添了几分若不禁风的美感。 你以为这样你就赢了吗? 王天俊面色一僵, 不知为何, 看到木脂梨这模样, 他竟觉得事情有些不妙, 他非常的不喜欢这种事情不受控制的感觉, 他就不明白为什么明明白了的是他, 他却还能够这样的笑,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最擅长的不是剑术, 是针法。 要说他用剑, 不过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才开始使用罢了, 但是银针却是从他出生开始就天天陪伴着了, 两者一比较, 结果显而易见, 众人文言却是一脸的疑惑, 针法, 这是什么意思? 在天旋大陆的武器无疑是剑, 刀, 鞭子等等, 但是针, 他们还真是没有怎么见识过。 针法? 男子扑斥一笑, 没想到他竟然会用银针来对敌, 就连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针不是用来缝衣服的吗? 哈哈哈哈, 开什么玩笑, 你是针线活做多了吧? 王天旋放肆地笑着, 在他看来, 墓质里简直就是疯了, 或许是受不了失败的打击吧。 王静红的嘴角不由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现在他们可以说是胜券在握了, 什么针法? 他王静红活了这么多年, 还从来不曾见过有人用针法的。 穆勤立的眼中也有疑惑, 但是他却相信, 穆芷离既然说出这样的话, 就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对于王天旋的嘲讽, 穆芷离却是丝毫不在意, 手中荧光一闪, 王天旋只觉得一阵银色流星雨赏过, 看得他眼花缭乱, 狂龙刀挥舞之间挡开了大多数的银针, 但是却依旧有银针落在了他身上, 毕竟那些银针的数量太多, 而且角度又过于刁钻, 想要躲开真的有极大的难度。 然而在王天旋费力抵挡的同时, 木质离飘渺身法一动, 便是出现在了王天旋的面前, 手中荧光闪耀, 很快王天旋的数个穴位都被他扎入了银针。 他清楚地知道, 以王天旋的实力, 针扎对于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只有扎入一些重要的穴位才可以。 啊啊啊啊! 王天旋突然如同发了疯一般疯狂地呐喊着, 额头上青签抱起, 面色变得胀红, 看起来犹巍为慎人, 下一秒, 他便是倒在了地上打起滚来, 仿佛着了魔一般的痛不欲生啊。 王天旋的心里更是惊恐到了极点, 本来吞食了丹药之后, 身体对于疼痛的感觉就不明显 然而现在他只觉得那些疼痛深入骨髓 生不如死般的感觉 健壮 木质离那苍白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笑意 他的针法绝对无人能够匹敌 其他人更是看着这一幕愣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质离缓步走到王天俊的面前 居高临下的看着痛苦的在地上打滚的王天俊道 你输了 你承认吗 他要让王天俊亲口承认这一点 省了他一会儿又会耍花样 从之前王天俊的做法中 他就可以看出他的本质是什么 木质离可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王天俊咬着牙看着木质离 心中极度的不愿意承认 但是那股深入骨髓的剧痛又让他无法忍受下去 他只觉得再这样疼下去要不了多久 他便会被活活的疼死 看向木质离的眼中也是多了一抹恐惧 不明白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 莫不是那银针上有剧毒 可是剧毒都是让人快速死亡的 哪有让人疼成这样的 王天俊百思不得其解呀 不承认吗 没关系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木质离毫不在意 反正疼的又不是他 等着就等着呗 可是他很清楚这究竟有多疼 看着王天俊的模样就知道他熬不了多久了 台下的众人也是观察台上的一举一动 看着王天俊的痛苦挣扎的模样 众人看向木质离的眼睛愈发的明亮 哎哟 这针法竟然这么奇特 能够让王天俊腾成那样 我也不懂了 区区几根银针算得了什么 王天俊可是吞食了爆裂丹的 一般的疼痛对他而言 根本就是挠痒痒 就算是断手断脚 怕是也不会腾成这样 那几根银针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我看是我们孤陋寡闻了 木质离知道的东西可多了 王庆红也是坚定不移地 看着台上的状况 心中暗脑 这木质离怎么号召这么多 层出不穷的让人无法预料啊 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看着天俊那痛苦的模样 就知道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呃 王天俊发出了一声惨叫 为了分散自己身上的剧痛感 王天俊的食指不断地在地上抓挠着 短短的时间内食指便是变得血肉模糊 却是没有丝毫的感觉 仿佛这些痛处比起身上的痛处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承认我输了 你快点救救我 王天俊受不了地喊道 血肉模糊的双手拉住了木质离的裤腿 说道 我输了 救救我 救救我 见状 木质离不由将目光转向了木琴力 见木琴力朝他点点头 木质离的双手 犹如信手摘花般 快速地在王天俊身上的多处穴位 取出了银针 速度枝快 让人眼花缭乱 只觉得一阵风影闪过 木质离的手中 已经多了十数根银针 在场的老辈 都是眼神一鸣 之前他们还以为木质离的银针 都是胡乱非射的 可是从刚才木质离取针的动作上 他们便是知道这针所扎的位置 都是木质离事先所想好的 否则怎么可能这么精准地知道 每根银针的位置呢 那么细密的银针 在刚才那般紧张的气氛下 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么精准的控制呢 这控制力简直强的惊人 木家的子弟们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面上都是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容 三姐好厉害 她赢了 简直就是我们的偶像 那王天俊吞噬了丹药之后 竟然还是比不过三姐 三姐实在是太强了 以后我们要多多向三姐学习 什么时候 我要是也有三姐那样的实力就好了 年纪小的他们设事不深 想的也简单 没有什么心机 在见到了木质离的实力之后 早已将以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给忘记了 心中在想着以后的他们要如何和木质离相处 思量着找木质离指点他们修炼 不知道他会不会帮忙 在木质离收回了银针之后 王天俊只觉得身上的疼痛都消失了 除了那血肉模糊的食指提醒着他之前曾发生的那段痛不欲生的感觉 他还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呢 诶快看 王天俊不疼了 太奇怪了 那到底是什么银针呢 莫不是你认为那不是一般的银针 可是看上去就是很普通啊 嘿嘿 这次王天俊算是丢脸丢到家了 第一次被打败 第二次吞噬了丹药之后 还是被打败了 而且还是求着木质离救他 简直将王家的脸都丢光了 嗨 还不如第一次就认输呢 现在所有人都清楚他的实力了 他和木质离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难怪比不上他大哥王天祺呢 王天俊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怕是今天过后 整个罗天成的人在茶余饭后都会谈论到他 而且呀 他则是成为众人口中的笑话 从罗天成的青年才俊 沦为罗天成的笑料 期间的差距让他根本无法承受 想着之前燕燃对自己那期待的表情 想着若是自己这次打败了木质离的话 家人在怀的机会就非常大了 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破灭了 可以说以后的他根本就没有颜面出现在穆燕燃的面前 因为今天他将自己的尊严给丢了 自己的尊严被木质离狠狠地践踏了 木质离心里也是知道王天俊不好过 毕竟这种状态实在是有些难堪 但是他也不甚在意 毕竟以前的木质离不知道被嘲讽了多少次 比这难听的话多了去了 还不是好好地活到现在没什么事 难道说他木质离没有自尊吗 他木质离的自尊心比在场的人强得多 转过身 木质离看着大长老木晴涛开口道 大长老 可以宣布结果了 他木质离将会在今天一战成名 明天之后 整个罗天城都会知道他打败了吞噬了爆裂丹的王天俊 由此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他的实力 他不再是一个废物 他可以以本来的面目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路上 没有人会嘲讽 没有人会嘲讽挖苦他 也没有人敢挑衅他 听到这话 木质涛这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说道 木质离对王天俊 木质离 最后一个圣在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 王天俊却是大声道 既然你毁了我 我要让你一起下地狱 说完 右手的狂龙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向了木质离 两人本就站得很近 更何况木质离还是背对着王天俊 没有一个人想到在这种状况下 王天俊还不放弃 下一刻 噗哧 一口鲜血从王天俊的口中喷不而出 滴答滴答 鲜血滴在地面上的声音显得那么清晰 所有人都忘记了言语 只是正正地看着台上的一幕 似乎消化不了这么大的变化 苏玉张大了嘴巴 一脸地不敢相信 她绝对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 苏子怡也是看傻了 木质离看着这状况 张了张嘴 却是半上说不出话来 这番变故 绝对是谁人都无法料到的 鼻鼓台上 木质离的剑狠狠地刺进了王天俊的心脏 两人面对面地站着 没有人说话 看起来很是诡异 原来之前在王天俊动刀的时候 木质离便是反应过来了 快速地向旁边闪去 躲开了王天俊的攻击 同时回头的时候顺势一次 只听见一声武器刺入皮肤的声音 木质离的剑便已经刺了进去 啊 天俊 王静宏终于无法像之前那样保持淡定了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紧张地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 听到这话 王天俊将毛子转向了王静宏 面色痛苦地张口道 父亲 对不起 我给你丢脸了 声落 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出 玄技便是朝着地上倒去 二弟 王天俊也是紧张地喊道 说话的时候身形一动 快速地来到了比武台上 接住了王天俊倒下去的身体 摇晃着王天俊道 二弟 二弟 然而无论他怎么摇晃 王天俊都没有丝毫的反应 将食指放在王天俊的鼻下 王天俊的面色顿时难看了很多 撞过毛子看向一脸 期待看着自己的王静宏道 二弟 死了 二字如同一道惊雷一般 响彻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王天俊死了 竟然被木指里给杀了 众人意识到这次事情闹大了 要知道王天俊在王家的地位可不一般 这次死在了木家的族会上 这件事可能善了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木指里 你还我而性命 王静宏如同发狂般冲到了比武台上 那模样很明显的 他的目的是要杀了木指里给王天俊陪葬啊 作为一个父亲 他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儿子 而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儿子竟然是死在了自己的面前 甚至在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 就已经死了 这让他如何能接受啊 见到王静宏的动作 木秦丽也是一阵紧张 王静宏 这件事情是你儿子咎由自取 不关指里的事情 这件事本来就是王天俊率先意图杀死木指里的 而木指里只不过是自卫罢了 这件事情的责任并不在木指里的身上 木秦丽的话自然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这件事本来就是王天俊率先挑起的 而且王天俊还屡次犯规 先是吞食丹药 后来输了 还想要拉着木指里下地狱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木指里主导的 在他们看来 这的确和木指里没有太大的关系 哼 我儿子是你的孙女杀的 还说不关他的事 我要你给我儿培葬 王静红的速度愈发的快 他与木秦丽的速度本来就不相上下 而他又比木秦丽率先动身 这样一来自然是他先到了 木指里站在原地 只觉得一股强大的气势迎面袭来 让他几乎没有躲闪的余地 因为四周的一切已经全面的封闭起来 这是木指里第一次感受到这强大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的面前 他才意识到自己和王静红他们的差距 还未出手 木指里便是感觉到了王静红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心中升起了一股对实力的渴望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才会拥有这样的力量 至少他相信 他一定会拥有 哎呀 指里不好了 这个老家伙小致女死地呀 天二也是感受到了王静红所释放出来的威压 意识到了状况的不妙 木指里自然也知道 自己杀了人家的儿子 他能不想杀了自己吗 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一样 但是他木指里并不后悔自己刚刚所做的事情 毕竟这一切都是王天俊自找的 以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耐心 他可不是能够让人耍着玩的 当真以为他什么都不敢做不成 反正今天的事情 他已经彻底地被王天俊给恨上了 就算王天俊今日不死 回去之后 也会想着分的来报复自己 而王天俊身为王家人 王家和木家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若是王天俊想要报复自己 想来整个王家都会想着报复自己 而现在的他杀了王天俊 王家人也是想着要报复自己 结果没有丝毫的差距 既然如此 为何不杀 至少还可以解决一个麻烦 让王家少一个先天高手 对他们木家而言 是一件好事 不是吗 他将所有的威压 全部释放于我的身上 现在的我根本就动弹不得 木指里皱起了眉头 和天俊交流道 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 这么强大的威压 没有想到威压 竟然还有这样的功用 他虽然看起来 没有丝毫的束缚 但是被锁定了的他 根本就动不了 听到这话 天二咬了咬牙 哎 我带你闪开吧 但是现在的状况这么危急 就算暴露自己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这些都没有 木指里的命来的重要啊 哎 等等 不过到最后关头 他并不想将天二给暴露出来 毕竟这样一来 他们两人的危险会是更大 终于 王静红到达了木指里的面前 一掌朝着木指里的头盖骨拍去 住手 木琴力喊道 但是却是无法阻挡这一切 就在所有人以为木指里要血染当场的时候 一抹红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木指里的身旁 将木指里搂到自己的怀中 躲过了王静红的攻击范围 同时 一掌朝着王静红迎去 两掌相接 却是快速的分开 王静红朝后倒退了树步 这才颇为狼狈的止住了身形 右手不断的颤抖 显然刚才的接掌让他的手受了伤 反光红衣男子却是没有丝毫不适 嘴角扬起一抹肆意的弧度 看着王静红 之前他的视线 便一直停留在木指里的身上 见到木指里站在那不动 他便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在第一时间便是赶了过来 他可不忍心看着木指里 就这样香消玉允呢 木指里只觉得自己 突然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他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男人 他活了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被陌生男子抱着 不由将视线转向一旁的男子 然而当他看清男子长相的时候 却是呼吸一致 不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男子的长相 这是一个极美的男子 一袭墨发随意的披在脑后 不施加任何束缚 显得放荡不羁 或许对于一般人而言 这样随意的头发会显得很杂乱 但是在他的身上 却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 仿佛这一切原本就应该是这样才对 或许加了束缚的他 就不是真正的他了 他的皮肤白得足以让所有女人羡慕 犹如白玉一般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简直可以用娇艳欲滴来形容 长眉若柳 深如玉树 白色的红云打底的上等锦袍 穿在他的身上 显得无比的合适 一般的男人穿上这样大红色的衣袍 会写得非常的不合适 但是穿在他的身上 却仿佛为他量身打造一般 红色紧袍穿在他的身上 衬出了他伟岸的身姿 又为他增添了几分邪魅的气质 一双迷人的桃花眼嵌在他的脸上 让人惊奇的是 他的眼睛竟然是纯净的蓝色 犹如天山泉水一般的纯净 但是整个人的气质 却是无比的邪魅 微微弯起弧度的桃花眼 让他看上去很是多情 嘴角勾起的一抹浅浅弧度 又让他看上去无比的吸引人 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 出现在他的身上 却不显得突兀 仿佛这一切原本就是这样一般 让人印象深刻 男子的出现无疑很突然 要知道之前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现在却是突然冒出来了 能不奇怪吗 众人都在疑惑 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木指梨看着身旁的男子 看着他与王静红的队长 竟然是他占上风 那么他的实力有多强呢 他判断不出来 台下的女人看着红衣男子 此刻眼底全部变成爱心状 天哪 他们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男子 当然 如果仅仅只是美的话 也不会这么吸引他们 问题在于他的实力还这么强 他才多大呀 不过二十岁而已 但是他竟然能够击退王静红 简直不可思议 原本穆勤力在见到王静红攻击木指梨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变成了血红色 穆家好不容易发现了木指梨这样一个好苗子 若是这样被王静红给毁了 他穆家势必与王静红不死不休 在那短短的时间里 穆勤力思考了太多 想了之后该怎么对付王静红等等 然而没想到突然出来的红衣男子 竟然阻止了这一切 虽然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但是帮了指令 他自然是很感谢 于是说话的时候也非常礼貌 言语之中并没有将对方当成是晚的 不知公子是 从他刚才露出的那一手 便可以知道他的实力是那么强 与这样的强人为敌 无疑是非常不理智的 而且这么年轻 便能够拥有这般的实力 很显然他背后的势力绝对不简单 穆勤力毕竟是经历过了太多的事情 只是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便是分析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不带红衣男子回话 王静红便铁青着脸道 这位公子 此时乃是我王家与穆家的事 还希望你不要插手 虽然心底对于红衣男子 可以说是恼怒到不行 若不是他突然出手的话 现在穆质里已经被自己给干掉了 但是穆勤力能够想到的事情 他自然也能够想到 所以也只能忍下心里的怒气 心平气和的道 听到这话 红衣男子嘴角的弧度慢慢扩大 却是笑了起来 你这话可就说得不对了 我娘子的事情 我怎么能够不管呢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中 除了红衣男子之外 所有的人都是愣住了 就连穆质里也是一脸惊愕地看着男子说道 喂 你乱说什么 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是你的娘子 竟然喊他娘子 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他 就算搜遍以前穆质里的记忆 也从来没有关于这个人的 红衣男子故作伤心的模样道 娘子 你现在可是在人家怀里呢 竟然还说这么让人伤心的话 我的名字叫做韩如烈 娘子可要记清楚哎 若是下次再忘记了 为父可要伤心了 木质里这才反应过来 之前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后来更是被这男子的话给震住了 以至于忘了现在 他还在男子的怀里呢 盲将男子推开 站在一旁 面上也是不由浮现出一抹红韵 韩如烈见到木质里面上的红韵 眼底的笑意更甚 之前看他那模样 还以为什么事情都无法影响到他的情绪呢 没想到被自己抱一下 竟然脸红了 不过这样还真是非常的可爱呀 众人确实看着两人之间的举动说不出话来 木质里不好意思脸红的样子落在他们的眼中 确实成了娇羞之状 竟是有不少人相信了韩如烈的话 难道他们真的是情人 不过韩如烈长得的确够帅的 两人站在一起的确很相配呀 咳咳咳 智利 他真的跟你 接下来的话 木勤力没有说出来 老脸也真是有些尴尬 这是人家小年轻之间的感情问题 他问起来还真是有些奇怪 在天玄大陆 结婚并没有年龄限制 不过大多数人都还是比较晚的 因为他们将精力都放在了修炼上 木勤力更是从来没有想过 在木质离的身上会发生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韩如烈 他还是挺满意的 家主 我跟他真的不认识 木质离忙着解释道 哎 娘子 你再这么说 为夫可要生气了 听着韩如烈的话 木质离简直是郁闷死了 现在的他是有一种 白口莫辩的感觉 面前这个男人怎么会突然冒出来 若是换作其他人的话 他手中的银针早就飞射出去了 但是偏偏这个男子刚才还救了自己 他木质离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也不是什么恩将仇报的人 既然对方救了自己 他自然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只是现在出格的不是自己 而是面前的男人呢 哼 你生气关我什么事啊 我本来就不是你什么娘子啊 韩如烈却是看着木质离一脸深情的道 你明明就是我的娘子 为什么不承认呢 我承认上次是我做错了 可是过了这么久 你的气也应该消了呀 就算不消气 也不能不承认我呀 回复我的心里 真的很难过 看着韩如烈那伤心的模样 木质离心中疑惑更甚 难道自己长得跟他娘子很像 所以他认错了 要是混在以前的话 木质离是不会相信这样的事的 但是现在 他这戒尸黄魂的事情都出现了 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就当木质离准备问韩如烈 是不是认错人的时候 却是看见了他眼中那抹瑕促的笑意 木质离立马便明白 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当下便是怒视着韩如烈 在韩如烈的耳边轻声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到现在为止 他都看不透面前的男人 实力深不可测 内心的想法更是看不透 若是对自己有恶意的话 刚才就不会出手救自己了 可是若是只是发发好心救自己的话 那么现在他想干什么 听到木质离的话 韩如烈显得有些惊讶 看着他的样子 就知道他已经知道自己是故意的了 不过知道的话又怎么样呢 娘子 你不见了这么久 为父想你了 所以来寻你 当然是希望你原谅为父了 木质离刚才小声问韩如烈的模样 落入众人的眼里 还以为两人是在窃窃私语呢 当下便是认为两人的关系当真不简单 即使不是夫妻关系 那也是恋人关系 反正绝对不会像木质离所说的不认识 若是木质离知道他们的想法的话 一定会有种想撞墙的冲动 这是什么世界呀 他说实话没有人相信 而面前这个满嘴胡话的男人所说的话 他们竟然相信 苏玉看着木质离 面色也是有些难看 难道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自己终究是晚了一步 想到这儿 苏玉也是有些难过 好不容易遇上这样一个奇特的女子 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的心里已经印上了她的影子 尤其是这两天足会上她的光芒 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为之清新 昨天在听到她将自己当做朋友的时候 她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据她所知 和木质离关系好的 不过是她的弟弟穆罕默罢了 除此之外 几乎没有和什么人交往过 她还以为自己有机会了 但是现在似乎没有机会了 穆罕默看着韩如烈的眼中 也是有着一丝金光 这个男人难道真的和纸离有关系吗 想着这些日子在纸离身上发生的变化 说不定真的是这样 不然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她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木勤力听着两人的话 说实话 就连她也认为两人之间肯定有猫腻 说话之间那亲密的样子 让她都不好意思在旁边站着了 呃 纸离啊 这件事族会结束后再说吧 你们两个如果有什么事情要说 就私下里谈论 说话的时候 木勤力却是一直看着韩如烈 这小伙子不错呀 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得罪自己的孙女了 弄得纸离不理她 唉 听到这话 木纸离也是一阵尴尬 这件事情弄得她都忘记现在是在族会上了 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只有点头说道 是 家主 韩如烈看着木纸离的动作没有说话 只是一脸笑意地看着她 仿佛真是一个极其爱木纸离的男人 木勤力甚至走到韩如烈的身旁 拍着拍韩如烈的肩膀说道 小伙子加油啊 在木勤力看来 韩如烈长相不错 虽然感觉太漂亮了一点吧 但是自己的孙女长得也很漂亮不是 站在一起也不怕没有她漂亮 这样不是很好吗 而且韩如烈的实力又那么强 保护木纸离肯定没问题 在罗天成 纸离还找不到这样的好男人呢 要说之前吧 她觉得罗天成的小辈中 也就是苏裕王天奇之类的比较好 但是三家的关系很明显联姻 都有很大的难度 而韩如烈显然不是罗天成中的人 其背景想来要更加强大 这样不是更好吗 就算没有背景 有实力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一点就是天旋大陆和二十一世纪的差别 二十一世纪的他们更多的在意男人的家世 而天旋大陆更多的在于个人本身的实力 木纸离听到穆秦丽的话 愣了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有没有搞错啊 穆秦丽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难道他也认为他跟韩如烈有那样的关系 天哪 那么台下的人是不是都这么认为呢 木纸离只觉得自己在罗天成的名声毁了 一下子变成了有福之父 哎 好不容易发现木纸离这么一个美女 没想到还名花有主 简直太让我伤心了 一个男子仰天感叹 他可就是冲着木纸离来的呀 昨天听说第一丑女是木纸离之后 今天就兴冲冲的赶过来了 再见到木纸离之后更是喜欢的不得了 现在竟然突然冒出一个男人说是他的相公 是啊哎我那刚刚萌摇的爱情啊就这样枯萎了旁边的男人也是接话道 在罗天成里虽说女人不少 但是像木纸离这样的极品女人很少哎 谁不想找个机会接触接触 喂 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男人 竟敢抢上我看上的女人 一个胖子看着台上的韩如烈一脸气愤的说道 虽然这话好像是在质问韩如烈 但是他的声音很小 只有周围几个人能够听到罢了 周围的人原本很郁闷 在听到男子的话之后便是乐了 喂 你怎么不跟那韩如烈说 说的这么小声 谁能听得见呢 看着胖子那臃肿的身材 再看向台上的长相堪称妖孽的男人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况且人家木纸离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女人了 他们可都不知道啊 听到这话 胖子更是低下了头 他也只能这么说说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 无论是让他对着木纸离说 还是对着韩如烈说 他都没有那个勇气 谁让韩如烈太优秀了呢 你说长得比他好看也就算了吧 实力还比他强 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 至于被杀了儿子而暴怒的王静红 此时却是被众人给忽略了 所有人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 木纸离和韩如烈的身上 这对俊男美女看起来 可比王静红的模样要养眼的多了 木纸离 你杀了我儿 你以为这件事就能这么算了吗 王静红的声音很低沉 那沙哑的声音可以看出他压抑了多久的情绪 他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尤其是刚才木纸离和这个韩如烈竟然忽略自己的存在 在自己的面前谈情说爱 这简直不可原谅 根本就是对他们王家的挑衅 听到这话 木纸离撞过毛子 看向王静红 面色冷傲 这是你儿子咎由自取 若不是他试图想杀我的话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 我想王家主应该不质疑这么是非不分吧 王静红也知道木纸离说的是实话 但是他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才不管谁对谁错呢 他只知道木纸离杀了天俊 他要为自己的儿子报仇 你少跟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可不管 你杀了我儿子 就得为他偿命 反正今天脸都丢尽了 这木纸离 他必杀 木纸离的面色也是愈发的冷 看向王静红的眼神 没有丝毫的温度 以你的实力 就算能杀得了我 我也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烈的代价 他木纸离是什么人 他不只是一个修炼者 不只是一个药师 他还是一个毒师 若是他想的话 他可以悄无声息地将整个王家的人全部毒死 没有人能够发现得了 他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王静红要杀他的话 他不介意让整个王家人替他陪葬 韩如烈站在一旁听着木纸离的话 看着他那一脸毫不畏惧的表情 眼中更是多了一份欣赏 这样一个女人有着这样的傲骨 当真让人无法小觑 虽然不知道他这自信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却是相信这个小女人不会说假话 既然他说出来了 就一定能够做到 这也是让他好奇的一个原因 听到木纸离的话 王静红却是笑了 就凭你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让我王家付出代价 真是出出茅庐不怕虎啊 就算你整个木家对我王家出手 最后的结果还不清楚 正当木纸离准备说话的时候 韩如烈却是说话了 哎 在我面前威胁我的女人 你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话语之中 宣示了他对木纸离的战友权 霸道之意尽险 台下的女人听到韩如烈的话 一个个都羡慕到不行 这么霸道的战友 简直迷死他们了 他们恨不得自己变成木纸离 站在他的身旁 这种感觉和身为一个女人 在自己有危险的时候 你的男人站在你的身旁说 不用怕 一切有我 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可以说在场的每一个女人 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男人 虽然现在自己还没有找到 但是他们看到的时候 还是无法保持平静 王静红看着韩如烈 底气竟是降了几分 从刚才交手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的实力 没有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强 现在有他保着木纸离 自己还真是动不了他 哼 这位公子 我想你和木纸离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虽然不知道你为何这么做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给我王家一个面子 他距离两人这么近 之前两人的话他也是听到了 木纸离的样子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事先他们两个肯定不认识 仔细一想 他便是想到了事情的大概 想来这个韩如烈 是看上了木纸离的相貌 所以来了一次英雄救美 没错 一定是这样没错 木纸离惊讶地看着王静红 没想到他竟然能够看出来 他还以为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猫腻呢 被王静红看出来 韩如烈没有丝毫的奇怪 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容 不懈地看着王静红 哼 你算哪根葱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哇 韩如烈的话语让台下哗然了 这男人实在是太拽了 对着罗天成三大家族之一的家主 竟然这么说话 若不是亲耳听到 怕是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呀 哇塞 这个男人也太酷了吧 对着王静红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哈哈哈哈真是替我出了一口气呀 听着这个人的话便是能够看出来他和王静红之间一定闹过矛盾 所以巴不得王静红吃憋 我靠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这里可是罗天成 得罪了王家人不是找死吗 另一个人显然是有些嫉妒大出风头的韩如烈 开口挖苦道 旁边的女人听见他讽刺韩如烈 显得很是不满 立刻回话道 哎 你懂什么 人家本来就有本事 没看见王家主打不过他吗 就你那样也没得胆子 哼 就是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还敢说我们的如烈找死 我看你才是找死 短短的时间内 韩如烈在他的口中竟然变成了他家的 这速度还真是够快的 木质里也是惊讶地看着韩如烈 显然没想到韩如烈会说出这么嚣张的话 不过玄机眼底也是浮现了一抹浅浅的笑意 他出现的时候本来就很嚣张不是吗 这嚣张到了极致的红色衣袍也能够看出他的性格了 但是不可否认 在现在这种状况下 他的嚣张让他觉得挺不错 王静红的脸此刻已经变成了降紫色 他这么好好的说话 对方竟然如此不给面子 他简直无法忍受 可是碍于对方的身份 他也不能撕破脸 若是此人帮着穆家来对付王家的话 无疑这对王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王静红回头看了一眼 示意王若林上来 既然对方喜欢美女 自己这个女儿好歹也是罗天成出名的美女 不知道他怎么看 韩公子 这是我的女儿若林 不知 接下来的话他没有说出来 但是意思 明眼人都是知道的 目指里一眼鄙夷的看着王静红 这种男人简直就是人渣呀 这种做法和卖女儿有何区别 然而当他将目光转向王若林的时候 却是发现王若林一脸娇羞 不好意思的看着韩如烈 却又忍不住的看 难道王若林真的喜欢韩如烈 目指里一阵汗颜啊 看来是自己多想了 人家王若林喜欢上一个人的速度还真是快呀 这才多长时间 之前不是喜欢苏玉的吗 这变心的速度 还好苏玉没和他在一起 不然以后啊 肯定是个红杏出墙的主啊 其实在场也就只有目指里不懂 几乎所有的未婚女子都对韩如烈方心暗许啊 就算是已婚的女子 怕是也是有些蠢蠢欲动吧 然而韩如烈的眼中却只有目指里一人 或许在他看来 这就是目指里的奇特之处吧 若是和其他的女子一样 那也就不能称之为奇特了 你没看到我娘子在我身旁吗 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娘子生气啊 说话的时候 韩如烈只是看着目指里 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王若林 王若林原本是抱着极大的期待上来的 在第一眼看到韩如烈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男人是他的白马王子 没想到他竟然拒绝得这么痛快 连丝毫的犹豫都没有 难道自己真的这么差吗 狠狠地瞪了一眼目指里 仿佛将他被拒绝的原因 全部都归结到了目指里的身上 旋即便是哭着快速地跑走了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丢脸 他可没有颜面了 一边跑着 王若林的心里也是一直在想 自己究竟是哪里不如目指里了 凭什么苏宇在乎目指里不在乎他 现在韩如烈也是如此 他觉得自从认识了目指里之后 他的自尊受到了多次的打击 而且全部都是因为目指里 看着王若林跑走的身影 目指里也是没有说话 王若林伤心不伤心 关他什么事 反正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若是可以的话 王若林最希望的 就是看着自己哭吧 只是撞过毛子 看向身旁的韩如烈 没想到他会拒绝得这么快 难道王若林长得不漂亮吗 从女人的角度看上去 他觉得王若林除了脾气 让人很讨厌之外 长相还是不错的 既然女人都觉得他长相不错 那么从男人的角度上 就更是如此了 韩如烈注意到了目指里 对他的打量 嘴角笑容更深 俯下身来 在目指里的耳畔轻声道 是不是觉得维夫很专情啊 除了娘子你之外 任何女人都诱惑不了维夫的 听到这话 目指里身形一颤 他嘴角呼出的热气 让他有些不习惯 转过身 对着韩如烈 摇了摇嘴唇 似乎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一般 挽住了韩如烈的手 笑着看着王静红道 王家主 虽然你儿子死了很伤心 这点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相公是不会喜欢你女儿的 你还是断了那心思吧 还有你要杀我的话得先杀了我相公 不过呢就冲着你们刚才的接触 我也知道你的实力是不如我相公的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我相公说 就先走了 声落 目指里便是拉着韩如烈 在众人的关注下离开了 王静红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愣是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 因为目指里所说的都是事实 现在的他的确做不了什么 只能死死地盯着两人的背影 王天奇抱着王天骏的尸体 王家人一起回去了 他们需要好好的 好好地商量 究竟该如何对付穆家人 对付穆纸离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默默地看着王家人离开的背影 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 尤其是那个红衣男子 竟然甩也不甩王家人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让王家人丢尽了颜面 当然 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跟王家人关系不好的家族 见到他们现在这模样 自然是觉得很开心 而依附着王家的家族 则是一脸的愁容 王家若是没落了 他们该如何是好 可以说那样的话 他们这样的小家族 将会没有落脚之地 穆纸离走了 韩如烈走了 王家人走了 这最为重要的人都走了 穆家的族会吸引力也就小了很多 大家也都是有些异性阑珊 韩如烈被穆纸离拉着走在后面 看着穆纸离的背影 韩如烈的脸上尽是笑意 他似乎很享受被穆纸离拉着的感觉 渐渐的两人走到了小树林中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哎 娘子 你究竟要带为夫去什么地方呀 韩如烈懒洋洋地说道 听到这话 木指离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来看着韩如烈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实在是想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很明显 韩如烈不是罗天成的人 应该是其他地方吧 而他这般年轻 却是拥有这样的实力 木指离的脑海中 不由想起了那抹仙般的身影 难道他们两人一样都是某个门派的人 一样的年轻有为 一样的让人捉摸不透 不过很显然 他们不是同种类型的人 因为林洛晨是一个淡漠 不爱说话 却让人想要接近的男子 而韩如烈则是邪魅 爱开玩笑 却让人不敢接近的男子 木指离再见到林洛晨的时候 并不会想着林洛晨有着什么目的 或许那样的人 根本就不会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去做一件事 任何事都是光明磊落的 倒不是说韩如烈人品不好 只是觉得他做事要随意的多 想要怎么做便怎么做 往往让人捉摸不透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木指离可不像那些肤浅的女人一样 被韩如烈救了一下 便以为他喜欢上了自己 哎 哎 娘子 你刚才不是说了我是你相公吗 怎么现在还问我是谁呀 韩如烈一脸笑意 他发现木指离越来越有趣了 为什么他和其他的女子想法不一样呢 木指离的面色冷了下来 刚才的一切 你我都知道是假的 现在只有你我二人 你就直接说你的目的吧 再这样绕下去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说清楚 见木指离这么认真 韩如烈也是收起了玩笑的模样 说道 不为什么 就你只是不希望我未来的娘子 香消玉养 谁能在我面前伤害我娘子呢 可我明明不是你的娘子 他真的很无奈啊 自己明明不是他的娘子 为何他总是喊自己娘子呢 以他的条件 想要找娘子怕是再简单不过了吧 为什么偏偏是自己呢 韩如烈摇了摇头 所以说你是我未来的娘子呀 总有一天 你会成为我娘子的 木指离叹了口气 哼 玩笑开够了 哎 好吧好吧好吧 我坦白点说 我喜欢你 所以我一定要你做我的娘子 就算现在不是 将来也一定是 韩如烈此时 俨然不像之前的放浪不羁 双眸之中充斥着他才懂得认真 他并没有说谎 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不喜欢你 你凭什么认为我将来一定是 木指离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 这么霸道的男人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自己一定会成为他的娘子 就算他的实力长相都不赖 但他木指离又岂是那么肤浅的人 他还有广阔的天空要去闯荡 又怎么可能拘泥于这么小小的天地 哼 那我天天跟在你的身边 只要出现了男人 我就把他赶跑 这样一来 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有父之父了 我当然就是你相公了 娘子 你会喜欢这为夫的 说这话的时候 韩如烈看起来竟是有几分可爱 木指里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这种话他也能说得出来 说生气吧 偏偏看着他的样子 他又生不起气来 说不生气吧 自己好好的 突然被别人认为是有夫之父 这口气又咽不下去 哼 就好像现在 整个罗天城都认为我是你相公 所以我也就放心了 因为有我在 没有人敢来跟我抢娘子 语调虽说温柔 但是却充满了霸道 你 你这个无恙 木指里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听到这话 韩如烈却是笑了笑 丝毫不在意木指里所说的话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一个无恙 养子 为夫我赖定你了 疯子 木指里感慨了一句 便是不再理会 韩如烈离开了 再这么下去 他就要被憋疯了 看着木指里离开的背影 韩如烈面上的笑容更深 待木指里离开 一抹黑色的身影出现在了韩如烈的身旁 说道 公子 你今天这是 他从来没有见过公子会做这样的事情 虽然一直以来公子做的事都是肆意而为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种事情却是第一次做 韩如烈没有回答男子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韩夜 你觉得他做你的少主夫人怎么样 听到这话 韩夜面色一僵 他没有想到韩如烈竟然是认真的 他们才认识多长时间呢 虽然如此 他也是看着木指里的背影道 呃 长相 性格能力都不错 但是这实力似乎 在一般人的眼中 木指里的实力已经不错了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 这还远远不够 若是少主将这件事告诉家中的话 定然不会被同意的 韩如烈却是毫不在意 这只是现在的实力罢了 他将来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我相信 况且 有我保护他 需要担心什么 族中人的想法不需要去理会 他的事情 他自己做主 他决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 呃 可是 他并不喜欢公子你啊 韩叶支支吾吾的说出这句话来 其实 就连他也觉得很奇怪 跟在公子的身边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木指里这样不甩公子的人 说实话 在一旁看着 他都觉得很有趣 听到韩叶的话 韩如烈没有生气 反倒笑了起来 呵呵呵 这样才有趣嘛 你觉得 他不会喜欢上我吗 见惯了那样肤浅的女人 他相信木指里不会那样 若是木指里喜欢上自己的话 绝对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 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 虽然认识的时间很短暂 但是他却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骄傲 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感情 掺杂上其他的东西 而他所希望的就是这个 听到韩如烈的话 韩叶也是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的确 公子的魅力很大 几乎见到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喜欢上他 只是不知道木指里会不会 反而他乐得见到这场好戏 毕竟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一个女子能够进得了韩如烈的眼 而韩如烈看上的女子绝对不会简单 帮我告诉族中人 这段日子我不回去了 啊 公子 你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是吗 木指里对我而言很重要 韩如烈看着木指里消失不见的背影笑着道 是 对于少主的命令 他自然是遵从的 反正跟在韩如烈身边这么久 他的做法从来就没有出错过 王家 此时众位长老正坐在议事堂中 气氛安静的诡异 只能够听见微不可闻的呼吸声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声响 所有人的视线都停留在议事堂中间那具尸体上 王天骏静静静的躺在那儿 鲜血已经浸湿了他的衣衫 面色惨白 已经没有丝毫的声息 沉默了半赏 大长老率先打破了这安静的气氛 究竟是什么人杀了天骏 家主 你们不是去参加穆家的族会了吗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当初在见到王天骏抱着王天骏的尸体回来之后 所有人都愣住了 王静洪更是什么话都没有 直接走进了议事堂 而大长老则是在最快的时间里召集了其他的长老 这次的事态严重了 他王家的二公子被杀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要知道 他在罗天城的地位 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王静洪看着王天骏的尸体 面色铁青 眼中更是有着浓浓的痛苦之色 是穆家的穆芷梨 他杀了天君 听到这话 众人一愣 二长老也不敢相信 这 这怎么可能 穆芷梨不过十五岁 就算进入了先天境界 也不过刚进入不久啊 以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杀得了天君 昨天在知道穆芷梨 已经成为先天高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很惊讶了 但是穆家没有了穆启超 出现一个穆芷梨 这也不算什么 但是要说他能够杀了天君 这就太让他们惊骇了 王天骑站在下面 听着长老们的问话 张了张口却是说不出话来 穆芷梨的实力比天君 可不是强了一心半点啊 毕竟天君吞食了丹药之后 还是打不赢穆芷梨 最后还被杀了 这话真有些难以启齿 就是他杀的 这件事 难道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王静宏显然也不想解释中间的过程 实在是太丢人了 不曾说话的四长老 却是提出了疑问 可是这不是穆家的族会吗 为什么天君会和穆芷梨交起手呢 明明就是去看族会的 不可能会动手啊 王静宏叹了口气 还不是因为穆芷然那个丫头 天君的心思你们还不知道吗 见到穆芷然被穆芷梨给打败受伤了 就忍不住替燕芷然出头 最后就变成这样了 什么 那穆芷梨简直欺人太甚 下手竟然这般狠毒 一点也不顾及我王家 这是对我王家的挑衅 家主 你有没有出手 大长老一脸怒容 显然已经气到不行 他王家和穆家的关系本就不好 小摩擦不断 现在穆家更是杀了他王家的人 不生气才怪呢 其他长老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王静宏 照理说这样的情况 王静宏一定动手了才对呀 王家人都知道王静宏是个非常护短的人 更何况这人可是他的亲儿子 王天琪站在下方 一脸尴尬地看着王静宏 这件事真是越说越尴尬 大长老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果不其然 在大长老问了这话之后 王静宏的面色阴沉得可以滴出水来了 看着大长老的眼神 简直就要杀人 大长老看着王静宏那恐怖的样子 心头也是一震 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 为什么家主看着自己的目光 跟要吃了自己似的 我出手了 但是没有杀木质离 王静宏的话语之中 竟是郁闷之色 谁能想到自己出手了 竟然还是没能杀了木质离呢 这对于他而言 简直就是巨大的耻辱 只有杀了木质离 才能够洗刷这耻辱 众长老相互对视了一眼 嘿 家主都出手了 竟然还是没能杀了木质离 难不成木质离的实力 比家主的实力还要强 众人都觉得像天风夜谈了 这木质离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这样一来 他们王家的处境不就危险了 王静宏看到众尉长老那惊恶的模样 就知道他们想歪了 不由解释道 是这样的 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称是木质离 相公的男子 他的实力很强 所以我才没能杀得了木质离 众长老这才深呼了一口气 放下心来 之前差点没把他们给吓死 但是现在的状况 显然也不怎么样 啊 这个家主 那男子的实力当真那么强吗 就连你也打不过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男人要是帮助木质家来对付他们王家的话 这该如何是好啊 王天琪看着王静宏那越来越阴沉的脸色 暗叹大长老怎么这么不会看人脸色呢 没看见父亲都快气成内伤了吗 竟然还在追问父亲是不是打不赢韩如烈 这是要气死人不成吗 其他长老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一时间都是低下了头没有说话 只有大长老没有发现 还是一脸期待的看着王静宏 等着他的回话 王静宏气得轻轻爆起 这个大长老怎么这么不知分寸呢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接他的伤疤 没错 那男子的实力的确很强 虽然这次我接了他一掌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那一掌 他并没有尽全力 而我却是尽了全力 王静宏几乎是咬着牙说这番话的 大长老这才发现自己的问话有些 只有干笑了几声不再说话 若是再问下去 怕是自己都得被修理了 家主啊 现在我们和穆家的脸面可以说是彻底的撕破了 我们应该准备下如何对付穆家了 见大长老不开口了 三长老开口道 这件事 无论如何我们王家都不会咽这口气的 天君不能白死 我们要替他报仇 没错 一定要为天君报仇 其他的长老也是纷纷开口道 这件事他们王家绝对不能不采取行动 不然整个罗天城都会说他们王家怕了穆家 这一点他们王家可接受不了 王静宏听着众位长老的话 面色也好看了很多 穆芷梨 必杀 只是现在我们要弄清楚 那个自称是穆芷梨相公的人 究竟会不会帮助穆芷梨 有他在 我们可以说没有胜算 只能找机会了 虽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是也没有办法 谁让韩芷梨的实力那么强呢 听着王静宏的话 长老们也是知道 韩芷梨的实力有多强了 看来这次真的是遇到了一个劲敌呀 但是杀了穆芷梨 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从现在开始 派人去监视穆芷梨 一旦发现穆芷梨单独一人的时候 立马汇报 是 在王家想着办法应对的时候 韩芷梨却是去了清福院寻找穆芷梨了 没有花费任何的力气 韩芷梨便是找到了穆芷梨住的院路 清福院 只是看了穆家这么多院子 来到穆芷梨的院子时 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为何穆芷梨住的院子是这样的 从之前的族会上便是能够看出穆芷梨是穆家小辈中最为出色的子弟了 按照天玄大陆的常理而言 都是实力越强 天赋越好的子弟 待遇就越好呀 为何穆芷梨不是呢 韩芷梨发现自己对穆芷梨还有很多事情不了解呀 走进穆芷梨的房间 他更是忍不住诧异了一番 因为穆芷梨和一般女子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穆芷梨的屋子可以说是干净到了夸张的地步 除了桌子椅子和床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似乎这个房间他只是用来休息的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作用 就算他韩芷梨从来不进女子的房间 但是从他自己妹妹的身上便是能够看出女子的闺房是怎样的 大多数的时间他都花在了打扮上 所以他妹妹的实力才会是现在这样的普通 不过看看穆芷梨的样子 那发丝随意扎起来便是能够看出他对这方面并不重视 或许对于穆芷梨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修炼吧 不过看着他随意的模样却是最为迷人的 不经过任何修饰的美艳才是真正的美艳 只是穆芷梨去了什么地方吗 这么短的时间他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见了 不过没关系他等着他回来就是了 想到这儿韩芷梨便是沏了一壶茶 悠哉悠哉的等着穆芷梨回来 当韩芷梨在清福院等着穆芷梨回来的时候 穆芷梨却是去了家主的院子 他相信族会结束后 穆芹梨一定会有很多事情要问自己 与其派人过来喊自己 还不如自己直接过去算了 当族会结束了之后 穆芹梨便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虽然这次的族会发生了很多实在是不曾预料的事情 但是很明显 这次族会的结果并不坏 光是穆芷梨表现出来的实力就比得上一切了 只是这次王天俊的死让事情有些大发了 然而事情却又突然出现了转机 不知道这韩芷梨和芷梨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只要有韩芷梨在 王家就没有丝毫好担心的 这么说并不是他穆家怕王家 以他们穆家的实力 现在是不用惧怕王家的 但是罗天成除了他们两个家族之外 还有苏家 当他们两家的实力削弱的时候 苏家岂不是越之成为罗天成的第一家族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他们愿意见到 相信王家也不愿意 但是王家也不可能咽下这口气 所以事情才有些难办 就当穆芷梨准准备叫下人去喊穆芷梨的时候 下人却是过来通报了 家主 穆芷梨准求见 听到这话 穆芷梨一阵惊讶 看来穆芷梨已经料到自己会找他了 所以这才提前过来了 自己这个孙女的心智还真不一般呢 嗯 让他进来 是 下人应声去传穆芷梨了 很快 穆芷梨走了进来 见穆芹丽站在桌案前等着自己 坐吧 穆芹丽开口道 待穆芷梨坐下后 看着穆芹丽道 家主 你有什么要问的 就问吧 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 今天的事情是他惹出来的 他自然需要交代一番 但是很明显 对于今天的事情 他并不后悔 就算事情再发生一次 他还是会这么做 毕竟他穆芷梨的性格就是这样 绝对不会因为对方的背景 就做出让步 况且他穆芷梨的身份 并不比那王天俊差不是吗 反正不是自己杀他 就是他杀了自己 他自然选择第一种 听到这话 穆芹丽也是将目光 转到了穆芷梨的身上 毛子中充斥着探究以及威严 这种威严 是他这么多年 潜移默化养成的习惯 不论什么时候 都是这个样子 这样也能够体现 他作为家主的威严 换作一般穆家子弟 怕是根本就不敢与穆芹丽对视 因为那感觉实在太恐怖了一点 但是穆芷梨却是丝毫不畏惧 仿佛看不到穆芹丽那严肃的模样一般 在穆芹丽的意识里 根本就没有害怕两个字 既然对方不会伤害自己 那又有什么好害怕的 更何况若是对方想要伤害自己的话 那么害怕也没有用了 所以对于穆芹丽而言 害怕是一种不需要的情绪 你说你是族会之前 才刚刚突破的先天境界 若真是如此的话 你是不可能打败王天骏的 他已经步入先天境界两年了 更何况 他后来还吞食了丹药 按照常理推论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件事在之前 他就已经很疑惑 简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却是偏偏发生在了他的面前 他的脑海中充斥着一种可能 那就是穆芹丽早在之前 就已经突破了先天境界 而且对于先天境界的 很多实力方面的掌控 都已经很了解 只是为了欺骗他 才说突破不久 而在王天骏出现之后 他却是不得不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他想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 听到这话 木指梨则是实话实说 虽然知道这个实话 有些让人不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家主 我的确是昨天 才步入先天境界的 至于为什么能够打败王天骏 这点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昨天晚上已经经历过洗经法水了 而且经历的时间比较长 也正因如此 实力才提高了很多 打败王天骏的原因 他当然清楚 但是他并不想解释 但是他并不想解释 将底牌暴露出来 这是极为不明智的事情 饶氏面前的人是自己的爷爷 这也不可以 听到木指梨的话 木秦丽也是一阵惊讶 今天在见到木指梨和王天骏比试的时候 他就想过他是不是已经经过洗经法水了 但是这似乎也有些不可能啊 因为洗经法水的剧痛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得了的 然而昨天夜里 清福院里却是没有传出任何的声音 除非木指梨是在其他地方进行洗经法水的 但是很明显 昨天晚上他就在清福院 没有去其他地方 可是 洗经法水的剧痛 你能够忍受得了吗 一共用了多少时辰 他可是很清楚的听到了木指梨所说的时间比较长 究竟是怎么一个长法呢 木指梨微微点点头 嗯 过程的确挺痛苦的 但是却不是不能够忍受 一共用了十二个时辰 木指梨面色淡然的说出了这个让人惊骇的时间 没错 的确是惊骇 至少木琴丽氏被吓到了 你 你说什么 十二个时辰 他活了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洗经法水有人进行过十二个时辰的 那还是人吗 身为过来人 他可是清楚的知道 洗经法水的时间越长 对自身的好处也就越大 但是想要得到多少就得要付出多少 那痛苦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 曾经他听说过一个人洗经法水经过了六个时辰 最后竟是疼得受不了了 活生生的给疼死了 由此可见十二个时辰的疼痛究竟是多么的恐怖 可是 刚才木琴丽说了什么 还可以忍受 这是人能够说出来的话吗 相比于木琴丽那不可置信的模样 木琴丽的眼底却是没有丝毫的波动 是的 十二个时辰 反正痛苦都已经过去了 还想着之前那些做什么呢 他只是高兴 这次洗经法水对自己将来修炼的好处 木琴丽有些反应不过来 若是木芷丽真的这么强的话 打败王天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一种天才 别人努力很久而无法做到的事情 他却是能够轻而易举的做到 木芷丽就是这样的人吗 你说的都是真的 木芷丽点头 眼底中尽是认真 嗯 真的 之前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打败王天俊 不过在他吞食了丹药之后 我的力量的确比不上他 这点也是事实 木芷丽毫不在意地承认了这一点 一个人想要变得更强 就需要承认自己究竟有什么地方不足 若是一直不肯接受的话 那么他也不可能获得进步 你的手好了 有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这一点他可是已经发现了 若是没有彻底的好透的话 也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反应那么快 虽然心里觉得有些不可能 但是联想之前木芷丽所说的话 一切又变得有可能起来 木芷丽的眼底浮现了一抹冷笑 显然是想起了当初大家都不相信他的事情 那是他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事情 哼 他还记得当初木芷丽自断一臂的时候 那模样看起来实在是有些惨烈 唉 芷丽啊 以前不相信你是爷爷的错 爷爷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这些年来 我一直都没有好好地照顾过你 这一点 我很抱歉 但是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木芹丽说这番话说得很真挚 这些话皆是他内心的想法 若是说以前希望木芷丽就那样平平淡淡地生活一辈子的话 现在他更希望这个孙女能够大放光彩 因为现在的他的表现就已经注定了他不是一般人 他势必会闯荡出他的一片天地 他相信 而他这个爷爷则是会替自己的孙女扫开一切能够处理的障碍 从这一刻开始 木芹丽决定他将来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个孙女 不怀疑他所说的话 因为从木芷丽的身上他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奇迹 不论将来木芷丽告诉他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 只因为他这个孙女不是常人 木芷丽抬起头来看着木芹丽 他没想到木芹丽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样一个骄傲的家主竟然会向自己道歉 请求自己的原谅 现在的他在自己的面前只是一位普通的爷爷 再向自己的孙女道歉 要知道 这一切对于木芹丽而言究竟有多么的不容易 想着木芹丽最近做的事 的确 木芹丽这些日子对他的照顾 他都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尤其是将他以前的事情告诉自己 更是带着自己去看木天静的时候 他的确是想要当一个好爷爷 不是吗 更何况他也是清楚 以前木芹丽那么做都是有苦衷的 虽然内心还是有些怨恨 但是他并不应该那么小气 每个人都会犯错 只要能够改过就好了 更何况这个人是他的爷爷 毕竟血浓于水 木芹丽看着木芹丽 眼底竟是浮现出了一抹紧张和担心 他并不知道木芹丽会不会原谅自己 但是他已经做了决定 无论他原不原谅自己 他都会那么做 爷爷 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我爷爷 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木芹丽缓缓地说出这句话 然而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仿佛浑身都轻松了起来 有时候怨恨一个人也是一件难熬的事情 木芹丽的眼中浮现了光亮 那充满了皱纹的面上 此刻却因为激动而呈现出隐隐的红光 看起来年轻了很多 芹丽 谢谢你 他终于愿意喊自己爷爷了 天知道这件事对于他木芹丽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看着木芹丽的模样 木芹丽也不由露出了一抹笑容 或许这也是他想要见到的吧 否则他也不会觉得开心了 那韩如烈 这个问题木芹丽一直就想问了 韩如烈的背景一看就知道不简单 只是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他只是觉得自己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一些 每次见到木芹丽 自己都是有太多的问题要问 但是这也不能怪他不是 谁让木芹丽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知道了一个又出现另一个 最后给他的感觉就是木芹丽本身就是一个谜 本以为自己了解了 最后却是发现原来自己什么都不了解 听到韩如烈的名字 木芹丽也是一阵尴尬 这怎么感觉像家长问自己男朋友似的 其实我之前并不认识韩如烈 今天也才刚刚知道这个人的 至于他为什么那么做 想来是因为他的性格本来就随意吧 想要这么做 所以就做了吧 刚刚才认识 木芹丽一阵失望 竟然是刚刚才认识 刚认识 为什么对方会救指离呢 对 没错 刚刚认识 家主可以当做 他没有出现过 对于他而言 韩如烈的这种做法 并非不可理解 以他的背景和实力 很多事情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 觉得好玩进来掺和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木质里也有这样的喜好 若是自己将来有很强的实力 或许他也会做一样的事情 这有什么问题呢 人生在世 本来就该肆意而为 若是缩手缩脚的话 那就是白活了一趟 只是现在的他 还没有傲视众人的实力罢了 木秦丽叹了口气 我清楚了 这些日子 你最好待在木家 不要离开 王家现在已经记恨上你了 若是你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 很有可能被攻击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让下人帮你去办吧 你就待在家中 好好地修炼 是 木质里点头硬道 木秦丽现在 是在为他的安全着想 他也不能不识好歹 反正他现在的确需要 好好地熟悉先天境界 见木质里答应 木秦丽的面色 也是好看了很多 好在木质里懂事 若是不懂事的话 那还真是一件麻烦事 玄机叫了下人进来 将木若萱 木质刚 木子涵 和木涵木涵 就说我有事情要交代 是 下人听到之后 便是立马去喊他们了 家主的交代 他们可不敢怠慢 木质里听到木秦丽的话 心中也是猜测到了大概 想来自己好奇了许久的事情 木秦丽应该要说出来了吧 木若萱 木赤刚 以及木子涵 都是木家极为杰出的小辈 他们的年纪超过了15岁 所以这次的族会 他们没有参与 甚至于他们都没有来观看 他们能拥有今天的成就 很显然 他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几乎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了修炼上 他们的名字 木质里也是时常听到 在木家 男子实力强的比较多 而木子涵能够跟他们 一样达到那样的实力 很显然 在木家女辈中 是非常受人尊重的 以前的木质里 便是很羡慕木子涵的 因为他和他自己 根本就是相反的两个方向 然而在木质里的内心 也是非常希望自己 可以成为木子涵那样的人 现在很明显 他距离木子涵已经不远了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木质里几乎没有见到他们 据说他们在参加完族会之后 便闭关修炼去了 从那之后便没有出现过 木家子弟们都不知道 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或许有人知道 却没有说出来 木质里也是好奇不已 想来这一切 在今天便会揭开了 等了约摸一炷香之后 四人都已经到齐了 四人朝着木质里 鞠了一躬 说道 家主好 木质里点了点头 面色恢复了严肃 今天喊你们来 是有两件事要告诉你们 木质里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见木质里那严肃的模样 五人的面色也是严肃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一定很重要 不然也不会将他们五人召集过来了 这次组会中 木质里和穆罕默的表现很出色 我很满意 木质里现在已经进入了先天境界 穆罕默距离先天境界的距离也不远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便是可以突破 所以接下来我准备让你们和穆若萱他们一起去妖兽岛进行历练 若萱 志刚 子涵 他们刚进去 对那里不熟 你们作为哥哥姐姐 要照顾他们一番 知道吗 木质里将毛子转向了他们三人 一脸严肃地叮嘱道 是 三人一起回答道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却是不由将视线转到了木质里的身上 他们没有听错吧 面前这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子 竟然是木家的第一丑女 这不大可能吧 而且她是废物的事实 整个罗天城都知道 现在突破了先天境界 虽然这三年来 他们几乎没有待在木家 但是以前他们对于木质里可是再清楚不过 可是短短三年的时间 竟然是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吗 但是怎么算 这似乎也不可能啊 就算她可以开始修炼了 三年的时间突破到先天境界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吧 只是现在在家主的面前 他们也不可能说出心里的疑惑 只是对木质里的关注更多了一些 若是他们知道木质里不过修炼了一年的时间 便是突破了先天境界的话 怕是会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对于三人的打量 木质里自然也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他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变化 对于旁人而言有多么难以接受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见三人回答之后 木质里这才点头看着木质里和穆罕默道 妖兽岛 我知道你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们一定好奇 每次族会之后 那些表现优秀的子弟 为什么都闭关不曾出现过 其实他们并不是闭关 而是去了妖兽岛历练 光是在这里修炼 你们是无法得到进步的 想要拥有实力 就必须要进行真正的搏杀 只有如此 你们才能够进步 而妖兽岛就能够给你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天旋大路 妖兽甚多 虽然我们在罗天城中见不到妖兽 但其实在深山密林中尽是妖兽出没 这次你们二人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妖兽岛历练 刚去不熟悉有什么不懂的 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切记不可莽撞 因为一旦失守 付出的代价就是你们的性命 听到这话 穆芷梨和穆罕默两人也是身形一阵 从穆琴丽那严肃的模样 便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 绝对没有故意吓他们的意思 但是这也是他们想要的 不是吗 穆芷梨的眼中浮现了一抹光亮 来了天旋大陆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见过妖兽呢 他已经好奇了很久了 现在总算是有机会让他见识一番 穆罕默显然也是一样 在穆罕默的心中 对实力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有这种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天旋大陆 妖兽纵横 人类与妖兽之间的战争时常爆发 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与妖兽进行着争斗 虽然妖兽的破坏力对人的伤害很大 但是妖兽本身对人而言也是有不少好处的 比如说 妖兽的皮毛眼睛等等都能够拿来买钱 因为有些妖兽的皮毛可以做成富贵人家的服饰 这样的衣服往往非常受富贵人的喜欢 而妖兽的鲜血眼睛脚等等都可以作为药材 所以在天旋大陆 有不少人是靠杀妖兽为生 一方面可以维护世界的和平 一方面也可以赚取钱财 这的确是一种不错的工作 只是这种工作的危险性很大 一旦发生了意外 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的生命 你们两人可想好了 愿意去吗 若是不愿意去的话 也可以不去 沐秦丽开口问道 从他的角度上 自然是不希望有人不愿意去的 若是不愿意去 这就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对实力的渴望 若是这点想法都没有的话 他们未来的成就就可以想见了 沐芝梨和沐寒墨相互对视了一眼 一起开口道 我们愿意去 听到两人的回答 沐秦丽的嘴角 这才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才是他沐家的子弟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除了这件事之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更加重要 沐秦丽缓缓说道 五人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沐秦丽 距离上次的全国赛事 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这也就意味着 全国赛事又要开始了 而你们都有机会参加这次的全国赛事 不过最近我们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 这次全国赛事似乎比以往更加郑重 参加的人也更多 而且会推迟两年的时间 这是为了配合另外几个国家 全国赛事的时间 也就意味着 你们多了两年的时间 来提升你们的实力 我希望在这两年时间里 你们能够尽快地提升实力 到时候参加全国的赛事 全国赛事 是为了在全国选拔出人才 而从其中脱颖而出的人 只要被门派选中 便能够加入门派 加入门派对你们将来的好处 不言而喻 甚至于对我们整个木家 都有巨大的好处 我希望你们能够加油 五人一起点头 无论如何 他们都会尽力的 木质狸的眼中 也是浮现了一抹光亮 之前苦于不知道 如何才能加入门派 现在却是有了一条名路 只要他能够从中脱颖而出 便是可以了 不过从这也可以看出 参加的人究竟有多少了 到时候一定是卧虎藏龙 自己必须要把握一切时间来修炼 提高自己的实力 他一定要加入门派 对于门派的那个世界 他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了解 比如木天静当初究竟犯了什么错 被逐出门派 这一点他已经想了很久了 以木天静的为人 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才对 很明显其中绝对有些不为人知的曲折 还有自己的娘亲 只有自己站在一定的角度之后才能去找他 他相信他一定会找到的 他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父亲苏醒 林洛晨又不知道是在什么门派 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现在的他必须为之奋斗 这一个月 你们先待在木家修炼 稳固一下修为 另外需要什么东西也自行去采购一番 单药之类的 也可以去李钥匙那里取一些 一个月之后 一起出发 木子黎回来的时候 也是有些心事重重 脑子里思考着关于妖兽岛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他所见到的妖兽只有天儿 而天儿并不属于妖兽 而是属于神兽的范畴 说实话 他真的有些好奇 然而 当木子黎回到清福院的时候 站在自己屋子的门口 他便是发现了问题 因为原本关起的房门 此时却打开了 站在门外 便是可以看到一抹红色的身影 正悠哉悠哉的坐在那里品茶呢 韩如烈 木子黎几乎是咬着牙 说出这三个字 好不容易消失了一会儿 他还以为他已经走了呢 怎么又回来了 而且还这么大摇大摆的 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听到木子黎的话 韩如烈显得很高兴 从木子黎回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 看着眼睛里几乎可以喷出火焰的木子黎 邪魅地笑了 哼 娘子 你可算是出现了 微夫等得好辛苦啊 闻言 木子黎更是怒不可遏 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是你的娘子 快步走到韩如烈的面前 将他手中的茶杯给夺了下来 喂 这是我的房间 你不知道 未经主人允许 进入房间 是非常不礼貌的吗 韩如烈却是丝毫不在乎 唉 你是我娘子 我来你的屋子是理所当然的呀 你不在 难道准备让微夫站在院门口等你吗 我相信娘子你如此善良 一定舍不得微夫吃苦的 眼底尽是笑意 他似乎爱上了看木子黎这抓狂的模样 在他眼中显得那般的可爱 看着韩如烈那模样 木子黎真的无奈了 唉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我拜托你快点回家好不好啊 他木子黎不怕狠的 因为直接动手就行了 但是他怕这种难缠的 你说打吧 打不过 他对自己没什么恶意 不打吧 他还总在自己的身边 这还怎么过呀 韩如烈摇了摇头 玄机看着木子黎一脸深情 娘子 我舍不得你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陪你 除非 你和我一起回家 木子黎咬了咬牙 拳头越钻越紧 你 你信不信我冲你 他发现这种无赖好好说是不行的 娘子 你不会这么狠心吧 韩如烈开口道 其实他真的准备这段日子留在这里陪着木子黎 至少那王家人不能采取什么行动 而且木子黎在修炼上面需要指点 他也可以帮帮忙 哼 不信我就打给你看 声落 木子黎咬牙 第一次被人这么打脸呢 木子黎收回自己的拳头 你看到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野蛮的人 你还是快点走吧 这样应该不会喜欢自己了吧 在木子黎咬牙 韩如烈长得这么妖孽 想来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 自己若是毁了他的形象 想必他会很生气吧 听到这话 韩如烈将自己的手给放了下来 只见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熊猫眼 那妖孽的面庞 此时看起来显得很是狼狈 总之看起来搞笑极了 娘子 不论你怎么野蛮 为夫都不会离开你的 这点你放心 只是为夫现在变丑了 只要娘子不嫌弃就好 见状 木子黎自己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因为韩如烈现在的样子 实在是太搞笑了 这么一个漂亮的男人 被自己毁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 自己觉得太有趣了 为什么这样一个 有背景有能力的男人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他也疑惑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那样的魅力 当然 这只是木子黎自己的感觉罢了 若是他没有魅力的话 韩如烈又怎么会在第一天 见到他的时候 便决定了他将是自己的娘子呢 木子黎这一笑 犹如天山雪莲一般 纯洁而又美艳 一时之间 竟是将韩如烈给看呆了 木子黎止住了笑容 却将韩如烈一直看着自己动也不动 不由伤手在韩如烈的面前晃了晃 说道 喂 你怎么了 其实他对韩如烈的印象倒也不是非常差 虽然很无赖很烦人 但是并不讨厌 韩如烈这才反应过来 面上也是有些尴尬 呃 没 没什么 自己这么多年 从来都不在意任何一个女子 没想到这次竟然看木子黎看呆了 这实在是让他汗颜了 然而这时 木子黎却是一直盯着韩如烈看 眼睛眨也不眨 韩如烈见状还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脏东西 不由朝自己脸上摸去 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啊 喂 娘子 你这样一直盯着为夫看 为夫可会不好意思的 然而下一刻 木子黎说出的话 却让韩如烈愣住了 你中毒了 木子黎缓缓地说出这句话 但是语气却是毋庸置疑 他相信自己绝对没有判断错 因为在韩如烈被自己打肿的右眼上 隐隐可以看到黑色的脉络 他对于毒很是了解 一看便知道是不是中毒了 哦 你说什么 韩如烈原本以为木子黎是在骗自己 看着他那严肃的模样 又不像是在开玩笑 虽然跟木子黎认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对他的性情也有一定的了解 你中毒了 木子黎再次说道 而且中毒应该有一段时日了 这种毒素是慢性的 但是若不早些解决的话 再过七日就救不回来了 不知为何 木子黎在说这话的时候 竟是觉得有几分庆幸 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 是不希望韩如烈死的 虽然他很烦很无赖 缠着自己 但是他并不希望他死 最近你是不是觉得第三肝肋骨的地方时常疼痛 每次疼痛都不是很剧烈 能够忍受却很不舒服 韩如烈也是收回了那调笑的神色 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木子黎说的没错 他自己最近的确时常这样 他还以为是自己比武的时候留下的一些问题呢 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下毒了 而且时间很长 自己竟然还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人想要杀自己呢 自己的食物每样都是很小心的 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下的毒呢 若是木子黎知道韩如烈的想法的话 一定会很惊讶 他没有想到韩如烈竟然会这么相信自己 你是怎么知道的 韩如烈好奇地问道 他发现自己这个未来娘子懂得还不少吗 听到这话 木子黎开口道 我是钥匙 虽然只是刚入门 练丹并不能够练出高品阶的丹药 但是对于毒素颇为了解 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事情 此刻却是告诉了韩如烈 因为他知道韩如烈不会出卖自己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不可否认 木子黎的直觉的确很准确 韩如烈的确不会做这样的事 其实这件事木子黎也不打算隐瞒 不过木秦丽他们并没有问自己 自己自然也不会特意去说 那样不就成显白了吗 要知道他木子黎可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绝对不会这么主动的去说 哦 没想到我娘子竟然这么有本事啊 若不是娘子告诉我的话 想必七天后 维夫就死俏俏了 想到这儿 韩如烈也是有些后怕 的确 若是今天木子黎不告诉他的话 想必他是发现不了的 让他变着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